那天,我一边踩着共享单车一边找工作,结果啥也没捞到,但命运就是这么神奇,一不小心,我就在街头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个小萝莉挂在六楼的窗外,哭得梨花带雨。围观群众一连猛圈,有的人惊呼,有的人报警,还有的人准备做人肉垫子。我没时间思考太多,直接一个250冲锋,跳下车,撸起袖子,冲进人群。就在众人还在犹豫的时候,我已经站在最前面,伸出我那并不撞手的胳膊。 啊,要掉了。JAI见状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只见那小萝莉喷一声落下,我一个接力,稳稳抱住了它。众人还没来得及鼓掌,我就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冲击力,脚下一个亮腔,登登登倒退,直接五体投地。好在小姑娘安然无恙,而我呢,因为头部先着地,直接晕厥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在医院醒来,脑子还是昏沉沉的。耳边突然响起一道悦耳的声音,你终于醒了。 我转头一看,竟然是个白富美小姐姐。那气质,那长腿,我怎么觉得,在哪见过?我还在迷糊间,突然听到一个机械声,恭喜宿主,成为神豪毒蛇系统的天选之人。 这是什么操作?难道这是老天爷给我建议勇为的奖赏?我心里一万的草泥马奔腾而过,毒蛇系统是什么鬼? 机械声又来了,生活需要真话精神,宿主,你就是那个犀利的队王。我一脸猛逼,这是要我成为对神的节奏。但这玩意儿,真的能让我逆袭。 林先生,你感觉怎么样?小姐姐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原来,她就是那个小萝莉的妈妈,还是个大佬。 就在我还在纳闷的时候,毒蛇系统又来了,宿主,用你的毒蛇去拯救世界吧。 我心说,那就来吧。面对美女总裁,我直接开队。 顾小姐,您这是要养成小孩的自由落体特技吗? 洗个澡,差点把我们都洗到黄泉路上去了。 美女脸红,我心里暗爽。 这毒蛇系统还真是个宝贝,不仅能对人,还能换钱。 突然,我收到一条短信,账户里多了88888元。 这就是传说中的建议勇为奖励金。 眼看自己将要淡尽粮绝,陷入生活困境。 这个系统的出现,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以后想不发才都难,我林凡也可以走路带风了。 看那个建议勇为的小傻叉,苏醒后不光胡言乱语,还特么黑黑傻乐。 一定是脑袋摔坏了。 哼,这就是愣头青乱逞英雄的代价。 急诊室相邻病床上,一个已在床头上输液的落腮胡子大汉,对他身边的妖媚女人冷笑道。 大汉斜撇林凡的眼神中,透着鄙夷和嫉妒。 这个穷学生模样的傻小子,居然成了顾大美女的恩人。 他可是老子的梦中女神啊。 你个小崽子一苏醒过来,就敢装枪做事。 当众痛批我的歪歪对象,太特么欠抽了。 听到大胡子对自己的放肆嘲骂,林凡心里不爽。 当即挥手对女护士豪气道,给那霍家八瓶催眠针,算我账上。 啊?护士一惊? 你当来我们医院喝酒请客呢? 洛塞胡子更是震怒不已。 八瓶催眠针,你踏马要打死老子啊。 小兔崽子,找抽事吧。 恶脸壮汉从病床上豁然坐起来,怒指着林凡大骂。 书页的针头一拉扯,却疼得他呲牙咧嘴。 恭喜宿主! 获得一百毒蛇积分。 林凡心中暗喜,当即跳下床来。 对洛塞胡子眨着黑眸,扶长认真道。 脾气这玩意谁都有,拿出来是本能,压下去才是本事。 如果长毛怪大哥没本事,那你就跳起来,打我吧。 长毛怪? 顾雪岩? 女护士? 洛塞胡子当即剥掉手上的针头,咬牙切齿,毒嘴玩意儿,看我不弄死你。 恭喜宿主! 获得一百五十毒蛇积分。 积累到五百分,即可兑换一个惊喜箱。 洛塞胡子,身高一米九,是个标准的铁塔壮汉。 此刻他目露凶光,怒握双拳,展现出肌肉骨秃的手臂。 大友扑上去,一巴掌拍死林凡的架势。 林凡自知不是这铁塔满汉的对手,却已经躲避不及。 住手! 情急之下,顾雪岩用胶躯挡在了林凡身前。 他沁人心脾的淡淡体香,和无意间触碰到自己的美背长发。 让林凡有点走神。 是你先对林先生出言不逊,被骂两句,就想冻粗。 请想一想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顾雪岩冷冷盯着落腮胡子,质地有声。 那满汉动作一致,不情愿地放下了握紧的拳头。 在中州,顾雪岩家族虽然只是三流豪门,但顾家拥有的权势,远非他一个好勇斗狠的道上小领导,所能抗衡的。 一念至此,落腮胡子急忙善笑着低头道歉。 对不起顾小姐,我只是想瞎瞎那小兄弟。 嘿嘿。 林凡撇嘴不悦,忍不住对大汉毒舌道。 人吓人都能吓死人,何况你这副鬼样? 要不是怕浪费唾沫。 我真想,催你一脸。 落腮胡子的脸都气绿了,眼神杀气腾腾,却又无可奈何。 他咬牙在心底暗骂。 小子,有种你就永远躲在这漂亮娘们身后。 下次再让老子遇见你,你特么就惨了。 恭喜宿主! 获得180毒蛇积分,累计积分430。 达到1000积分时,可选择兑换一项技能哦。 林凡脑海中又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他在心底好奇问,哦,1000积分能兑换什么技能? 那多了去了。 武学一道,琴棋书画,剑宝神技,军事外语,透视玄学等等。 宿主的积分越多,可兑换的技能越强大。 哦,林凡瞪大了眼睛,不光越毒蛇越有钱。 原来这个牛叉的系统,还能让自己变得很好很强大。 登临人生巅峰,指日可待啊。 顾雪岩根本无视那个落腮胡子的存在,而是拽了一把林凡的衣袖,轻声催促道。 走,让医生给你检查一下。 林凡的主治医生是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 他看了林凡的脑CT后微微一笑,道, 头部已无大碍,应该不会留下后遗症。 顾雪岩输了一口气,刚才见林凡苏醒后怒对一切,而且首先拿他开刀。 美女总裁也曾怀疑,他是不是脑子摔坏了。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不然我这辈子,要活在对林先生的痛苦愧疚中了。 此刻,秃顶一声色眯眯地盯着顾雪岩。 高冷美人凹凸有致的曼妙身材,看得他咕咚咕咚直咽口水。 被顾总裁的冷眸一瞪,那中年白大褂才回过神来。 他干咳两声站起身来,与清诚美女套起了近乎。 可,顾总裁,别人崇拜,你的才华很久了。 博雅传媒做的报刊和影视节目,我一直追着看,可否留个你的电话? 嘿嘿,有机会赏脸一起吃的饭啊。 顾雪岩好看的唇角微微勾起,一丝冷笑若隐若现。 基于他才貌的男人,如过江之际。 这个满脸色像的油腻白大褂,又算老几。 但不等他拒绝,林帆就先冷声开口了。 你说说你,人又不聪明,还偏偏要学人家秃顶。 秃头也就罢了,还想学人家泡妞? 啥玩意儿。 中年医生一愣,转头瞪着林帆,满脸惊怒。 恭喜宿主! 获得180毒蛇积分。 顾雪岩表情哑然,继而望着林帆,眼唇轻笑。 这个小林,嘴可真毒啊。 不过,对付这种家里有老婆,还对外边美女想路非非的老男人,就该稀利一些。 你小子几个意思? 怎么乱骂人? 扑顶医生把林帆的CT片子往桌上一摔,瞪着小眼睛发了飙。 为了教训一下好色医生,赚取更多的毒蛇积分, 林帆又一次鼓起勇气开队了。 现在的油腻渣男,动不动就想要年轻美女的电话,张口闭口,就是请人家吃饭,呃不恶心。 你是觉得顾小姐缺吃少穿,还是感觉自己是我这样的风度翩翩美少年? 妾,真是一只志向远大的癞蛤蟆。 恭喜宿主! 获得260毒蛇积分。 另外,看在您嘴毒面善数学差的份上,以后小数点咱不计。 获得积分的数额会随着宿主的毒蛇功灵,而逐步增加。 林帆? 还有功灵? 戏童你是真的撇? 听了他对色医生的毒蛇,纵视高冷端庄的顾雪岩,也低头扑斥笑了。 这个酒居职场高层的优雅女神,对林帆对人的话感到耳目一新。 同时,心里又有些哭笑不得。 虽然林帆长相说得过去,但衣着朴素,嘴巴又那么损。 怎么看,你都不像个风度翩翩美少年好吗? 见顾雪岩被林帆骂自己的话,给逗得眼唇轻笑。 他瞅向那小子的美眸中,还带着一抹欣赏之色,秃顶一生气的浑身颤抖。 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 你你! 顾雪岩不想再次浪费时间,伸手拿起林帆的CT片子,就拉着他离开了医院。 临别时,美女总裁和他互留了电话,笑容真诚道。 林先生,我这两天要为你准备打谢宴。 有什么困难,也请说出来,我会好好报答你。 林帆真想对这个身材好到爆的清诚美女说,若有诚意,请以身相许吧。 但她不敢开这么野的玩笑,就挺了挺胸脯,大意凛然道。 不用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直是我的优良作风。 顾雪岩憋得俏脸泛红,才没有当场笑出来。 她正色点了点头,目录感激道,那好,友情后补。 美女总裁做上她的麦巴赫,与林帆挥手道别。 时进中午,林帆感到腹中饥饿,决定每每犒劳自己一顿大餐。 一次见义勇为,竟获得了神嚎毒蛇系统。 真是天降精血,值得庆贺呀。 但想到家里为公自己上大学,还欠着几万元债。 林帆就先给中州农村的养父母,转账过去八万元。 又很没技术含量的谎称,自己中了彩票。 林帆自幼在孤儿院成长,不知生生父母是谁。 八岁那年,被没有儿子的养父母领回家,抚养至今。 给爸妈打完款,她立志要把毒蛇事业发扬光大。 早日实现,小时候吹过的那个牛皮。 为老爸老妈买一桩,带花园泳池的大别墅。 然后再把家人接到省城来团聚,免得他们, 再受家乡那些势力亲戚的气。 向系统确认了自己还有八百多个毒蛇积分, 足可兑换八十多万元现金。 林帆开心极了,步履欢快走在街头, 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酒瓶炸腹,林帆还不习惯打车, 而是坐上了一辆开往市中心繁华地段的公交。 是到麦当劳买两份最顶配的套餐, 自己吃一份,再砸给流浪狗一份。 还是去云顶国际酒店的按摩楼层, 叫两个一国家里,一个按摩,一个观摩呢。 据说这世界像个拜金女,只像有钱人展露她的美丽妖娆。 林帆认真思索着,接下来该怎么豪横一把, 享受享受这拜金女的美好。 但一转头,却发现,公车上有个臭脸女人, 正虎视,单单死盯着自己。 见林帆终于转过头来, 公交车上那个大妈级的女人, 忍不住愤怒开口了。 对于你这种不懂给老人让作的小子, 我真想一巴掌扇过去。 显然,大妈已经用眼神杀林帆好久了, 只是她沉浸在抱负的喜悦中,没有发现。 见对方不过五十多岁的年纪, 竟敢如此霸蛮地以老卖老, 林帆淡定回话。 大妈,人都是相互的, 在你想一巴掌扇死我的时候, 我又何尝不想一脚踹飞你呢? 啊? 人满为患的车厢里,瞬间安静了。 恭喜宿主,获得毒蛇积分333。 好家伙, 这大妈看起来貌不惊人。 贡献起积分来, 比刚才那个秃顶医生都好横啊。 林帆心中暗喜。 你要是这样说,那我可就躺下来啊。 大妈目光一寒,亮出了老年人的必杀计。 林帆无视她的威胁, 翻翻眼皮,淡然道。 大妈,你要是敢躺下, 我就当众扒掉自己的衣服, 说你想非理我。 为了教训她的为老不尊, 并赚取毒蛇积分,林帆豁出去了。 恭喜宿主,获得毒蛇积分320。 呸,不要脸。 大妈嘴角一抽, 灰溜溜地挤到了车厢最后头。 啊,这哥们牛逼啊, 看得女人脸都气绿了。 果然是恶人,还得恶人魔。 见林帆三言两语,就斗败了恶脸大妈。 公交车上的不少人,都为她鼓起了掌。 在市中心的一达广场下车时, 林帆的总积分已达到1500。 兑换成现金,就是150万了。 人生处处有惊喜啊。 没想到自己从落魄青年到百万富翁, 竟是如此神速。 抬头看见金碧辉煌的图兰朵餐厅, 林帆心里一动,就塌了。 这是一家闻名中周式的西餐厅。 拥有米其林三星厨师, 就餐环境和美味佳肴都是最顶级的。 但图兰朵的消费很高。 换做之前那个穷学生林帆, 做梦都不敢想象自己能踏足这等奢华之地。 但现在不同了。 自己拥有了逆天改命的金手指, 花个十万二十万, 对别人两句就能赚回来。 西餐厅内, 奢华的水晶吊灯和细腻的手工挂毯, 以及那些精美百健, 每一样都堪称艺术精品。 一个长发及腰的红裙美女, 正在现场弹奏舒缓的钢琴曲。 客人们都是些气度不凡的精英人士, 男男女女低声弹笑着, 气氛十分温雅。 但是, 林帆刚坐下来点了份牛排, 就听身后传来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 有喝? 图兰朵餐厅的档次, 已经降低到这程度了吗? 什么样的穷逼锅都能坐进来吃牛排? 林帆转头看去, 只见一男一女携手而来。 男的高大白镜, 面带贵气, 却生了一双透着英质的三角眼, 给人一种毒舌般阴冷的感觉。 他身边的女生身材高挑, 魅眼如丝, 颇有姿色。 此刻, 女生看向林帆的目光有点躲闪。 直到握紧了高大男生的手, 他又有了底气, 瞥向林帆的眸光中泛着不屑。 墨天宇? 柳婷? 看到这两人, 林帆的嘴角微微一抽, 脸上浮现出厌恶之色。 斑花柳婷是自己在中州大学的同学, 因两人成绩出色, 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上的事, 渐渐互生好感, 成为了恋人。 后来, 柳婷认识了富二代校友墨天宇, 就果断甩掉了林帆, 转头进这个花花公子的怀抱。 以前林帆对柳帆花极为痴迷, 曾被失恋折磨得伤心欲绝, 但现在, 时过境迁, 对这个拜金女, 她已经提不起任何兴趣了。 林帆, 听说, 你还在找实习工作? 不如给我的司机当助理吧, 擦擦车, 拎拎包啥的? 算是我对抢你女朋友的弥补, 哈哈哈哈。 墨天宇斜笑着, 还一把搂过柳婷, 在她屁股上拍了一下, 又以胜利者的姿态, 直勾勾盯着林帆, 嘴角泛起浓浓的戏血。 呵? 林帆像看傻叉一样, 斜瞇着她, 被气乐了。 本少新提了一辆顶配的马沙拉蒂, 被故人小心伺候着。 墨天宇居高临下, 说话间, 掏出一把崭新的车钥匙, 目录鼻翼在林帆眼前晃了晃, 柳婷脸上则泛起了幸福的红欲。 说实话, 别说当司机助理, 给你当爸爸, 我多谢你不笑。 林帆淡淡回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0, 以累计1860分。 哄, 餐厅里顿时炸开了锅, 那个穷小子打扮的年轻人, 说话倒很硬气啊。 他怕是个愣头青, 那个带美女来就餐的, 可是墨市集团老总家的二少爷。 看热闹的客人们, 窃窃私语。 什么? 猛然挨了林帆这句骂。 墨天宇和柳婷都是一愣, 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在他们的印象中, 林帆不过是个被农民收养的穷郭, 一向不爱惹事。 可现在, 他身上竟然多了一股霸气, 墨少面色一变, 目露阴冷。 哟, 你个不知青爹娘是谁的乡巴佬, 脾气渐掌啊。 谁给你的勇气? 见林帆竟敢骂墨少, 柳婷也怒了, 他指着前男友的鼻子吼叫。 林帆,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和墨少叫板? 马上道歉? 或许我可以看在网日的情面上, 让他饶过你这一次。 林帆慢悠悠地切着 5A级神户牛排, 又在众人的目瞪口袋中 叫了瓶红酒之王 罗曼妮 康帝。 虽然年份不太久, 这瓶干红也要十多万了。 你, 又是个什么东西? 林帆鄙视了柳婷一眼, 慢悠悠道。 这个穷学生的豪恨和霸气, 顿时把看客们惊呆了。 敢喝文明世界的红酒之王, 还一再骂肖章富二代和他女友。 这个衣着朴素的年轻人, 好牛逼的样子。 你, 柳婷气得翘脸煞白。 墨天宇忽然冷笑出声, 他把柳婷搂在怀里, 一脸比一道。 姓林的, 你这是对柳婷因爱生恨了吧? 哈哈。 但就你这种垃圾货色, 又怎么配得上我婷婷? 听了墨少的羞辱之言, 林帆撇嘴不屑, 因爱生恨? 呵呵, 他配吗? 说着, 又面露玩味笑意, 打量起了柳婷的窈窕身姿。 不得不说, 墨少的牙口真好, 连我不要的脏盘子, 你都能奉为珍宝。 啊? 林帆这句话, 让所有人再次一猛。 他不要的脏盘子, 这显然在说柳婷, 却又见林帆掏出手机, 在计算器上认真鼓到气了账。 柳斑花和我在一起五个月, 我们大辈同眠过九十来个晚上, 每晚三次, 你算算总数是多少? 哄, 全场之人瞠目结舌, 被雷得头皮发麻。 大家都一脸古怪, 看向墨少。 一个个脸憋得通红, 差点笑喷。 墨天宇怒目元争, 双拳紧握, 仿佛挨了一亿点暴击。 他刚才有多高傲, 多优越, 现在就有多狼狈, 多愤怒。 恭喜宿主! 获得666点毒蛇积分。 听到系统提示音, 林帆在柳亭的高声骂娘中, 越战越勇。 那五个月, 他花了我辛苦兼职当家教, 挣来的一万多块钱, 平均下来, 每一次又折合几十块。 林帆笑眯眯地看着墨少, 谢谢你, 接盘侠, 让我看清了一个廉价女人。 恭喜宿主! 获得888毒蛇积分。 累计积分, 亦可兑换财富, 惊喜香, 或技能。 噗! 听到这话, 墨天宇手按胸口, 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小杂种, 今天我要包了你的皮。 墨少怒骂着掏出手机, 语气阴森召集他楼下的保镖。 眼看墨少的大保镖, 就要赶过来收拾自己, 林帆面无巨色。 他安然坐在图兰朵高贵典雅的餐桌前。 一手刀, 一手插, 眉眉享用着世界十大牛排之首的A5神户牛柳, 和那瓶红酒之王。 在动听的钢琴曲中, 林帆不时眯起眼睛, 扎巴扎嘴。 被美食美酒, 陶居得不要不要的。 想到已经积累了3506个毒蛇积分。 林帆微一思索, 在心里陌生对系统道。 兑换20万现金, 一项5G, 惊喜相来几个试试。 光有钱可不行, 自己的毒蛇系统, 这般容易拉仇恨。 没有点5力之磅身, 是很可能被人打扁的。 OJ8K。 系统见兮兮回道。 下一刻, 林帆的卡上不仅收到20万, 还感到浑身充满了蓬勃心声的力量, 脸色也涨得通红。 哈哈, 脸都下变色了, 还装憋? 看一会, 谁特么尿裤子。 墨天宇坐等自己的大保镖, 前来收拾林帆。 见他面色突变, 泛红的脸庞上汗都流下来了, 不由轻蔑冷笑起来。 柳婷也秀眉一簇, 冷撇着林帆比一道。 嘴硬有什么用? 你会为刚才一时的口舌之快, 付出血的代价? 墨绍, 是你永远惹不起的人。 林帆对他俩的话充耳不闻, 他在忙着开系统惊喜箱呢。 叮咚! 一位宿主兑换三个惊喜箱, 开启一个。 林帆刚在心里说完, 意念中就出现一行黄字, 谢谢参与。 What? 居然还有空奖? 500积分就这样被坑了呀, 林帆气得直瞪眼。 再开启一个, 意念中又出现一行黄字, 谢谢参与。 你妈妈皮哦。 系统? 你个坑货给我出来。 宿主, 惊不惊喜, 意不意歪? 哇哈哈哈哈, 谁让你运气这么帅? 系统的笑声中充满幸灾乐祸。 林帆一阵无语, 开第三个。 他发誓, 这次再不中奖, 以后就不玩这个破惊喜箱了。 还不如把积分换成钱, 来得实惠。 恭贺宿主, 洗中全球线亮把阿斯顿马丁一辆。 钥匙已放你兜里, 车在餐厅门口停放。 卧槽, 真的假的? 林帆面露震惊之色, 全球线亮把阿斯顿马丁。 那是一款最少也得一两千万的顶级轿跑啊。 手往裤兜里一摸, 林帆瞪大了眼睛。 还真有一枚水晶材质的精致车钥匙。 上面雕刻着马丁车标。 哎呀卧槽, 阿斯顿马丁。 哈哈哈哈。 看到林帆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一把豪车钥匙, 莫天宇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装逼饭, 你这是在并兮兮上买的九块九包邮吧? 哈哈哈哈。 柳婷不懂马丁是什么级别的豪车。 巧声问了莫绍后, 他看向林帆的眼神也更为鄙夷和不屑, 都死到临头了, 还有心思在我们面前打肿脸充胖子。 滑稽, 可笑, 悲哀, 你个穷鬼还是想想, 怎么结这顿装逼的饭钱吧? 一会不光莫绍的手下要教你做人, 拿不出钱来, 餐厅老板也会打断你狗腿。 这时, 莫天宇招来的两名硬汉保镖入场。 莫绍, 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惹了您? 两人都是黑西服墨镜, 他们阴狠低沉的声音, 令围观者都感到胸口一紧。 诺, 就这个小杂种, 弄断他两条腿吧, 我要看他像残狗一样爬着走路。 莫绍冷酷阴森的声音, 仿佛来自地狱。 是, 俩保镖齐刷刷低头道。 下一秒, 他们转身扑向林帆。 快, 太快了。 只是瞬息之间, 那俩凶神恶煞, 就以诡异的步伐, 飘到了林帆的身前和身后, 对他形成夹击之势。 两个大块头硬汗, 居然有如此清洁的步伐, 可见身手飞同一般。 当他们伸出带纹身的铁拳, 齐齐轰向林帆时, 餐厅里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胆小的女人更是捂着嘴巴, 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毫无疑问, 接下来将会发生血腥一幕。 那个到现在还坐在餐桌前窥然不动, 显然已经吓傻了的穷小子, 将会为他刚才的毒舌付出伤残代价啊。 咔嚓擦。 啊, 果然。 他在家庭里弥散开来, 听得人头皮麻炸。 当女士们睁开惊恐的双眼, 却发现剧情有变。 倒在地上抱着一只手臂痛苦嚎叫的, 竟然不是林帆, 而是墨少那两个凶狠大保镖。 此刻, 他们猛然攻向林帆的手臂都被活生生拧断, 以骇人的角度搭拉在胳膊上。 餐厅保安本想上前劝阻, 见到这阵势全都吓猛了。 有人拨打报警电话, 却发现手机很诡异地没了信号。 是林帆的系统在暗中保护宿主。 死! 包括墨天宇和柳婷在内, 全场之人都深深倒吸了一口凉气。 被眼前的情景吓得亡魂皆冒。 墨少使劲揉了揉眼睛, 万难相信这一幕是真的。 柳婷嘴里啊呀惊叫着, 连连后退。 够狠啊小杂种, 老子今天必须弄死你。 墨天宇阴狠怒骂着, 已经被仇恨烧昏了理智。 他跑到其中一名大保镖身前, 从对方腰间取出了一把小电击枪。 这种高压电枪虽没有子弹, 却可以使人休克。 乃至当场死亡。 飞扬跋扈的墨家少爷, 何时受过今天这样的羞辱和打击? 他像一头失控的野兽, 双目星红对着林帆的胸口, 举枪射击。 但就在他扣动扳机时, 却突然发现, 林帆不见了。 嘿, 在这儿呢? 林帆幽灵般出现在二代身后, 拍着他的肩膀冷笑道。 下一秒, 不但莫天宇再次举枪对准自己的头。 林帆也把他握枪那只手, 给咔嚓一声拧断了。 捂着断裂的手臂一头栽倒在地时, 莫天宇还磕掉了门牙。 转瞬间干翻三人, 并使他们倒地发出杀猪般的嚎叫。 看上去身板瘦弱的林帆, 被围观者惊为天人。 吃惊的还有林帆自己。 刚获得5G时, 他向系统查询过, 武力值达到巅峰是100, 而自己的才是10。 所以, 刚才对阵那俩训练有素的保镖时, 他也心怀忐忑。 但没想到, 区区10.5G, 却能发挥出如此惊人能量。 好牛叉的神豪毒蛇系统, 么么哒啊。 心中窃喜的林帆, 都想给系统先热吻了。 见莫少受了伤, 柳婷哭着跑过去, 想扶起他去医院。 却被莫天宇一脚踹开。 滚你妈的。 撕啊, 都是因为你个臭婊子。 莫天宇边说边抽凉气, 断手之痛让他直冒冷汗。 柳婷跌坐在地上, 万分惊疑地转头盯向林帆。 他突然发现, 这个曾略显文弱的穷小子变了。 变得犀利霸气, 无人敢气。 难道他是传说中的影视高手? 呵呵, 怎么可能? 见林帆结账走人, 快要腾昏过去的莫天宇, 从嘴里吐出一口血水。 咬牙切齿道, 林杂碎, 你特么感动我。 知不知道, 我爸是谁? 我哪知道, 连您妈都搞不清楚。 林帆头也不回地丢下这句话, 扬长而去。 脑海中, 又想起了那个, 迷死人不偿命的天籁之音。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噗! 莫少当场喷出一口鲜血, 倒地昏死过去。 柳婷掏出手机, 一边打120, 一边来到餐厅落地窗边, 不甘心第四下搜寻着林帆的身影。 对这个男人, 他又恨又惊又迷惑。 姓林的, 不就是一个穷逼棍吗? 在中州大学读大四的他, 实习工作,根本没收入。 怎么会有钱在图兰朵一致千金? 林帆他抢银行的不成。 下一幕, 更让柳婷惊掉了肩下巴。 他站在图兰朵窗边向下望。 只见林帆静止走向了, 一辆崭新的跑车。 那辆保时蓝色阿斯顿马丁跟前, 已经围了许多男女。 哇, 我还是第一次在中州看到这款名车。 快帮哥与千万豪车拍个合影, 我要发朋友圈装逼。 我也要我也要。 林帆对围观者说了句抱歉我也要。 走了, 就开启马丁轿跑的欧一门, 坐了进去。 在一双双镯热目光的膜拜之下, 驾车轰鸣而去。 餐厅落地窗前, 柳婷的嘴巴, 惊成了欧形。 他的胸口如遭重击, 扑通贪软在地。 林帆他, 他居然真有一辆千万豪车。 那种限量版顶级轿跑, 可以换十多辆, 让墨天宇引以为傲的马沙拉蒂了呀。 看来, 林帆不光是低调高手, 更是隐藏很深的豪门柿子。 难怪人家随便一顿饭, 就敢吃掉十五万, 却连眼睛都不眨。 而一向嚣张高调的墨哨, 为他准备的生日宴, 也不过才花了万把块钱。 柳婷脸上火辣辣的, 像是挨了几十个大嘴巴子。 林帆, 你个王八蛋, 虚伪大骗子。 想起分手时, 他还骂人家是穷鬼孤儿, 窝囊废, 柳婷心里五味杂陈。 阿斯顿马丁离开, 思索着下一步的生活走向。 原本迫在眉睫的求职, 现在看来, 倒不用着急了。 有了毒蛇系统, 源源不断创造财富, 以后我将衣食无忧, 还找什么破工作。 最重要的是, 自己得多看毒蛇节目, 多刷刷网上的犀利毒品了。 只有不断充电, 努力提高自己的嘴炮输出量和火力, 才能赚更多的钞票啊。 系统军, 我还剩多少积分? 林帆一边驾车, 一边随口问道。 报告宿主! 目前累计毒蛇积分1466。 因为刚才兑换过了基础5G 和几个惊喜箱, 林帆的积分已经消耗不少。 再给我提升一段5G, 我要变更强。 刚才在西餐厅打倒三人后, 林帆感觉挺疲惫, 像是体力透支严重, 所以想升级体魄和5G。 抱歉,宿主! 一阶5G提升至二阶, 需要5000个毒蛇积分哦。 系统的声音不紧不慢。 卧槽, 你这是坐地起价啊。 刚才学只要1000分。 系统懒洋洋地奚落道。 你上幼儿园时撩妹的花销, 和上大学时泡妞的花销, 那能一样吗? 林帆背对的哑口无言, 翻翻白眼, 不在里那货。 阿斯顿马丁的推背感很强, 在江边大道上风驰电撤, 感觉超爽。 纵使林帆这样的半吊子车技, 都能把路上的捷豹, 奥迪, 保时捷等圆圆甩开。 意气绝尘。 突然, 倒车镜里出现一辆进口的宝马敞篷跑车, 一路狂追自己。 宝马车上一男一女戴着墨镜, 放着劲爆的DJ音乐, 头发被风吹起, 很炫酷吊炸天的样子。 驾车的公子哥, 指定是向身边那美女马子吹了牛皮, 一路狂追着林帆, 大有不超过他的车事不罢休的势头。 然而, 林帆只是轻踩油门, 身下的豪车就像力剑般击事而出, 让后车望尘莫及。 见距离拉太远, 林帆怕太伤那宝马公子的自尊, 就放缓车速等等他。 人家追近了, 他就轰一脚油门, 继续享受遥遥领先的优越感。 气得宝马车上的公子哥, 把脸上的大牌墨镜都甩了过来。 抓狂大喊, 草, 有钱了不起啊。 林帆放慢车速, 把头伸出驾驶窗外, 对他喊了句, 就是了不起, 不服追上来打我了。 啊, 你个装逼犯。 一向在穷人面前逼格满满的宝马哥, 怒火, 差点气晕在路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22。 林帆一愣, 这么二的吗? 奖励分咋变少了? 系统, 你坑我的劳务报酬。 系统, 要根据宿主的毒蛇技术含量, 双方的仇恨值, 对方心理阴影面积等, 综合打分哦。 我怎么感觉你的奖励分, 完全看心情给。 林帆驾驶千万跑车浪了一路, 引起无数人的惊叫和拍照。 这样太招摇了吧。 林帆也不知道系统的财富来源是否合法, 决定先做个低调审豪。 于是就开着豪车进了一个地下停车场。 在拥有一套属于全家人的大别墅之前, 还是先把阿斯顿马丁存放在地下车库吧。 林帆放好车正要离开, 却在地下停车场一角发现了情况。 一辆路虎车内隐约可见一对男女, 好像是谁把他们锁里面了。 看样子俩人挺热的, 身上的衣裳都不翼而飞了。 林帆走近一看, 坏了坏了。 只见那女人闭眼挣扎着, 表情很难受, 要缺氧而死了吗? 又一次见义勇为的机会来了。 圆等等, 似乎不对。 当林帆隐约看到车内的壮汉, 居然是那祸。 好吧, 这就对了。 林帆四下一瞅, 急忙从地上抓了块砖头。 碰, 果断出手, 把路虎车的后窗玻璃砸碎了。 哎呀, 后座上的女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 瞪大了眼睛, 失声尖叫。 草, 谁他妈找死? 车内猛男把头伸出来, 话还没骂完, 却骤然愣住了。 一脸凶向的刀疤壮汉, 正是早上在医院输液那个落腮胡子。 林帆退远了两步, 挠头尬笑道。 哈, 这真是, 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长毛兄。 我让护士给你家的八瓶催眠针, 这么快就完事了。 长毛兄? 落腮胡子, 气得虎目圆针, 草。 你他妈还敢提那八瓶针? 现在又砸我车窗。 等着吧小砸肿, 今天老子不打抱你, 就在中州白混了。 恭喜宿主! 获得366毒蛇积分。 总积分2050, 听到系统的祝贺声, 看着落腮胡气急败坏的样子, 林帆精神一震。 那你出来啊, 长毛光定壮士, 与我大战三百回合。 林帆笑眯眯地, 朝路虎车内勾着手指。 草! 真你妈有种, 等我穿上衣服。 落腮胡子那张布满横肉的刀疤脸, 已经憋成了猪肝色。 前不久, 他与别的势力抢地盘, 率人激战时, 手部受伤。 今天下午终于熬到康复, 就让女朋友驾车陪自己出来散散心, 打野释放一把。 不料好事刚开始, 却半路杀出个灵毒蛇。 上来就砸车窗, 直接把他吓猛了。 这特么有终生不举的风险啊。 落腮胡子匆匆套上衣服, 喷一声跳下车来, 虎驱如小山。 草泥吧! 正想抓你, 到自己送上门来了。 没有顾家大小就护着, 看老子不拔你的皮。 大汉握拳怒骂着, 决定和林帆心脏老丈一起算。 落腮胡子怒骂着四处瞅瞅, 却不见了林帆的身影。 他气得跺脚, 小宅子, 再让我抓到你, 非把你撕了。 此时的林帆, 已经吹着口哨, 出现在阳光明媚的街头, 又一路溜达着, 走进了五星级大酒店。 林帆对前台美女豪横道, 给我开间总统套房, 有钱就要为所欲为, 先享受一番当总统的滋味, 再喊俩洋妞松骨按摩, 好好放松一下吧。 前台美女素质好, 倒没有看不起衣着普通的林帆, 而是彬彬有礼微笑道, 好的先生, 38888亿万,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林帆一抹口袋, 脸色微变, 身份证丢了。 不知是徒手接顾雪岩女儿识掉的, 还是在西餐厅干账弄丢了? 林帆无奈, 只得离开五星酒店, 去了全市最著名的高档洗浴中心, 普京温泉。 因为今天刚进入实习期, 学校又不让实习生回宿舍住, 现在林帆已经没有落脚点了。 当不了总统, 就去做一把普京小王子吧。 洗了桑达香薰浴, 又听着萨克斯音乐, 让漂亮技师为自己做起了SPOT。 按着按着, 林帆就躺在豪华房间里, 呼呼睡去。 一觉醒来, 活动活动筋骨, 只觉得通体舒态。 林帆就仰躺在宽大松软的双人床上, 刷起了微博和皮皮虾, 随手点开一个人的微博, 发现那个半大老头子博主, 却是自拍狂魔, 臭美得不行。 他的微博标题基本是, 今天是不是更帅了? 这, 就是成熟男人的味道。 林帆一阵恶心, 随手给他留言一句, 丑得跟二维码似的, 不扫一扫, 都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你哪来的迷之自信?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80。 林帆一阵惊喜, 原来, 在网上对人也能赚积分啊。 热了你个系统, 不早说, 害我跑出去, 四处拉仇恨。 林帆吐糟, 擦了你个宿主, 你也没问我啊。 系统冷不丁回了一句, 让他打了个机灵。 那货又接着补充道, 网上毒蛇赚取的积分, 相对少点, 宿主要多努力才行。 林帆也发现, 网上对人给的奖励是少了点, 但是, 顶不住咱拉仇恨的手速快啊。 现在就投入战斗, 向全网正义开炮。 一个整容脸小网红美女, 在微博上写道, 她, 绝美自爱, 独立坚强, 楚楚动人, 傲然绽放。 一路走来, 始终坚持心中的梦想, 并为之不懈努力。 哪怕流过血, 吃过苦, 洒过泪, 都挺了过来。 任红尘滚滚, 她自清风明月, 不负芳华。 希望有梦想, 想创业的朋友私信我, 将你们微博和朋友圈带货哦。 林帆翻了翻她的微博, 全是些卖假面膜, 和三无化妆品的信息。 还时不时地复制些, 不知名作者的励志短诗, 已凸显她有文采。 林帆不禁皱眉, 忍着反胃的感觉流言道, 扯着梦想的大旗搞营销, 用着别人的作品不留名, 卖产品就卖产品, 你非拿苦情当卖点。 表面看青春励志, 背后在偷鸡摸狗, 每天通宵打蛋, 创作鸡汤提广告, 只为帮人圆梦。 你真正想要什么, 自己心里没点B数吗? 逢人就像父母双亡, 又欲情商的选秀者一样, 哭天抹泪, 卖惨薄同情, 搞道德绑架。 真正努力的人都在默默耕耘。 你这熬虎的高调鸡汤有毒, 倒调他找份正经工作, 从良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60, 林帆打了个响指, 又随手评论起了, 这个小网红的男粉丝。 你借用肌肉男模的头像, 个人简介又一片空白, 体现了自己没眼见人的特点。 只关注些不入流的艳星, 眼魔, 小红人, 最喜欢在女孩自拍照下面, 品头论足。 这照片, 是你本人吗? 好性感地说, 人家回得笑脸, 你就立马蹬鼻子上了脸, 约马美女? 哥年轻体壮, 时间长? 人家小姑娘真回你说, 订机票吧? 你又吓得当场离线。 你好得不明朗, 坏得不彻底, 顶多算是流氓中的残次品。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80。 最奇葩的是, 一个伟娘系男孩。 在斗音上, 晒出一堆自我感觉良好的照片。 标题是, 整容要趁早。 请看六年前的, 我和现在的我。 求评价, 哥不怕毒蛇。 吼吼吼, 不怕毒蛇? 你这是在挑战, 我们整个行业啊? 那就别怪书下狠手了。 林帆当即给他评论起来, 曾经, 你只是一个喜欢在舔头吼歌的少年。 后来, 村东头二大娘用一支麦克风, 把尼拐骗到了城里。 世足三年, 你攒够了手术钱, 立志当网红明星。 于是, 开眼角, 垫鼻梁, 削下巴, 打瘦脸针, 挨了9987的。 终于完成了, 从村炮到娘炮的华丽叠变。 还取名叫赛昆昆, BT小娘们, 书佩服你的勇气。 两小时后, 在微博和短视频平台上, act临帆回骂的网友, 已经铺天盖地。 赚毒蛇积分。 要么直接拉黑, 挣一波就闪。 该猥琐发育的时候, 切不可太张狂。 更有个高挑美女, 发小视频, 自称在工厂流水线打工。 感情受挫, 想找个有缘人嫁了。 哪位男士, 若能成为我的第一万个粉丝, 我就做他的女朋友。 对于这种不择手段骗流量的人, 林帆很是看不惯。 于是留言回到, 姑娘此话若有假, 此生痛惊又手寡。 她的神频刚发出一分钟, 美女就把那条视频删了。 林帆已经快累积到五千积分了, 折合成现金, 这就是五百万。 林帆躺在喜悦中心玩得正嗨,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顾雪岩打来的。 喂? 抱歉哦林帆, 你身份证还在我这里。 你现在哪? 我给你送过去。 美女总裁的声音如歌似水, 听得林帆心头麻酥酥的, 随口说出了自己在蒲津温泉。 顾雪岩在电话中微微一愣, 又声音轻柔道, 好,你等我一下, 自己的身份证怎么跑到她手里去了? 林帆心生疑惑, 换上衣服, 准备下楼去拿失而复得的证件。 关门的一瞬间, 却忘了现在的自己有武技在身。 劲儿用猛了, 发出砰的一声大响。 Fuck you, 谁TM这么有病? 让不让小爷睡觉了? 隔壁那间顶级商务贵宾房里, 传来了一句高声叫骂。 林帆急忙道歉, 对不起先生, 抱歉抱歉, 不是故意的哦, 不是故意的就有理吗? 曹你大爷的, 傻别, 对方显然是个硬查。 嘿, 这货脾气也太大了吧。 林帆皱眉呆立在走廊上, 下一刻, 干脆把双手围成喇叭状, 放在嘴前转身喊道。 这才几点呀, 睡你马劈起来还。 恭喜宿主, 获得300度蛇积分。 见这也有奖励, 林帆又补刀一具, 生前何必多睡, 死后定会长眠。 恭喜宿主, 获得300度蛇积分。 发射完, 嘴炮正要转身跑, 却发现那间房门被猛地拉开了。 草你马! 给我站住。 一道阴冷沉和传来, 声音中透着居高临下的威势。 林帆转头一看, 拉开贵宾房门吼骂的人, 高大硬朗, 气宇轩昂, 俨然是高富帅形象。 林帆眉头微皱, 盯着这个玉袍男不爽道。 我都给你道歉了, 怎么还骂人? 不料, 对方非一般的狂骁。 骂你, 小佑我还要揍你个剑嘴小二逼呢。 阔绍模样的高大男子冷冷说着, 上前掐住了林帆的脖子。 他攻击迅猛, 颇有力道的右手, 犹如铁钳一般。 皱眉瞪眼望向林帆的神情, 鄙夷而冷酷。 要知道普京温泉, 可是这玉袍男家的众多产业之一。 虽然他刚从米国留学归来不久, 但在中州名流公子圈, 谁不认识这位家族企业的少长们啊。 玉袍男认定林帆, 只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愣头青, 决定出手训练他一顿。 林帆用下巴抵着他的大手, 目露恶然。 这么暴躁的吗? 一言不合就开打。 Fuck! 还敢抵抗? 玉袍男的另一只手, 又朝着林帆脸上狠抽过来。 对方的飞扬跋扈, 让林帆面色微沉。 就暗暗运气, 调动了刚刚掌握的武技。 罚你大呀, 滚回去睡吧。 说话间, 林帆轻轻挥出右掌。 砰的一下, 把玉袍男精准拍回他的房间。 噗通。 豪门公子哥来不及反应, 就感觉身子一轻, 登登登退回了屋。 哎呦, 死。 他摔倒在地板上, 疼得嘴角抽搐。 林帆挥手说声, See you。 Again, 再会, 又礼貌地帮他重新带上房门, 微笑离云。 玉袍男正要爬起来叫手下, 普京温泉的美女经理, 忽然打来了电话。 少爷! 博雅集团的顾总裁, 来咱们普京了。 女经理知道, 顾雪岩是自家少主的梦中情人, 她一直想得到那高冷女神。 林帆下楼, 穿过温泉中心金碧辉煌的大厅, 远远就看见了顾雪岩那辆红色麦巴赫。 车门开启, 一条雪白的丝袜大长腿, 踩着香奈儿高跟鞋, 款款落地。 这香艳一幕, 吸引了无数男人火辣辣的目光。 她身穿一袭湖蓝色半身长裙, 香肩微露, 身材高挑挺翘, 白嫩的肌肤吹弹可破。 夜风微凉, 含笑迎着林帆拼挺走来的顾雪岩, 长发飘飘。 一股淡雅的香味, 弥漫在四周的空气中。 林帆下意识吸了吸鼻子, 不由心惊摇荡。 林先生, 这是你的证件。 顾雪岩来到林帆身边, 从精致手包中取出她的身份证, 奄然一笑递了过来。 普京温泉大厅内, 不少男人都从真皮长沙发上, 豁然起身。 大家直愣愣盯着外面的性感游物, 一个个目露贪婪, 鼻血都要喷出来了。 嘖嘖, 光是两条大长腿, 都够盘上好多年了。 这几匹美女, 简直是S型身材界的扛把子啊。 两位不是本地人吧, 连中州著名的美女总裁都不认识。 他绰号顾清成。 男人们远远盯着名谋好齿的顾大美女, 眼睛在她火爆的身子上扫视着, 一边填嘴唇, 一边低声议论。 听了顾雪岩的解释, 林帆才明白。 今天送婚迷的自己到医院后, 为办理手续, 她从自己身上找出身份证用了。 两人正说话间, 一个保姆模样的阿姨, 抱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走了过来。 小女孩的皮肤白里透红, 粉嘟嘟的有点婴儿肥。 她身穿长袜蓬裙, 脚踏黑色小马靴, 还留着长发, 看上去时尚又拉风。 洛洛, 你醒了? 快过来, 感谢安人叔叔。 顾雪岩眸光一柔, 轻声说, 粉雕欲拙的可爱小丫头, 用乌溜溜的大眼睛, 打亮了几下林帆。 又偏头盯着她的脸, 宁眸细看, 竟有些出神。 看到她, 林帆也愣住了。 小姑娘的五官长相, 看着好熟悉, 好亲切啊。 这时, 保姆也盯着林帆看呆了。 她对顾雪岩脱口而出道。 大小姐, 您看咱家这位恩人, 和洛洛长得好像啊。 还真是有缘分。 一语惊醒梦中人, 顾雪岩和林帆同时醒悟过来。 俩人那眉目, 鼻子, 嘴巴, 真的太像了。 洛洛简直就像那小板的林帆, 却一点也不仿她总裁妈妈的长相。 顾美女终于明白了, 难怪初见林帆的时候, 她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原来是因为, 自家女儿和小林的相似率, 目测能达到70%以上。 这下又轮到林帆疑惑了。 我从没有和谁生过孩子啊。 难道这只是巧合? 叔叔! 谢谢你救了我大小命。 洛洛以后再也不敢调皮, 去爬高高了。 小姑娘终于回过神来, 对林帆身居一躬, 乃生乃气地说道。 还小命! 林帆被她逗乐了, 伸手摸摸这个时尚小萝莉的脑袋。 看来这孩子的内心, 非一般强大啊。 早上刚从楼上摔下来, 大半天功夫就缓过进来了。 洛洛真怪, 叫我大哥哥吧。 林帆忍不住蹲下身来, 牵着她粉嫩的小手说。 哦, 叔叔觉得自己很年轻, 戏不戏? 洛洛小手轻摇, 一脸认真。 噗! 林帆差点跌坐到地上, 喷出一口老血。 就在这时, 刚才那个玉袍男匆匆走了过来。 他已经换上一身大牌定制西服, 脚踩击犯西黑皮鞋, 万代劳力士钻标, 油光的偏分被投输得一丝不苟。 雪岩, 你怎么来了? 他儒雅一笑, 向美女总裁伸出了手。 看到梦中女神现身, 这男人激动的声音微微颤抖, 连收拾林帆都顾不上了。 给朋友送东西。 顾雪岩面露艳色扫了男人眼, 冷冰冰道。 剑女神并没有跟自己握手的意思, 那家伙右转把大手伸向了洛洛。 美丽的小公主, 很高兴又见到你了。 洛洛白了他一眼, 淡淡道, 你怕戏高兴打早了点。 啊, 林帆不由一惊, 这孩子不光长得像自己, 连毒蛇功夫, 也仿佛得到了自己的一波真传啊。 人小鬼大, 太妖孽了。 林帆当即向洛洛投去一个崇拜的目光。 林先生, 你看洛洛的状态已经很好了, 今晚你就到我家一起吃个饭吧。 顾雪岩又一次真诚邀请林帆, 同时也想尽快离开普京温泉。 因为他不想看到普京的这位海龟少主, 一个死皮赖脸追求自己的渣男。 林帆挠挠头, 犹豫道, 这不用了吧。 听到自己女神对林帆的邀约, 欲袍男无比震惊和嫉妒。 他难以置信地打量着貌不惊人的林帆, 目中火星四溅。 这个刚刚把自己摔倒在地的浑蛋小子, 看上去吐喇叭机, 竟被女神邀请到他家里吃饭。 对于全中州的男人来说, 这是什么样的逆天待遇啊? 要知道, 哪个男人若能拥有这清诚冷美人的手机号, 或者和他说上几句话, 都能兴奋地在酒桌上吹上好几年了。 欲袍男愤愤地想, 老子曾在自家的五星级酒店, 摆下十几万一桌的豪宴, 并请来双方共同的熟人来做陪, 最后都没能邀请到他顾雪岩出场啊。 你特么倒好, 面对顾女神的热妖, 还假惺惺拒绝? 我呸! 男人目光一领, 走进林帆, 决定给他来个下马威。 他怎么容许, 自己苦苦追求不到的角色美女, 去亲近一个穷表司? 何况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刚才还出手打过他这位普京少主。 男人来到林帆面前, 主动伸出手来, 目录冷忙和他打招呼。 你好, 我叫李子豪, 雪岩的朋友。 顾雪岩带眉青醋, 冷冷瞥了那男人一眼, 翘脸上幅献出厌恶之色。 林帆也不知这个李子豪, 和美女总裁到底是什么关系。 就懒洋洋抬起手, 面无表情道, 林帆。 俩人的手刚握到一起, 林帆就满脸, 嫌弃想抽回来。 不料, 李子豪却握着自己的手, 猛然发力, 大有响凝碎的架势。 他的嘴角则浮现出一丝阴毒笑意。 仗着自己人高马大, 还拿过剑身冠军, 李子豪想给情敌一个下马威。 但在顾女神面前, 他不想让保安们当场拿下林帆, 毒打一顿, 便想用这损招一雪前吃。 林帆的手被李子豪铁钱般握住, 并感觉到对方在不断暗暗使劲。 见林帆脸上竟没有丝毫痛苦的迹象。 那家伙又咬牙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抓着他的手横拧起来。 既然如此, 莱儿不枉非离也。 林帆勾嘴露出一丝轻蔑冷笑, 也捏了下李子豪的手。 就是这轻轻一捏, 却让对方全身猛一颤, 时生痛好起来。 下一秒, 李子豪不顾一切, 抽回他通红变形的大手。 悄悄藏在身后狂甩着, 嘴里嘶嘶, 吸着凉气。 怎么了? 见李子豪表情古怪, 顾雪炎, 急忙关心起了林帆, 却压根没正眼瞧, 朋友一下。 没事, 有条小泥丘, 想翻船, 被我撸掉毛了。 说着, 林帆抬手吹了吹, 还真有几撮从李子豪手背上撸掉的汗毛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30 李子豪心底的醋意和怒意 这时已经炸开锅 他再也装不下去了 雪岩 杏林这小子到底是谁 你们又是什么关系 听了他的问话 美女总裁翘脸一寒 转过身来 顾雪岩冷谋盯着李子豪 语气含冰 首先 李先生 我们没有熟到你 可以含我雪岩的程度 再则 我和他是什么关系 不劳你费心 他冷冰冰说完 就拉着林帆和女儿的手 同保姆一起 转身上了那辆红色麦巴赫 驾车二去 留下李子豪 弯腰拖着他那只 快被林帆握断的手 咬牙在风中凌乱 漂亮就了不起啊 见货 老子迟早要把你按到床上 还有你个姓林的杂碎 敢招惹本少 你特么活跃了 望着林帆何故 雪岩同乘一辆车远去 李子豪跺脚怒骂着 拨通了一个电话 给我查一个叫林帆的年轻穷小子 到底是什么背景 他现在和顾雪岩走得很近 是 大少爷 电话那头恭敬回应 奔驰麦巴赫叫车内 顾雪岩善意提醒林帆 我看林先生性格挺要强的 但像李子豪那样的跋扈二代 你还是别和他硬碰硬为好 他有什么硬气的 不过就是盘酸菜鱼而已 林帆不以为然 哦 怎么讲 顾雪岩开着车 转头疑惑地 看了他一眼 又酸 又菜 又多余 小洛洛激动抢答 对对 知己啊洛洛 林帆对他目录崇拜 顾雪岩被逗得咯咯笑 不过 林帆还是有点好奇 顾小姐 那家伙好像和你很熟 他连小洛洛都认识呢 林帆话音刚落 后座上的小姑娘又大声嚷嚷起来 切 我才不认识他嘞 想过我妈咪这颗大白菜的猪多了 他算老姐 扑吃 车上的人 全被这个小人惊给逗乐了 洛洛你住口 说谁是大白菜呢 顾雪岩手握方向盘 头也不回的训斥女儿 给你说过多少次了 小小年纪 不要乱上网 学小视频上那些雷人语录 哦 知道了妈咪 略略略 洛洛对林帆半个鬼脸 吐着小舌头 乖巧答应 一路说笑着 林帆被顾雪岩拉到了一个花园洋房式的高档小区 事实上他家以前是住大别墅的 只因生意不顺 最近才搬回这套房子 大晚上的 还真请我去你家吃饭啊 林帆有点拘谨了 要不然呢 我为什么不派个人给你送身份证去 菜都备好了 就是诚心要邀请你的 顾雪岩把车停进库 一边伸出先知按电梯 一边对林帆很优雅地做了个请的手势 顾家的富士豪宅宽敞大气 波斯地毯 施华洛士奇水晶吊灯 钢琴 酒柜 油画等 把整个家装点的品味十足 又很温馨 顾雪岩把林帆让到沙发上 亲自给他端了杯温水递过来 微笑道 外面认识我的人多 带着孩子又不太方便 所以我们就以家宴来招待林先生吧 接水的时候 触碰到他白皙滑嫩的手 又近距离感受到 美女总裁的如蓝气息 林帆有点走神 嘴里啊 要好的应付着 菜品奢华而丰盛 澳洲龙虾 深海鲍鱼 虫草炖排骨 鱼翅燕窝汤等等 都是林帆长这么大 从未品尝过的 保姆王仪的厨艺更是一绝 每一道菜都色香味俱全 顾雪岩还开启了一瓶红酒 与喝牛奶的洛洛共同举杯 向林帆郑重道谢 酒过三旬 王仪就带着犯困的小洛洛 去了儿童房 林帆这才敢试探心问道 顾小姐 洛洛爸爸不在家 这孩子 是我顶着各种压力收养的 顾雪岩轻声说完 敏唇陷入了沉思 一股淡淡的哀伤神色 从他的眼底一闪而逝 我和父母住在这里 近期他们去欧洲考察了 小洛洛坠楼的事 我没有汇报 怕爸妈担心 林帆心里一动 倒是个孝顺美女 洛洛一向对接触我的男人 挺警惕 今天却对林先生一见如故 刚才还叽叽喳喳 和你说个不停 你既是他的救命恩人 也和小家伙很有缘呢 顾雪岩含笑说着 又忍不住仔细打量起了林帆的脸庞 这个男人 从长相到神情 都和自己女儿很像 难道他会是 不 这怎么可能 他被自己脑子里冒出的大胆念头 吓了一跳 不禁苦笑摇头 就在这时 顾雪岩的电话响起 他走到大洋台上接听后 面色微变 不 我们集团不可能接受他的注资 爸 您这是变相出卖女儿知道吗 接完电话 美女总裁调整了一下情绪 才故作平静地走过来 他冲林帆优雅一笑 露出两个名媛的小酒窝 得知林帆刚进入大四实习期 还没有住处 顾雪岩爽快道 那你住我家的房子吧 工作我也可以帮你找 因身怀武器听力过人 刚才林帆已经隐约听见 他打电话的一些内容 让自己这个单身狗 和眼前腹白貌美大长腿的角色女总裁 同居一个家 他该不会 想利用我干什么吧 林帆的小心脏 开始扑通扑通狂跳 脸上也有些潮红 他下意识扫了一眼 顾雪岩的曼妙身姿 搓着手低声问 咱俩这孤男寡女的 住在你家 顾小姐不会对我图谋不轨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二百 听到林帆的问话 顾雪岩瞪大了美眸 面颊飞红 哑然道 想什么呢 你脑洞可真大 我是说 我家在别处 还有一套房子 以前借给朋友住过 现在空着呢 美女总裁急急解释 若不嫌弃 直接送你都行啊 对于林帆 这个给了自己宝贝女儿 第二次生命的男人 他可以不计成本 在物资上狠狠回报他 林帆心底的热望 被一盆冷水 无情浇灭 玄机露出了一副 心有余悸的模样 故意轻拍着胸口道 哦 那就好 还以为 打我什么坏主意 顾雪岩柳眉促起 气得撇嘴翻眼 这个感冒着生命危险 救下小洛洛的热血男人 嘴确实那么浅 真让人无虞 他红着脸 翻了林帆一眼 羞涩娇斥道 七 你倒是想 不绝间 已经很晚 林帆拿起那 穿顾雪岩给的公寓钥匙 与他道别 那就谢谢顾小姐了 房子我不会要 离开顾家后 他按照美女总裁提供的地址 打车来到江边 以处名为香章公馆的小区 为了不深夜扰名 林帆亲手轻脚出了电梯 悄然拧开1620的房门 咦 客厅里的水晶吊灯 居然亮着 电视也开着 林帆关门进屋后 不由吃了一惊 顾雪岩不是说 他家这套房子没住人 空着吗 哗啦啦 这时 耳边又传来了水流声 寻声转头一看 那声音来自关者门的浴室 里面的灯也亮着 死 林帆不禁联想到了 一个小偷见别墅主人外出 在人家的豪宅里 生活了俩月的新闻 好大胆的毛贼 他攥起了拳头 放轻脚步 来到浴室门前 玻璃门上蒸汽阴晕 透过里面橘黄色的灯光 隐约可见一个 亭亭玉立的曼妙娇躯 林帆不由的口干舌燥 鼻子开始喷热气 很快 浴室内的冲洗声停止 门被华一声拉开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 青美女 就那样不知羞耻 走出了浴室 啊 看到林帆这个不速之客 她下意识 用双手惊慌乱舞 嘴里失声惊叫 哎哟 这 林帆吃惊瞪大了眼睛 忍不住轻声嘟囔道 这真是 身材妖娆似飞刀 刀刀往我身上飘 没想到这句感叹 也换得了一笔可观积分 但作为一名政治青年 林帆意识到 这样很不礼貌 急忙伸手捂住了双眼 混蛋 你谁啊 你是谁 美女又惊又怒地 斥问林帆时 她也喊出了相同的疑问 这个美女大道 还敢骂自己混蛋 林帆索性放下了 五眼睛的手 决定代表正业 把这个女飞贼 从头到脚 看个明明白白 于是就指着柳眉倒数的美女 立声呵斥起来 大胆女贼 竟敢夜闯民宅 还不知廉耻在我家沐浴 这样是在男人面前乱跑 伤风败俗 想用劲爆身材 落瞎我的眼睛 你好逃跑吗 做梦 系统音随之响起 恭喜宿主 获得280度射击分 混蛋 你才是贼 你 你给我等着 美女挺直的穷鼻 都要气歪了 双目喷火怒骂着 胸脯一阵剧烈起伏 她透着英气的漂亮眉目间 更是杀鸡四射 身为本市第一美女警员 专注于行政工作的江南 几乎连手都没被男人拉过呀 可今晚 江南恨不得把林帆 给当场千刀万剐了 却也只能紧捂着郊区 先转身跑回卧室 不一会儿 江南就穿上了一身鼻挺制服 冷眉怒目回来了 手里还抓着一副明晃晃的手铐 林帆皱眉一愣 竟是个年轻漂亮的女警 她虽然没有顾血炎高挑 却也有1.68米左右 曲线玲珑的身段 被制服勒出了紧身魅力 头扎一条马尾辫 漆黑名眸中燃烧着火焰 白西瓜子脸上怒意蒸腾 微微上翘的红唇却又透着点翘皮 她纤细的腰身不堪一握 但胸前起伏的曲线十分傲慢 还敢乱看 踢下你狗眼 林帆正被她的魔鬼身材所吸引 这豹皮青妞却猛然抬起长腿 朝她脸上踢来 嗖 这一脚攻势迅猛 劲到灵力 眼看林帆就要被踢个骨裂牙断 面目全非 女警却感到脚腕猛意紧 林帆伸手抓住她的脚踝 划掉力道的同时 把江南推了个亮枪 你混蛋 江南又羞又怒 银牙紧咬 右手握着金属铐子 朝林帆头上狠狠砸来 林帆迅速跳开 这美女可真是心狠手辣 就眉头微皱 闪身来到江南身后 一只手搂紧美女的柳腰和胳膊 使她发不出力 另一只手 则以迅雷之势 夺过她手上的铐子 扔到了沙发上 臭流氓 你还敢袭警啊 江南惊目交织 却发现自己 根本正不拖林帆的手臂 找死 她猛然仰头 向后撞去 又被林帆偏头躲过 你 你就等着坐牢吧 江南的语气 越发羞愤 林帆赶紧松开她 又跳出了这个 暴脾气美女的攻击范围 神情一领 严肃责问她 我是顾雪岩的朋友 你谁 为何在这里洗澡 听到顾雪岩的名字 江南的冷眸 微微跳跃了一下 略显吃惊 但一想到刚才 自己被林帆占尽了便宜 她心头怒火难平 横吃 横吃 江南好看的口鼻中 喘着热气 原本白皙光泽的脸蛋 早已经气得通红 我是谁 我 我是你姑 自己看 混蛋 若不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 她真想骂一句 我是你姑奶奶 江南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本 直接砸到了林帆身上 结果小本子的同时 她还在皱眉吐槽 黑夜给了你一双乌黑大眼睛 你却用来喷火 这脾气 水浒传中的李逵有一拼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26 破 江南惊了一个亮腔 性慕原争 你拿青春貌美的本姑娘 和黑旋风李逵笔 这个毒嘴小子 也太欠抽了吧 林帆打开她扔来的黑本本一看 却皱眉露出了震惊之色 自己好像闯祸了 她砸给自己的 还真是一本警官证 上面写着 江南 女 1999年出生 中州市寻补司二级警督 林帆心里咯噔了一下 看来这警花很不简单 年纪轻轻 居然能当上二级警督 要么没少立功 要么有强大背景啊 她看向江南的黑眸中 不由流露出些许赞赏之色 江警官 失敬失敬 咱俩这真是 不打不相识啊 我叫林帆 穷毕业生一枚 余生请多关照 林帆把证件还给她 剑兮兮地说着 旋即又画风一转 但就算你是女警 平白无故地夜闯民宅 那也是违法行为吧 不能仗着凶大脾气硬 就随便欺负老百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70 你说谁兄 呸 不要脸的东西 你给我等着林帆 敢撒谎 你今晚就死定了 江南一把夺过自己的证件 又掏出手机 拨通了闺蜜顾雪岩的电话 严姐 你认识一个叫林帆的混蛋吗 他怎么有乡张公管你 这套房子的钥匙 认识啊 林先生就是今天 徒手就落落的那位英雄 怎么了江南 听了闺蜜咬牙切齿的叙述 电话内灯的美女总裁 却咯咯地笑了 一个月前 他曾把这套闲置的房子 借给和暴脾气老爸 闹别扭的江南住过 上周 江景花打电话告诉顾雪岩 他已经搬回家了 说过两天 就把钥匙给闺蜜送过去 美女总裁让他不用着急 反正那套房子也没人住 不料 近日江南又突然被抽调到江宾分局 协助办一个案子 今天他一直忙到深夜才下班 便就近来到了乡张公馆睡觉 而没有回几公里之外的家 哥哥 原来如此 那你和林帆 只是一场误会吗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顾雪岩在电话中忍俊不惊 接着就劝说起了闺蜜 林帆他虽然嘴损了点 但人很勇敢正义 这大半夜的 要不你们就充当合租男女吧 而且江南 你也真该考虑一下 找对象的事 不带美女总裁把话说完 江南白皙的瓜子脸就涨红了 他气得直翻白眼 去你的吧 要找你来找这个混蛋 气鼓鼓地挂断电话 江南狠狠瞪着沙发上的林帆 凶重一难平 他却像没事人一样 冲景花灿然一笑 露出整齐的小白牙 又转头认真看起了电视 一想到自己的厨子之身 被这家伙看了得干净 景花气得直捏拳头 他本想让警队手下赶过来 把林帆考回局里 然后以袭警和耍流氓的罪名 关上他几天 可刚才严姐说了 林帆不是他一般的朋友 而是小骆骆的救命恩人 江南咬着嘴唇 陷入了纠结 最后他很不甘心地 取来自己的女包 从中翻出一打百元大钞 拿上这些钱 去住宾馆吧 赶紧滚蛋 若不是严姐家的恩人 我非要收拾到你生活不能自理 江南咬牙切齿的话 还真不是唬人的 这位出了名的暴脾气女寻补 曾在审讯一个猥亵女童的无赖时 遭到对方的大胆调戏 冲动之下 他当场踢爆了那流氓的小丸子 虽然因此受到过处分 但江南的脾气依然正义感爆棚 火力十足 赶紧拿上钱出去 明天我把房子让给你 见林帆只是白了他一眼 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江南再次怒冲冲感人 凭什么 你长得那么谦虚 我都没赶你走 既然大家都是顾小姐的朋友 就先在这个家凑合一晚上吧 各睡各的卧室就是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二百 听了林帆的话 江南气得胸疼 还各睡各的卧室就行 难不成 你个混蛋 还想和本姑娘同居一室 他当即朝林帆翻了一个大白眼 沉生冷喝道 就你这样的流氓混蛋 还想和本姑娘 同住在严姐的房子里 你配吗 看到江南鄙视的小眼神 林帆不淡定了 他霍地从沙发上坐起来 掏出手机晃了晃 豪横道 我不配 我配不死你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二百六十六 林帆真想把所有的积分 立马提现 然后把银行卡 拍到他冷若冰霜的脸上 再豪气甘云道 快别骄傲了小美妞 这张卡里有五百多万 以后你被割成包了 配不死我 江南一愣 这叫什么混账话 他横眉树目盯着林帆 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你 到底走不走 要走你走 林帆又暴毙坐回了沙发上 一副八台大轿都抬不走的架势 美女警花怒冲冲地回到卧室 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 正要转身离去 却又觉得 这样也太便宜他了吧 凭什么我走 是本姑娘先来的 这几天 我还就一直住在这里了 他把女包重新扔回卧室 坐在林帆对面的真皮沙发上 又冷冷盯着他 在手上盘起了赠量的铐子 同居可以 但你 不要给我施压 我从小就是个乖孩子 很怕寻补和你们这些刑具 林帆半真半假地说着 起身来到浴室门口 又转头一脸正经地询问道 你要不要去卫生间叙叙一下 如果不用 我就开始沾地方洗澡了 江南俏脸一红 起身骂道 臭流氓 你最好被水淹死 被电电死在里面吧 话落 他转身回到自己的卧室 砰一声 关门上锁 但很快 江南又从卧室里冲了出来 砰砰砰 用脚踹着浴室门 焦急喊道 你给我出来 此刻 已经在冲林域的林帆 正盯着浴室里 一件粉色小奶奶愣神 颜色这么萌 还带卡通包的图案 这居然是江警官的衣物 听到江南在外边的喊叫 林帆一击灵 脱口出道 你要是真想看男人原始的一面 我可以出去 但不许装甲正经 乱尖叫什么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00 累计积分7200 江南透过玻璃门 隐约看见浴室里的男人 已经脱过衣服了 他顿时翘脸通红 转身背对着浴室门 急急喊道 立即马上 把我的衣服递出来 林帆给他留下的印象 那么流氓混蛋 江南真怕他在里面 做什么龌龊事 浴室里却传出嫌弃之声 要拿你自己进来拿 我不爱碰女人的那东西 感觉晦气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88 晦气 你 王八蛋吧 江南急得跺脚 简直要气哭了 听到他声音有点不对劲 林帆这才心一软 把门拉开一条缝 满脸嫌弃捏着江南的那东西 从里面皱眉递了出来 当然 也没忘记开口赚他一把毒蛇分 多大的人了 还学人家装的卖萌 穿粉色 Hello Kitty 这衣服与您的美貌气质严重不符啊 你应该穿钉 闭嘴 你个死BT 本警官和你没完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00 洗完澡进了自己的卧室 林帆心里挺激动 人生第一次与美女警员 睡在同一套房子里 江南的魔鬼身材还那么热辣 这还能不能让人好好睡个觉了 舒舒服服仰躺在大床上 绣着床单上不知是美女总裁 江景花 还是他们哪个好姐妹留下的淡淡香味 林帆睡意全无 那就打一会儿游戏 放松放松吧 他喜欢玩的不是王者农药 而是一款叫血蒙之战的手游 自己的骑士号刚上线 却遭到敌方一个很牛逼的大法师 比中职挑衅 垃圾 还玩呢 上次打到你屁滚尿流 没山号走人 林帆很郁闷 决定一报前仇 喳喳 叫你们血蒙的大骑士 还有那几个精灵妹子 一起和小爷来场 PK 想不给你们打出来 算你们拉得干净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20 这话一出 林帆当即被敌人团团围住了 作为战天堂血蒙的菜鸟骑士 林帆在游戏里 其实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因为对面的都是课金玩家 他们每人花几千上万块 把身上的装备搞到了高阶 而林帆的骑士号 穿着游戏里的垃圾装备 混迹于食物链最底端 再加上他的三十几个盟友 也都被人家打散打跑了 其中更有几人当了叛徒 去到大法师那边的夜袭寡妇村 血蒙了 所以现在的战天堂 以及林帆的菜骑士 在游戏里活成了卑微的笑话 还战天堂 我看你们干脆改名叫丧家犬吧 全盟只剩下几个垃圾在晚 还TM赶嘴硬 老大 这小子今晚说话很狂啊 盘哭他 彻底灭了他们全盟 让这祸哭着滚蛋 雷哥干他 妹妹挺面 一群大号围着林帆 肆无忌惮叫骂着 毫无疑问 现在他只要一离开游戏里的安全区域 立马就会被乱刀砍死 林帆不服 开口放毒 你们也只能仗着人多势众 装备好点 欺负欺负新手罢了 一个个惨不忍睹的游戏手法 比老奶奶顿的猪蹄兜烂 也有脸在这嘚瑟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30 两笔毒蛇积分到手 林帆这才停止了键盘侠动作 嘴角勾起一丝得意冷笑 立即就把对敌人正道的分 兑换成了几十万现金 然后又用这笔钱 收来了全服最逆天的装备 给自己和仅剩的几名难兄难弟 分配了一下 卖给林帆装备的猛人 当即就给这豪横小爷贵了 他用自己的厉害法师号 对林帆臣服于地 大哥 以后本人和我弟兄们的号 都跟你混了 今晚我负责乃你 给哥家写放保护照 您放手干翻寡妇村那帮嚣张玩意 很快 约帐打响了 在激昂的游戏背景音乐中 林帆就一起当先 有了钱和顶级装备果然不同凡响 连自己的游戏手法和信心 都跟着飞速飙升了 林帆率领本萌的几名残兵游泳 和新收的一帮小弟 左砍右扫 前突后击 十几分钟的功夫 就把敌萌打了个落花流水 溃不成军 大胜而归的路上 却又遇到几个猥琐敌人 躲在峡谷中给林帆他们射服 林帆发现对方后 急忙毒舌一具 哥几个不敢正面出战 龟缩在大峡谷里贴地板砖呢 积分到手 才率队冲进敌营 在队友们的配合下 干倒了全部敌人 不客观地说 你们真是一群好人 林帆骑在马上 转头望着峡谷中 那堆充满怨毒的敌尸 敲字点评道 就这样 昔日菜骑士一战成名 成为了轰动全服的高富帅 当查看到林帆的逆天装备后 对面大 时又气又怕 连他死掉的后 都懒得复活 直接咒骂着下线了 其余敌人 也都像斗败的攻击一样 纷纷卖起了号 还说林帆肯定是被打击眼了 卖掉老爹老娘的房子 把钱砸到了游戏中 他们不想给克金疯子玩 但不管怎么给自己找台阶下 对面的人心里都很清楚 以后他们在游戏中一露面 就会被林帆的墙棋踏平 翔都给踩出来 原本几十号人的夜袭寡妇村血蒙 最后走的就剩几名男女玩家 而那几个自识有些姿色的女敌 还千方百计 加上了林帆的QQ号 表示想求和 甚至有人发给他诱惑自拍照 帆哥哥 你好话哦 今晚把人家辛苦半年多 才搞到的精灵装备 都给打碎了 我的心也跟着碎了 我要你陪我 不陪妹妹 我就去线下陪你 女敌发来娇滴滴的语音 企图勾搭带这个隐形富二代 林帆淡淡回他们一句 日后再说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60 对于这些见风使舵 屈颜覆势的拜金小娘们 小林哥还真瞧不上 他们和自己的前女友柳婷 都是一丘之合 日后 啊 帆哥你是大流氓 好表脸呀 呃 林帆满脑门黑线 看着他们发来的一张张照片 忍不住开启了毒蛇模式 你瞅瞅你 拍个照还昂首挺凶的 别硬称了妹子 再称也就是一对妄崽小馒头 拜拜吧 说完 当即从QQ中拉黑了对方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60 当初他们和盟友一起围杀自己时 可是一个比一个心狠手辣 现在见老子变成了全服第一强棋 倒有脸羡美来了 另外一名女玩家 桃花眼 尖下巴 薄嘴唇 腹白苗条屁股大 看上去倒真有几分春色 但也逃不过林帆正义的批判 春天都过了 乱发什么春啊美女 过你那床上人来人往的生活去吧 哥没你想的那么下见 对面愣了两秒 骂一句去死吧 SB先把林帆给拉黑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60 累计积分已达到6920 林帆越战越勇 把他们挨个对了一遍 积分直逼8100 这要是兑换成现金 就是810万巨款啊 但林帆舍不得乱挥霍积分了 看似轻松的嘴炮输出 那也是一种脑力家口才家 学习积累 才形成的劳动方式啊 而且5000分 就能修炼二阶段的技能 比如升级自己的5G啥的 但现在林帆只想尽快赚到更多钱 去实现那个儿时吹过的牛皮 为疼爱自己的养父母和姐姐 买一套花园泳池大别墅 再把他们接来中州团聚 这是林帆由来已久的梦想 更是一个新节 十多岁的时候 一次随父母去县城亲戚家吃喜宴 林帆受过很大打击 当时 亲戚们在酒桌上炫房炫车炫儿女 养父母听了低下头 默不作声 却有亲戚故意拍拍林爸爸的肩膀 针对起了他 老林 你一个农民 妻子又体弱多病的 倒不用和我们攀比什么 哈哈 到我看他家林帆还挺皮 嘴巴又臭硬 把养子管叫好 别让他长成了白眼狼 才是你老林的重任 这话很刺耳 一向温厚老实的林爸爸听了 气得直拍桌子 我家小帆孝顺懂事 不用你们瞎操心 不就是刚才你儿子 向小帆炫耀平补手机 被我儿对了两句吗 你用得着这样才有讽刺我 养父母对林帆视如己出 自然不允许别人随意伤害儿子 林帆当时也很生气 就瞪着在座的视力亲戚 当众向父母许诺 爸妈放心 等我长大了 一定要在中州 给你们买大别墅 带花园游泳池那种 林帆的狂言 引得亲戚们一片哄笑 有人直接笑趴在了桌子上 他们的讥笑声势 那样刺耳 眼神又充满了轻蔑和鄙夷 这一幕 深深落在了林帆的心底 直到上大学后 亲戚们还一直在刺激他 林帆 啥时候给你爹妈在中州买大别墅啊 到时别忘了通知我们 去给你家好好喝喝 哈哈 原本遥不可及的花园别墅梦 现在却因为有了系统傍身 变得近在咫尺 以林帆目前的收入来算 纵是花个五六千万买豪宅 那也就是努力毒蛇七八天的事 所以 林帆决定实现而实的梦 再用人生赢家的实力 去打那些势力小人的脸 让饱受讥讽的养父母出一口气 想着历历往事 林帆昏昏睡去 一日醒来时 她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江景花还真是说到做到 不放空炮啊 她对自己的报仇 竟来得如此之快 第二天清晨 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 照射在林帆的小麦色脸庞上 她缓缓睁开眼睛 却发现自己的卧室门大开 为了防止那个暴皮青妞偷袭 我临睡前明明把房门反锁上了 四处一瞅 林帆更是瞪大了眼睛 自己的衣服 全都不翼而飞了 浑身上下 只剩一件睡觉穿的内裤 草 林帆忍不住抱粗口 几万头羊驼 从心底呼啸而过 果然 梦是反的 昨晚我居然还梦到 江南变得柔情似水 趁夜扑到了咱床上来 呵呵 是我肤浅了 现在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 真相只有一个 肯定是恨透了自己的江南 趁我熟睡之际 悄然溜进来 抱走了老子的衣裤和鞋子 打不过 就用这样的损招来报复 还真是罪毒夫人心 林帆气得跳脚暗骂 妈的 再让我抓到你个麻辣女流氓 飞扒开裤子 打肿你的 屁屁 可家里哪还有她的人影 旋即 林帆又想到一个更可怕的问题 昨晚月黑风高啊 既然江南都神不知鬼不觉摸进屋来了 我还做了一场带颜色的梦 她该不会是真的 趁机对老子行不轨之事吧 一念至此 林帆突然感到脊背上凉嗖嗖的 堂堂七尺男 若真是被一个漂亮小娘们 给迷婚那啥了 自己却没有体会到 一丝丝快感 那传出去 还不得丢死个人啊 急忙扒开短裤低头检查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林帆高高悬着地心落了地 却又生起一股莫名的失落感 床上躺着我 这么一个出类拔萃 性感到只剩下底裤的男神 你居然只要衣服不要人 大眼睛瞎了吗 急忙在顾雪岩这套房子里 四处翻找衣服 但江景花早有防备 连让林帆扮女装大佬的机会 都没给他留 家里根本找不到一件衣服 无奈 只得用一条床单 把自己像包粽子一样 紧紧裹起来 准备下楼去买衣服 好在林帆睡觉前 把手机和钱包 放到了枕头下面 没被那坏皮气妞拿走扔掉 只是全身衣服 鞋子和这套房子的钥匙 全都没赢了 林帆愤愤地走出卧室 伸手一拉房到门 当即面色微变 不知那妞用了什么诡异手段 竟从外面把门给锁死了 本以为你是一个 堂堂正正的大凶美女 没想到报复起人来 竟这么恶毒 我画个圈圈诅咒你 一个月痛经28天 也没脸给顾雪岩打电话说这事 再让人家跑来营救自己 林帆就推开卧室窗户钻出去 又抠着墙脚 像蜘蛛侠式地往下顺 有五级傍身 这种高难度动作 对现在的林帆而言 倒是小事一桩 不料 她的身子还挂在外墙上 就被楼下的行人注意到了 啊 大家快来抓小偷 那家伙还狗个床单 一定是和女人干偷鸡摸狗的事 被人家老公发现 狗急跳墙了 反正她肯定不是什么好鸟 赶紧打110 听到楼下群众的高声嚷嚷 林帆一紧张 直接从三楼阳台外墙上 扑通跳了下去 脚刚落地 就不顾形象的撒鸭子跑开了 风吹床单飘 展露出内裤和腿毛 林帆也魂不在意 她可不想被大家扭送到寻补司 路口供浪费时间 林帆边跑边咬牙按骂 人渣 女流氓 将来不逼你 生的我的孩子 再次你一纸修书 都对不起我的性别 身后不远处 一辆香槟色Jip越野车 缓速跟着她前行 驾驶座上的人 正是美女景花江南 反正还不到上班时间 她要好好欣赏欣赏 自己导演的这一出好戏 看着一帮热心群众 在后面猛追 林帆披着床单狼伴逃的画面 将景花手拍着方向盘 都快笑叉气了 哈哈 这就是你个混蛋 招惹本姑娘的下场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还真以为南姐是吃素的 哼 快意恩仇 一向是这位雷厉风行 女景花的风格 虽然碍于闺蜜顾雪岩的面子 她不能把这个偷看光 自己身子的流氓 抓进警局 但对林帆来点适当的惩罚 必不可少 这一刻 驾车尾随的江景花 就像在酷热的三福天 咕咚咕咚喝了一大杯冷宁 心里酸爽无比 让你狗胆包天 占本姑娘的便宜 让你看光我的厨子之身 又说我凶大欺人 还敢毒舍本姑娘 穿的内裤太萌 光身子裹条床单 满大街被人追得 感觉爽不爽呀 江南粉红的唇角 勾起 占露出如雪被尺 和扬眉吐气的笑容 拐了两个弯 林帆边跑边回头 剑终于把那帮热心市民甩掉了 他才钻进附近的一家超市 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中 林帆匆匆买了身衣服鞋子 刚扔掉身上裹的床单 要往身上套新衣服 却见一个老头迎面走来 瞪眼大喊 是他 大家快报警 这家伙刚才偷鸡摸狗 是从别人家翻墙出来的 林帆一惊 狠狠瞪了好视老头一眼 急忙抱起衣服 跑到收银台 掏出一把钱扔给人家 又蹭蹭穿出超市 躲开了热心群众 在人街道上 贴墙低着头 迎着一道道惊恶的目光 前行不远 林帆左右瞅瞅 前边有一处公共洗手间 就弯腰穿上新皮鞋 怀抱新衣服 一头钻了进去 扑吃 江南在车里远远看到正幕 先是柳眉一簇 继而忍俊不惊 林帆情急之下慌不择路 竟直接跑进了前面 江宾广场的女厕所 美女警花黑眸一转 当即有了主意 好吗 本姑娘正愁 没有适当的理由考走你 这次可就要公事公办了 她目录兴奋跳下车 逃出手机 亮出手铐 静止来到了女卫生间门口 广场上有不少沉淀的男男女女 只要女厕中 有人惊叫抓流氓 她就会一个箭步冲进去 给林帆拍照取证 并在众多目击证人的围观协助下 咔嚓一声 给她戴上手铐 再偷看女人上厕所的罪名 把林帆扭送到橘子里 林帆刚抱着衣服闯进厕所 身体就骤然一僵 里面没有一个力辩持 竟是女卫生间 想转世而逃 却见女厕门外 有两个漂亮少妇 低头聊着什么 正要走进来 自己若被人家当流氓抓住 可就糗大了 情急之下 林帆赶紧拉开门 躲进了女侧一个小隔间里 里面很整洁 还点着熏香 放着轻柔的音乐 林帆把门反锁上 亲手亲脚往身上套着新衣服 这时 左右两边的隔间里 同时传来嘻嘻索索的退一声 随之而来的细流之声 更听得林帆脸红心跳 做贼心虚的动作一致 又把穿着新皮鞋的大脚 往中间位置轻轻挪了挪 深怕被发现 不好意思姐妈 我没拿包 借几张纸吧 这时 左边隔间里 传来一个略带羞涩的女声 林帆心头微颤 她找的是我 隔壁间的美少妇说着话 已经把她那只带钻戒的白手 从挡板下的缝隙中伸了过来 怎么办 一开口拒绝肯定会露线 给她吧 自己身上也没带啊 林帆真想训斥隔壁的小姐姐 你就是嘘嘘一下而已 站起来 学我们男人抖抖不就完事了 要什么指 女人就是矫情 林帆正胶着不安 与美少妇结伴来的另一个女人 已经在敲她的门了 白姐 我给你指 林帆轻轻叙了一口气 又猛一愣 她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文艺美女白 老师 哦 重名了吧 刺耳倾听 直到外面的脚步声渐行渐远 她才赶紧拉开门 头冒冷汗走了出来 推开隔间门的一刹那 林帆却愣住了 向自己借手指的美少妇白杰 正对着洗手台上的镜子 整理长发 刚才只是她的女伴先出去了 好在少妇照镜子投入 还没注意到林帆 但只要一经过她身边 自己这个连手指都不肯接人的小气姐妹 就会原形毕落啊 硬闯出去也会露线 白杰的同伴在外面等她呢 他们要是喊一声抓流氓 外边那些在广场上沉练的人 还不得把自己围攻个狗血喷头 再报警了 林帆进退两难 抓耳挠腮之际 却瞥见江南正在门外探头探脑 美女寻补还举着手机 朝林帆这边张望 好像要拍下什么罪证 林帆恍然明白了 这个损女人 看来已经跟踪我很久了 她就等着看笑话 病逝机找个罪名抓老子呢 你他妈是个报复狂魔吗 我不就是昨晚无意间 看到了你的高清初遇图 又毒舌了几句吗 你把老子衣服都偷光了 还嫌不过瘾 看到江南面露坏笑的嘚瑟表情 林帆眼珠一转 想到一个既能帮自己突围 也能惩罚这娘们的馊主意 她使劲上翻眼珠 让一双深邃黑眸 只露出眼白 哎 现在这社会 真是适风日下 不待美少傅发现自己 她率先叹息一声 又凭伸出双手摸索着四周 小心翼翼向前走 啊 正在照镜子的白结一惊 急忙转身 却看到一个盲人模样的小伙子 走出了女厕所的隔间 想到这家伙刚才 清晰听到了不该听的声音 她还伸手 向人家借过纸 美妇的脸颊 疼一下红到了耳根 你 你耍流氓 她羞愤沉喝一声 又走过来 伸手在林帆眼前 使劲晃晃 甚至还攥紧粉拳 在她脸前做了一个击打动作 以试探这家伙 到底是不是真瞎 她若敢装盲人 来女卫生间耍流氓 白结的沉恋姐妹团 那可不是吃素的 但林帆有五级傍身 定力自然好过常人 女人的拳头 都快落到她眼上了 林帆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仍是满脸平静抱怨着 慢慢向门外走 少妇这才稍感安心 刚才我向门口那女警问洛 她告诉我 这是男厕所 你说说 别人捉弄我们盲人也就罢了 连她也 林帆一脸愤懑地说着 又抽动了几下嘴角 看上去都快委屈哭了 恭喜素 获得毒蛇积分190 啊 你说是她 美少妇盯着门外 身穿警服的江南 简直难以置信 天底下 哪有连盲人都欺负的女巡博 这也太缺德了 你 看到林帆堪称业余影帝级的表演 江南惊呆了 这家伙的无耻程度 竟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 见江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还试图张嘴解释 林帆哪能给她机会 你什么你 手里叮叮当当的 拿的是手铐吗 看来 你不光是想捉弄盲人那么简单 林帆故作吃惊地停顿了一下 继而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你这是立功心切 想拿我一个看不见的人钓鱼执法 先诱骗 我进女厕所 再以耍流氓之名 把我靠走 见江景花 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 林帆继续痛斥 被我猜中了你的诡计 没话说了吧 可你身为执法者 这样做良性不会痛吗 痛心疾首地说着 他已经在江南的万分惊怒中 装着盲人的样子 走出女洗手间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二百 在与江南擦肩而过时 还迅即探出脚尖 飞快一勾 把这个暴脾气美女 绊倒在了他身后的草坪上 哎呀 你个王八蛋 还敢动手动脚 江南倒地休范儿骂 这时 已经文声围过来不少人 大家听了美少傅的解释 和林帆生情并茂的痛诉 都对他的遭遇深感同情 是想一个盲人 又怎敢去诬陷女警呢 现在见江南歪在草坪上 大家还以为 他被识破了因人的损招 心虚害怕之下 一个踉枪摔倒了呢 我刚才就看到他鬼鬼祟祟的 举着手机 想在厕所门口拍照 还抓着一副手铐呢 他真是要给这个盲小伙下套啊 你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这样不择手段地 通过污蔑盲人立功 对得起身上的制服吗 白杰和几个正直大妈 围着江南大声批判起来 就你这素质 根本不配当人民警员 对 咱们举报他 让寻补私撤这女人的职 听着一帮大姐大妈 面带鄙夷的斥责 刚修粪从地上爬起来的江南 顿时目瞪口呆 身子僵在了原地 回过神来后 他目自欲裂 瞪着林帆离去的背景 从牙缝中 冷冷挤出几个字 混蛋 我要杀了你 说话间 他已经追向林帆 并高高飞起一脚 美女警花十分羞怒 恨不得当场把她的脑袋踢爆 干嘛你 诬陷不到 人家还想动粗 大家快来看 警员恼羞成怒 打残疾人了 还扬言要当街杀人 我怀疑他是个假执法者 咱把他扭送到寻补私问清楚 沉练的人七手八脚拽住江南 纷纷斥责 他太无法无天了 当着这么多群众的面 居然还想打盲人 你们干嘛 那就是个流氓混蛋 江南嘴里喘着粗气 胸前波澜起伏 都快被气炸了 林帆趁机脱身而去 刚走出不远 却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小子 派去劈你的雷 哈哈 已经到了 电话里的声音有点熟悉 却透着阴冷和残酷 与此同时 不远处 一辆黑色商务车猛然加速 对准林帆急冲而来 林帆身后 一辆家常版的黑色 无牌商务车猛然提速 嗡嗡咆哮着 向他冲撞过来 虽然林帆还接着那个陌生电话 也能察觉到 背后发动机的沉吼 感觉到了异常 他纵身跳开 搜 那辆企图行凶的商务车 力剑般与林帆擦身而过 支 黑车狂穿出去没多远 又来了个急杀 掉过头来 再一次猛吼着 撞向林帆 如此执着的吗 这显然是有人 要对自己下毒手啊 虽然江边这条小道很僻静 可大清早的当街杀人 就不怕影响公共文明形象 被城市管理者抓住罚钱吗 林帆一惊 迅速闪身到街边围墙下 一棵大树后面 碰 一声巨响传来 粗壮的大树 当即被黑车撞烂了一大块皮肉 哗啦啦落下满地之夜 下一刻 这辆家常版的黑色商务车 四门同时开启 十几名手执钢管砍刀的恶汉 气势汹汹冲下车 把林帆围了个结实 小兔崽子 还认识你虎爷吗 嘴雕雪加烟的带头大哥 铁塔身躯 往林帆跟前一站 摘掉了墨镜 林帆皱眉抬头 这个高出自己一大截的威猛先生 竟是昨天的落腮胡子 呦 长毛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昨天两次救你 难道你还想来个恩将仇报 林帆朝他翻翻眼皮 唇角勾起一丝玩味冷笑 长毛 铁塔壮汉带来的那帮手下 听到林帆竟如此称呼自己老大 不禁瞪大了眼睛 面面相去 要知道他们 这位虎哥 不仅是王朝公司的中层干部 更是道上出了名的狠人 黑拳名将出身的他 以好用斗狠著称 平时杀人越货的是没少干 在中州 谁见了虎哥 不得敬畏几分啊 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 竟敢目入青面 喊我们老大长矛 落三胡子也是一愣 接而瞪眼大骂 你他妈什么时候救过老子 扯你娘的蛋 虎爷今天是来买你的 不知死活的小逼崽子 林帆眸光见冷 干账就干账 张嘴便骂人爹娘的贱货 着实欠揍 他暗暗运起于右臂 啪 不带虎哥和手下们反应过来 就一巴掌朝他布满横弱的刀疤脸上 狠狠扇了过去 你不光狠二狠虎臂 嘴也真愁 林帆话音没落 虎哥已经被他这力中千钧的一巴掌 直接拍飞到了数米之外的墙上 咚 轰隆 虎哥的铁头 竟把那堵建筑围墙 砸了个大窟窿 看到这逆天一幕 虎哥带来的十几个凶神恶煞 纷纷倒抽凉气 下意识后退了几步 这个瘦不拉击的小子 到底是人是鬼啊 能以迅雷不及眼耳道灵 想叮当之事 猛然出手打到虎哥脸上 让一个酒精战场的拳坛高手 闪避不及 已经很逆天了 可这小子 居然还有如此害人的力量 直接把个一米九的铁塔撞汉 轻飘飘拍飞了出去 混子们猛揉着眼睛 很难相信这一幕是真的 他们平时跟着虎哥混 竟干些收高利贷 欺男霸女 与人火拼的狠辣之事 有虎哥那双大杀四方的铁拳护航 所到之处 皆是威风凛凛 狂霸无匹 所以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战无不胜的拳王老大 竟会有如此不堪一击的时候 十多个混混下傻了眼 此刻 虎哥被撞得头破血流 他倒地捧着脑袋 嘴里发出压抑的嘀吼 眼前惊心直冒 脑袋中嗡嗡唧唧的鸣叫 更让虎哥感到惊惧 难道自己的脑浆 都被这个冒不惊人的蛮力怪给拍出来了 昨天早上在医院 你狂犬病发作乱咬人 我让护士给你舒八瓶安眠针 还算到了自己账上 临翻插着腰给他算起两账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破 铁塔壮汉嘴角猛抽 当场喷出一口鲜血 自己凭借一双铁拳 在中州纵横十多年 几乎从没有吃过败仗 今天既然来不及出手 就被一个小毛孩子打倒了 他难以置信 却又疼得爬不起来 昨天下午在地下停车场 你和一个女人被灌困在路虎车里 我冒着手臂受伤的危险 见义勇为 拿砖头破窗弄出你们 是不是又救了你一条狗命 临翻伸手一指地上的虎哥 义正词言赤骂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二十 听到这话 虎哥手下们的表情更猛逼了 这个伸手害人的小子 竟是自己老大的救命恩人 而且还一天救了他两次 他们静一转头 望向老大虎哥 想迫切得到一个答案 虎哥早已气得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躺在地上浑身聚颤 随时有可能痛昏过去 噗 铁塔壮汉刚要张口 一股喷泉般的血柱 却率先激势而出 似在替他表达抗议 都他妈愣着干嘛 给我砍 弄死这个胡说八道的小子 一个闻着花壁的暴力光头男 率先回过神来 对混混们沉喝道 他已经察觉到 临翻的话有诈 否则 怎么会把自家老大气得连连吐血 卫虎哥报仇 杀他妈的呀呀 混混们惊醒过来 举刀扑向临翻的同时 嘴里大喊着给自己壮胆 但这群乌合之重 平时欺负欺负平民老百姓 和一些后台不硬气的商人还行 却哪里是临翻的对手 随着一串极肤节奏感的 噼里啪啦声传出 气势汹汹的王朝马仔们 惨叫着倒了一地 一个个痛苦扭动着身子 张嘴哀嚎不止 他们用哪只手脚攻击临翻 哪只手脚就弊断无疑 刚才还怒骂着 要带头替老大报仇的花壁男 这时也倒在墙边 捂着自己被拧断的手臂 疼得光头上青筋抱起 冷汗像不要钱的自来水一样 哗哗流 看着身边黑压压躺满了王朝的兄弟 而且都被打断了手脚 他吓得面色苍白 妈的 看来幕后主子没说实话 这小子何止像他描述的那样 只是一个会点功夫的穷学生 人家根本就是个舞蹈大家 骨刻胜手啊 迅速放倒一地混混后 临翻扫尸了一眼自己的劳动成果 满意地点点头 又迈步朝虎哥走去 脑袋开花的虎哥 五头的指缝间鲜血流淌 但他还是咬着牙 从地上畅畏畏爬起来 握紧了一只碗口大的铁拳 小逼崽子 你他妈去死 但不等他出拳骂完 临翻又先一步扬起了巴掌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啪 这次抽的是虎哥另一侧的脸 随着啊的一声惨叫 刚刚艰难爬起来的落腮胡子 被抽的原地转了三圈 又扑通一声 重新栽倒在地上 临翻很嫌弃地拍了拍手 继而摇头比一道 你说说你 看上去五大三粗的 打架却这么娘 全都发不出来 连我轻轻两巴掌也扛不住 就这破资质 你也有脸学人家混社会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80 累计积分9000 达到1万分将有惊喜奖励哦 一双铁拳镇四方的虎哥 到他眼里 竟变成了娘们和废物 静 现场陷入一片死寂 那些倒在地上哭爹喊妈的混混们 都被临翻地画镇梦了 痛嚎之声戛然而止 他们捂着受伤的手脚 瞠目结舌 敢如此侮辱虎哥的人 这小子绝对是第一个啊 你怕是不知道 我们大哥手上 沾了多少人的鲜血 混混们抽着嘴角 看向拳王老大 目录敬畏和同情 虎哥不知 是被林帆那两巴掌拍得太重 还是已经气出内伤 只见他又连连喷出几口鲜血 眼睛一翻 昏死过去 喂 长毛壮士 你醒醒 醒醒 这么玻璃心的吗 林帆话一出口 又斩获了一笔积分 想到刚才系统提示说 每赚够一万积分将有额外奖励 林帆毒舌起来更卖力了 你可真是个狠人 赵总我的巴掌 上来就是一脸啊 你不是脸硬吗 咋还倒地不行了 可别学人家碰瓷啊 林帆蹲到虎哥身前 关切地伸手拍着他的刀疤脸 变着花样呼唤他 好多正点积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368 这样吧 先告诉我是谁派你来丢人现眼的 你再装死 然后我挖个坑 把你埋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266 这时 那个闻着花壁的光头男 再也看不下去了 他捂着断臂走过来 色力内忍道 你想过后果吗 小子 我们可都是王朝公司龙爷的人 一提起龙爷 花壁男又有了底气 抬高嗓门目露凶光道 你的确很能打 但能敌过王朝的四大天王和八虎十二郎吗 能敌得过我们 几百号不要命的弟兄吗 花壁男的阴冷威胁 让林帆哭笑不得 什么阿猫阿狗阿狼阿龙的 你们公司是个动物园吗 扑 受伤的花壁男和全场王朝同事 都启蒙圈了 他竟敢击骂狂霸无比的王朝 是动物园 在地下世界 谁不知王朝公司 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哪来的野小子 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吧 林帆当然也从坊间听说过 王朝是一家臭名昭著的公司 他们开设赌场 七行罢市 放高利贷和校园贷等等 总之一句话 除了人干的事 他们不干 别的都干 王朝的人上门逼债时 甚至把一些家庭弄得家破人亡 小子 我劝你 还是乖乖跟我们一起回王朝 把今天闯下的货了结一下 免得永无宁日 听到花壁男阴森森的威胁 林帆眉头微皱 正要抬腿 把这家伙替飞 但转念一想 踢飞了 还得找回来问话 麻烦 于是就抬起手 也赏给他一个大嘴巴子 啪 这一巴掌拍得劲倒十足 林帆却把寸进控制得极其精准 从而形成短促而刚脆的爆发力 以免把他拍飞太远 嗷 花壁男被抽得惨叫一声 原地转了几圈 踩口鼻出血栽倒在地 他脸上也和虎哥一样 浮现出一座血红五指山 说 谁指使你们用车撞我的 林帆逼问着花壁男 忽然感觉自己的新皮鞋 有点个脚 就脱下来 鞋口朝下对准花壁男 在他头上磕了磕 对方咬牙闭眼躺在地上 一副药杀药寡随你变得硬汉模样 林帆眉毛一跳 蹲了下来 顺手抄起自己的新皮鞋 沉声威胁道 不说 那你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 被皮鞋抽死的人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二百 作为王朝公司的基层小干部 花壁男还是有几根硬骨头的 满脸是血的他脖子一梗 咬牙道 有种你就打死老子 想让我堂堂滑下第一屠狗胜手 亲自杀了你 你好把光荣世纪写进家谱 永垂不朽 呸 长得恶心 想得完美 林帆一边转毒蛇积分 一边啪啪的 用皮鞋抽那个大混子嘴巴 花壁男气得干颤 又疼得痛不欲生 这时 林帆突然冷不定问了他一句 墨天鱼给了你们多少钱 我土狗公司出三倍 啊 你 你怎么知道是墨少 花壁男文言一惊 我本来不知道 现在你告诉我了 发现被炸出了真相 花壁男又懊恼又愤怒 他刚张嘴骂出一声你骂 就被林帆当头一脚 踢晕了过去 林帆起身穿好鞋 认真整理一下 自己的衣服和发型 踩着倒地混混们的身体 大踏步离去 种种迹象表 幕后凶手是墨天鱼无遗 那孙子生病力挺顽强啊 昨天在图兰朵餐厅 刚被自己拧断右手 还磕掉两门牙 今天就开始疯狂反扑了 真是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既然如此 小爷就陪你们玩到底 一小时后 被送往医院抢救的落腮胡子虎哥 终于从昏迷中醒来 头缠医用纱布的他 躺在病床上 颤手掏出了电话 对不起墨少 我们 失手了 我和十多个弟兄 全被姓林的小子干倒 差点没命 躺在另一家医院治疗的墨少 气得破口大骂 废物 全他妈废物 昨天与柳婷受了林帆的气 又挨了痛打后 墨天宇花重金 雇佣了王朝的狠人虎哥 为他报仇学耻 听说得罪墨少的人是林帆 落腮胡子虎哥欣然接担 好吗 老子正派手下 四处搜寻你个小杂种嘛 今天早上 遍布各区域的王朝弟兄 终于发现了林帆的踪迹 虎哥就按墨少的指示 想把他直接撞死在江边小道上 反正墨家人手眼通天 王朝公司的谁也很深 伪造一起交通事故 弄死的农村来的穷小子 还不是赔偿几十万老师 报复心极强的墨天宇 却在虎哥他们驾车行凶之前 玩心大起 就像柳婷 要来林帆的手机号 故意拨通他的电话 他知道林帆会功夫 在关键时刻打电话给仇人 是为了分散林帆的注意力 让虎哥更容易得手 而且 墨少爷迫切想亲耳听听 林帆被车撞飞那一瞬间 所发出的凄厉惨叫声 但剧情走向 却和导演的本子大相径庭 结果竟是 他们又一次完败了 墨天宇瘫软在病床上接着电话 万般不甘地 用那只好手砰砰砸墙 林砸碎他 明明就是个被农民收养的孤儿 普普通通的穷逼学生 怎么会突然变那么强 这也太他妈妖孽了 墨少放心 现在他已经成为 你和我们公司共同的敌人 连龙爷都亲自发话了 这几天必须干干净净除掉他 否则王朝颜面何在 虎哥在电话中宽慰着墨天宇 他心里 同样对林帆恨之入骨 好 事成之后 我再加二百万筹金 墨少 把牙齿咬得哥哥想 阴冷沉默道 但就在这时 他病房的门却砰的一声 突然被人推开 唉 你我本无缘 全靠你脑砸啊 这大热天的 又折腾老子跑一趟 听见这道森然之中 透着几分细血的声音 墨天宇头皮一麻 浑身颤动 想害死老子 继承我的蚂蚁花呗 你还不够资格 林帆推门进入墨天宇的 豪华独立病房 面带冷笑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八十 你 你他妈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墨天宇大惊 急忙从病床上坐起 那双英致的三角眼中 布满了恐惧 大君 鬼手 你俩死了吗 草 什么人都敢往我病房里放 听到墨天宇的叫喊 林帆轻烈一笑 你那俩看门狗没死 但被我放倒了 进门之前 林帆已经在病房走廊上 悄然打昏末少的守护者 并把他们像死狗一样 拖进了鞋对面的小杂物间里 见林帆目光森然 一步步朝自己走来 墨天宇下意识 往床脚缩了缩身子 但一想到自家的背景 狂霸之气又重回于身 他目录阴狠 指着林帆冷冷威胁道 你想干什么 告诉你姓林的 老子可是墨家二少爷 而你就算再能打 也不过是一介 无权无势的草民 见林帆毫无惧色 依旧面露凛然 一步步逼近 墨天宇有些慌了 你 你别过来 再敢动老子 你全家都得遭殃 听到这话 林帆双目一寒 有一种草民 你永远惹不起 每招惹一次 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说话间 林帆抓住墨天宇伸出来 威胁自己的左手 一拉一凝 动作干净利落 咔嚓 墨少硕果仅存的那只好手 连同半条手臂 也要去做接骨手术了 为防止他鬼哭狼嚎 林帆还找了条毛巾 塞进他嘴里 淡淡道 断你一双手臂 只是小小的成见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 指甲盖大小的东西 展示到墨天宇面前 你可以选择报警 但我有那辆黑车上的 行车仪内存卡 上面记载着你和虎哥通电话 下令撞人的录音 和开车撞老子的视频 足以证明你的谋杀罪行 墨少听了 目露惊骇 急忙摇头 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嗯嗯声 这一刻 墨天宇不光疼痛难忍 更感到一阵心惊肉跳 流氓不可怕 就怕流氓有文化 这家伙不但伸手骇人 居然连施暴 都试得如此条理清晰 有备而来 你可真探娘吻如狗啊 墨少当然清楚 每一次都是 他先对林帆痛下杀手 最后又在人家的疯狂自卫中 被打成了残狗 敢将两人的恩怨 诉诸于法律 那他在餐厅朝林帆开枪 以及派虎哥驾车搞暗杀的事 都将败露 到那时 他墨少爷更是罪责难逃 就算家族势力介入 也难保 自己不会被判上好几年啊 你也可以继续派人暗杀我 但一定要有必胜把握 否则再有下次 我就要了你的小命 林帆声音低沉 说得云淡风轻 但冷峻的表情和语气 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为时 已经快要疼死过去的墨天宇 额头上流淌着痘大的冷汗 他连连点头 眸光复杂道 嗯嗯 望着林帆远去的背影 墨少的心在气血 这个豪横跋扈了 二十多年的超级顽固 心里突然涌起了挫败感 不 我堂堂墨氏集团的豪门少主 岂能输给一个孤儿院 走出的香巴佬 姓林的小杂种 老子和你不共戴天 很快 儿子被拧断另一只手的消息 就传回了墨家 望着墨天宇的一双残手 他的豪门家主父亲 和衣着华贵的妈妈 气得浑身狂抖 事实上 今天儿子找王朝的人 暗杀林帆报仇之事 正是一向狂霸的墨家主受益的 但他万万没料到 林帆竟拥有如此魔鬼手段 不仅团灭了他们派出去的王朝狠人 又迅速拧断了自己儿子的左手 接下来 如果王朝公司的人再次失手 灭不掉林帆呢 那毫无疑问 墨天宇将会遭到更严酷的报复 这时 专家给墨天宇处理伤口后 却告诉墨家主 因二少爷伤势过重 中周怕是接不上他的断手了 什么 墨家主的牙都快咬碎了 他迅速安排儿子转院飞往京城 医治重伤 放心吧 这个仇 就算王朝的人不能给你报 老爸 也一定会想办法灭掉那小子 送儿子乘直升机离开时 墨家主目自欲裂 林帆离开医院 看到一个满脸皱纹的七巡老大爷 推着三轮车在路边卖菜 天气酷热 老人汗流加倍 他的菜却无人问津 林帆不禁想到了乡下的爷爷 他给农村老汉买了瓶水 又要了几斤黄瓜番茄 强塞给老人几百块钱 林帆拎着蔬菜 乘车来到日月湖畔 这里风景优美 楼宇伶俐 是中州市的新商务区 他想在附近了解一下楼市行情 为员自己的花园别墅梦做准备 途经顾雪岩的博雅传媒集团时 林帆仰望着那幢玻璃木墙大厦 莫名感到亲切 已是中午 美女总裁该下班了吧 还有他那调皮可爱的女儿小洛洛 为什么会长得很像自己 走着走着却发现一个熟悉的高挑身影 被人团团围在了一个小广场上 顾雪岩 林帆微微一惊 皱眉挤进了围观人群 美女总裁身穿一件Dior白衬衣 下面是包臀的职业黑短裙 如墨的黑发直屑腰脊 一双香袋系高跟鞋 凸显出女性的优雅 她胸前曲线起伏的轮廓 与细腰翘臀 长腿丝袜 勾勒出完美性感的S型身材 但顾雪岩那双眉眸 此刻却冷冽得如同雪山上的一红青泉 只见一个浑身大牌的高个子男人 正伸出一条手臂 挡住美女总裁的去路 给我个机会 好吗雪岩 她怀中抱着一大树火红的玫瑰花 身后不远处 还停着一辆崭新的粉色法拉利 两扇欧一门张扬地敞开着 让围观者一窥这辆 超跑内部的炫酷奢华 发出连连惊叹 见顾雪岩冷若冰霜 根本不愿多看自己一眼 那男人急了 她扑通一声单膝跪地 双手捧起那一大树鲜花 在围观者艳羡的目光中 对顾女神深情表白道 雪岩 这99朵进口纤玫瑰 是我专门派人 给你从欧洲空运来的 代表我愿与你 长长久久倒白头的心愿 那辆新车 也是我给雪岩准备的 请接受我真挚的爱吧 我会宠你一生 刹那间 全场引入了禁忌 每个人都和那个表白男一样 满含期待地 看向了美女总裁 那你怎么不送她一亿朵玫瑰 代表一心一意呢 如果三心二意的 光长长久久 有个什么 当看清那个男人的长相后 林帆冷冷开口 刷刷刷 她细血清冷的声音 迅速吸引来全场的目光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00 目前累计积分已达到10726 每一万积分额外奖励的惊喜香来了 你 怎么来了 看到林帆出现 顾雪岩冷冰冰的神情顿时一揉 走到她身边轻声问 心里莫名多了点安全感 我来保护好你 这颗大白菜 别被猪拱了 林帆的毒蛇 顿时把围观者笑喷 大家眼睛亮亮的 都露出兴致高昂的神情 知道有好戏看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00 目前总积分10926 每一万分可获取的额外奖励 万分惊喜香已发放 正被狂热追求者 搞得心情郁闷的顾雪岩 也有点忍俊不惊了 林帆这句话 不是洛洛昨天刚说过的吗 林帆可真会活学活用 那个跪地表白之人 正是昨天在普京温泉 曾和林帆暗中较劲的 御袍男李子豪 转头看见 鸡骂自己的人 竟是林帆 李公子很气愤 他皱眉从地上站起来 对林帆目录鄙夷 你一个孤儿院出来的农村穷学生 也敢不自量力地 接连挑战本少 知道后果吗 小屌丝 李子豪已经派人摸清了 林帆的底细 现在对他更为不屑 身为百艺企业的少主 比墨天宇更牛逼几个档次的存在 李大少自然不会把一个穷锅 放到眼里 林帆朝他翻了翻眼皮 撇嘴淡淡道 告诫你别和我硬碰硬 可能我会受伤 但你会丢掉命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10 哄 林帆似笑非笑的狂霸之言 令全场一片哗然 许多围观者都撇着嘴 对他露出不屑神色 认定这个衣着普通的穷学生 只是在美女总裁面前 吹牛皮罢了 你拿什么和人家豪门公子比啊 那张不知天高地厚的嘴吗 李子豪面露震怒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哼哼 林杂碎 你真是坐上天了 正想喊人来收拾林帆 却发现他的顾女神 已经踩着高跟鞋 转身离去 李子豪指的赞压怒火 起身追上顾雪岩 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雪岩 你知道 我已经爱上你好几年了 给我们一个机会好吗 他不顾美女总裁的羞怒 继续厚着脸皮表白 要不 你可以先考虑一下 但请把我送你的车子开走好吧 我都向朋友们吹嘘过了 如果送不出去 很丢脸的 他故作窘迫地说着谎 转身朝那辆 法拉利努了努嘴 唇角却控制不住地 掠过一丝音效 林帆正想护在顾雪岩身前 听到李大少这番表白 不由动作一致 豪门阔少求爱 果然好横啊 而且自己 又不是美女总裁的男友 接不接受谁的求爱 得由他做主 还是先静观其变吧 林帆双手插兜 闪身到一旁 转头望着顾雪岩的反应 得知这辆崭新的限量版法拉利F12 竟真是李大少用来向女神表白的礼物 刚才还难以置信的围观人群 顿时炸开了锅 我的天 简直毫无人性啊 99朵空运玫瑰已经很浪漫了 竟还要送八九百万的豪车 有钱就是任性 那个被表白的女人 真是幸福死了 换成我 马上就答应那个 帅气多金的李大少 并给她一个拥抱啊 大家围着顾雪岩和李子豪 叽叽喳喳一轮着 一些女孩子 更流露出浓浓的艳羡之情 不稀罕 你松开我 顾雪岩却对那辆豪车 视若无睹 她想抽回被李子豪紧抓的胳膊 却没有成功 脸色已经气得有点泛白 顾雪岩和李子豪是大学校友 她也确实暗恋顾女神好多年了 却一次次表白失败 因为顾雪岩了解李公子的顽劣品质 她看上去像个风度绅士 其实每个月都在换女朋友 还经常光顾灯红酒绿的幻场 不省雪岩 李子豪的情绪有些失控 体格健壮的她 把顾雪岩的手腕都捏红了 我再说一次 咱俩不可能 你快松手 美女总裁雨带怒气 翘脸上已经附了一层寒冰 我不介意你带个养女 快从你那段感情的阴影中走出来吧 做我的女人雪岩 你会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好不容易堵住梦中女神一次 李子豪哪肯轻易放手 听了她的话 顾雪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这个无耻的家伙 竟然把我调查了个底朝天 混蛋 胡说八道什么你 再不放手我报警了 她气得翘脸通红 却因为力气小 怎么都挣不开对方的大力拉扯 雪岩 我真的控制不住对你的爱 晚上经常梦到你 我 李子豪一边说着 竟向她美丽动人的翘脸上 强吻了过去 放开她 临帆看怒了 一个剑步冲上去 随手用黄瓜抽到她手上 哎呀 黄瓜并没有破碎 李子豪却感觉像挨了钢条抽打一般疼 当即嚎叫着 缩回了手 下一刻却发现 自己的手迅速肿得像面包一样 草 你他妈敢打我 李大少望着自己肿起来的手 震怒大骂 打你又不是第一次了 还没习惯 林帆冷撇着李子豪 皱眉鼻一道 作为失败的典型 李大少真是太成功了 一次次遭到血炎的拒绝 你还有脸来恶心她 一不小心她也跟着称呼美女总裁为血炎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60 顾血炎已经躲到林帆身后 听到她对自己的称呼 她长劫微微一颤 竟感到有 面颊发热 再敢骚扰我女朋友 老子饶不了你 既然都口误喊出血炎了 林帆索性把戏眼到底 直接以男友的名义 给美女总裁做挡箭牌 替她解围 顾血炎一愣 感到面颊更热了 但她只想尽快摆脱李子豪的骚扰 就没有拆穿林帆 就凭你一个穷逼锅 也敢吹自己是血炎的男朋友 李子豪被气乐了 不料 角色女总裁 却一把抓住林帆的手 面带红韵柔声道 别理她 我们回家吧 顾血炎的举止 不仅惊呆了李子豪 也把吃瓜群众看猛了 这个国民女神级的青城佳人 传媒集团海归女总裁 居然拉着一个穷小子的手 喊她一起回家 李子豪度火中烧 却因为怕顾血炎跑掉 而顾不上打电话喊人来搞林帆 你们怎么可能会是恋人 她就是一个穷官 嘴巴那么欠仇 血炎你一定是在用这垃圾气我 对吗 说这番话时 她已经底气不足 心在颤抖 李子豪不仅想到昨晚 顾血炎竟带着她女儿和保姆 亲自驾车到普京温泉 接林帆回家吃饭 而且 一向对自己充满敌意的小洛洛 见了林帆却举止亲密 这时 却见顾血炎紧攥着林帆的手 还任由她假戏真做 搂上了自己的仙腰 孤儿怎么了 穷又怎么了 我喜欢林帆的勇气担当 她身上的闪光品质 足可以把那些风流顽固二代 比到地下去 美女总裁目录比仪盯着李二代 与其冰冷而铿腔 好 这姑娘不光人漂亮 思想也很端正 围观人群中有一位老者 带头鼓起了掌 但令人尴尬的是 并没有几个人响应她 现场的年轻女孩们 反而还丢给老人一些白眼 显然 大多数人都更看好 那位白衣企业少主 帅气多精的李子豪 而对林帆目录轻蔑 毕竟这个社会是现实物资的 人们都一心向前看 听了顾女神的冷言冷语 又见她的柳妖被林帆搂着 李子豪怒急而笑 顾血炎 你的眼光还真是不寻常 这小子能给你什么 我能送你法拉利 花园大别墅 也可以出资帮助你们集团 度过眼下的难关 说到这里 她鼻的扫了一眼灵番 和情敌手中拎着的蔬菜 姓林的这个穷棍呢 你看看 她手里拿的是什么 几根烂菜 难不成 这是她要送给你的求爱礼物 听了李大少的话 围观人群中 爆发出一阵哄笑和热议 一个是全身大牌的豪门少主 出手就送八九百万的名车 一个是孤儿穷学生 把她卖了都不止几万块 他们根本没可比性啊 就是 方明远扬的顾清成 竟会看上那穷小子 眼睛瞎了吗 那样的寒酸鬼 根本就不配拥有爱情 换了我 肯定选择李公子啊 众人议论纷纷 并且都倾向于实力惊人的李子豪 毕竟贪慕虚荣 是人性的弱点 顾雪岩冷然扫视了一眼 身边的吃瓜群众 就拉起林番的手 往人群外面挤 却再次被李子豪 不顾一切拦在了身前 让开 他皱眉冷冷道 李公子急了 又想伸手拉住顾雪岩 死缠难打地求爱 却被林番一把推倒在地上 冷然教训道 看上去也是人母狗样的一个小伙 可惜是SB 雪岩都把话说那么明白了 你是龙啊 还是脑子进水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33 林砸碎你有种 等着吧 今天我 让你从中州彻底消失 李子豪气的面色铁青 当即打电话 赵猛人过来 这时林番子忽然想到 自己还有一个万分惊喜箱没开 系统军 打开那个额外奖励的大惊喜箱 我看看有什么惊喜 OJ8K 只停顿了两秒 系统就一改往日的淡定 轻声惊呼起来 哇 恭喜宿主 今天运气爆棚 祖坟上喷火 居然开出了西科斯机S76直升机一架 中了大奖 林番当然很惊喜 见李子豪打完电话 还敢拦在自己身前叫骂 就干脆牵着顾雪岩的手 冷撇着风流阔哨刷毒蛇积分 如果我哪句话说到了李大少的痛处 你就说出来 以后老子好集中火力攻击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56 草泥马 找死 李子豪气的浑身发颤 双拳怒气砸向林番的脸 却被林番冷笑抓住 差点把骨头捏碎 这下连围观群众都十分惊疑了 那穷棍是个憨货吧 都知道人家是百艺集团少主了 还敢动粗 老哥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照你这么说 富人打穷人 还不许反抗了 妾 装逼一时爽 转眼火葬场懂吗兄弟 那穷小子今天要惨 没错 李大少已经打电话喊人了 今天他和顾美女都调不调 据说豪门李家 不仅有拳王和特种兵保镖 还暗中豢养着一批神秘武者 为家族发展护航 大家坚信 他要想搞死一个穷小子 很简单 但就在这时 众人的头顶上 突然传来一阵异样的轰鸣 哒哒哒哒哒 只见一架崭新的银灰色直升机 威风凛凛降落在 博雅集团广场一块空地上 我累个去 希克斯基S78 而且是私人定制版 一个航空迷大哥惊呼着 率先围了上去 这款飞机刚上市几天啊 估计这是华夏第一架 听了那哥们的惊叹 一个妹子好奇问 啊 难怪这么气派 得多少钱啊 起码一个多亿 而且不光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厂家只接受优质客户的预定 比如犯过法的人 或者啃老的富二代 花再多钱都定制不到 一 一个多亿啊 还得正能量人士才能买到 厉害了我的哥 听了大家的议论 林凡心里也有点激动了 难道这架飞机 就是自己刚才开到的大奖 果然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起初看到李子豪那辆法拉利时 连他都觉得 那辆粉的车身颜色 还真正 流畅的线条 也十分酷帅 但现在 那辆跑车 与他身边的直升机一对比 就瞬间变成了 暗淡无光的小不点 这架银灰色飞机 时尚大气 极富质感 像璀璨的宝石般 耀眼夺目 无论是机身颜色 还是新颖的流线型设计 都散发着一种 射人心魄的尊贵气质 很多人已经围住这架 一亿多的奢华座架 掏出手机 咔嚓咔嚓自拍起来 他们要把照片 发到朋友圈去 惊呆小伙伴们 随后 大家眼含期待 望向舱门 等着里面走出来一个 超级高富帅 或者白富美 连李子豪也瞪大了双眼 望着这架全球限量版直升机 面露惊恶 李大少突然感觉自己 就是个 OB 土鞭 人家这才真叫 有钱有品位啊 光是 这架尊贵的空中座驾 都比自己家所有豪车家一起贵 但令围观者感到意外的是 从机舱里走下来的 并非气质滑贵的帅哥美女 而是两名戴着白手套 西装革履的精神小伙 他们款款走下闲梯 含笑来到临番跟前 低头躬身 躬躬静静道 家主 小的来接您和顾小姐回府 什么 围观者惊得眼珠子满地滚 这个刚被众人讥笑过的香巴佬 竟拥有全球限量版私人飞机 价值一个多亿 还必须是正能量人士 才能定制的 而且 那俩挺拔帅气的下人 还躬身喊他家主 如此年轻的豪门家主 放眼全世界 又有几个 从尊贵身份 到豪奢作驾 这个灵性小伙 都能甩礼二代好几条街啊 这个穿着普通的年轻人 也太深藏不露了 现在的神豪 都开始这样装逼了吗 明明是比李子豪 都牛气的豪门柿子 偏偏要打扮得很朴素 手里 还零一兜青菜 林帆微微点头 将那一兜菜 交到飞行员手中 对方小心翼翼弯腰接过 像捧着皇帝的玉玺般 神情庄重 卧槽 这真是个低调奢华屌炸天的画面 那个穷 不 那个低调的高富帅小哥哥 真是神人啊 刚才他也太能装了 福气 大写的震惊和福气 写在全场每一个人脸上 吃瓜群众心里都感到莫名的激动 脸上红扑扑的 林帆转头看了一眼 同样面露 惊讶的顾雪岩 又向飞行员 要来了 这架飞机的产权证书 和一张写有机舱密码 并捐刻着一个林字的金卡 他把这两样东西往美女总裁手里一塞 露出了阳光笑容 雪岩 谢谢你能冲破世俗阻力 爱上我这个寒酸穷小子 最近我赚了点小钱 特意为你准备了这件小礼物 好家伙 他还是寒酸的穷小子 赚一个多亿都是小钱的穷小子 谁他妈见过啊 这样一架崭新的私人定制商务机 在他眼里还只是小礼物 哥们 你真是个老凡尔赛啊 一瞬间 围观人群又沸腾了 什么叫大手扁 什么叫浪漫奢华 这才是啊 一架过亿的尊奢直升机 连同两名透着专业素养的飞行员 竟然都是人家灵绍 送给女朋友的礼物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现在在看李子豪那辆 八九百万的法拉利 跟这架全球限量版空中作价一比 简直就像那小孩子的玩具 突然显得很幼稚可笑 李子豪万没料到 他眼中的穷孤儿 竟会拥有私人飞机 而且这还是灵番 送给顾雪岩的小礼物 阔绍原本高高在上的冷脸 一瞬间憋得通红 眼中流露出浓浓的震惊和急怒 这也太他妈豪了吧 一出手 就敢送给女友亿万直升机的男人 放眼全球又有几个 李子豪想破脑袋都不明白 林番不过是一个郭儿屌丝 哪来那么多钱 面对这等好礼 顾雪岩也愣住了 他带眉青醋 迟疑着接过林番递来的飞机产权证书 和机舱密码卡 又展现出一抹喜悦的笑容 配合演戏道 嗯 谢谢你给的这份惊喜 哇 浪漫死了 好奢死了 美女 你还愣着干嘛呀 赶紧给男朋友一个拥抱啊 对 再来个浪漫热吻 这样的华夏好男友 去哪里找 一大帮围观人群 被这对情侣的高端爱情感染了 一时间画风骤变 纷纷起哄顾雪岩和林番 现场气氛被烘托的空前热脸 顾雪岩白皙光洁的瓜子脸 一片飞红 紧张地攥起双手 一颗心犹如小鹿乱撞 林番 我们快走吧 他低着头 用高跟鞋碰了一下他的脚 小声催促道 别害羞啊 美女 敢这么宠约友的实力帅哥 还换不来你一个拥抱吗 就是 要是我啊 马上给他一个长吻 让他甜蜜到眩远 围观人群 一边鼓掌起哄 一边紧紧包围着他们 大友不看到顾雪岩奖励男友一番 就不让走的架势 林番和顾雪岩 皱眉青醋 面面相去 李子豪则抬手制止了 他招来抱揍林番的口罩打手们 他需要进一步查实 秦迪的真正身份了 能玩得起亿万座驾之人 弄不好连他的豪门家族 都惹不起啊 帅气豪情的小哥哥 美女不好意思 你快上去亲他 一个围观女孩的起哄 引得大家笑声一片 李子豪看到这幕 脸已经憋成了猪肝色 林番把心一横 鼓足勇气 搂过美女总裁曼妙的身子 不 在他柔软心香的红唇上 亲吻了一下 演戏就要眼逼真 狠狠气一气 那个狂傲大哨吧 也好让李子豪彻底死心 以后离美女总裁原点 啊 顾雪岩猛了 继而翘脸通红 郊区微微站立 他瞪大了吃惊的美眸 转头盯着林番 脸上引现怒意 这可是他的初吻啊 虽然顾雪岩谈过一段 很短暂的恋爱 但这个思想传统的美女 也只和初恋拉过手而已 林番根本不敢看他的表情 而是强行搂着顾女神的柳妖 对围观者含笑道 我女朋友害羞 真要热吻 那也得等我俩回家关起门来 你们是看不到了 说话间就搂着他 挤出了嘴里 哦 欢呼起哄的人群 来到直升机前 林番又低头牵起顾雪岩的手 两人一起登机 这是一架超大型的商务机 里面有六个舒适座椅 还有小餐厅和盥洗间 休息室内更有整洁的软床 与顾雪岩坐上飞机 体会着他盘旋而上的奇妙感觉时 林番不禁在心里感叹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 原来商务直升机里面空间这么大 环境这么优雅舒适 地面上 李子豪和围观者一起拧眉仰着头 他万分不甘地目送梦中女神和林番一起远走高飞 李子豪把手中那树九十九朵进口玫瑰 狠狠摔到地上 又气急败坏地踩上脊脚 嘴里连连怒骂着 Fuck 最后转身钻进那辆法拉利 在众人的瞩目中狼贝逃 风流大哨求爱失败 开辆破法拉利 他就觉得自己拽上天了 就是 人家男朋友随手送的小礼物 都够买你那破车十多辆了 有些围观群众 竟冲着灰溜溜离去的李大哨 好一通敌 起初被他们惊现的法拉利 现在又变成了 根本不配开出来嘚瑟的破车 直升机上 顾雪岩落座后 急忙把产权证书和那张机舱密码卡 还给了林番 好了 戏演完了 谢谢你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清冷 翘脸上引现一层阴云 显然还在为刚才 被林番稀里糊涂夺走了初吻 而耿耿于怀 有多少出类拔萃的男人 做梦都想一尝 这位清澄美女的朱唇 却又遥不可及 林番倒好 刚认识 她还没两天 就把高冷女总裁 坚守二十多年的初吻 给轻松夺去了 顾小姐也知道 刚才我是在演戏帮你解围啊 不要那么小气嘛 林番轻拍她的香肩 低声劝慰 顾雪岩拍掉她的手 皱眉沉默了一会 又忍不住问道 这直升机是怎么回事 你哪来的 林番转头望着 闲窗外的大好河山 喃喃感叹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钱人啊 七 还装饰吧 顾雪岩撇撇嘴 露出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我赚给你几百万 够这架飞机的租金吗 眨眼说着 她就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要给林番转账 其实 顾雪岩是想借机报答她 对自己女儿的救命之恩 她也当然不信 林番会是什么影视豪门公子 真能拥有这样的定制飞机 美女总裁看过林番的身份证 直到二十多岁 她来自农村家庭 这么年轻的大四学生 随手就能赚上一个多亿 疯了吧 听到她的话 林番微微一愣 租的 瞧不起谁呢美女 我要是加班加点努力毒舌 这样的飞机 一星期就能赚一架 林番略显尴尬挠挠头 欣赏着身边的清诚家人 眯眼微笑道 不用 我不缺钱 其实我倒应该感谢你 哦 顾雪岩长睫毛扑闪 面露疑惑 身下 坐着私人定制飞机 又拥有了顾总裁 这样的白富美女友 我已经登临人生巅峰了 林番目光炯炯 看着她的俏脸 昂首挺胸 愁愁满志开玩笑道 顾雪岩很无语地瞥了她一眼 面颊微红 别闹了 总之今天的事 谢谢你林番 这个男人 昨天刚救过小洛洛的命 今天又替她解了位 但面对几百万酬惊 被人家骂作穷国的林番 却根本不为所动 顾雪岩心里对她的好感 不禁又增加了几分 同时 她也有点看不透林番了 这个黑眸深邃的男人身上 似乎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薄物 直升机哒哒哒哒飞行着 家主 我们去哪里 飞行员转头恭敬地问林番 别家主了 你们还没有出息啊 林番微微皱眉 这时她也犯愁了 刚才为了气那个花花阔哨李子豪 连系统军都配合自己装逼 还安排了两名专业飞行员 前来接家主和顾小姐回家 可现在 把这家亿万直升机停哪去啊 顾小姐 你家有停机坪吗 我先送你回去 林番觉得 豪门顾家财力雄厚 肯定得有别墅大豪宅 顾雪岩却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悠悠道 没 我家带停机坪的别墅卖掉了 不过我公司有 美女总裁的反应 让林番颇感惊讶 她不禁联想到 刚才李子豪向顾女神表白时 好像说 博雅集团在资金上遇到了难关 林番忍不住皱眉道 顾小姐 如果你公司遇到了什么经济困难 可以告诉我 哦 顾雪岩目录亚然 没准 我可以帮你渡过难关呢 林番认真道 文婷此言 顾雪岩不由心声极许感动 眼前这个嘴巴狠损的男人 却总能在某些时刻 给他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但她觉得 这是个玩笑 堂堂博雅集团 让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大肆实习生 出资渡过难关 呵呵 谢谢你林番 公司的事问题不大 我会处理好的 顾雪岩眸光彻亮地望着她 微微一笑道 林番本想乘着亿万直升机 和顾女神在中州市的上空多浪一会儿 薄篮脚下的山川河流 俯瞰云云众生 但美女总裁 还有个紧急会议 林番就让飞行员 把自己的豪舍坐驾 先降落到了 博雅集团的楼顶停机坪 见顾雪岩就要下机 去工作了 林番抓起那栋黄瓜递给她 邪妹一笑道 这是一个老大爷自己种的 纯天然蜈蚣害 吃了美容养颜 送给你了 顾雪岩脸颊一红 尴尬咬手道 谢谢 不用了 让她一个集团美女总裁 拿着几根黄瓜 去给下属们主持会议 那是什么古怪形象啊 林番不满地白了她一眼 语众心肠道 这傻美女 不用 你可以吃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70 What 故雪岩脚步一致 在机舱门口 皱眉呆愣了好几秒 当谎悟到这句话的 风骚寒意后 她的俏脸 一下红到了耳根 林番你可真 流氓 难怪人家将警化 受不了你这家伙 美女总裁转头 对她翻了个大白眼 面若桃花冷翅道 继而款款走下闲踢 头也不回地 掀手清晖 拜拜 望着她迈开大长腿 踩着高跟鞋 优雅离去的高挑倩影 林番心里 居然有点小失落 喂 雪岩 以后哪头猪再敢乱拱你 就给哥打电话啊 我保护你 她弯腰站在机舱门口 对下面的美女总裁 认真喊道 去你的 赶紧把飞机还给人家 租金很贵 长发飘飘的顾女神 转头瞪了她一眼 红着脸匆匆离去 林番坐回机舱内 又让飞行员载着自己 在天上浪了几圈 租金很贵 看不起谁呢顾小姐 我自己的飞机 想浪多久浪多久 最后让飞行员 把这个亿万座驾 降落在了五星级酒店的 收费停机坪上 下一刻 两名精神小伙 不翼而飞 林番揉了揉眼睛 满脸震惊 这就被系统收回去了 难道他们是虚拟人 传说中的NPC 自小养成了节约习惯的林番 连那豆黄瓜番茄都没扔 万一今天晚上 江景花幡然悔悟 打来电话讲和 邀请吴家可归的 自己回去睡呢 那林番绝不介意 亲自下厨 给他弄一盘黄瓜炒番茄 拎着菜步行离开酒店 林番准备去街上吃点东西 半路上 却看到四名高大健兽的老外 他们连说带笔话 用英文弹笑着 脏话连篇 旁若无人的傲然而行 今天这一战 我终于建设华夏功夫 全他妈花架子啊 太菜了 一个身高两米出头的英勾 比白人 口里喷着酒气 撇嘴对同伴说道 他还时不时地目录鄙夷 对街上的华夏人竖起中指 因为几人刚在酒桌上 与另外一些洋人舞者打过赌 人家说 华夏人不好惹 这几个狂徒很不屑 说他们 马上就赢下丰厚的赌注 哈哈 今天埃里克那一拳太帅了 直接把那个所谓的华夏高手 打得满地找牙 一个粗壮的黑人大汉 边说边比划着拳击动作 这时 更有一个金发 闭眼汉毛浓的家伙 当街用别角中文怪叫起来 我是马报国 魂元行一拳掌门人 装最牛的 闭 哎 最狠的打 我为华夏武术代言 哈哈 嘎嘎嘎 他对华夏功夫 阴阳怪气的公然辱骂 引得同伴们笑出了驴叫 路人听到这刺耳的叫嚣 纷纷对他们怒目而逝 这几个老外 也是来中州参加世界舞伯大赛的吧 太他妈狂了 肯定是刚刚赢了场比赛 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真恶心 小声点 没看那几个家伙 都体壮如牛嘛 一拳就能打别我们 街头群众 瞪着耀武扬威的洋人 低声议论着 咒骂着 但大家都是不懂武术搏击的普通百姓 哪敢跳出来得罪这帮凶神恶煞 老外们见状 就更狂妄得意了 他们对街上的华夏男人 竖起忠直挑衅 还对擦肩而过的美女们 做出了放肆下流的动作 并用别角中文 渐渐地喊道 性胆小尿 一起去酒吧玩啊 林帆眉头皱起 心生怒意 他把手里的菜兜 往路边尝以上一方 正要出手 教训这些步伐稳健的异国武者 却听身后传来一声尘鹤 敢在华夏武术之乡当街撒野 诸位很狂啊 话音没落 一道黑影 从林帆身边骤然飘出 挺身而出的 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精壮男子 他脸庞坚毅 步伐沉稳 穿着一身黑色练功服 这汉子比洋人们矮了一大截 却目录冷盲站到他们面前 毫无拒色 林帆能感觉到 他身上有一股武者的气息 好啊 或师父要出手了 就该狠狠教训这些洋垃圾 在我们华夏的地盘上 还敢当街嚣张 太欠揍了 还以为是一百多年前的 八国联军时代吗 草他大眼 围观群众义愤填膺 纷纷为黑衣汉子鼓起了掌 这时林帆才发现 不远处就是民生在外的霍氏武馆 一些和霍师傅相同打扮的黑衣青年 正从武馆中奔来 霍氏武馆的人身手厉害 又经常替弱者出头 行侠义之事 所以 他们在中州拥有极好的口碑 我是霍氏武馆教练 霍震东 你们敢当街辱骂华夏功夫喝 黑衣汉子刚抱拳介绍自己 却被那个两米多高的 阴沟鼻洋人给轻蔑打断了 霍 霍元甲吗 来吧宝贝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 你们的华夏功夫有多拉姐 阴沟鼻神情敌疑地说着 就主动跑到武馆前的空地上 勾手挑衅或师父 这个米国人和他的洋同伴 各个肌肉发达 人高马大 而且 他们都是来自各国的搏击冠军 和拳王级高手 阴沟鼻根本没把霍师傅 这样的黄皮肤矮子 放到眼中 见老外如此狂傲无礼 霍震东眸光见冷 当即握拳迎了上去 霍 霍师傅刚站到阴沟鼻面前 就感到脸前拳风呼啸 狂望老外的铁拳 已经朝他的面门砸来 攻势凌利 出招阴狠 但霍师傅也不是吃素的 只见他的身子以惊人角度 骤然向后一样 躲过这一拳中击的同时 又迅速起身 双拳指导对手的胸腹之间 砰砰 两拳连中 围观者正要欢呼 却发现情况不对 巨人般的阴沟鼻 连挨两拳 却只是眉头微皱 嘴角仍情着冷灭的笑 死 这家伙变态的抗击打能力 令围观者倒抽凉气 下一秒 霍师傅还没来及收拳 就被阴沟鼻 一拳轰在了头上 破 他被击倒在食部之外 当场口喷鲜血 昏死过去 阴沟鼻和他的老外同伴们 当即轻蔑摇头 嚣张叫骂了起来 垃圾 这就是你们的华夏功夫 哈哈 真他妈若报了 伸手敏捷有个屁用 你们这东亚病夫的小身板 都顶不住老子一拳 还有不服气的吗 一起上吧 我们还要赶时间去泡华夏妞 嘎嘎嘎 他们指着全场围观者 用羊枪怪掉的中文 狂妄大骂 不带临帆上前 或是武馆的人 已经把嚣张老外们围住 一起来吧 华夏菜币们 鹰沟鼻冷笑着 冲那帮习武之人勾勾手指 眼中充满了不屑 他的洋同伴 也对霍家弟子 做出了同样的挑衅动作 接着 四名老外 对阵九个霍氏武馆的人 现场很快传出 噼里啪啦的打斗声 和一声声惨叫 武馆的人虽然身手敏捷 招式灵活 但体格和爆发力 却与体壮如牛的外籍高手 悬殊太大 只要挨上老外一拳 霍家弟子 就会当场吐血倒地 转眼之间 激战结束 九个华夏舞者 皆被打得鼻断鼓裂 满脸鲜血 其中更有八人倒地昏迷 现场围观者 心如实坠 目睹同胞们的惨败 有几个女孩 都捂着脸气哭了 此刻 只剩下一个黑发黑毛的壮士青年 还在和老外拼命 她的鼻子和眼睛 都被打烂了 血流不止 却还在找阴沟鼻缠斗 亮出了不死不休的架势 眼看着黑衣青年 就要被阴沟鼻的铁拳砸死 林帆摇摇头 一把将他拉到自己身后 微微皱眉道 我来吧 看到挺身而出的林帆 四老外威愣 或是武馆的高手 都被他们打残一地了 眼前这个瘦弱的华夏小子 还敢站出来冲英雄 你他妈又是谁 不怕老子一拳把你打碎 阴沟鼻居高临下 盯着林帆 面带浓浓的鄙夷 这个米国佬 不仅是地下生死全滩的常胜冠军 还是柔道高手 高大健兽的他 自然不把林帆这个东方小不点放眼里 我本想用爱感化你们这帮畜生 看来行不通 那就四头一起上吧 现在有我这个华夏功夫的初学者 来教你们做人 林帆冷眼一扫嚣张老外 冲他们勾了勾手指 淡淡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6 还让我们四头一起上 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小杂种 老子一只手就能打抱你 阴沟鼻讲着半吊子中文 高大身躯 却像离弦之剑 骤然扑到了林帆跟前 又以迅雷之势 探出了如常人小腿一般粗的手臂 他想卡住林帆的脖子 单臂举过头顶 再狠狠把林帆摔到大街上去 两米多高的阴沟鼻 身手却十分敏捷 这一幕看待了众人 嗖 掌风划破空气 发出劲爆的呼啸 林帆却面带轻蔑冷笑 一动不动 快跑啊小伙子 围观者惊慌大喊 全场滑下人的心 此刻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眼看阴沟鼻布满长毛的大手 就要卡住自己的喉咙 林帆动了 脚下轻轻一滑 在闪过米国拳王致命攻击的同时 林帆骤然抬手 在他胸口轻轻一拍 仿佛春风拂面一般 碰 一声闷响传出 阴沟鼻两三百斤重的身子 竟如遭炮击般弹射了出去 又碰的一声 狠狠撞击在霍室武馆门前的石柱上 扑通 撞裂石柱后 头破血流的阴沟鼻重重 跌落在地 他双手捂着胸腹 嘴里狂喷出一条高高的血柱 那张暴力的恶脸 也在撕心裂肺的剧痛中 扭曲成了麻花 阴沟鼻只觉得 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林帆拍碎了 啊 什么情况 那小伙子 就是轻拍了阳公牛一下 怎么会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脸上涌满了惊骇 头骨和胸骨皆以断裂的阴沟鼻 满嘴堂血的经问林帆 你 到底是 是什么人 林帆从容地拍拍手 冷撇着米国拳王 嘴角勾起一抹灭笑 滑下第一吐狗圣手 功夫初学者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阴沟鼻目露惊恐 胸腹间又传来撕裂般的剧痛 使他惨叫着满地打滚 啊 你不是初学功夫的人 死啊 你 林帆一脚踏在他断裂的胸鼻上 使殷勾鼻的身子停止滚动 却更疼得他体弱筛糠 面色惨白 你你 你妈的头啊 你 滚回你的母国之好伤 多晒晒太阳吧 啊 闻此 殷勾鼻和他那几个吓傻的同伴 都面入疑惑 为什么要晒太阳 难道像华夏功夫电影中演的一样 他的手掌上进了毒 把自己晒黑 就没人看出你是白痴了 把你妈脸丢出国门的傻叉 说话间 林帆脚下不动声色的发力 咔嚓擦 阴勾鼻胸骨全碎 来不及惨叫一声 就当场昏死过去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八十 杀了这个华夏小杂种 另几名外籍高手又惊又怒 吼骂着朝林帆扑来 见米国拳王被林帆一掌拍飞 现在又踩碎胸骨 使他昏死过去 另三个黑人和白人老外 终于从惊骇中回过神来 他们嘴里怒骂着 目露凶光朝林帆扑了过来 这时 围观人群中 突然传出两道奸细的女声 敢死那华夏小子 勇士们 对 为我们的拳王埃里克报仇 林帆皱眉转头 只见两个身材苗条的白人美女 嘴里用英文尖叫着 挤进了人群 这两个米国女拳经迷 都是英勾鼻埃里克的粉丝 他们在华夏的京城留学 听说偶像要来中州打几天比赛 就专程飞了过来 见自己心目中的英勇拳王 竟被不起眼的林帆 轻松打残打婚 俩羊美女一脸惊木 他们蹲在英勾鼻身边 一边关心偶像的死活 一边举起粉拳 为三个老外鼓劲助威 看到那黑人壮汉 和俩白人高手 嘴里哇啦乌乌怪叫着 朝自己拳打脚踢而来 林帆却忍俊不禁 扑斥笑了 卧槽 这是海外版的黑白无常啊 他的感叹 令三个老外一愣 不明白林帆在讲什么 现场围观者听了 却笑成了一片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30 累计积分13782 大家万万没料到 面对三个异国猛人 杀鸡毕露的攻击 林帆居然还有心思开玩笑 原本血腥紧张的肉搏战场 转眼间仿佛成了 某一部搞笑电影的片场 下一刻 三名异国高手 看似迅猛如虎的杀招 落到林帆眼中 却总是慢了半拍 他在黑白无常们的包围圈中 闪转腾挪 抬手出脚 咔嚓 扑吃 林帆每一个扫腿或肘肌 都行云流水般 富有美感 三名高大威猛的洋人 眨眼间被干翻在地 捂着断手断脚 痛嚎翻滚着 黑白勇士们 爬起来继续 千万别退让啊 忍一时越想越气 退一步越想越亏 把嚣张老外干翻后 林帆还不忘 趁机赚毒蛇积分 自己的花园别墅梦 还没有实现 年纪轻轻的 不努力怎么行 你们一个个呲牙咧嘴的 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没关系 一会去医院接骨时 会更痛苦的 围观人群 被林帆的毒蛇逗乐了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感觉今天比过大年都开心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50 先前那个黑发黑毛的 霍氏无管小弟子 这时已经看呆了 他甚至忘记了伤口的疼痛 这四个连自己师父或震东 都不敌一招的海外猛人 却在林帆挥手之间 都像轻飘飘的指人般 飞出很远 接受重创 这貌不惊人 却威风凛凛 天下无敌玉树林峰的小哥哥 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啊 小伙子发誓 将来一定要弃暗投明 想办法拜林帆为师 若能像小哥哥那样 练成绝世神功 为华夏人扬威力万 才不负自己的七尺男神 见林帆三两下 就放倒了狂老老外们 围观群众当即鼓掌欢呼起来 今天真特么扬眉吐气啊 更有一些年轻人 来到躺地嚎叫的受伤老外跟前 面带怒涩 乱脚梯 草 草 让你刚才辱骂我们华夏功夫 让你冲我们树中指 还敢调戏我们女同胞 老子把翔给你们踢出来 他们每怒骂一句 就狠狠补上一脚 地上那些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狂霸洋人 此刻只剩下抱头惨豪的份 住手 你们这些无知的华夏人 太无法无天了 混蛋 知道在踢谁吗 敢招惹我们米国的冠军和拳王 你们简直不想活了 这时 那俩米国女留学生跑了过来 高傲扬起雪白的冷脸 指着众人用中文怒骂道 若不是一向瞧不起打女人的男人 林帆真想抽他们两个大嘴巴子 米国人 就高人一等了 和丢一 老子还来自四大文明古国中 朔国仅存的大华夏呢 纵使有上下五千年的豪横背景 我们都没骄傲 只有区区二百多年建国史的你们 又有什么资格嚣张 他皱眉上前一步 背着双手 挡在俩洋美女身前 直接顶住他们心高气傲的大胸 淡淡道 别以为你们胸大脸白 我就不舍得抽下去 老子发起脾气来 连自己都害怕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一十 看到林帆酷寒四刀的眼神 那俩自视高贵的杨妞 同时吓得娇躯一颤 但一想到自己背后的强国 两女的冷眉又挑到了天上 你 还有你们 今天统统都跑不掉 其中一个杨妞 对林帆和众人奸声叫喊道 对 你们必须要为打我们米国人 付出血的代价 他的美女同伴 也目光冷烈地发出威胁 这一下围观群众不干了 你们脸白就了不起啊 是那几个混蛋 先侮辱我们华夏人 和华夏功夫的 对 那几个垃圾 还当街调戏我们的美女 打死都活该 大家继续踢啊 那个黑鬼想苏醒过来 俩羊妞性碾元争 气得胸疼 我们现在就跟米国大使馆打电话 一女用别角中文冷冷说着 就掏出了她的苹果手机 你打吧 我们也向华夏公安机关报案 对 那几个洋垃圾寻衅滋事 我们属于正当防卫 米国使馆很了不起吗 小伙子不怕 我们都去给你作证 英雄打流氓 天经地义 俩羊美女气得翻眼跺脚 却又无可奈何 他们当然知道 狂妄嚣张的米国拳王们 刚才是因为挑衅和调戏 华夏人在先 才遭到毒打的 就算告到联合国 他们也没有理啊 性感小妞 你们到底还打不打使馆电话 不打 我可就拍屁股走人了呀 林帆朝他们翻翻眼皮 又伸了个懒腰 淡淡问道 你滚 俩羊妞对他怒目而视 异口同声骂道 其中一女 给地上的拳王们 打起了急救电话 啪啪 林帆忽然伸出大手 上前拍在了他们的翘臀上 掌声响亮 臀波荡漾 混蛋 你干嘛 俩羊美女大惊失色 林帆白了他们一眼 淡然道 我说到做到 拍屁股走人就是 他说的拍屁股走人 居然是拍那俩冷奥米国妞的 围观者愣证之下 忍不住哄笑起来 这哥们的操作 真骚气 林帆说完话 就在俩羊妞的目瞪口袋中 转身从地上拎起那多黄瓜番茄 潇洒 离去 吃瓜群众中 先后挤出两个人 悄然跟上了他 林帆拎着那多菜离开人群 见前方不远处的巷子口 有一家牛肉版面馆的广告牌 就静止走了进去 转身之际 却发现有一道人影 在自己身后忽隐忽现 鬼鬼祟祟 林帆双手插兜 停住了脚步 头也不回地冷冷道 敢跟踪我的人 可没有好下场 他的声音 虽不含一丝杀意 却令后面的人心里一颤 对方直接跳了出来 跑到林帆面前 扑通跪倒在地 竟是刚才那个 获氏武馆的弟子 他刚才拼死都要替师父报仇 纵视眼鼻受伤 满脸鲜血 都要找鹰勾笔打斗 这份英勇 已经给林帆留下不错的印象 先生 我也想像您一样强大 出人头地干一番大事 他黑发黑眸 身材不高 却很强壮 此时一脸恳求之色 好啊 有志气 林帆伸手把他拽起来 又奖励了一根黄瓜 淡然丢了过去 年轻人双手捧着黄瓜 童童双目中 引现泪光 仿佛 他从林帆手中接过的 是一根代表黄泉的权杖 最起码 他的分量 也不亚于天下第一大帮的打狗棒 这是先生认可了自己 才亲切地给了根黄瓜啊 我叫朱辉飞 希望能拜先生为师 但我知道 现在的自己还不配 您能 先给我留个电话吗 年轻人双手捧着黄瓜 头往地上猛一颗 传来冬的一声闷响 脸上受伤部位流出的血 躺了一地 除了师父霍振东之外 他还从未对谁 行过如此大礼 但今天 朱辉飞心甘情愿 拜倒在了比自己 稍大几岁的林帆面前 刚才林帆教训那几个杨拳王使 所展露出的高绝伸手 令他深深折服 看到这血淋淋的拜师场面 林帆不经皱眉 他伸手扶起朱辉飞 皱眉道 朱辉飞 好 这项远大的名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50 林帆把电话 留给了这个狂热崇拜者 让他赶紧去智商 刚打发走朱辉飞 一直站在巷口的那个中年人 也含笑走了过来 小兄弟刘伯 你刚才打那四个嚣张老外 我在车上都看到了 真帅 解气啊 中年男人儒雅体面 气语不凡 所以 你也想拜我为师 林帆眉眼微笑 轻轻握了握他伸出来的手 不不 在下自知不是习武的料 只是想结识兄弟 你今天可长了我们华夏人的志气 说着 他双手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唐山 中天国际集团董事长 这时 唐董事长又微一思索 从包里掏出一张黑色小卡片 这是我们集团的黑钻卡 当我送给英雄的一份博礼 聊表敬意 见对方态度恳切 林帆也不忍回绝 谢了 我叫林帆 没名片 也没什么礼物 来 吃根黄瓜吧 唐先生 接过那张沉甸甸的黑色卡片 林帆不在意地扔进了口袋 又很懂礼尚往来的 从自己手拎的塑料袋中 掏出一根黄瓜 递给了唐山 望着他钻进小面馆的背影 唐山手握黄瓜 按下决定 一定要把这个伸手惊人的小伙子 收为己用 若能请他出手 为自己包那个血海深仇 哪怕付出几十亿的代价 唐大佬都不带皱眉的 林帆狼吞虎咽 吃下了一碗浸道香辣的牛肉板面 叮咚 这时 微信提示音 响起 同学群有人呼叫自己 at林帆 你去吗 你去我就去 在群里喊自己的人 竟是笑话夜若曦 林帆虽然和叶若曦的老家在一个县 算是同乡 但人家父亲是中州市的官员 早已经举家搬到省城来了 一个是貌美如花的官家 金枝玉叶 一个是靠助学金贷款 才念完大学的贫困生 平时两人并没有多少交集啊 他不禁微皱眉头 翻看起了班级群的聊天记录 原来 是因为大家就要各奔东西 出去实习了 班长提议 这两天 AA制聚个餐 班里的富二代马坤 就豪气表示 AA制多丢脸啊 这场同学宴 由我来安排 但他加了一个前提条件 必须笑话夜若曦去 自己才会请客 同学们都知道 马坤觊觎夜笑话的美貌很久了 于是纷纷起哄夜若曦 请他到时候 一定驾龄同学会 不要冷了大家伙的心 笑话显然对马二代不敢冒 但又不想 服了同学们的面子 迟迟才在群里回了一句 林帆去他就去 并主动AA的林帆 虽然自己长相说的过去 又算是夜若曦的老乡 但林帆还没有自恋到 真以为眼高于顶的夜笑话 会暗恋自己 这个冒牌男友 老子不当 林帆刚想在群里回他一句 想用我做挡箭牌啊 不干 却发现富二代马坤 已经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他AA的夜若曦道 夜大笑话 你喊他干嘛 据我所知 这几天 林帆的娘家 就要举办三十周年募捐庆典了 他那么孝顺 一定会到孤儿院帮忙 说不定还要大手笔捐款呢 随后又补充一句 我爸当领导的商会 还收到了那家 孤儿院的募捐倡议书 直接被他秘书撕掉了 林学霸上学那么刻苦 怎么就不能改善一下 娘家人的生活 别让他们再四处乞讨 丢人现眼了呀 马坤说的倒是事实 当初把林帆养到八岁的 慈阳孤儿院 他每年都会回去探望 五天后 也正是慈阳建院三十周年庆典 到时候 爱心人士也会前往 对孤儿们做慈善捐款 林帆已经想好 届时 要给老院长夫妇 和孤儿院的小弟小妹们 带去一份大惊喜 但马二代的嘲讽 也太尖刻刺耳了吧 什么叫我娘家 你他妈就是想提醒夜校花 我是从孤儿院走出来的呗 一个慈善机构向社会募捐 怎么就成四处乞讨了 林帆面露不悦 当即艾特马坤 有马贵族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出场 小明不敢去叨扰 省下我那份饭钱 给自己买避雷针吧 再这么爱装 真担心你会造雷屁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33 听到系统提示音 林帆露出了玩味笑意 多从那二代身上 赚些毒蛇积分 给孤儿们买成礼物 它不香吗 于是又补刀了一句 at马坤 马富贵同学 如果我哪句话 不小心扎了您的信 对不起 我是故意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6 累计积分已达到15390 好家伙 这等于是 自己随手就在马二代身上 赚到了70万元啊 现在的总积分奖励 已经可兑换1500万财富了 传说中的千万富翁 竟来得如此轻松 你说气人不气人 看到林帆对马坤的毒蛇 刚才还热火朝天的群聊 突然陷入了死寂 大家都十分惊愕 一向低调的贫困生林帆 既不爱惹事 也很少在这个群里冒跑 今天他吃错了什么药 竟敢挑战马大少 在班上的权威 要知道 无论在社会上 还是在中州大学 马坤家都有着吓人的势力 敢和飞扬跋扈的小马总结梁子 林帆这不是找死吗 马坤更难以置信 林帆这个孤儿出身的穷学生 竟敢在班级群 当着夜笑花的面 黄对自己 他怒不可遏 直接在群聊里 发了条骂人的语音 草 林帆你他妈好嚣张啊 是不是被柳婷甩了之后 脑子受刺激傻逼了 你这是在作死 明白否 林帆也不示弱 当即在群里 回了条语音消息 你虽然是花钱进的中大 但好歹 也算个本科生 成天把那个脏子 挂在自己嘴上 味不味 天之大 大不过你 马富贵缺的那块心眼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90 这时 笑花叶若曦 给林帆发了条私信消息 是一个无脸 而笑的表情 随后 他又在同学群里 一本正经的 at林帆 好了 你们都别骂了 既然你不去 那我也不去了 全班同学再次惊待 一向性格清冷的夜笑花 今天又是怎么了 竟像穷小子林帆 主动士气了好 难道就因为 今天有同学说 一个家长做了面锦旗 送到中州大学 感谢林帆建议勇为 救了他女儿 林帆一向有正义感 这倒不假 去年夏天 为了逮那个跑到女生宿舍偷内衣的变态 他追了那家伙好几公里 还崴了脚 但林帆的嘴也损 平时没少得罪人 而且出身卑微 至今连工作都没着落 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小子 可追求叶若曦的富家优质男生 早已排成了长龙啊 那傲娇笑花 怎么会选中毫不起眼的林帆 见叶若曦在群里说 自己不去他就不去 林帆也是一愣 当即皱眉私聊叶笑花 美女老乡 你这是铁了心 要让我给你当挡箭牌 难道是想让我万箭穿心而死 你好继承歌的QQ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68 叶若曦回来的举起小锤砸脑袋的表情 又发来一行字 去你的 认真说呀林大侠 如果你不去参加这次的同学聚会 我真不去 虽然谈不上喜欢林帆 叶若曦也并不讨厌她 林帆学习努力 上大学这几年一直勤工俭学 人品让她放心 今天听说她见义勇为的事迹后 叶小花心里挺赶配的 所以 面对同学们的起哄 她就灵机一动 决定拉上林帆这个老乡 给自己当盾牌 以免被那些垂涎她美貌的色同学骚扰 还林大侠 你怎么知道疙瘩了 林帆有点莫名其妙 呸 不要脸 叶若曦娶一句 又回语音和她私聊道 还想捂着你的光荣世界 我都听说了 你小子昨天建议勇为 徒手接住个坠楼娃娃 大侠之名当之无愧 林帆微微一惊 得知有人跑到学校 给她送了一面锦旗 不禁面露疑惑 当即拨通了顾雪岩的电话询问 嗯 锦旗是我派人送去的 你的英勇事迹 为母校争了光 理应让中州大学知道啊 顾雪岩这样做 是想让校方把林帆的光辉事迹 写进档案 以便她好找工作 美女总裁悦耳动听的嗓音 让林帆心头麻酥酥的 聊了几句 她赶紧挂断电话 深怕对那个迷死人 不偿命的角色女总裁 中毒太深 再看同学微信群 马坤早已经恼羞成怒 小马总的梦中女神叶若曦 一直对她十分冷淡 却一遍遍主动 at林帆 校花居然还公开表示 林帆不去参加同学宴 她就不去 马坤气得只想摔手机 林帆一个穷逼孤儿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抢手了 你也配合老子抢女人 我呸 马坤当即在同学群里 add叶若曦 叶校花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可以大人大量 连孤儿也一起请 只要她赶来 明晚七点 围警国际大酒店 本少安排 她针对林帆的这段话 透着浓浓鄙遗和威胁 林帆很快回应 就明晚七点 围警国际大酒店 由我来宴请同学们 但不会给曾荫泡梁家妇女 而差点被打缺腿的人买单 别说我高傲 我只是拒绝与禽兽打交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四百六十六 啊 看到这段话 同学们瞠目结舌 班里谁不知道 马坤曾应在酒后 调戏一个角色美少妇 差点被人家老公 把腿打瘸 虽然事后 马家人势强凌弱 打折了少妇他老公一双腿 还把小两口 赶离了中中 但是 这件事 早已经成为马坤的污点 也是一块谁都不敢去接的 丑陋伤疤 林帆的这条消息 不亚于引爆了一颗核弹 群里沉默片刻 就骤然炸开锅了 马坤对他破口大骂 说见面 要废掉林帆 他的狗腿子们 也开始对林帆群起而攻 香巴佬就是香巴佬 林帆你什么素质 骂人不接短 吵架不翻旧账的道理 你妈没教你 就你个毒蛇臭屌丝 还要在围警国际 宴请同学们 你他妈知道 那里的最低消费是多少吗 真把牛皮吹上了天 林帆不爽了 刚才他马坤拿自己的前女友柳婷刺激人 接老子伤疤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装聋作哑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我可去你的吧 那丑事马少座都做了 为什么不能翻出来 吵架不接短 不翻旧账 你让我夸他的长处吗 对不起 老子没发现 让我帮他展望未来吗 抱歉 这样的人渣 未来指定很惨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恭喜宿主 累计积分已达一万七千八百六十 一想到自己 还得喜提别墅大豪宅 给孤儿院一致千斤的捐善款 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林帆决定再接再厉 至于明晚我在围警宴请的同学 可不包括诸位狗腿哦 在敌方乱糟糟的威胁叫骂中 林帆又抛给他们一手打油尸 人前溜须拍马 人后苦苦钻营 玉豪巴结如狗 玉鸣凶狠无情 无赖嘴脸漏尽 今生狗腿做定 林砸碎 你他妈等着吧 明天我让你下跪填老子的皮鲜 马昆怒不可遏 林帆坐在小面馆里 一直毒舌到半下午 见老板娘直冲他抛白眼 林帆才恋恋不舍收起手机 拎上那袋蔬菜 仰天大笑出门去 酸爽啊 吃一碗十六块的牛肉板面 竟在这家小饭馆里 赚了好几千点毒舌积分 套现成软妹币 那就是几百万 林帆心里忽然有点不忍 富二代马昆和他那几个狗腿子 今天给自己贡献了这么多财富 不请人家吃个饭 真的合适吗 太特么合适了 既然这里不宜久待 那就去找个咖啡馆办公吧 林总尚未成功 毒舌还需努力 他拎着一兜菜走在大街上 正必高呼为自己加油打气 路人纷纷侧目 怀疑这小伙年纪轻轻 就上学上神经了 林帆来到公交站牌前一看 离这里三站路 就有一家星巴克 他习惯性上了公交车 发现里面挺挤的 车上有个穿黑背心的纹身男人 一边肆无忌惮磕着瓜子 一边盯着车上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看 见纹身男把瓜子皮吐了一地 周围的乘客直皱眉头 但被他胸目一瞪 大家都吓得背过脸去 此人一脸恶像 前胸后背皆是骇人的纹身 一看就不是善茶 有个孕妇 上车后默默站在纹身男旁边 扛着大肚子的她 不一会双腿就开始打颤 林帆这才发现 纹身男坐的是孕妇专座 见纹身男对他视而不见 周边座位上又都是老人和孩子 孕妇忍不住窃窃开口 对不起 这位先生 我 我怀孕了 他婉转提醒 你怀孕关我屁事 孩子又不是老子的 纹身男扑地吐出一口瓜子皮 正落到 他孕妇装的腹部 很无耻地回道 车上许多人都皱眉看向这无赖 却又敢怒不敢言 听到这么不要脸的话 林帆面色微沉 正想着 怎么给这痞子点教训 手机突然响了 一看是95开头的营销号码 他本不想接听 但转念一想 何不借此来个好玩的 林帆按下接听键 手机里传来一道温柔女声 先生你好 我们这里是做股票推荐的 他也不管对方在讲什么 立马对着电话怒喊了起来 喂 王朝的虎哥 你们要来砍我呀 好 老子现在605路公交车上 快到星巴克了 我身穿黑背心 沙滩裤 戴着小拇指簇的金项链 胸前纹骷髅 脚穿灰拖鞋 有种咱马上开战 你们16个人 好吗 看他们谁先被砍死 挂了电话 林帆又装模作样 拨了一个号 喂 阿龙 带弟兄们到星巴克公交站集合 准备开战 听到这段狠话 文身男身子一将 瞪眼愣住了 王朝公司的铁拳虎哥 他久慕大名啊 做梦都想跟着人家混 却不够格 再低头一看自己 可不就是身穿黑背心 沙滩裤 挥拖鞋 胸前纹骷髅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20 此刻 文身男又惊又怒 公交车上的乘客们 不禁巧声议论起来 我天 那小伙子要和人血拼 而且还顺手挽起了借刀杀人啊 活该 谁让那文身男人 嚣张无赖 文身男拿不准 林帆说的是真是假 但一想到那些 关于虎哥的狠辣传说 他不由嘴角狂抽 面露惊惧 草 弱弱低骂一句 他急忙从座位上跳起来 快停车 老子有急事 那个挺着肚子的孕妇 终于抹着额头上的细汗 坐上了本该属于准妈妈的专座 对不起 到站才能下 司机头也不转 公事公办 我日啊 文身男急的跳脚 冷汗都从脸上躺下来了 他可不想被人当成仇家 不明不白的乱刀砍死 而且 对方可是大名鼎鼎的王朝狠人啊 幸好 星巴克之前还有一站 公交近站 车门刚刚打开的瞬间 求生欲极强的文身男 迅疾跳了下去 一溜烟跑没影了 闻得花里胡哨 其实是个草包 这你都信 林帆苦笑摇头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88 听了他的感叹 车上人长松了一口气 原来他与人火拼是假 用奇招替那孕妇出气是真 大家纷纷给林帆鼓掌 嘴里喊着小伙真机智哥们牛逼啊 星巴克内 林帆在窗边坐下来 点了一杯咖啡 慢悠悠地品着 附近桌上 有一对男女在相亲 女生不怎么漂亮 却很高冷 男生一副舔狗模样 韩小姐 我觉得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 还应该有诗和远方 相亲男服了服眼镜 认真说着 对面女生却对他目录鄙夷 林帆也轻声哼唱起了许薇那首歌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下一句 却被他篡改成了还有前任的结婚情帖 相亲男女瞪了他一眼 没理睬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20 你骑个共享单车来相亲 有去远方的路费吗 你写的诗能当饭吃 女人对男生轻蔑冷笑道 继而 他又补充了一句 想和我出对象 起码要在中周 有房有车有存款 我对男方工作没什么要求 公职单位就行 韩小姐 我们 我们正是花钱月下的浪漫年纪 别总提物资吗 不带势利女生 怒对这个文周周的男人 林帆都看不下去了 花钱月下 你花下月钱还差不多 听我拒劝兄弟 这女的不适合你 别在这听她一戏同臭话 浪费诗人半小时了 林帆撇嘴扫了他们一眼 淡淡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20 男人脸一红 指着林帆直瞪眼 你 你 女生也恼羞成怒 当即拍案而起 她伸手一指林帆 鼻翼冷笑道 哼 你算老姐 一看就是个穷鬼屌丝男 还有脸对别人指手画脚 为了喝那杯咖啡 你攒了几个月啊 面对势利之人的挑衅 林帆也想低调 但实力不允许啊 人生那么短暂 老子凭什么委屈自己给你脸 系统军 给我套现5000 毒蛇积分到支付宝 反正过几天 自己还要给孤儿院捐款 先把一部分毒蛇奖励 兑换成钱也好 林帆刚在心里下达指令 手机里就传出一串 哗啦啦金币入袋的脆响 您有支付宝到账500万元 这道轻量的女生提示音 有如惊雷落在安静的星巴克 大家都微微一颤 寻声转头 看林帆的眼神中 充满震惊和崇拜 难怪人家对人都那么淡定 低调神好啊 啊 相亲男女更是目瞪口呆 尤其那女的 见林帆入账500万面不改色 一副司空见惯的模样 她脸上却是红一阵白一阵 全身打了个机灵 势利相亲女摊坐在沙发上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个穿着普通的家伙 仅支付宝就能随便入账500万巨款 那她银行卡上得有多少钱啊 想到自己刚刚还击骂人家是穷屌丝 相亲女脸上火辣辣的 像挨了一记大耳光 她一把抓起自己的包 就想转身而逃 却又听见林帆淡然开口了 姑娘 你长得挺让人放心 却对男方充满了野性 这不科学 都说好看的皮囊两千亿万 有趣的灵魂药房要车 你又有什么呢 面对林帆猝不及防的灵魂拷问 相亲女当即一个猎钱 险些摔倒 你 疯子 没文化的爆发户 她羞愤地转身大骂一声 捂着脸跑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30 相亲难没去追纳女的 她在咖啡厅待坐两酒 才面带悟道者的心悦 起身向林帆拱手 目录感激道 大哥 听君一席话 令我头皮直发麻啊 林帆坐在星巴克 时而对对相亲者 时而给甜腻小情侣 浇盆冷水 期间还刷着微博和抖音 不断制造毒蛇神评 奋战到晚上七点多 她就把今天套现 那五百万软魅币的积分 给挣了回来 而且毒蛇总积分 所提升 已经变成了一万八千一百 在咖啡厅吃了份晚餐 林帆心满意足拎着菜离去 她乘车回到中州大学 所在的江滨区 决定在自己熟悉的范围 找家酒店主 林帆自然不敢回香张公馆去睡觉 顾雪岩那套豪宅礼 住着一个母师般难缠的暴脾气 性感景花 自己都对她有点阴影了 昨晚林帆的衣服 被江南偷光 今早自己又在女厕所 装忙人污蔑她 圆圆相报 何失料 这朵带刺的辣玫瑰 还是离远一点安全 经过霞飞路口时 林帆忍不住像别的男人一样 驻足向红灯驱愁了愁 不长的一条临江小道上 按摩店 足疗馆 KTV 夜总会灵力 灯光暧昧 美女成灾 小帅哥 过来坐坐呀 歌厅门口 一个苗条玉姐 说话间 有意无意的轻撩黑裙 露出两条白腿 寒娇待妹的招呼林帆 果然是玉姐有三好 啤酒 洗澡 吃嫩草 林帆努力把持着自己 男人有钱就变坏的冲动 不了 我还小 配不上小姐姐 你这把年纪 她冲那个三十多岁的漂亮 玉姐眨眨眼 礼貌回复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288 这时 一辆Jeep越野车 从林帆身边呼啸而过 但很快 她又掉头 从马路另一边开了回来 越野车 停在林帆斜对面 几十米处 车窗摇开一条缝 里面的人死死盯着她 见林帆在红灯区街口 犹豫徘徊了一阵 竟转身离去了 Jeep的人 恨得牙痒痒 有贼心还没贼胆 耸祸 你倒是去干坏事啊 被本姑娘抓个现行 看不让你脱层皮 锦花江南 愤愤地暗骂着 当即跳下她的Jeep越野车 向林帆扑来 没有罪证 就能轻易放过你小子吗 开玩笑 想到自己昨晚 几乎被林帆看得光 今早她误入女侧换衣服时 自己不仅没抓到这个流氓 还被她用脚勾倒在地 又遭这家伙 无耻反咬一口 说什么女警骗盲人 害得她 差点被热心群众 扭送回警局治罪 江南就气得咬牙切齿 林帆刚离开霞飞路口 进入一片路灯昏暗的地方 就感到身后骤然有一股冷风袭来 她面带不屑 轻轻侧身 让偷袭者扑了个空 转头一看 对自己下黑手之人 竟是麻辣浆景花 正要下班回家的她 今晚没穿制服 而是换上了一套舒适的警身休闲装 没了警服给人的压迫感 那白嫩肌肤和马尾变 小蛮腰与胸前壮美构成的曲线 更增添了几分娇俏和性感 与此同时 正在暗中跟踪着林帆的另一伙人 见半路上突然杀出个漂亮妹子 对他们王朝公司的击杀目标 展开了突袭 也不禁坐在那辆灰色越野车中 愣住了 林帆再次看到这个女冤家 不由眉头一皱 撇嘴道 我说江警官 你还没完了 就算咱俩有点过节 你也不能拿老子当结果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90 我就和你没完 连装盲人的损招都能想出来 你个混蛋可真卑鄙无耻 江南一脸羞愤地骂着 双拳紧握 衣服随时准备扑上来 捶死她的架势 听到这话 林帆不乐意了 你连偷光男人衣服的事 都干得出来 害我差点在街上我奔 戈略时小记 惩罚一下警戒女流氓 那是替天行道 林帆朝她翻翻眼皮 双手一摊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96 你他 你才是女流氓 你是流氓大混蛋 江南七的翘脸通红 波澜起伏 差一点爆粗口 但令这个暴脾气美女 感到意外的是 林帆并没有反击她 因为此刻 她灼热的目光 已经被江南气氛 耸动的胸脯牢牢吸住 你往哪吵呢 下流佩子 江南急忙向上 拉紧了衣服拉链 怒指着林帆冷喝道 说 你刚才是不是在侠飞路 干什么违法乱计的事了 找了几个女人 林帆急忙连连摇头 可不是那种人 你别血口喷我 不是那种人 刚才被一个女人 撩开腿勾引的时候 哪个下流鬼 经历了一番激烈思想斗争 江南冷笑出声 美眸中对林帆流露出鄙夷 林帆脸上一热 又尴尬地摸着后脑勺 邪魅一笑道 江警官成天跟踪我 也够累的 来跟黄瓜 消消气吧 说着 就撑开手里的塑料袋 把里面的黄瓜番茄 推到了锦花面前 江南拍开他的手 冰冷娇翅道 少来这一套 不吃 不吃 你可以用吗 弱弱地丢下这句话 林帆转身去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五十 不料 或许是美女锦花 对付流氓比较多的缘故 她的反应竟比顾血炎快 只愣神两秒钟 就把腿追起了林帆 你给我站住 王八蛋 不然我开枪了 怒吓之间 江南还真向 妖后的枪套摸去 下班时间 又不执行特别任务 江南当然申请 不到锦用真枪 但因为她脾气火爆 平时得罪仇家多 在老同事的善意提醒下 江南就耍小聪明 经常随身佩戴着一把逼真玩具枪 一旦她亮出警官正 再掏出沉甸甸的仿真手枪 还真没人敢怀疑是假的 林帆文声止步 自己虽有武技在身 但以目前的修炼 想夺子弹 还并非意识 转身看见江南腰间 还真有一把枪 她不禁皱眉 万一这火爆警花 真敢做出格的事 擦枪走火了 可不好办 江南见状 收了仿真枪 骤然跳到她身前 伸开双臂 拦住了林帆的去路 你到底想怎么样 林帆双眉微皱 对这个 简直是更年期提前的美女 一阵无语 她本拥有一副天使面孔 魔鬼身材 阴气勃发的俊美形象 比起大牌女星都毫不逊色 却偏偏是一副 冷眉冷脸的臭脾气 可惜了 江警官 你笑起来应该挺好看 何必成天怒气冲冲 这样不仅伤肝 也会导致内分泌失调 甚至影响下一代的 林帆正色提醒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你才内分泌失调 你全家失调 江南被气得翘脸低血 胸中更是热血翻涌 若不是这个贱人 救过小洛洛的命 她对天发誓 自己如果带了把真枪 也会按不住小宇宙的爆发 当场拨枪开保险的 放眼全中周 哪个男人又敢如此三番五次地 用行动 黄瓜和毒蛇 挑衅她江南 知道这美女身份背景的人 哪怕是警队的中年领导 都得恭维喊她一声难解呀 面对江南的反复纠缠 林帆终于目入厌恶 冷然骂道 不可理喻的东西 听了这句冷骂 就恨加薪仇 江警官的胸顿时气大了一圈 他嘴里喘着粗气 凤眸喷火成喝道 你才不可理喻 去死吧混蛋 怒骂间突然高高抬起右腿 要给林帆迎面来的 颇具杀伤力的跆拳道劈踢 江南的黑带水平 绝不是盖的 抬腿之高 攻击之快 令目睹此目的路人 都惊叫起来 我去 侠女逗流氓啊 那美女的大长腿羊踢么高 一看就是功夫辣妹 可惜穿了裤子 你穿裙子踢她不香吗 眼看江南的高劈腿 骤然朝自己头上爆踢过来 林帆脚下一蹬 后退避开 看在她是顾雪岩闺蜜 又和自己同居过的份上 最后一次面色微沉紧道道 别乱来 否则我报警抓你 哼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还用报警威胁我 看哪个警员来了 敢不帮我揍你个混蛋 江南得意冷哼道 虽然她知道林帆身手厉害 却料定她不敢伤害自己 何况今晚她身上还带着枪 当个女巡捕 就牛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你这叫仗势欺人 会对我们赋予的权利明白吗 林帆皱眉撇嘴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二百六十 就仗势欺人了 你个射黄流氓 现在必须跟我回橘子接受调查 刚才还气得翻眼的江南 这时突然有了一种报复的快感 她终于凭借工作身份 让这个没结操的家伙 知道害怕了 江南感到胸中恶气 在慢慢消散 林帆面色微沉 我远远看几眼女人 就射黄了 这也太霸道了吧 眼看围观者越举越多 当街教训身份特殊的她 显然不合适 何况彼此又是熟人 林帆眼珠一转 决定质赢这个凶大无脑的女人 打击一下她的嚣张气焰 让这暴皮青妞 以后再也不敢骚扰自己 告诉你江南 就算你用女巡捕的身份胁迫人 得到了我 也得不到俺这颗信 林帆忽然摆出一副委屈模样 拍着胸口 羞愤大喊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八十 啊 江南瞠目结舌 女巡捕是什么鬼 这流氓的无耻招数 又创新了 混蛋 你 她面色飞红 当场气节 林帆又大叫大嚷起来 我真有老婆了江南 求放过啊 你堂堂一个寻补界之花 天下好男人多的是 再说 插足者的名声 也不好听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九十 江南原本一阵暗爽的心情 骤然从云端跌进谷底 得意的表情瞬间凝固 她气得郊躯颤抖 一阵胸疼 围观人群听了林帆的话 都对她指指点点 巧声议论着 因为林帆的表演太真实了 而且她还喊出了美女寻补的名字 显然她不是第一次被骚扰了呀 围观群众皱眉议论起来 就算这小伙子模样还可以 但人家都说是 有父之父了呀 就是 你一个妙龄女孩 又何苦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呢 刚赶来的几个围观小青年中 有个打耳钉的黄毛 她很英勇地拍着胸脯 喷着酒气对江南邪笑道 美女你真不见脸 放开那个有父之父 想胖男人 你冲我来 黄毛的话引起她同伴的起哄 几个小青年都给黄毛竖起大拇指怒赞 这哥们牛啊 连女巡补都敢聊 早已羞怒的面色铁青的江南 闻声转过头来 看到她喷火的凤眸 黄毛浑身一机灵 但为时已晚 碰 来不及躲闪 她就被江南一个帅气的侧踢腿 狠狠踹倒在鸡米开外 捂着肚子倒地发出一串惨叫 看到猝不及防的一幕 围观者不禁后退了几步 对江南面露惊惧 这小妞看上去身材惹火 貌美如花 没想到 却是个狠角色呀 一脚踢翻黄毛青年后 江南胸中的怒火并未熄灭 你也去死吧 无耻混蛋 怒气翻腾的她 右腿一抬 闪电般提膝顶向临翻的肚子 临翻嘴角微扬 身子一攻 堪堪躲过狠辣的攻击 江南的反应却异常敏捷 一击不中 又顺势伸腿朝临翻胸口踢去 动作连贯利落 她料定临翻躲不过这招 会当场像黄毛一样 被自己踹翻在地 这女人有点伸手啊 临翻也忍不住按赞一声 她本以为 江南不过是会歇跆拳到花架子 这一脚的招式变换 却相当漂亮 而且力道十足 若真让她得逞 自己得进医院了 临翻当即探出一只手 很随意地捏住她的脚腕 又顺势一转 扑通 江南的身体 骤然失去控制 被她狠狠带倒在地上 弄得灰头土脸 若不是 看在顾雪岩的面子上 临翻手上稍微用点力 就够她喝上一壶了 我给你个警告 江南 临翻冷眼扫视着地上的女人 云淡风轻拍了拍手 一脸认真道 美女寻补凤木原争 面露一丝疑惑 将来你嫁了人 一定要对人家好些 她没钱花 你就给她赚 她不会做饭 你就做 因为哪个男人 娶了凶大无脑的你 已经是TM人生最大的悲剧了 临翻摇头叹息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00 累计积分已突破2万 第二个万分惊喜相来连 再次领略到 临翻深不可测的身手和毒蛇 江南撬脸寒霜 目露冷盲 你TM才凶大无脑 真以为本姑娘是吃素的 忍无可忍抱粗口的同时 她怒不可恶 拔出了腰后的仿真枪 江南正向枪指着临翻的脑袋 把她带到警局关几天 却听到不远处一条胡同口 突然传来了淒厉的尖叫 抓歹徒啊 他们瞧我的孩子 大家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年轻女人 跌坐在马路边上 手指着他们这边的方向哭喊着 一辆小破面包车 正往这边及时 车上有两名戴口罩的家伙 其中一人还在车窗外 亮出把明晃晃的长砍刀 她意在警告前方的路人 要命的 都不要乱管闲事 驾摩托抢夺女包和项链首饰的飞车党 凌翻倒听说过 但在城市偏僻路段的夜灯下 就敢公然开车 抢人家的骨肉至亲 这种人渣她 还是第一次见 凌翻眸光一寒 情急之下 已经身怀高超武技和些许真气的她 当即从兜里摸出几枚硬币 手腕发力 猛然治了出去 砰砰 扑吃 马路上那辆小爆面车的前轮胎 当场被刺爆了 见车子突然抛锚 抢娃歹徒抱着孩子跳下车 钻进了附近的小胡同 有几个勇敢路人拔腿就追 却看到另一个歹徒 从腰间拔出一把自制土枪 想死的就过来 畏惧于他们的凶悍 大家停住了正义的脚步 这里地形复杂 周围多是巷弄胡同 俩歹徒冲进四通八连的小胡同后 抓到他们的难度大大提升 江南单手握着仿真枪 毫不犹豫地追了进去 那俩凶徒体格强壮 又有刀枪在手 说不定连便包车都是抢来的 难道他们是最近新闻上悬赏的 那个流窜多省作案的亡命团伙 林帆也急奔了过去 他可不想让江南英勇牺牲 虽然他的脾气和身材一样火爆 这美女却具有正义感 又算自己的合租室友 林帆怎能见死不救 因为心中共存的正义感 林帆和美女景花刚才还在打架 现在又被迫跳进了同一战壕 林帆刚追过几个小巷口 就听到一条胡同深处 传来砰的一声枪响 他的心意紧 生怕是那俩抢孩子的亡命之徒开的枪 急忙进入那条幽深小巷 只见江南正单手举枪 抵在一个抢娃歹徒的脑门上 刚才确实是其中那名歹徒放了一枪 但因为紧张 没打中他 反而被江南狠狠踹倒在地 另一个家伙被他逼到墙角 无路可逃 面对江南黑洞洞的仿真枪口 他吓得赶紧扔了长砍刀 贴着墙举手投降 麻辣景花当即给他一个猛提戏 哦 那家伙一声惨叫 捂着裆部倒地翻滚起来 远远看到这幕 林帆不由皱眉倒吸了口凉气 男人那里一旦被江景花踢爆 疼痛程度不堪想象啊 此时 江南已经把那个被抢的男婴 夺过来抱在怀中 地上躺着的高个歹徒 头破血流 奄奄一息 身上则布满了女人的脚印 转眼之间 放倒了两个有枪有刀的家伙 而且 单手就能干翻一个手拿砍刀的汉匪 这美女的狠辣身手 让林帆颇感惊讶 但这还不算完 江南又抱着孩子 继续对倒地的俩歹徒 好一通狂窜 林帆感觉心里凉嗖嗖的 她怀疑着暴脾气女人 是把俩坏蛋当成了自己 在发现她刚才击聚心底的怒火呢 但就在她转过身 去踢那个很可能已经淡碎的歹徒时 已经被江南打个半死的高个子 竟不顾一切 爬到她那把自制枪之前 并把她抓在了手中 下一刻 她举枪对准江南的后背 扣动扳机 林帆和他们尚有一小段距离 扑上去救人 显然来不及了 她急忙抄起巷弄里的一根木棍 单手投掷了出去 嗖 胳膊粗的木棒一端 精准砸在歹徒开枪的那只手腕上 她疼得嚎叫一声 枪支落地 锦花转头一看 不由下的花容失色 她没想到 那个被自己踢个半死的汉匪 居然如此顽强 刚刚若不是林帆出手 那家伙的子弹 很可能已经打穿自己的后心 居然被这个无耻小子救了一面 美女锦花呆愣片刻 又把哇哇大哭的孩子 往林帆怀中一塞 来了剧 谢了 转身就去对歹徒施暴 她拿起林帆刚才投掷的那个木棒 对着开枪凶徒和同伙 砰砰砰一阵乱棍 当场打得他们吐血不止 面犯寒霜的江南 意犹未尽 又高高扬起木棍 要对高个子汉匪 来个当头棒击 抢人孩子 还敢朝我开枪 你个该死败类 林帆见他被怒火燃烧的 失去了理智 急忙劝道 喂 你可真凶大无脑啊 往他们身上垂就行 难道还要现场杀人 抢人家的宝贝 孩子是该死 但这歹徒若死在江南手上 他就成过施杀人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20 闭嘴混蛋 要你管 听见林帆又骂自己凶大无脑 将锦花凤木圆征 一脸羞愤 但接下来他还是调整了方向 把高高扬起的木棒 狠砸到歹徒身上 而不再是致命的头部 啊 对方痛嚎一声 我要你管 啊呀 江锦花每说一句我要你管 就在抢娃凶徒身上狠砸一棒 没几下 他就把那俩伤痕累累的歹徒 直接垂昏了过去 林帆很无语地瞥了他一眼 皱眉兔遭到 我怀疑上帝把智慧洒满人间时 唯独给您撑了把伞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5 江南没听太明白了 掏出手机瞪了他一眼 他直接给刑侦队长打电话 语气生硬地让对方派人过来 然后从林帆手上 接过哇哇大哭的孩子 冷冷瞥了他一眼 称怪道 笨蛋 连个小娃娃都不会哄 林帆不满地翻翻眼皮 皱眉眉好气道 那你来 你来 我又没生过孩子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60 你没生过孩子 本姑娘生过不成 江南差点气得背过气去 结果男婴的瞬间 忍不住在林帆脚上踩了一下 你真不要脸 咬牙切齿地说完 他又低头温柔地轻拍着男婴 嘴里乖哦 不哭地抚慰起来 林帆瞪大了眼睛 一脸惊奇 这个暴怒起来像一头母狮的女人 竟也有如此柔美 甚至闪耀着母性光辉的时刻 谁能把她娶回家 就凭那对饱满 将来孩子肯定饿不到 这时 那个被抢孩子的年轻妈妈 一瘸一拐地哭喊着找了过来 显然是刚才腿部受了伤 从江南手上接过宝贝儿子后 她扑通跪地 抱着孩子 被江南和林帆感激涕零 江南让母子俩 先去一个避风的地方 等着警车来 一会去警局录个口供 本想围上来看热闹的人 也被她劝走了 胡同身处的气氛 一瞬间变得有点尴尬 美女寻补干咳了一声 正色对林帆道 多谢你救了我一命 混蛋 林帆气得直翻眼 我真他妈后悔 就你这智商堪比北极气温的女人 就活了有个毛用 但凡是正常人 谁他们会称救命恩人为混蛋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88 收到积分她感觉不过瘾 又一本正经询问道 江南 你是不是觉得 昨晚洗澡时被我撞见 吃了很大亏 所以一直耿耿于怀啊 闭嘴 再提昨晚的是 我割了你的舌头 美女景花脸一红 像被踩了尾巴的小猫 其实你应该换个角度想想 自己身材那么好 皮肤那么白 却只能揽镜自赏 多可惜 你有一副美妙身姿 我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咱俩不是绝配吗 林帆邪妹一笑 盯着她凹凸有致的身子认真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江景花正要发飙 却听到刺耳的警笛声 游远极尽传来 不一会 三十多岁的刑侦队长 亲自率兵 把俩歹徒压上了车 他又冲江南竖起大拇指 面带恭维笑一道 难解威武 这次 你又立大功了 林帆从身上摸出一根烟点上 正要设了服役去 身藏功与名 却被队长急急追上来 喊道 喂 你等一下 林帆缓缓转身 面露疑惑 刑警队长握住他的手 目录赞赏道 小伙子 刚才同事江警官向我介绍了 你见义勇为的精神令人敬佩 回头 我们会给你申请嘉奖 不了 虽然像黑夜的萤火虫一样闪光 但我是个低调的人 林帆淡然道 队长愣了一下 苦笑摇头 继而就上了警车 压着汉匪离去 林帆和江南并肩走出巷龙 锦花看向他的眸光中 已经没有仇恨的怒烟 而是多了一抹欣赏之色 知道吗林帆 刚才我让同事一盒查身份 那俩抢孩子的凶徒 居然是流窜四省 钻多起的A级通缉犯 今晚多亏你帮忙哦 见林帆几次嘴角牵动 却不说话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锦花忍不住戴霉微醋 破天荒地对他声音轻柔道 有话就说啊 你扭捏什么 林帆猛抽了两口烟 这才慢条思理提醒道 其实吧 我感觉很多事不能光凭着胸大屁股翘 会点跆拳道就可以处理好 还是得多动动脑子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50 他当然是指刚才 江南永救那个被抢男鹰的事 美女锦花不顾对方有枪 就大无畏追进了错综复杂的幽生胡同 而不是小心追逐对方的同时 立即向警局求援 这很勇敢 但也显得激进无脑 制服俩凶徒后 他又在暴怒之下 差点打到人家脑浆崩裂 这很正气 也很凶大无脑啊 嗨嗨 你 江南猝不及防地闷咳了几声 差点吐血倒地 他那张刚刚才对林帆流露出一抹善意的俏脸 骤然间又随着眸光一起冷冽下来 如冰四双 林帆你什么意思 别以为救了我有功 就可以嚣张侮辱本姑娘 林帆同情地转头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那就当我没说吧 江警官 今晚我们怎么睡 看到他鄙视的小眼神 江南好看的口鼻中直喘促气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220 谁说要和你睡了 滚蛋吧 美女锦花伸手一直马路 冷冷怒对道 这时林帆对美女锦花伸手道 把顾小姐相张公管房子的钥匙 还给我 脱我的衣服 不和你计较了 江南朝他翻个白眼 抿着红唇陷入短暂的思索 见夜色深沉 他最终看在林帆刚救过自己一命的份上 咬牙道 要是不会给你 你可以跟我回去 暂时住那套房子 但如果再敢对本姑娘不老实 哼 说着 美女锦花拍了拍腰间的仿真枪 威胁林帆 大半夜的 江南也不想舍尽求远 回自己家住 而是想继续睡在闺蜜那套闲置公寓内 成交 林帆勾传一笑 上了他的车 这一幕 却把埋伏在路边不远处 一辆越野车内的几个人 吓了一跳 车内王朝公司的高手们 不由瞪大了眼睛 当其中一个头目 认出他们的暗杀目标林帆身边 站的人居然是江南后 当即掏出手机向上级汇报 龙眼 我现在跟踪那个 打残了莫绍和阿胡等人的狂小子林帆 却发现 他在和美女锦花江南在一起压马路 对 看上去还打情骂操的 而且一起回家了 对方听了 也不由一惊 那小子在和江南拍拖 撕 做掉林帆的事 暂时停手吧 缓一缓 江景花他爹的背景和脾气 咱惹不起 乡张公馆公寓内 林帆和江南进入了相互设房之夜 他反锁好了卧室门 还把衣服和钱包手机等 全部牢牢压在了自己枕头下面 江景花回到自己房间后 对林帆更是警惕 不光反锁上了房门 还用椅子从里面顶住 第二天 笑话叶若曦打来电话 林帆 我和同学们商量了一下 就按你昨天说的 今晚七点 大家到维京酒店去个餐吧 最好还是AA制哦 林帆明白 叶笑话这是怀疑 他这个贫困生的实力 不想花自己的血汗钱 他也更不愿接受 富二代马昆的宴请 好 林帆爽快答应 傍晚 维京国际大酒店顶层的旋转餐厅 马昆带着几个狗腿子 还有十多名男女同学早早赶到 再说一遍 今晚这顿饭我请 听了马二代的豪横表态 同学们纷纷鼓掌 感谢小马总的安排 这旋转餐厅的至尊商务包间 最低消费就要三万块呢 三 三万 也只有跟着昆哥 我们才有幸来一次如此高大上的地方 咦 咱们马总的夜笑话怎么还没到 他该不会爽约吧 同学们坐在豪华餐厅内 面带恭维笑容 与今天的男主角马昆聊着天 听到夜笑花几个字 马昆眸光一跳 伸长脖子盯着门口 面露可叛之色 此时 叶若曦开上他的小Polo 主动拐弯烧着林帆 来到位于江滨大道边的 维景国际大酒店 两人在地下停车时 林帆四下一看 哑然失笑 这不正是自己停放阿斯顿马丁的 那个地下大停车场吗 他正位于一座大商场 和维景大酒店的地下 林帆 以后麻烦你装箱店哦 省得那个顽固马二代 总是晚上打电话骚扰我 叶若曦面颊微红提醒着林帆 已经主动拉起了他的手 林帆坏笑道 呃 你入戏这么快的吗 亲爱的 当即牵起 他白嫩无骨的小手 昂首阔步走向电梯间 旋转餐厅的888毫包门被推开 见叶笑花 竟被林帆牵着手走进来 马昆和一帮同学 全都愣住了 他们万没料到 林帆这个孤儿出身的贫困声 竟如此不自量力 真敢挑战马二代 在班上无人敢撼动的权威 呦 林帆你不去孤儿院娘家帮忙 还真挡过来啊 马昆面露浓郁的鄙夷之色 冷撇着林帆道 马富贵同学 不要仗着自己长得又胖又丑 就真以为你是重量级人物了 我来请女朋友 和要好的同学吃个饭 你瞎凑什么热闹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00 啊 听到林帆义正词言的话 同学们惊呆了 听到林帆骂自己又胖又丑 还说他来瞎凑什么热闹 富二代马昆 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事实上 身高1.80里的马昆 虽是个胖子 长相也普通了点 但并不算难看 何况他浑身都是大排衣服 腕上带着百打斐力名表 豪气的包装 把整个人都提升了几个档次 看上去有些气度不凡 谁他妈又胖又丑了 林帆 既然你一心要做死 老子会成全你 现在立刻松开夜笑花的手 滚出去接受惩罚吧 马昆拍案而起 指着林帆吼骂道 夜笑花白嫩修长的御手 连自己都无缘碰一下 现在竟被个穷棍紧握着 林帆甚至还肆无忌惮 搂上了他的小蛮腰 马二代极度的双目赤红 他想把林帆赶离旋转餐厅 再找人狠狠教训 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当面指使人干林帆 他怕引起笑花的不满 这时 马昆那几个狗腿子 也一脸鄙夷的 帮主子对起了林帆 真特么不自量力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是什么身份 敢和我们小马总抢美女 可笑 林帆啊 你要是在中州 找不到实习工作 还是赶紧回农村吧 村姑更适合你的气质 哈哈 原本巧笑嫣然 和同学们打招呼的叶若曦 听到这些话 面色微变 马昆 你要是这么不欢迎我男朋友 那我们现在就走 说着 他就要拉着林帆 转身离去 小马总一看急了 立刻强斩笑颜道 别啊 叶笑花 我不敢这小子就是 只要他有打量坐下来 面对马昆的威胁 林帆魂不在意 他大马惊刀的落座 并示意笑花也坐下来 淡然一笑道 若曦 别让几只乌鸦的锅灶 影响食欲 点菜吧宝贝 今天我请同学慢 说话间 又冷眼一扫马昆和他的跟班 眯眼冷笑道 丑的人 是不是该换个地方作怪 别打扰我俩和同学交流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20 几个男女同学低下头去 脸憋得通红 差点笑喷 其实 他们早就看不惯 马昆的飞扬跋扈了 却又惹不起 见着嚣张二代 今天竟被贫困声 林帆队的面色发青 大家心里一阵暗爽 你请大家 呵呵 这里不是炸酱面馆 围警国际餐厅的包间 最低消费3万 真他妈敢吹牛 马昆赞压怒火 冷冷盯着林帆比一道 这时 他事先安排好的珍贵佳 被服务员陆续端上来 帝王县 鱼子匠 澳洲龙虾 神户牛柳 看到这桌豪宴 同学们瞪大了眼睛 嘖嘖嘖 大手笔啊 坤哥 这真是跟着马总干 不愁名门厌 牛逼 马昆的几个跟班 目露惊喜拍起了马屁 知道他们今天有口福了 这时叶若曦转过头来 对林帆富尔轻声道 不用担心 今天你这份AA制餐费 我来出 叶笑花铁了心不 接受马二代的宴请 这家伙仗着家里有钱 非要把同学聚会 安排到五星级的 围景国际大酒店 已经令他心生不悦 明知道 大家都是普通家庭的学生 你个顽固二代 在这里秀什么优越感 他感觉今天的聚会 已经有点变味了 若曦 同学们 快吃菜啊 哥今天点 这桌美食盛宴 可是围景的顶配 马昆抬手招呼着大家 根本不正眼瞧林帆一下 见自己做梦 都想推倒的美女笑花 静坐在了林帆身边 他心里十分恼火 马二代招呼服务员上了 几瓶红酒 又盯着叶若曦小剧规模的胸脯 色眯眯道 我知道叶大笑花 心高气傲 一般男人都难入你乏眼 更别说一个垃圾锅了 纵观全校 还有谁的实力 能比本少 更配得上你的美貌 不等叶若曦回话 他的狗腿子 又急忙帮腔 是啊 叶大小姐 听说 马总今天开来的 那辆崭新豪车 就是给未来女友准备的大礼 一名来自中州市的女同学 听了这话目露兴奋 轻声惊呼起来 哇 我来的时候 在地下停车场看到了 是那辆保时蓝色的 阿斯顿马丁限量版吗 同学们听了 也都大吃一惊 传说中的阿斯顿马丁限量版 那可是千万级的奢华轿跑啊 小马总果然好横 谁能成为你的女朋友 那真是幸福死了 大家叽叽喳喳感叹着 看向马坤的灼热目光 简直不要太崇拜 啊 哈哈 小意思了 马坤有点骑虎难下 咪惊一笑含糊道 其实 他开来的 也是一辆崭新轿跑 但150万的价格 与阿斯顿马丁相差甚远 临翻眉头微皱 感觉有点恶心 刚才和笑花去围警的 地下停车场放车时 他已经扫尸过 除了自己那辆阿斯顿马丁 哪里还有第二辆 抱歉 最近我的精神洁癖 越发严重了 听见二代炫富就反胃 何况有人明明很傻逼 还觉得自己多牛逼 受不了受不了 先去一下洗手间 临翻拱手给同学们打个招呼 起身出去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叶若曦也皱眉追了出去 还拎上了包 喂 临翻 你是不是想半途撤退啊 那一起 临翻边走边摇头 来都来了 干嘛要中途撤退 我真去厕所 要不要一起 见他伸手指向了南厕所 笑花翘脸一红 去你的 流氓 他从洗手间出来 却左等右等不见临翻 这时他去前台结账了 小姐你好 888包房的 我先结大部分账 姓马那或和他朋友的 由他们自己结 临翻说着 从裤兜里掏出手机 却不小心带出一张黑色卡片 掉在了地上 看到此卡 前台美女大惊失色 他匆匆帮临翻结了账 就赶紧把这个惊人大发现 报告给了上司 见临翻终于回到了餐厅走廊上 叶若曦一边抱怨他乱跑 一边把自己的女包递了过去 抱我背着 里面有两本考验资料 太沉了 主要我穿不惯高跟鞋 临翻皱眉接过他的包 在手里颠了颠 嗯 确实挺沉 说着 又帮笑花挂回他乡肩上 叶若曦一脸猛逼 哈 这是什么操作 换做别的男生 能帮本姑娘拎包 那是一种天大的荣幸好吗 他白了临翻一眼 正要骂他没情伤 却又迎来了一句补刀 叶笑花 你这身材苗条是苗条 但有点弱不经风了 回头哥送你一对哑铃 好好健健身 练练胸肌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80 累计积分23200 另外提醒您 第二个万分惊喜箱尚未开启 叶若曦脚下一个亮呛 差点被林番的毒蛇惊倒在地 而且他说这话时 还色眯眯盯着笑花那双 不算太怂挺的小山丘 大流氓 我打死你 叶若曦脸上热啦啦的 当即追着林番 粉拳乱锤 两人回到888包房内 一个懂车的同学 开始借机在美女们面前卖弄 听说阿斯顿马丁的性能和舒适度极好 发动机转力强劲 小马总 你啥时候能让我们也做做啊 马坤轻蔑瞥了他一眼 开始云淡风轻的装逼 阿斯顿马丁的动力 来自于手工打造的自然吸气7.3升 V12发动机 最大输出可达到470匹马力 峰值扭力为600nm 具有超高的性能和惊人的灵活性 对于这款他梦寐多年的豪车 小马总讲的头头是道 一些拜金同学看向他的目光 顿时变成了仰视 小马总口中那些专业术语 更听的女同学们一愣一愣的 见叶若曦不说话 只是微露惊讶 瞥了自己一眼 又优雅地夹着菜 和身边女同学聊就业和考研的事 马坤欣喜之余 又颇感失落 自己都不惜吹出千万豪车了 还不能不得美人一笑 林帆那穷小子 何德何能 居然让叶笑花像喝了迷魂药似的 连上卫生间都跟着他 操 马坤心中万分记恨 他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笑意 盯着林帆轻蔑讥讽讽道 你竟然敢冒充叶笑花的男友 想必也有和他门当户对的资本 不知今晚打算开共享单车送他回家 还是电动车呢 他的话引起一片哄笑 哈哈 马总太幽默了 林学霸最擅长开共享单车了 价格实惠 跑得又远 林帆微微皱眉 冷眼扫视着他们 开启了毒蛇模式 有些人的魅俗是骨子里的 开水烫都烫不掉 棒个无脑顽固当大哥 就沾沾自喜了 那是你们没见过影视豪门大爷的优秀 我伟大起来 一发不可收拾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00 还有关于阿斯顿马丁的数据 诸位是多少年前在度娘上看到的 那么落我的老资料 也有勇气当众被出来炫耀 真遇到马丁的车主 人家会替你们脸红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00 叶若西转脸望着一反常态的林帆 眸光亮晶晶 但随后 他不禁又柳眉青醋 这小子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勇猛和犀利了 真不怕被恶名远扬的马二代 和他的狗腿子们打残啊 与此同时 旋转餐厅的美女经理 万分小心地拖着一个酒盘 优雅走向888宝房 看到这幕 眼见的董酒之人 目瞪口呆 来维景国际酒店 这个顶层餐厅吃饭的 都是些身份显赫之人 但纵使如此 那些衣着不凡的时刻 还是被美女经理拖盘上的酒吓了一跳 天哪 酒王之王百图斯 一要就是两瓶 看到标签没 还是五十年教藏版 一瓶起码要上百万 我的天 难怪能让美女经理亲自端酒 哪位也这么好横啊 他们巧声议论着 忍不住悄悄跟到888毫包门前 一窥里面的神仙级人物 却惊讶发现 里面坐的 只是一帮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这时 只见美女经理韩笑走进888包间 小心翼翼把酒放到大餐桌上 各位贵宾 晚上好 这是我们集团董事长让送来的五十年百图斯 请诸位慢用 彬彬有礼的低头说着 他又亲自起开两瓶养酒之王 神色凝重的道路行酒器 豪华包间门外 那几个已经顾不得体面的精英人士 又忍不住窃窃私欲 哪位小爷这么逆天 能惊动他们总集团的董事长 送百万酒王 起码是市长公子级别的 围警可是百亿上市企业 年纪轻轻的 谁能够得上和他们董事长交朋友 别拉我兄弟 我要和里面那位小爷拜把子 以后在中州横着走 您喝高了吧李总 横着走那是螃蟹 888包房内 同学们早已目瞪口呆 一片寄人的现场 轻易就能听见门外的低声议论 百万一瓶的陈年百徒斯 大家更惊了 那这两瓶酒就是 就是二百万啊 死 咱们谁有这么大面子 竟能让围警董事长献酒 听着同学们的惊叹 马坤同样张大了嘴巴 他家不过有个几亿资产 别说百万一瓶的酒王之王 就算十万一瓶的82年拉菲 马少爷只品尝过一次而已 此刻 他的狗腿子 扫尸一圈在座的同学 忽然一拍脑门 惊叫起来 除了咱家小马总 谁能有这么大面子 我可听说 马叔叔的企业和围警 有业务往来 众人恍然惊醒 是啊 在座的 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 就算那几个富家子女 家庭背景 也都比马坤差好几个档次 除了他威风八面的 小马总父子 谁能结交得上 围警国际的董事长 人家可是百亿身家的豪门之主 省人大代表 据说家里 还有军方背景 围警国际这座五星级酒店 也只是他集团旗下的 众多产业之一罢了 听了跟班的话 马坤猛一愣 继而面露狂喜之色 没错 自己老爸 做的大牌家剧集团 曾经标过 围警国际酒店的项目 虽然最终没被选中 但他和父亲 有幸参加过围警的年终酒会 马坤还真亲眼看到过 那位低调儒雅的董事长呢 但没想到 那位伯伯 竟如此大气和客气 居然会留意到 自己这样的小年轻 出手就送了两百万的好酒 他感觉自己的身子 瞬间变得轻飘飘的 如坠仙境 连被林藩反对的火气 也几乎烟消云散了 姓林的这等蝼蚁 又算跟鸡毛啊 在牛叉老爸的影响下 本少已经结识上 那位家资百亿的传奇伯伯 今夜之后 自己将名贯中周 成为年轻人 无不景仰的存在 把垂涎已久的夜大笑花 骑在身下 或许也就是今晚的事 马坤双眼放光 憧憬着未来 豁然起身 向那位正在给大家 真酒的餐厅女经理 伸出了颤抖的双手 谢谢 谢谢 请转告伯伯 小侄十分感谢他的盛情 美女经理一愣 轻轻握着马二代的手 展颜一笑道 哦 您就是林先生吧 刚好董事长今天来围警了 等他接待完一个客人 就会清零陪酒 林先生 马坤和众人同时皱眉 静 包间内突然陷入尴尬的寄人 每个人脸上 都写着大大的问号 这时 林藩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 低头一看 他不禁摇头苦笑 刚才还激动到声音颤抖的马二代 接下来怕是要哭啊 听餐厅女经理 喊自己林先生 马坤和同学们都一愣 他转面想 肯定是那位董事长 伯伯贵人多忘事 记不清自己的姓氓 但人家能记得 他们父子的存在 主动送明酒来 已经让马坤感动得机遇落泪 这时 却见林藩冲女经理微微一笑 平静开口 谢谢你们董事长 对本人的错爱 但别想用金钱来践踏我的才华 我是他聘用不起的人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70 林藩刚才收到一条送酒之人的短信 对方说 看上了他的身手 有意把林藩留在身边工作 年薪千万起步 他一口回绝了 自己又不差钱 干嘛给别人打工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 听了林藩的话 美女经理忍俊不惊 玄机又正重点头 宫镜退出了888豪华包房 大家面面相去 现场陷入一片死寂 但只过了短短两三秒 吵 吹牛逼如果收税 你特么得倾家荡产啊 人家高层人士之间的交往 管你一个穷孤儿毛氏 脸呢 马坤和他的狗腿子 当场面露鄙夷骑骂道 林藩一个连工作都没找到的穷小子 能结识到 维警国际上述集团的董事长 还说人家聘用不起他 呸 做你的白人梦吧 但很快 众人又面色一沉 皱眉陷入了惊疑 888包房内 可不就只有林藩一个人姓灵吗 难道这两瓶价值200多万的神秘好礼 真是维警国际董事长送给他小子的 这怎么可能 正当众人疑惑不解 林藩慢悠悠端起百徒丝养酒 品了一口 虽然入口柔滑醇厚 但这酒下咽太烈了 仿若一团火在胃部燃烧 见同学们也都喝不习惯 他就挥手对服务员说 既然小马总和跟班都觉得 这酒是送给他们的 那就全给他们喝掉吧 浪费可耻 服务员微笑点头 当即把两瓶酒王拳倒进分酒器 端到马坤和他的跟班面前 哈哈 一听是百万好酒 穷碧官当场吓怂了 在咱两辈子前 你他妈喝得起吗 马坤春风得意 摸着他油亮的头发 端起酒杯和狗腿子们畅饮 尽管辣得喉咙颂颂 下咽到肚子里如一团火球 当着夜笑花的面 酒精上头的他还是故作轻松 来人吗 就要喝醉裂的酒 追求最美的妞 哈哈 若曦大笑花 回头我给你引荐那位董事长伯伯认识 人家可是百一企业掌门人 省人大 打住 咱俩没那么说 还是喊我全名吧 我也不想结识 你的豪门伯伯 叶若曦声音冷淡 当场打断了马坤 他对这个贱美女就泡 还曾多次抢别人女友的顽固二代 印象很糟 林帆则斜撇着马大少 撇嘴讥讽道 我看马大少还是喝醉裂的酒 搂醉野的狗 更合适些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马坤当场拍桌子发飙 这时 却见一位气宇非凡的儒雅中年人 成专用电梯出现在旋转餐厅 餐厅里不少有头有脸的顾客 都久目此人大名 纷纷起身恭敬问候 此人正是唐山 围警大酒店所属的中天国际集团 由他一手缔造 那天在街上 唐山看到林帆收拾嚣张的外籍舞者 对这个年轻人欣赏有加 还送了林帆一张中天集团的黑钻卡 在美女经理的陪同下 唐山迈着稳健步伐 微笑走进了888毫包 唐 唐伯伯 您真来了呀 看到这位传奇大佬现身 马坤激动的眼眶发红 他急忙起身奔过去 伸出颤抖的双手 声音竟有些哽咽 唐伯伯 我是马天权的儿子 小马呀 不料 唐山只是向征信 浅握一下小马总的手 微微点头 就主动含笑伸出手来 静止走到林帆面前 一脸真诚道 欢迎林先生大驾光临 怎么样 我让下属送来的百图丝 还喝得习惯吧 刚才 前台美女看到林帆 掏掉在地上的黑钻卡 吓了一跳 这种卡内含一千万充值金额 皆由董事长亲自赠送给重量级人物 放眼全中周 也只有四五张啊 持有人在中天集团旗下的酒店 商煞 车行 楼盘 夜总会等 均可刷卡消费 它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并非有钱就能买到 曾有豪门世子 愿花三千万 买中天的一张黑钻卡 彰显身份 都未能如愿 所以 前台美女非常吃惊 这种至尊贵宾卡 怎么会跑到一个穷小子模样的人手上 他急忙向上司汇报 怀疑 是林帆捡了谁的黑钻卡 情况层层上报给董事长后 唐山从监控中看到 持卡人是林帆 不由笑了 这才安排人送了两瓶好酒 他想给足林帆面子 然后让这个身手骇人的小伙子 为自己所用 去报那个血海深仇 这时 林帆微笑起身 与唐山握手道 谢谢唐董事长厚爱 但我喝不惯洋酒 接着又指着马坤 话锋一转 不过 这位豪门同学说 他最喜欢喝烈酒 再给他们加几瓶百图丝 和最贵的福特加吧 对了 如果拿小马总当人看 一定要照常收费 否则 他会大发脾气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80 听了林帆针对马坤的话 唐山董事长点点头 又对餐厅女经理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事业做到他这份上 早已经活成人精 岂能看不出 林帆和马坤一伙不对付 马坤傻了眼 他和跟班们 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 各个面色煞白 那可是一百多万一瓶的 酒王之王啊 光那两瓶 就够他们喝一壶了 还要加酒 来让自己消费 但面对唐董事长 不怒自威的气势 以及叶笑花的冷眼旁观 他竟没有勇气开口拒绝 而是陷入了一种 怅然无措的猛逼状态 这位嚣张二代 和他的狗腿子们 此刻都心如实坠 原来 香巴老林帆 真的认识唐大佬 那两瓶酒王 也根本不是 送给他小马总的 包间里的同学们 包括叶若曦在内 早已对林帆惊为天人 看向他的目光中 充满了疑惑和震撼 大家想破脑袋都不明白 这个孤儿出身的贫困生 怎么会在转眼之间 成为唐山的座上宾 那位身价百亿的大佬 可是跺一跺脚 就能在中州 引起地震的人物 见林帆喝不惯烈酒 唐山又吩咐人 送来几瓶口感绵软的 豪舌甘红 陪他和同学们喝了几杯 才与林帆握手道别 酒足饭饱 林帆牵着叶若曦的手 与同学们离开餐厅 马坤和跟班们 也要起身离去 却被几名黑西服 大保安拦下 先生 刚才加的酒您没喝 一共只消费两瓶百图丝 二百三十万 另外 您几位的餐费 林先生也没结算 马二代的脸 当场就绿了 虽是富家公子哥 但他每月的零花钱 也就十多万 他们辩论 哀求 甚至挤出几滴鳄鱼 泪装可怜 却都无济于事 酒可都是猪未喝的 想在围警国际吃霸王餐 那是嫌命长了 面对一群黑衣大汉的冷冷威胁 马坤吓得浑身站立 结果 马坤几人掏光积蓄 透支完信用卡额度 又在手机上借了网贷 才勉强凑出二百万元 被旋转餐厅放行 下电梯时 马坤面白如纸 双腿发软 姓林的杂种 老子绝不会放过你 他目光阴冷 咬牙怒骂道 此刻 小马总心底又充满了惊骇 临翻那个穷逼孤儿 怎么就一步登天 成为了大老唐山的朋友 不是坤哥 您连千万豪车阿斯顿马丁都买了 今晚这二百万九千 还让我们跟着借网贷 这 一名狗腿 开始怀疑主子的实力 撇嘴委屈道 马坤面部抽动 狠狠瞪了跟班一眼 来到地下停车场 却见临翻上了叶若曦的小坡落后 车子发生故障 走不成了 车轴出问题 就好比人的腿舌了 你让我怎么开啊 面对临翻的催促 叶若曦有些沮丧的嘟嘴抱怨道 其实我的腿 也有点小问题 每当路过足浴殿 按摩殿 夜店就想自己跑进去 结果还不是 都被主人死死控制住了 不行就换我来开吧 临翻阵阵有词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315 马坤见状 不由露出一抹鄙夷冷笑 沉重的心情顿时有所好转 哟 刚才还在旋转餐厅充牛人呢 连唐董市长都认识 厉害啊 这腰牛叉的人 连他妈一辆小破车都没有 真好意思舔个脸 吃一个女生的软饭 我要是这样的垃圾穷逼 早买块豆腐把自己 死了 小马总和跟班你一言我一句 朗声鸡骂临翻 这二代之所以恢复了嚣张 是在看到美女笑花时 她才恍然想明白 叶若曦的父亲 是中州官员啊 今晚临翻又冒充笑花的男友出场 那他们一定是通过叶家的关系 才让唐山那么给临翻一个香巴老面子 所以 此刻马坤感到自己 被深深愚弄了 他要揭穿 临翻一穷二白三下见的真实身份 见他他的尊严 在女神和兄弟们跟前 挽回些面子 临翻转过头来 皱眉轻蔑道 天晴了 雨停了 你又觉得你行了 刚才那两瓶酒王好喝不 结账时 小心肝颤眉颤抖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累计积分两万五千三百四十五 听到系统提示音 临翻来了精神 毕竟 这也不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社会 你们还是收敛一点的好 别拿无知当个性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马坤恼羞成怒 酒精上头的他 目露凶光对跟班们喊道 给老子上 打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香巴老 叶若西夏的花容失色 喂 马坤 这可是法治社会 你们别太嚣张了 他急忙跑过来劝阻 但已经来不及了 结果可想而知 马坤等人又怎是临翻的对手 他们刚挨到自己的衣角 就被临翻烧尸臂力 砰砰砰狠甩了出去 小马总和狗腿子倒地痛哼着 一个个目露京剧 这穷小子 怎么连伸手都变得如此厉害了 本来只想用讲道理 教你们做人 几个脑残 还非要开开眼界 见是我的文武双全 临翻整理一下衣服和发型 撇着地上那几个家伙冷淡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50 马总 快打电话找人 弄死姓林这小子 一个狗腿子 抹着嘴角血迹 不甘地提醒主子 马坤只是狠狠瞪了他一眼 并没有掏手机 挨了临翻这顿揍 马二代的酒已经清醒几分 这可是围警国际的地下停车场 唐山的地盘 敢班兵再次围攻临翻 他有几条小命啊 放心 他很快就要为今天的事 付出伤残代价 马坤无限怨毒地说着 又咬牙从地上爬起来 冲叶若曦喊道 叶笑花 杏林这穷鬼 除了毒蛇和麻烦 什么都给不了你 让我开车送你回家吧 今天这场同学聚会 他本想灌晕叶若曦 再用百万豪车拉着他去开房 但叶女神拒绝喝酒 加上临翻的出现 打乱了马坤的计划 唐山的现身 又让临翻出尽风头 而让他在同学跟前颜面扫地 现在小马总连打架也输了 他只能仗着自己是富二代 从财力上狠狠压制林翻 让这个香巴佬尊严尽尸 感到自卑 不料 这时林翻竟帮他说起了话 若惜 既然马富贵同学一片热心 你的小车又坏了 那就先坐他的阿斯顿马丁回家吧 听了这话 马坤老脸一红 我的马丁刚才被司机开走了 不过 本少还有一辆保时捷911 也是崭新的 准备送给未来女朋友 小马总说着 只向不远处一辆咖啡色的豪车 纵是一百多万的保时捷 那也能换十多辆 叶若曦的朴素小Polo了 所以 这一刻他是骄傲的 看向笑话的眼神中 充满了自豪和期待 不用了 你们回吧 叶若曦来到林翻身边 转头对顽固二代淡淡道 看吧 我女朋友坐惯了千万豪车 根本看不上你的保时捷911 林翻伸手搂住叶若曦的小蛮腰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鸡笑 马坤听了怒急返笑 冷撇着林翻 面带鄙怡道 哈哈 千万豪车 你他妈吹牛 能打一下草稿吗 就我这样的百万豪车 你做梦能拥有不 能让女朋友坐得起不 她的狗腿子也帮腔讥讽 别吹了香巴了 赶紧骑上你的共享单车 载着夜笑花 慢慢往家登吧 下半夜应该能到 浑身衣服加一块 买不起坤哥一个钱包 也好意思在这里瞎坠巴装逼 悲哀 他们突然心声得意 觉得终于从主子的雄厚财力上 横踩林翻一脚 扳回了一局 爽啊 见林翻目露比仪 扫了自己一眼 搂着夜笑花 转身去 他们以为得胜了 更是围着马坤的保时捷911 猛一通夸赞 并大声计算着 这台豪车能换多少辆 小Polo和共享单车 但就在这时 却见林翻轻暗遥控钥匙 嘟 随着悦耳的响声传来 车库内一辆崭新的阿斯顿马丁 硬声开启OE车门 并自动打火 在马坤和跟班的目瞪口呆中 林翻牵着夜笑花的手 让一脸惊讶的他 坐上了副驾 在这自容绝美的夜若曦离开时 他还不忘提示 一脸猪干色的马二代 你们刚才吹噬了半天的那辆马丁 该不会是我 这辆新车吧 啊 林翻驾车呼啸而去 马坤和狗腿子脸上热啦啦的 红一阵白一阵 随后 就双腿一软 直接摊在了地上 他们万没想到 围警地下停车场 这辆阿斯顿马丁 居然会是香巴老林翻的 想到自己在888宝坊内 还假装这豪车是自己的 背了一大堆马丁的超牛数据 想到刚才 自己又不停 炫耀那辆一百多万的保时捷 马坤突然想 自抽几个大嘴巴子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和人家一千多万的顶配超跑比起来 自己的保时捷911算的屁 简直就是个笑话 这个从不把穷人放到眼里的嚣张二代 今天第一次狠狠栽了跟斗 并心生自卑 跑车上 叶若曦转头望着驾车的林翻 清澈名谋中充满了惊疑 林翻 如果我说 我不知道你是隐身富二代 你信吗 她白皙的脸蛋红红的 忽然感觉很不好意思 自己并不是物质女孩啊 今天这是弄的 我是富二代 呵呵 打死你我都不相信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60 累计积分25905 林翻冲笑话眨眼一笑 认真询问道 亲爱的 今晚去你家 还是我家 亲爱的 今晚去你家 还是我家 听到林翻在车上的问话 叶若曦翅俏脸一红 瞪眼娇称道 没个正行 林翻慢悠悠开着阿斯顿马钉 故意挑逗美女笑话 我身份证忘家了 不能去酒店开房 咱俩这亲密关系 当然得一起回家啊 叶若曦朝她翻了的大白眼 撇嘴道 打住 快请出戏吧 林翻同学 林翻不甘心地嘟囔起来 这就不够意思了 哥刚帮你办过男朋友 不得给点犒劳 反正你叶大笑话 一辈子那么长 陪我一两晚又有何妨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20 叶若曦目瞪口呆 白皙脸蛋腾一下红到了耳根 本笑话可是处子之身 让我陪你一两个晚上 还又有何妨 你个不要脸的流氓 倒数无妨 净做白日梦 叶若曦在她胳膊上凝了一下 气得撅嘴瞪眼 过了几秒钟 她却拍着自己光洁的脑门 轻呼起来 糟了糟了 我本来说好的 今晚去和林林住 都怪刚才 咱俩演戏太投入 让我把这事给忘了 林林是叶若曦的好姐妹 今晚也和她们一起参加同学宴了 刚才见林翻牵着笑话的手 离开了旋转餐厅 林林以为俩人真好上了 就没打扰 自己悄悄走了 叶笑话说着 就想掏出手机 给闺蜜打电话 问她走远没有 林帆听了微露喜色 急忙伸手阻止她 别打了 不如住我们那里吧 离围警的地下停车场很近 方便你明天带维修师傅去看车 叶若曦一愣 眨眼问道 你们 哦 我和一个女警察合作了套房子 就在香张公馆 离这里挺近的 听了这话 笑话美女不禁面露惊讶 她轻皱眉头询问道 你为什么会和一个女警同住啊 又怎么认识中天集团的唐董市长 还有我们 坐的这辆跑车 十万个为什么小姐 这些是回头再告诉你 今晚我需要你 也帮我办一把女朋友 回去七七那个自以为是的高傲景花 林帆想把叶若曦带回香张公馆 让江景花知难而退 不再纠占雀巢 仗着胸大屁股翘 长相挺出众 就觉得 全世界男人都寄予你的美色 看吧 哥是有笑话女友的人 不稀罕你个暴脾气妞 最好赶紧搬离顾雪岩那套房子 给我腾位置 省得咱俩相看两生宴 晚上睡觉时还要彼此提防 听了林帆的解释 叶若曦陷入纠结 今天她已经给父母请过假 说晚上住在林林那里 交流考研的事 可现在自己的车子坏了 明天得找人来修 而且林帆说的没错 香张公馆离那个地下停车场 确实比林林家近太多了 最终 叶若曦咬了咬牙 脸颊红扑扑到 那 出于哥们情谊 今晚本姑娘就豁出去 帮你这个忙了 但我们绝不可以住在同一个房间 叶孝花心里清楚 林帆就是嘴贱了点 但人很正义 并不是马坤那样的下流之徒 林帆听了喜出望外 够意思 成交 途经江兵大排荡时 叶若曦忽然心血来潮 林帆 停车停车 我犒劳你 吃烤串去吧 林帆眉头微皱 我们不是刚从餐厅吃饱饭吗 猪啊你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220 你才猪呢 刚才不是看到马二代影响食欲 我没怎么吃吗 叶若曦白了林帆一眼 接着道 最重要的是 我的毕业论文准备写地摊经济复苏 需要体验生活 林帆点点头 把车停在江边 陪叶若曦逛起了夜市 最后又坐在一个生意火爆的烧烤摊前 吃起了烤蔬菜之类的宵夜 俩人刚落座 身材曼妙的美女笑花 就牢牢吸引了四周男人们的贪婪目光 有人直勾勾盯着她眉目如画的俏脸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有人扫视着 她长裙下观露出的白腿 和胸前的性感曲线 伸手抹着口水 酒壮色胆 更有些晕乎乎的男人 一脸即可望着夜若曦 低头窃窃思语 这清纯美妞 则则 那傻小子 艳浮不浅啊 那皮肤脸淡和美腿 估计一掐直冒水 我要是能拥有这样的美女 肯定都不舍得下床了 夜若曦饭量很小 没吃几口就饱了 听着男人们的下流议论 林帆不吃就恶心饱了 你妈 就算夜笑花不是自己女朋友 那也是哥带来的女人 岂如你们用眼睛和言语亵渎她 美女笑花起身结账后 林帆让她先上车等着 她决定对这些油腻男人一顿 给点教训 让他们清醒清醒 自己也顺便捞些毒蛇积分 见夜若曦如仙子一般 飘然离去 烧烤摊上的男人们 收回不舍的目光 开始继续喝酒吹牛 两杯猫尿下肚 就开始狂吹牛逼 色眼乱扫 见个漂亮姑娘 比见自己老妈都清上百倍 在酒桌上 狂得不要不要 回家晚一点 就得跪键盘 给老婆洗脚 说白了 你们就是一群 靠幻想支撑生命的油腻吊丝 林帆站到林桌跟前 扫射着那几个光膀子男人 义正词言发射嘴炮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 他冷谋中释放出的舞者气息 另那一桌男人 齐齐打了个寒颤 刚才他们一个个端起扎皮背来 还都是狂霸无皮的猛样 此刻却都带愣了 张口闭口 全是领导 每提一个人 就知道 人家爸妈是干啥的 啥啥历史 跟你有一毛钱关系没 神圣叨叨的 好像能办多大事似的 林帆又来到另一座跟前 双手暴毙 冷冷训斥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好家伙 随便兑两桌 就是一千一百积分 可兑换百万财富啊 林帆更来劲了 趁大家陷入猛逼状态 他又继续下一桌 嘴碎的男人 总把风流屎挂在口边 逢人便和这个哥们说 找过几个妞 和那个朋友说 女人和你咋地咋地了 拿风流当个性 拿龌龊当荣耀 只会让人看不起你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动不动的 就要干谁谁 都啥年代了 要用知识武装头脑 懂吗 装鸡毛的黑色绘 喝点小酒 就要干死这个 整死那个的 火葬场天天恋人 哪个是你整死的 哪个坟头你给力的 恶心 林帆战役正酣畅 却发现 早已经有人 从呆论中惊醒过来 几个光膀子纹身男 豁然起身 指着林帆吼叫道 这小子谁啊 吵死是吧 林帆转身一瞪他们 威风凛凛的朗声对道 脾气大 心眼小 叫你们做人还炸毛 除了身上的戴鱼 和KT猫纹的挺花 你说你们 还有啥能耐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累计积分 两万八千四百四十五 几人被骂蒙圈了 下意识低头瞅瞅 自己胸前的纹身 戴鱼 KT猫 老子闻的是一条霸气飞龙 我大哥闻的是 威猛下山虎好吧 他们正要追上 这个大胆小子 狂揍一顿 却见林帆身影一闪 转眼之间 就消失在了夜幕中 草 莫名其妙 挨了个矛头小子 一通毒骂 还被人家戳到了痛点 烧烤摊上的酒运子男人们 一个个气得脸色铁青 握拳跺脚 林帆驾车回到香张公馆 带着叶若曦 敲响了顾雪岩家的那套房门 身穿睡衣的江南 打开门一看 不由戴眉促气 林帆你 这是什么情况 江南的声音中 透着急许不悦 看在你昨晚 帮我制服抢娃凶徒的份上 本姑娘不计前嫌 收留你住在这里 已经够意思了 你小子居然还带个美女 回家来过夜 介绍一下 这位是江南警官 我的合租近邻 这位是笑话叶若曦 我朋友 林帆闪身把叶笑话 迁进屋内 关上门 给俩美女介绍道 两女略显尴尬地 轻轻握了握手 嘴里淡淡说着你好 都面露惊艳之色 江南心中暗暗感叹 这个叶笑话 还真是青春靓丽 叶若曦也同样 盯着眼前的英气美女 暗叹她 不愧被称为锦花 尤其江南胸前的傲然 把睡衣都称走样了呀 比自己的宝马好多 江南转脸瞥了林帆一眼 声音冷淡道 你带女生回来过夜 为什么不给我提前打声招呼 我同意了没有 看到她的高傲模样 林帆不爽了 有没有搞错美女 我带朋友回顾小姐 让住的房子 为什么要向你请示 你是我老婆 还是我妈 看不惯可以走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江南翘脸一红 眸光见了 凭什么要我走 这大半夜的 而且 个混蛋还喝酒了是吗 林帆嘴里呼出的酒气 让江景花直皱眉头 伸手在鼻前扇个不停 林帆不以为意 你连那句名言都没学过吗 男人不喝酒 白在世上走 女人不喝酒 那古静没有 说话间 又丢给她一个鄙视的小眼神 仿佛在鄙视江南 啥都不懂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你家的名言才这么混账 我在写暗宗 懒得离你个风流鬼 在这个家借宿可以 但请给我老实点 江南愤愤地说完 转身进了自己卧室 喷一声关上房门 依在门上 她的胸脯一阵波动起伏 这混小子 嘴巴也太吞得毒了 每一次都让本姑娘占不到便宜 而且她一个大四学生 竟还拥有高深莫测的身手 江南越来越觉得 林帆有点不简单 她决定等自己腾出手来 一定要好好调查这家伙一番 叶若曦和林帆先后冲了走 准备回各自房间睡觉 收拾床铺时 美女笑花却一不小心 被一根小毛刺 砸到了手指 哎呀 听到她的失声惊叫 林帆急忙跑进叶若曦的卧室 怎么了 细宝 听到这个称呼 叶若曦惊惊瞬眼 又皱眉白了她一眼 压低声音提醒道 我们现在又没当着那高傲锦花的面 麻烦你叫我名字好吗 真肉麻 与此同时 听到隔壁房间 传来叶笑花的轻声尖叫 本就有点心神不宁的江南 也装着要倒水的样子 拿着杯子出来查看情况 却见叶若曦的卧室门扮演着 里面的橘黄色灯光 散发出一股莫名的暧昧情调 这时 大床吱压一声响 林帆在里面沉声道 让我来吧 嘿嘿 死 疼 你轻点啊 坏蛋 叶若曦又甜又羞涩的娇骂声 听得江南双眉紧促 心跳加速 她白嫩修长的手臂上 迅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忍一下 马上就好了 林帆又轻声说道 啊 疼疼 流泻了美女笑花蹄修的交呼 再次飘进江南的耳朵 她不由得脸红心跳 吃吃吃 江南鼻子里喘着粗气 羞怒交织 一张精致俏脸器的通红 她把水杯狠狠往茶几上一方 捂上自己的耳朵 背对着叶若曦那个房间 跺脚低吼起来 林帆 你个流氓大混蛋 公然带女人来严谨的房子里 做龌龊事 连门都不带官言的 本姑娘还是一个连男朋友 都没谈过的女孩 你个贱男人 居然无视我的存在 江南又羞又气 听到她的沉吼 卧室里的林帆 和叶若曦一愣 面面相去 什么跟什么啊 这是 莫名其妙 老子不过是拿一根针 帮叶笑花 挑出了她手上的那根刺 她就对叶若曦 做了一个噤声动作 故意逗美女寻补 江警官这叫吃不到葡萄 就喊葡萄酸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10 和江南打了会嘴杖 套了点她的积分 林帆才离开叶若曦的房间 回自己误关好门 睡觉 不一会儿手机响了 是顾雪岩打来的 林帆 明天你来我公司应聘好不好 有个职位 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林帆微微一愣 旋即勾唇轻笑道 不好吧严姐 小弟想靠自己努力奋斗啊 年纪轻轻 就去抱你的大长腿 人家该说我吃软饭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60 啊 美女总裁在电话 那段沉默两秒 这才用悦耳洞听的嗓音 尴尬娇吃道 可 坏小子 胡说什么呢你 第二天清晨 林帆本想撅着屁股 睡到日上三杆 却被两条微信提示音叮咚醒了 一条是笑花叶若曦发来的 林帆 我有事先走了哈 林帆轻皱眉头 作为本人的冒牌女友 你不应该当着江景花的面 很敬业地丢来个吻别 再离开这个家吗 假货就是假货 另一条是顾雪岩发来的语音消息 他仍邀请林帆去自己的博雅传媒集团 应聘网络男主播 现在传统媒体示威 我们在大力发展新媒体 你口才好 卯子林 我觉得挺适合这个职位 而且 每周只需要工作两天 收入很可观 林帆一边洗漱 一边思索着 要不要从了美女总裁 一转头却发现 客厅里有双冷冽如刀的眉毛 正对自己虎视眈眈 江南坐在沙发上 面前摆放着面包牛奶 电视里播放着早间新闻 看到林帆 他不禁想到这家伙 昨晚和夜宵花干的风流式 心中怒意难平 林帆洗好脸 伸手去拿桌上的面包吃 被美女锦花一巴掌拍开了 别碰我早餐 把你的脏手放一边去 听到江南冷冰冰的怒斥 林帆朝他翻了翻眼皮 又盯着他高耸的胸脯 故作哑然道 人家都说穷凶极恶 就凭江景观这傲人的身材 还需要吃早餐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90 累计积分30305 您已经拥有两个万分惊喜香 大清早的又被林帆调戏 将锦花器的谋犯寒光 银牙紧咬 你个下流混蛋 能赶紧滚出去吗 我一分钟都不想看见你 林帆懒得理他 拿起遥控器就要换台 看什么国际新闻 来点相声歌曲啥的 开心开心 吃着平民早餐 操着联合国的心 你累不累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25 江南一把夺回遥控器 用杀伤力十足的眼神 弯着他 冷冷开口 我有逼你看吗 赶紧滚 嗯 林帆瞪大了 难以置信的眼睛 甜甜嘴唇 搓着双手 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美女 合适吗 什么 江南冷贴他一眼 皱眉疑惑道 你刚才对我发出了什么邀请 再重复一下 我没听清楚 林帆眯眼提醒道 啊 惊愣之余 江南很快就反应过来 差点喷出一口鲜血 这个大胆色鬼 果然满脑子的龌龊想法 竟敢如此曲解他的意思 江南清冷出尘的俏脸 一瞬间涨得通红 他当场 把手中的两片面包 朝林帆脸上狠狠砸去 嘴里吼骂道 你下流 无耻 拜哩 林帆 林帆用手指把面包片夹住 连里面的煎蛋都没掉落 嘿嘿 谢谢打赏早餐 白白了您嘞 说话间 已经拉开家门走人了 姓林的 再赶回这个家 姑奶奶 我毙了你 身后传来江南羞怒至极的吼叫 林帆吃着面包下楼 不由皱眉撇嘴 明明是你先下流暗示的 还道成我无耻了 女人真是一种奇怪的生物 言而无信的坏皮气妞 祝福你嫁不出去 林帆决定去博雅传媒集团 应聘网络男主播试试 成不成功不重要 人家顾总才一片好意 想帮他找份工作 如果直接拒绝 也不符合自己目前的 无业学生身份吗 一周才工作两天 挺悠闲 若能客串一把毒蛇男主播 多赚些积分 兑换成大把钞票 倒也是极好的 林帆没有到香张公馆的地下车库 开自己的上千万豪车去应聘 那样太招摇了 打车来到博雅传媒 在中州市的新CBD商务区 50层的木墙玻璃大楼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集团门前的小广场上 喷泉 花圃 国旗台 一英俱全 林帆仰头打亮着 顾雪岩气派的集团大厦 满意点头 嗯 这逼格 才勉强配得上我的才华 走进博雅大厦 向身姿挺拔的 高大保安说明来一后 他被指引到人力资源部 应聘者已经排起了一条长龙 足有五六十人 林帆上对一打听 更是大跌眼镜 那些身穿大牌西服 万代几十万名表的公子哥 居然也是 来应聘博雅传媒的主播 业务员 甚至保安队长的 林帆目录惊讶 忍不住询问身边一个 身穿阿玛尼的白胖子 哥们 这博雅集团的工作 咋这么抢手 胖子转头比翼地瞥了他一眼 冷淡反问道 连这都不懂 还敢来应聘 你看上了什么职位 得知林帆来应聘网络男主播 胖子摇头吃笑 高傲道 就你 没戏的 网络直播间 可是博雅传媒重力打造的新项目 对主播的要求 不是一般的高 与胖子同来应聘的一个公子哥 则向林帆卖弄道 没见识了吧 博雅集团 那是中州著名的美人窝 这幢大厦里 白领利人多不胜数 所以大家才挤破脑袋 来这求职 就你这打扮和谈吐 也敢和我凯哥 竞聘男主播 呵呵哒 那个被称为凯哥的小眼睛白胖子 双手抱毙扬起头 得意洋洋道 我不光要做这里的男主播 还有更高品位的追求 他的公子哥朋友神秘一笑 巧声接话道 凯哥是为了经常看到顾总裁的角色风姿 才想到 在你那位面试官亲戚的安排下 来做博雅的男主播吧 胖子白了他一眼 那可是位清城女神 读书时连续跳级的海归女学霸 高智商俱乐部精英成员 这样的极品家人 每天若能看上极眼 有利于快乐长寿 你懂吗 所以 就为了多见到我的顾女神 博雅的网络男主播 哥做定网 贵气胖子 对顾雪岩的资料倒背如流 显然是他的铁杆小粉丝 临番一阵无语 心中不禁暗存 哥要是告诉你 我去你的顾女神家吃过饭 还住着他的房子 而且时不时就能调戏 那美女总裁一下 知道真相的你 会不会羡慕极度的 当场哭婚在地呀 那个公子哥善笑一声 对胖子说 嘿嘿 我没有凯哥的远大之相 顾女神遥不可及啊 公关部长 临番皱眉撇撇嘴 忍不住毒蛇道 哼 癞蛤蟆立志变青蛙 你们真是长得 愁想的花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胖子和朋友又惊又怒 正要对临番发作 却听人群里传来了低声喊叫 快看 来了来了 正嗡嗡低意的应聘队伍 瞬间安静下来 大家的目光 齐刷刷盯向了前方 快看 来了来了 听到这声轻呼 一个个西装革履的应聘者 纷纷伸长脖子 瞪大了双眼 只见集团总裁的专用电梯 缓缓开启 从中走出一位绝色佳人 顾雪岩的披肩长发 心烫了时尚大波浪卷 她身姿高挑 名眸好齿 步伐优雅而轻快 一身灰色职业套装 穿在别人身上 本应显得严肃 甚至会有几分呆板 却勾勒出她前凸后翘的S型身材 被美女总裁穿出了 魅力十足的高雅气息 应聘队伍中一阵躁动 站在前排的人 差点被后面的击倒在地 Oh my God 这就是传说中的顾清诚啊 果然是角色大美女 这简直是 脖子以下全是腿啊 国际名模都没她身材劲爆 大家巧声议论着 一双双灼热的眼睛 都被吸引了过去 至于跟在她身后的总裁秘书 网络部和人力资源部总监等人 虽然也大多是美女 却比顾雪岩逊色多了 直接被众人的目光忽略掉 总裁 您好 早安总裁 顾雪岩所到之处 无论是集团高层领导 还是普通员工 都向她恭敬低头打着招呼 眼中流露出敬畏之色 顾雪岩面色清冷 她向下属平静交代了几句话 就转脸朝应聘队伍中望来 看到林帆在里面 她敏唇微微一笑 这才安心了 作为博雅传媒集团总裁 顾雪岩给下属随便打个电话 就可以让林帆 直接去当那个 将被集团重金打造 注定炙手可热的网络男主播 但她不想让林帆 被未来的同事们瞧不起 所以 就先让她走正常的应聘流程 以便测试其能力 可否胜任这份工作 朝林帆这边轻轻点头微笑后 顾雪岩转身进入电梯 去了大厦顶层的总裁办公室 刚才那个胖子凯哥 这时目露兴奋 激动地轻声喊了起来 看到了吗 刚才 刚才顾女神居然对我点头微笑了 因为排在了林帆身边 胖子以为 美女总裁刚刚是在和她打招呼 她那个西装革履的公子哥朋友 也兴奋地手舞足蹈 凯哥威武啊 看来 你那位亲戚在柏雅很牛 你来应聘 居然能引得美女总裁清零之耻 以后 咱们都是这集团的人了 还请多多关照小弟啊 胖子头也不回地扬扬手 直高气昂道 那必须的 看她信心爆棚的神情 好像今天这个职位 早就给她预留好了 事实上 还果真如此 虽然今天柏雅集团 只招收一名网络男主播 而应聘该职位的 足有三十多个青年才俊 但这背后 却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内幕 如今 柏雅集团旗下最资深的网络女主播 也是前电视台一姐 正是胖子郭凯的小姨 这个名叫周韵的美少妇 正是今天的主考官之一 毕业于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郭凯 也曾在电视台工作过 只因她想走进梦中女神雇血沿 才要求小姨 事先向自己透露了今天的比试和面试内容 所以 郭凯对柏雅集团网络传媒部的男主播 这个充满前景的职位 志在必得 接下来 一波高难度的比试 直接淘汰了半数求职者 成绩出色的林藩和另外十几人 很快迎来了男主播的集体面试机会 大家进入面试厅 只见台上坐着一排严肃的考官 其中包括 柏雅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监 乃至电视台前台长等重量级人物 当然 还有长着一双迷人桃花眼 红唇边有颗美人质的美少妇周运 应聘者都正经危坐 连大气都不敢喘 唯有林藩 一副满不在乎的轻松表情 大家比拼完了形象和口才 主考官周运 进一步介绍这档节目 我们这个网络直播节目 是从以前的电视台和电台节目改良而来 在本主播的努力下 目前已拥有几十万粉丝 现在需要一名出色的男主播 做我的互动搭档 以达到吸引更多粉丝 让节目名气和受众更大之目的 这档节目的特色是 在周末夜晚 倾听都市人压力重重的内心世界 在用失意而有力的语言 去抚慰他们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一位网友打来电话 或者给主播留言说 她原本立志三十岁的时候 在中州拥有自己的房子 事业和爱情 结果每天努力工作 却得不到回报 女朋友分手了 梦想也都没实现 她现在甚至想轻声 大家会用怎样的语言去劝说她 宽慰她呢 面试者纷纷踊举手 一个西装眼镜男 用自证腔圆的波音调调 现场发挥道 我想对这位先生说 努力未必能快速成功 但放弃了 就真的看不到希望了 凡是贵在坚持 另一个应聘者说 我会劝慰她 三十而立的说法 对于现在年轻人 已经落伍了 毕竟我们不是古人 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时 年龄已经不小了 所以别给自己太多压力 主考官们轻轻摇头 感觉他们说的都不够失意 也没有切中要害 这时 女主播嘴角勾起一抹 意味深长的笑意 她伸手指向了自己的外甥郭凯 故作平静道 小郭是吧 你来回答一下 郭凯端正身姿干咳了两声 也开始用做做的播音枪 背起了 她事先准备好的台词 我想对这位先生说 有梦想的火烛温暖生命 有努力的双手创造未来 即使暂处在黑暗之中 我们也要坚信 光明就在前方 只要肯坚持 爱情 事业和车房 必然都会属于您 她慷慨激扬的发言 让林帆直起鸡皮疙瘩 心中当即暗骂道 妈的 这些害人不浅的咸鸡汤 咋没把你个胖子酷死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然而 胖子发言 却赢得了面试官们的热烈掌声 但为了把这个内定指标 操作得更逼真 接下来 美少傅主播周运 还是伸手一指 做到最后的林帆 微笑道 你也来说说吧 我会告诉那货三句话 林帆很随意地问声问气道 扑吃 现场一片忍俊不惊 第一句 真正努力过的人 就会明白天赋的重要 你努力了那么久 但凡有点天赋 也该有些成功迹象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五十 第二句 只要是石头 到哪里都不会发光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第三句 他的人生目标是 三十岁时 在中州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那起码实现一半了 那货已经三十岁了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三十 终于有人再也忍不住 当场笑喷了 主考官们大皱眉头 胖子郭凯和他的资深主播小姨 更对林帆面露鄙夷之色 年轻人 这份工作不适合你 请出去吧 周运对林帆皱眉挥手道 林帆起身 面露一丝不屑的笑意 临走出面试厅时 他想给顾雪岩的公司帮点小忙 就转过身来 摇了摇头 对周运等考官提出了建议 你们要招的是网络主播 而不是新闻联播主持人 网络时代要百花齐放 懂吗 主播若都像那个自以为是的周阿姨 还有那呆头呆脑的郭胖子一样 只会正经危坐在镜头前念狗 节目会死得很快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六十 累计积分三万三千零二十 周运惊呆了 阿姨 她可是三十岁的风韵美少妇 身材性感 保养有方 虽然在拥有数千名职员的博雅传媒集团 她不过是个小人物 但在集团旗下的这家网络传媒公司 周运既是最资深的女主播 还是部门主任 谁见了她不得面露笑容 亲切喊一声韵姐啊 到了姓林这小子口中 本美女怎么就成老阿姨了 而且最损的是 这家伙连自己的外甥郭凯 也捎带上一块骂了 什么叫呆头呆脑的胖子 你 你会不会说话 周运脸颊一红 瞪着林帆 吏声沉喝道 胖子郭凯也怒指着林帆 气得跳脚 你才呆头呆脑 找打是吧小子 在众人的瞠目接舌中 林帆又扫一眼美少傅周运 补了一刀 你节目那几十万粉丝 我真怀疑是怎么来的 都是喝多了心灵鸡汤 听惯了主旋律的中老年朋友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0 周运气得翘脸泛白 娇躯微颤 她从外面怒喊道 保安 快把这家伙给我扔出去 就在这时 人力资源部总监 突然接到总裁秘书的电话指示 林帆有自己的语言风格 她刚才的话也不无道理 留下来试用 好好 明白 总监接完电话 吓了一跳 随着新媒体业务的崛起 公司每一两周 都要招聘新的网络主播 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可今天是怎么了 身为集团总裁的顾雪岩 手下管着一大堆老总 以及很多家主营新闻报刊 广播电视 网络新媒体的分公司 现在不过是招聘一个小小的网络男主播 竟引起了他的注意 人力资源总监大惊失色 急忙上前拉住林帆 他展颜一笑 恭敬道 林先生请留步 您被录用了 啊 众人惊呆 凭什么啊 周运和郭凯一口同声喊道 脸上涌满了惊疑 这都不明白 脑子里灌满无水了 凭我长得比你们好看 还优秀得一塌糊涂呗 林帆抹了一下头发 面露自信笑容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80 其实 顾雪岩已经在总裁办公室内 调取过招聘现场的监控视频 她对林帆的表现和观点 都饶有兴趣 曾经风光无限的传统媒体 为什么会被公众号 视频直播等新媒体逐步取代 就是因为后者更接地气 更符合网络时代的大众需求啊 所以 美女总裁决定留用林帆 让她放手一试 看到林帆懒洋洋地签了试用合同 而自己却惨遭淘汰 胖子郭凯和她那位美少妇小姨 都气得直翻眼 当晚7点 林帆戴上口罩 走进了博雅传媒旗下的 第26号网络直播工作室 这副颇显怪异的主播形象 也是她要求的 并且写进了合同里 往高端上说 她不仅要清明接地气 还要保持点神秘感 实话实说 则是考虑到 挤得毒蛇太凶猛 拉不完的仇恨 露脸直播容易被人砍死 看到林帆很装逼地 带着大口罩进来 直播室里的周运 摄影师 助理等人 督大皱眉头 面露鄙夷之色 美少妇搞不明白 自己科班出身的外甥 播音时声音洪亮 自证腔圆 不比眼前这独嘴小子 强百倍吗 人力资源部领导演瞎了不成 竟当场拍板录取了林帆 虽然内心敌视林帆 并且看不起她 但作为昔日的电视台一姐 周运还是有些专业素养的 开播后 她用磁性悦耳的声音 向粉丝们介绍林帆 家人们 晚上好 又到了周末时光 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名新搭档 林帆 网上直播间里 顿时炸开了锅 这小伙子 做直播咋还戴个口罩 明明就是个小萌新 还学人家故作神秘装逼 玉女神 你搭档发什么怠啊 她在思考人生 周运转头一看 林帆居然坐在镜头前 大家拉着眼皮昏昏欲睡 这也不能全怪林帆 刚才美少傅非要拉着她 进行一番播音技巧培训 她这样做 当然不是为了帮林帆 而是不想 因为这个野路子主播的掺和 让自己的节目掉粉 但周运做示范时 露出的假兮兮表情 以及做作的发声 让林帆越听越困 喂 快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周运在直播室里瞪了她一眼 低声提醒 网友们好 林帆 揉着眼睛 和大家打了声招呼 林帆又强大精神 补充了一句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的林 直挂云帆寄沧海 遇到台风回不来的饭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90 周运瞪大双眼 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家伙有病吗 该不是对手公司 派来砸场子的吧 网友们却觉得 这种自我介绍 耳目一新 牛逼了林主播 自黑达人啊 哈哈 6666 这时 在舒缓的背景音乐中 周运又像往日一样 拿枪做调的 被起了节目开场白 欢迎家人们来到 心灵养疤 直播间 我是周运 周末晚7点 与您准时相见 倾听您的心声 帮您减压放松 获得直面生活的勇气和乐观 我们一直在努力 节目正式开始 周运先读了一位女网友的留言 运杰 我是个胖妹子 失恋后喜欢熬夜 又懒得运动 感觉二十多岁 就为老先衰了 一起毕业的姐妹们 都在升职加薪 而我却因为不够勤奋 生活得很糟糕 怎么办呀 读完粉丝留言 美少妇开始老生常谈 给她端心灵鸡汤喝 姑娘 人越勤奋 就越幸运 想改变生活 首先你要有改变自己的勇气和毅力 早睡早起 多做减肥运动 尽快走出失恋的阴影吧 重新拥抱一个更美丽的字节 说完这番话 她又像真性的瞥了一眼林帆 你说对吧 小林 林帆朝她翻了翻眼皮 淡淡道 我觉得啊 那位妹子 你丑未必是因为你胖 所以先别减肥了 收到毒蛇积分后 算盘着 已经能兑换三千多万巨款了 林帆心中欢喜 就又补到了两句 但不要仗着自己丑 就随便熬夜 至于懒嘛 说的就好像你勤快了 就真能干出什么大事一样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九十 累计积分三万五千零六十 哄 直播间里骤然炸开了 周运更是惊得目瞪口呆 听到林帆云淡风轻的毒蛇 心灵痒疤 网络直播间里 顿时炸开了 他丑不是因为他胖 没成功不是因为懒 哈哈 物操 人才啊兄弟 你是想让老子笑到绝惊吗 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 周运那霜水汪汪似醉飞醉的桃花眼 此刻早已经瞪圆 他难以置信地盯着林帆 原本百里透红的脸颊上 皱线两朵阴云 林帆 请注意你的言辞 美少傅真担心 这家伙的捣乱 会让自己苦苦经营数月 才袭来的二十万粉丝 转眼间掉光光 果然 怕啥来啥 一些早就喜欢上了周运的中老年粉丝 开始对他陆续取关 再见了小周 你找的这是什么搭档啊 哪有一点男主播的儒雅气质 这小子 嘴巴太损了 周运欲哭无泪 他当场宣布停播 转身就去找领导告状了 美少傅咬牙发誓 必须要让林帆 离开自己的直播间 他愿祸害谁祸害谁去 反正心灵养疤 节目绝不要这样的毒蛇 见摄影师和助手 也都跟着周运出去了 林帆起身 把直播室的门反锁上 又重新打开了直播设备 自己的毒蛇积分正赚得起劲 哪能失去这样的大好创付机会 林帆今天的目标 是把总积分冲上五万 那就能兑换五千万软妹币 半一资产了呀 见林帆又重新开播 大大咧咧坐在了镜头前 那些年轻网友迅速涌了进来 有人犹豫了一会 开始抱着试探心理 给他打字互动 请教问题 林主播 我暗恋斑花很久了 一直不敢表白 因为即使向他告白了 成功率也是负数 可不说出来 心里又很压抑 怎么破 林帆对着话筒淡淡道 喜欢一个人 就勇敢表白 也许你还能知道 自己是几号备胎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70 那网友愣正片刻 回了句 擦 嘴巴果然毒 不过 我喜欢 这时又一个男生 在网上向林帆诉苦 我家境不好 又交了一个特别物质的漂亮女朋友 她总想着 要包包要撤 而我只想过平淡生活 对金钱没大追求 明知道彼此不合适 我又舍不得和她分开 怎么办 林帆对着镜头翻了个白眼 认真道 总有一天 你会遇见这样一个女孩 她温柔体贴 漂亮大方 不嫌你穷 不嫌你丑 不要你的钱 也不要你的车 也不要你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88 对方不服气 在直播间刘延岚 给她发个撇嘴的表情 又追问道 难道金钱真的那么重要吗 林帆回道 有人告诉你 世上99%的事 都可以用钱解决 但是没告诉你 剩下的1% 用更多钱也可以解决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00 林帆越战越勇 又补充道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 还安慰自己 平凡可贵 好好干吧 骚年 直到你的实力 配得上她的美貌 就无忧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00 原本只有9000多人 在线的直播间里 不断涌进来大批年轻网友 观看人数 突破3万10 其中半数人 都给林帆点赞加了关注 成为她的粉丝 这时 又有一名粉丝留言问她 小林哥你好 我是一名高三女生 你说男女之间 会有纯洁的友谊吗 林帆微微皱眉 心中猜测 这应该是个 为情所困的少女 你遇到了什么 不开心的事吗 勇敢说出来吧 让大家开心开心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33 听到林帆 一本正经的回答 网上的围观群众 纷纷打出了感叹号和省略号 送给这位毒蛇主播 那女生犹豫了一下 还是向林帆 倾诉了内心的苦闷 我有一个谈了两年多的男朋友 以前感情挺好 但最近 她和同乡女孩走得很近 两人经常一起吃饭 唱歌什么的 对此我很生气 每次质问她 用情不专实 男朋友却都告诉我 她和那女的 只是从小就认识的好朋友 小林哥哥 你说我能相信她的话吗 当女孩讲出她的故事后 直播间人数又是一路飞涨 毕竟 男女之间是否有蠢友谊 一直是社会热议的话题 大家偶然看到女孩的文字倾诉后 对此事关注度很高 网友们都盯着手机屏幕 期待林帆别致的回答 若换成以前那个周运主播 粉丝们是不会这么认真观看的 因为大家用脚趾头想想 都知道 她将会用文周周的语言 安抚那女孩一番 美少妇一定会对她说 信任是感情的基础 不要猜疑男朋友 让女孩相信爱情什么的 总之 都是一些听上去疏心 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的鼓励之言 万恶鸡汤 但今天不同 心灵痒疤 网络直播间里 突然来了位神秘的毒蛇小哥哥 她的嘴巴像被披霜金泡过一样 信任对任 欲神对神 人狠话不多 却能直击问题痛点 细想一下又很有道理 所以 此刻大家都很好奇 林帆这个奇葩 又会怎样劝说为情所困的女孩呢 异性之间的纯洁有益 林帆嗤之以鼻 若换成多年以前 自己也会相信这句鬼话 但如今的她 谈过恋爱 被情伤过 也经历过一些事实 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天真少年 然而 林帆对着麦克风脱口而出的 却是一句 我觉得 异性之间可以有唇有益 呃 有没有搞错 气 看到她出人意料地回答 直播间里的几万名粉丝 都像泄了气的皮球 大家都觉得 林帆的这个答复 太假太虚伪了 看得他们兴趣索然 那少女又打了一行字 可是 很多人都告诉我 这世界上 没有男女之间的纯洁有益啊 面对着急的女粉丝 林帆朝镜头翻了翻眼皮 没好气道 只要长得足够丑 没人拿她当异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30 静 直播间飞快滚动的留言屏 突然不怎么动了 粉丝们安静了几秒 又骤然变得一片欢腾 好有道理 只有长相安全的人 才拥有所谓的异性有益 厉害了兄弟 溜得飞起啊 爱了爱了 我的毒蛇弟 本姑娘这就做你的中粉 不料 就在林帆和粉丝们 互动正嗨的时候 她身后直播室的房门 却被人砰一脚踹开了 冲进第26号直播室的人 是高大威猛的保安队长 带着几名属下 他们身后 还跟着美少傅主播周玉 人力资源部总监 刚才因为林帆做直播太投入 加上放着背景音乐 根本没听到敲门声 几名气势汹汹的保安揣开门后 当即把林帆围了起来 天哪 田总监你瞧瞧 你瞧瞧 他简直就是个疯子 刚才公然在直播中 毒蛇骂粉丝 现在趁我出去 这小子还擅自开播 他这是诚心 要把我辛苦打造的心灵养疤 节目给搞黄 然而 周玉的奸生抱怨还没结束 就盯着电脑屏幕看呆了 同样瞪大眼睛 一脸不可思议的 还有那位田总监 只见心灵养疤 网络直播的在线观众 竟已经高达五万多人 留言互动区域 更是一片欢腾和惊艳 666啊 我的小林哥 你还收徒地步 听你的毒蛇 就像吃山城火锅 麻辣够劲 关注了关注了 林哥能播到几点啊 我把今晚的酒局都给推了 周运和田总监都难以置信 虽然 他这档直播节目 拥有20万粉丝不假 但其中有许多 极其活跃的僵尸粉 平时美少傅做直播时 在线观看的最高人数 也不过一万多 今天也太邪门了吧 林凡刚做到主播台 不搭话功夫 竟把粉丝量突破了30万 在线围观的网友 更是高达五万多人 人力资源部的田总监 愣证片刻 转过头来 周梅问周运 周主任 你不是说林凡在网上乱骂人 使节目掉粉上万名吗 这是怎么回事 说着 他伸手指向电脑屏幕一角 那里展现着 心灵痒疤 目前惊人的粉丝数量 周运的脸疼得红了 继而瞪大了一双迷人桃花眼 他面露惊一道 对不起田总监 我不知道小林用了什么手段 这么短的时间 他竟然 竟然吸粉十多万 田总监没理他 而是转身 去给顾雪岩报喜 总裁 您果然独具慧眼 这个林先生可不得了 到了下班时间 林凡已经超额完成目标 把毒蛇总积分 狂飙到了七万五千五百 小林 给周姐说说嘛 你到底是用什么办法 快速吸这么多粉呢 周运面颊微红跟在他身后 揉搓着雪白的双手 谦虚询问道 真想知道 林凡瞄了瞄这个身材高挑 却又透着些微丰满韵味的美少妇 淡然开口 嗯嗯 周运鸡着米斑连连点头 林凡 冲他勾了勾手 美少妇会议 急忙低头 敷而过来 一股神秘香水味 扑别而来 林凡刚低下头 就不小心窥见了 他领口的雪白风铁 他不禁有点脸红而热 见周运 有如此谦逊好学的一面 大家以后又是同事了 林凡本想给他 透露一下毒蛇的妙用 但一想今天面试的时候 为了暗箱操作他外甥入职 周运差点挤走自己 林凡心里还是有点不悦 于是就对着他白皙小巧的耳朵 压低了声音神秘道 没办法 聪明如我 就是这么优秀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40 林凡你 竟敢耍我 周运挺直了身子 等着他跺脚冷翅 接着就气鼓鼓地扭动柳腰翘臀 踩着细高跟 登登登离去了 林凡也走出博雅集团大厦 这时却接到了顾雪岩的电话 恭喜 刚入职就创造了惊人业绩 说吧林凡 你在博雅 想要什么样的待遇 美女总裁的声音中 透着几分惊喜 若不是还要加班 他都想请林凡共进晚餐 为他庆贺一下了 既然他这么能干 又救过自己女儿的命 顾雪岩给林凡升职加薪 自然不在话下 说啊 你想要什么待遇 尽管开口 见林凡沉默 他在电话中催促道 林凡微一思索 认真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报告顾总裁 我想要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6 我想要什么待遇 我什么待遇都不稀罕呢 来博雅集团的直播室工作第一天 就足足赚到25000毒蛇积分 日进2000多万的工作 就算打着探照灯 又上哪找去 还要什么手表 要什么破自行车 嘿嘿 开个玩笑顾小姐 我拿正常工资就好 挂了电话 临翻到附近一家超市买香烟 进门看到一名女收银员 正在很认真地数一堆硬币 这时 一个小女孩从超市里跑出来 蹦蹦跳跳欢唱着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数一数 24678 小姑娘的嗓音清脆甜美 却听得收银员大皱眉头 因为猛一听到她的24678 收银员忘记自己数到多 呃 她只得仰天长叹一声 很郁闷地把数了一半的硬币 倒回去重数 临翻听着小姑娘的声音耳熟 顾不上买烟就转身追了出去 竟是顾雪岩的女儿 小洛洛 此刻 她在博雅集团的广场上欢快奔跑 保姆王仪则在后面神色慌张地追 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在溜狗 小洛洛又上前调戏人家 阿姨 你的小狗好可爱 我可以摸摸它吗 对方玩耳一笑 蹲下身子说 叫姐姐 我妈咪说 见到兄大的要叫阿姨 凶小的才喊姐姐嘞 顾小洛瞟了一眼那女子饱满的胸脯 阵阵有词 蛤 狗主人不知是该哭 还是该笑 想当姐姐充年轻 但也不想被人把胸看扁了 这可怎么破 临翻同样愣住了 不由你没想 作为著名的知性美女 顾总裁会教你用这么流氓的识别方法去喊人 我信你个鬼 你个捣蛋 孩子坏得很 那阿姨 我现在可以摸一下姐姐了吗 狗主人 林帆 她差点当场笑喷 心里已经傻傻搞不清 洛洛这个小妖孽 此次是口误 还是故意的 林帆刚想跑上去 亲近亲近这个缩小板的自己 并想办法进一步打探 她和小洛洛之间 到底隐藏着 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却抬头看见一辆黑色防弹兵力 在不远处的马路边上 戛然而止 从豪车里下来的那个男人 正在冲自己挥手 看到那个中年男人 林帆微微皱眉 迎了过去 林先生 冒昧打扰 请多海涵 对方远远伸出手 面带儒雅笑容打招呼 见中天国际董事长唐山现身 林帆有点意外 唐董事长 你这是专程来找我的 唐山点点头 伸手示意上他那辆防弹车说话 对不起林先生 主要这是得面谈 听说你来博雅集团工作了 我就专程再次等候你下班 林帆有点不悦 果然是位中州大佬 手眼通天啊 老子还没点隐私了 没想到唐董事长 你还身兼锦衣卫大领导啊 林帆皱眉讥讽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90 真抱歉 事出无奈 请林先生原谅 唐山真诚致歉 想到东厂和锦衣卫大boss都是太监 唐大佬不由老脸一红 暗骂林帆嘴巴真狠 司机把车开到一处僻静的山庄 进入二楼雅间后 唐山清退手下 亲自为林帆 漆上一杯锦绣茶王 这种茶叶 踩自华夏西南部高山之巅 一株3200年的祖宗级茶树王身上 每100克的售价 高达50万 但对于现在的林帆来说 这点钱也只是毛毛雨了 寒暄几句后 唐山开门见山 说出了他的请求 因为欣赏林帆高深莫测的身手 唐董事长 想请他帮自己报一个血海深仇 原来唐山是军旅出身 曾在部队做到副师级 他有一个团级老部下 名叫陆宇 此人是军中的舞者 战功赫赫 当年还救过唐山一命 唐山退役创业 陆宇也追随他左右 三年前 自持身手高绝的陆宇 因看不惯一个东岛国高手 公然在国际舞者论坛上叫嚣 以及针对华夏舞者的挑衅 便赴京城参加了一场地下 舞者争霸赛 结果 陆宇虽然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却被那岛国高手 一拳轰穿腹部 惨烈而死 当时他是瞒着我 悄悄去参加那种搏命之战的 后来我打听到 那个名叫山本一郎的家伙 在击沙鹿团长 和多名华夏舞者之后 还骂我们是东亚病夫 唐山说着 颤手从怀中掏出两张照片 一张是他身穿戎装 与鹦鹉军人陆宇的合影 另一张 是面向阴狠的山本一郎 身穿和服 耀武扬威站在赛台上 蔑视群雄 这几年 我派出了多名高手 远赴东岛 为陆宇兄弟报仇 但那家伙 和他创立的 暗组织太厉害 我的人全都有去无回 说到这里 唐山嘴角抽动 牙齿咬得哥哥作响 近日在中州举行的 世界舞博会结束之后 一些最终胜出的顶尖高手 还会秘密踏上生死台 进行一场地下性质的 全球舞者争霸赛 听说到时候 上午好多的公本会 作为特邀大boss 来中州参加地下生死赛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所以 我想请林兄弟帮忙 除掉那个手上 沾满我华夏舞者鲜血的 岛国杀神 为陆与他们报仇 唐山双手何时放在胸口 对林帆动情地说着 燃起复仇火焰的双眸 已经引现泪光 林帆皱眉陷入了沉思 按理说 自己和唐山刚相十几天 犯不着为他去卖命 但 就冲他与陆团长的 这份生死兄弟情 以及东岛舞者杀到我国境内 病夫的狂妄嚣张 如今已经身怀武器的自己 也当为那些惨死在 宫本手下的同胞 报仇学耻 林帆目光一领 冷冷问道 宫本什么时候来中州参赛 唐山听了精神一阵 现在 距离那场地下生死赛 还有一周时间 介绍完情况 唐董事长又承诺了丰厚报仇 林帆根本没去听 也不需要 那唐某就拜托林先生了 而且陆团长的妻子 你应该也认识 哦 林帆有点吃惊 唐山沉吟了片刻 又摇头叹息道 但他现在 未必愿意对外透露这层身份 等林先生出征时吧 我们会为您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离开唐大佬的休闲山庄 回市区的路上 林帆的心情有些沉重 系统军 我现在有多少毒蛇积分 报告诉主 目前积分累计为七万七千 另有五个万分惊喜箱 尚未开启 林帆心中一喜 进阶二级武器 过几天 我要上山打鬼子 刚才通过唐山的描述 林帆已经感觉到 那个功本一郎的武器修为 应该在自己之上 那又如何 老子花上区区五千毒蛇积分 就能在瞬间提升一倍功力 若拿出三五天的毒蛇工资 进阶五技 更会把你的东岛杀神碾为积分 OJ8K 系统见兮兮的声音响起 很快 林帆就感到浑身热血翻腾 头上大汗淋漓 又是一股蓬勃心声的力量 从体内喷泊而出 仗得他身上一阵难受 恭喜宿主 宁目前的武器升级为二阶 已扣除五千分学杂费 为了验证自己的实力 林帆想找个偏僻地方 拿大树什么的 试试伸手 途经中州车程时 仰头看见那些高高耸立的 倒戏车巨幅广告牌 林帆莫名的心声抵触 就在林帆分神之际 弟弟 身后喇叭声大作 还夹杂着女人和孩子的哭叫声 林帆转头一看 大惊失色 只见一个两岁多的男孩 正在马路边蹒跚而行 一个年轻妈妈模样的人 嘴里惊呼着扑向孩子 但来不及了 一辆违规诱到超车的高大越野车 狂按着喇叭呼啸而至 因车速太快 眼看那辆丰田霸道 就要把母子俩撞飞 林帆脚下一滑 纵身朝他们扑去 母子俩被他手臂轻挥 扫进了路边绿化带中 获救了 搜 利剑般的越野车 擦着林帆的肩膀 呼啸而过 把他带来的裂剑 手臂轻微受伤 但如果林帆不是一名舞者 后果更不堪设想 嘎吱 前方越野车终于缓缓杀住 却并无一个人从车上下来 关切那对母子的死活 巴嘎 人民币edit警号百分号信号 一个面目阴冷的墨镜男 还把头伸出霸道越野车的副驾窗 操着纯正的岛屿 对母子俩破口大骂 年轻母亲刚才在人行道上 弯腰修儿子的手推车 一抬头才发现 调皮的孩子 擅自跑到了大道边 这才酿出惊魂一幕 此刻他面带划伤爬起来 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 冲上去找岛国人理论 你们在大下国的道路上 横行霸道 怎么还骂人 刚才若没有那位先生 我儿子要被你们撞死了知道吗 不料 霸道越野车上的阴冷墨镜男 只是趴在车窗上 远远地面路鄙夷 推卫了他一口 就与同伴骂骂咧咧的 驾车呼啸离去 林帆摸着被刮伤的胳膊 心中怒火翻腾 脚下猛然发力 拧眉蹭蹭追逐那辆东岛飞车 在我大下国的地盘上 竟敢如此嚣张 小鬼鬼这是在做死啊 林帆正憋着一肚子 对东岛人的火气和心生力量 无处发现呢 不料竟遭遇了这事 此刻又见 一辆豪华家常版的黑色岛戏车 紧跟着那辆霸道向前驶去 看来前车只是开到的保镖 后面做五百万毫升商务的 才是大老板 林帆眉头急不如飞 追向了岛国人的豪车 与此同时 在林帆身后几十米外的路边树荫下 停着一辆警车 一名警官刚才已经跳下车 准备前去营救孩子 却因为距离太远 而无奈放弃 他看到了岛国人的嚣张一幕 也不由剑眉紧拧 握拳大骂 混蛋 林帆向前追出不远 就见中州车城内有个地方 高高处立着一幅福岛戏车的 巨幅广告牌 刚才那两台豪车 就停在了这家车城中最大的 岛戏车专卖公司前 此刻 这家名为东岛尊持的公司大门口 已经铺开一条长长的红地毯 几十名男男女女排长两列 手摇花环和小太阳旗 躬身对莱克家道欢迎 而且这些大下国男女 口中喊出的 还是别角的岛屿板欢迎您到来 林帆作为一个正常男青年 平时对东营爱情动作片并不陌生 在得意双心的苍老师 以及波多野杰一 殷锦丽亚等多位老师的长期熏陶下 自然也能听懂这句乌里哗啦的鸟语 眼前这一幕 让林帆本就阴冷的脸色 更加难看 一群狗汉奸 和平年代 为了赚点没骨气的钱 都能对东营人如此卑躬屈膝 那真到了战争时期 你们这些五星缺盖的玩意儿 为了保命 还不得连翔斗尺 林帆从牙缝中 冷冷挤出两名低骂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6 此刻 那个远远站在警车旁的便衣男人 也对这家车企 挥舞着太阳旗 热营东营客商的媚态 恶心的直骂娘 他打电话向寻补司 汇报了相关情况 请袁兵来抓那个 开车肇事的岛国司机 对方差点把刚才那对 中州母子撞死 却像没事人一样 这怎么可以 林帆则带着对东营人的仇怒 和对那些汉奸的不耻 决定搞点事情 先试试自己升级版的身手 再狠狠教训肇事的杨司机 和刚才那个狂横的墨镜保镖 正要行动 却转脸瞅见身后 远远停着一辆警车 但他并没有退缩 只是往脸上戴上了个口罩 见刚才那俩开刀的保镖和司机 一直待在不远处停车场的霸道车上 并没有下来 林帆就悄然上了他们的车 巴嘎牙露 忽然看到这个大下国小子 居然一路追上了自己 墨镜保镖震怒而骂 同时竖起了他沙包大的拳头 在林帆脸前恶狠狠晃着 目露凶光发出了冷灭威胁 把你姥姥的蛋 见双方根本无法交流 林帆也咒骂着 从后座上探出手来 咔嚓一声 当场拧断了墨镜大保镖 威胁自己的那只手臂 不待他惨叫出声 又捂着东岛司机和保镖的大脑袋 往中间猛一刻 碰 俩人头破血流 当场昏死过去 这时 尊池公司门口的大音箱中 正高奏着岛国风的欢迎曲 那些笑意盈盈的宾客们 并不知道霸道越野车内 发生的这惨烈一幕 林帆跳下车去 又来到一个巨型的岛戏车广告牌下 轻轻拍了拍 那根蓝腰粗的钢铁立柱 光荡 就是这随手一拍 却使巨主发出很大的响动 轻轻摇晃起来 自己的舞技提升一个层次之后 蛮劲可真大 林帆自己也暗吃一惊 哎哟 谁他妈这么不长眼 把东斗车的广告牌 竖在我脸前 想碰死老子 你们好 继承我的亿万家产吗 他故作疼痛状 弯腰捂着头叫骂起来 气沉丹田发出的怒吼声 异常洪亮 金雷班在东岛尊池公司门前乍响 直接盖过了乐曲声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正要欢迎贵宾进公司的那些人 纷纷皱眉转过身来 却见林帆脚步踉跄地 跑到尊池大门口 拦住一帮中外男女的去路 你们的广告住 碰伤了我的头 赔钱 没有一个亿 治不好老子出类拔萃的脑袋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6 哼 这家倒戏车专卖公司的人 全都气乐了 赶来我们这里碰瓷 你怕是没长眼睛吧 知道我们老板 以前是混社会的不 哪来的小傻逼 走路不看路 碰死你活该 正率对青银岛国主子的公司胖老总 当即对林帆怒目而骂 这个水桶妖男人 足有三百斤重 他身穿吊带裤 白衬衫 手带翡翠戒指和名表 满脸横肉 目入戾气 一看就不是善茶 遵持公司内 胖老总手下的恶怜保安和打手 正想闻讯涌出来收拾林帆 却被他瞪眼制止了 今天对于这个亿万胖商来说 是个十分重要的大日子 东岛车企联合会的巨头领导们 来大下国市场视察工作 本就是一年一度的盛事 何况这些岛国大佬 今天能选中他 这家岛戏车专卖公司 检查指导 令胖老总心里既紧张 又感觉蓬蔽生辉 他不想节外生枝 败了岛国主子们的心 但作为昔日的道上人物 胖老总最是擅长耍无赖 岂会把林帆这个小无赖 放到眼里 他冷眼走近林帆 沉声威胁道 不想死 就赶紧滚开 林帆朝他翻个白眼 撇嘴高喊道 哎呦呦 大家伙瞧瞧 这猪头老板 丈夫欺人了呀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0 猪头 中年胖子气得瞪大了眼睛 嘴角直抽 可当这东鹰主子的面 又不便发作 他当即伸手拽着林帆 与其阴沉无赖道 你说被我们的广告力柱碰坏了脑袋 那就去打他出气啊 滚 胖子心中咬牙按骂 姥姥的 今天赖得和你个小憋三计讲 若是换个日子 看我不拔你的皮 林帆听了却很满意 捂着头道 这可是你说的 我要是失手打坏的那些广告主 造成任何损失都是你的 噗 热营外宾的尊治公司人员 都差点笑怕 这个戴口罩的瘦小子 怕是从封人院逃出来的病号吧 那些足有三四层楼高的钢铁立柱 伸出双臂 都未必能搂住 每一根都有几吨重 你要赤手空拳 和他打架 脑子进驶了 胖老总强忍住捧腹大笑的冲动 一边弯腰 供应着岛国人进公司视察 一边头也不回地挥手道 去吧 小儿臂 林帆转身攥起了拳头 目光渐冷 既然天意如此 今天就在他家小时伸手吧 五六名身穿黑西服的东营车企大佬 已经带着翻译和随从 被迎进尊持公司 林帆抬头打亮了一眼 那些倒戏车高调的巨幅广告牌 面露怒涩 扫射完周围的环境 他骤然挥动双掌 以裹挟着真气的澎湃距离 轰向了一根根固定广告牌的大晴天柱 砰砰砰 轰隆隆砰 三四根一人粗的钢铁支柱 在他泛着悠悠蓝芒的双掌猛轰之下 接连不断地拦腰折断 又不偏不倚 齐齐砸中了卖场上 一辆辆崭新的岛系豪车 包括岛国人开来的霸道 和那辆价值500万的家常商务车 却并未伤及一人 林帆不禁感叹 出手迅猛有力 角度控制也很精准 泽泽 真是没谁了呢 自己的二阶段武技 果然牛叉 刚进尊持公司的那群人 骤然间听到外面传来了 天塌地线般的巨响 都惊叫着跑出门来 却见那些高高倾起的巨幅广告牌 像遭遇了36级台风般轰然倒塌 并狠狠砸在了 自家一辆辆崭新的豪车上 几十万一辆的名车 被砸得稀巴烂 眼前一片狼藉 更要命的是 连他们东营主子开来的 限量版定制车 都未能幸免于难 草特么的 咋回事啊 这是 水桶姚老总跑出来一看 眼珠子都快惊掉了 林帆冲他玩味一笑 淡然道 我掐指一算 这些广告牌和岛国车 将给老板带来血光之灾 既然你刚才已经同意 我就帮你把他们给拍碎了 听了林帆的话 东岛尊持的老总惊怒之余 又感到可笑 你特么觉得 这些广告牌和岛戏车 将给老子带来血光之灾 所以就帮忙 把他们给拍碎了 胖老板面色铁青 看看眼前的残景 又拧眉怒骂林帆 操 你个傻逼是谁啊 疯了吧 先把这小杂种 给我看好了 他当然不相信 那些用大型吊车才安装上的 钢铁援助广告牌 皆毁于眼前这个瘦小子之手 胖老板怒骂着 四处打量自己公司附近 有没有重型挖掘机之类的机械 和可疑人员出现 结果很失望 现场只多了些文声 跑来看热闹的人 其余一切如常 林帆眯着眼睛 玩味一笑回道 别想知道我是谁 做好事从不留名 你要问就叫雷锋 围观人群惊愕不解 卧躁 这个口罩小哥牛叉呀 单枪匹马 挑战东岛尊持公司 他还咒骂那胖老总 有血光之灾 说那些大铁柱子 都是他拍倒的 听到林帆的调戏 胖老板伸手怒指他的鼻子 脸上布满了阴毒 那些钢铁柱子 都是你拍碎的 对吧 拍 你他妈现在就拍给我看 拍不碎老子扒你的皮 让你全家有血光之灾 他一边吼叫着 一边让手下包围住林帆 此时胖老总已经认定 这家伙很可能是 对头拍来挑衅的 而那些突然倒塌的 广告大力主 也应该是被仇人 埋了炸药炸断的 这一刻胖子的肝都要气爆了 他今天就是抽了林帆的精 也得逼问出此时的幕后主使 赶在岛国主子来视察的当口 炸自己的公司 此仇不供带天 这时 几个东岛人也带着翻译跑过来 嘴里激里咕噜惊呼着 那女的当场翻译起来 石田先生问 贵公司的卖场上 刚才经历了什么 强劲的龙卷风暴 林帆皱眉撇了撇嘴 当场纠正道 不 那是我们华夏著名的爱国小旋风 就这样是的 说着 他又转身跨前几步 对准另一根倒戏车的广告立柱 轻飘飘反手拍出一掌 却见那掌风之中 裹挟着一团若隐若现的骇人光芒 轰动 最后一根三菱汽车的巨主广告牌 也轰然倒塌 不光砸烂了长长一排倒戏车 连这家公司的门脸和外墙 这次也惨遭毁容 死 众人吓得猛抽着凉气 连连倒退 一些女员工和那名女翻译 更是当场下趴在地 这小子是人还是鬼啊 你也把附身了吗 胖老板更是瞪大了惊恐的双眼 扑通一声跌坐到地上 伸手捂住了的嘴巴 草啊 我特么刚才说什么了 让这家伙再拍一下给自己看看 还说拍不烂就扒他的皮 临翻双手插腰 很神气的给胖老板上起了课 你想想哈猪头 三菱是不是东晋之岛的军工企业 和平时期 他们从大厦人身上赚到的钱 战时是不是就变成了 射向你同胞的子弹 所以 你遭到热血大吓人的报复 面临血光之灾 是迟早的事 我这么做 也都是为软骨头汗奸好 怕你们在无耻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七百 胖老板头冒冷汗 一张脸长成了猪肝色 他在手下的搀扶中 才很费劲地从地上爬起来 脸上横肉一阵狂抖 这个逆天小子 竟能一掌拍断蓝腰粗的钢铁锯柱 他 他绝非是一个小痞子那么简单 就算这胖子 曾经纵横黑白之间 七行八市 无恶不作 又何曾见过这惊天一幕 死啊死 他和全场之人倒抽着凉气 下得体弱筛康 老总 这小子背后肯定还有人 他们事先在广告柱上做了手脚 对 谁特别有那么变态的巴掌 当自己的手是炮弹吗 在一帮手下的提示下 胖老总恍然惊醒 对啊 刚才事发突然 自己竟差点被这个狂小子虎住 一定是有人在剧柱上做过了手脚 或在暗中配合他演戏 先弄残这小杂碎 给他流口气 老子还要问话 胖老总暴跳如雷 凶相毕露 对手都在光天化日之下 欺负到自己脸上来了 而且还砸烂了东岛贵宾们的车 那几个同样面露惊露的东岛车企大佬 在听完女翻译的介绍后 不由对林帆的言论大皱眉头 面露一丝阴冷 但他们不动声色 选择了坐山观虎斗 东京人并不关心 这家导车公司的损失 但他们的豪华座驾 还有现场上百辆导戏新车 都当着自己的面被砸毁了 那是在抽这些导车大佬的耳光啊 他们知道 今天林帆要惨了 赔偿巨款不说 还要被打残去坐牢 得到胖老总的命令 东岛尊池公司的狠力打手们 犹如出龙猛兽一般 扑向了林帆 他们一个个人高马大 面露凶相 手里还握着粗钢管 却远远不是林大侠的对手 面对七八的大汉 手指钢管当头砸来 林帆冷冷一笑 面色微沉 砰砰砰砰 只用一个空中旋腿 就把一帮围攻自己的狠人 全部撂倒在地 并踢断了骨头 见尊池的打手 瞬间被林帆干翻 嘴里哭爹喊骂 那几个作弊上官的东岛车骑大佬 纷纷皱眉摇头 似乎很看不上尊池打手的垃圾实力 一名东岛大保镖 冷冷扫视着倒地痛嚎的尊池打手们 更是面露鄙夷 忍不住哇啦哇啦沉声怒骂起来 大老主子们见此人跳江出来 面色都微微一紧 却无人敢阻止他 听了一国保镖骂骂咧咧的话 华夏吉女翻译 微微皱眉 但在东京人的冷眼逼视下 他不得不如实翻译 这位保镖先生说 说贵公司的保安打手 全都是吃猪食长大的饭桶 这样的垃圾也只配活在我们大下锅 这句轻蔑狂妄之言 顿时引爆了全场同胞的怒火 尊池公司的人也从惊骇中回过神来 他们窃窃地望向那个面目冷酷的岛国大保镖 小声嘟囔道 您厉害 您上 下一刻 只见口出狂言的大保镖 面翻一层诡异的黑雾 贴在他魁违身躯上的衣服 竟也在某种神秘气息的涌动之下 轻轻鼓荡起来 林帆微微一愣 以自己目前掌握的五刀阅历 不难看出 这个保镖来头不小 他竟是东岛治安组织 局刀社的终极武者 但 那又如何 林帆目光一领 对他比一冷笑道 快别骄傲了小鬼鬼 其实你就是根基吧 赶如我大下国 老子把你拍成垃圾中的颤抖机 接着转头 对面红耳吃的女翻一道 把我的话 如实翻给这伙听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 听了翻译后 东岛大保镖面色阴沉 他铁拳紧握 狂傲地扭动脖子 发出一阵骇人脆响 混蛋之那人 今天能死在我手上 是你一生中最荣光的时刻 见这位加藤军 黄暴出场 岛国车企大佬们 长舒一口气的同时 脸上又流露出一丝紧张 他们知道 加藤虽然身手高绝 但脾气暴裂 并患有战后综合症 一言不合就想杀人 事实上 东岛车企联合会 重金聘请的这个大保镖 确实很有来头 特种兵王出身的加藤 曾是皇军武官学院 最能打的学员 武技惊人 从无败技 而且最可怕的是 加藤还是岛国那个 令人闻风丧胆的暗组织 橘刀社成员 现场的东岛车企大佬们 虽然与他是雇佣关系 表面上都是这大保镖的主子 但事实上 他们从内心深处 都对加藤这家伙 惧怕三分 见自己崇拜的加藤军动怒了 另一名东岛保镖 微微皱眉 杀鸡烟用牛刀 他捧起一杯尊池公司 奉上的明茶 来到加藤面前 恭敬道 加藤军 那瘦小子 对付尊池的垃圾打手还可以 但又怎配您亲自出手 请喝杯茶消消火 让兄弟 我去收拾他吧 但是 脾气狂暴的加藤 早已寄养 岂肯放过这个 上阵杀敌的好机会 他伸手推开那杯茶 模仿在军校学过的 三国演义对话片段 傲然仰手道 茶且放下 灭了那小子再喝 不迟 话落 加藤握拳冲出 哄 一个凌空起跳 铁拳直奔林番的面门砸去 看到这幕 林番轻松躲闪之余 皱眉讥讽 哎哟 小鬼鬼来我大厦国 模仿官二爷 装逼一时爽 转眼火葬场听过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523 冷声说着 他侧身闪过加藤自高而下的暴击 但全场之人 却都被那舞者大保镖的强劲拳风 震得衣脚和头发乱飘 脚下不稳 面似刀割 马德 这东京人果然强悍 那个大厦小旋风兄弟 无论从体型还是身手上 都差人家一大截 今天必死无疑啊 嘖 快看 围观者远远躲到一旁 低声议论着 却突然发现情况有变 就在加藤迅速轰出的第二拳 眼看就要击穿林番的胸口时 却见他冷冷一笑 很随意地抬手 擦 大保镖立中千军的手臂 竟被林番犯着轻忙的掌刀 当场削掉了半截 那截血淋淋的断臂 从空中直射而出 又砰的一声 砸翻了加藤身后的 东岛车企大佬 与此同时 林番的另一只手掌 结结实实拍在了 对手的胸口上 但与他刚才对付 尊治公司的打手时 只用一成内进不同 这一次 林番用了五成 扑 东岛大保镖口中喷射的血柱 撒了主子们和胖老总一脸 并把他们当场冲击倒地 纵视橘刀射内进雄厚的 中阶舞者 狂霸无匹的家藤 却承受不住林番这一掌 口喷血柱的瞬间 他的身子如离弦之剑 直直倒飞进了 尊治公司内部 喷龙 这家倒戏车 专卖公司的豪华前台 被倒过大保镖的身子 砸了得粉碎 全场之人都吓得浑身颤抖 亡魂皆冒 大家并住呼吸 用无限惊恐的眼神 窃窃地望向林番 却见他浑身上下 并没有沾染一丝血迹和尘埃 就仿佛刚才那两场 快捷而害人的激战 根本就与他无关 下一秒 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中 林番缓缓转身 右面呆面笑 走向他的东岛二宝镖 此时 那家伙早已经和主子们一样 吓得面色煞白 头冒冷汗 但在他颤抖的双手中 仍然牢牢捧着那杯 一口未喝的明茶 二宝镖心里惊雷隆 心跳加速 都快吓尿了 在他心目中 传奇舞者加藤君 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 这次大下之行 能与他共事 三生有幸 可是 征战二十多年 从无败计的家藤 今天居然抵不过 眼前这小子一掌 比杀死一个舞者 更残忍的事 令他感到绝望 现在二宝镖就深刻体会到了 彻骨的寒冷和绝望 骤然间弥漫周身 他像个傻叉一样 瞪圆了眼睛 呆若目击 浑身站立 林番微微一笑 从二宝镖手里 抓过那杯大下茶 又随意挥出一拳 将他打飞 仰头把这杯新茶倒进嘴里 淡淡道 嗯 茶上温 人已凉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88 听到这句话 那些早已下的瑟瑟发抖的 岛国大佬 都深深垂下了头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们对大下国文化并不陌生 当然都知道 三国演义中 关羽温九斩华雄的精彩桥段 原版内容是 重将出征 皆被华雄斩杀 袁绍无人可用之际 只得派当时还未成名的关羽 出战试试 曹操会演十英雄 双手捧起一碗热酒 为官二爷撞行 关羽伸手挡开 傲然道 酒且真下 某去便来 二爷出仗提刀 飞身上马 众诸侯 听得官外鼓声大震 喊声大举 如天催地他 越汗山崩 众皆失惊 正欲探听 鸾铃响处 马到中军 云长提化雄之头 置于地上 其酒尚温 而刚才 岛国大佬们带来的那位 不可一世的大保镖家藤 居然也想东施孝平 学一把大下国武圣官二爷 他坚信 自己在茶凉之前 取回林帆首集 犹如探囊取物一般简单 却不料 理想很丰满 现实太特么骨感 那杯明茶 直到被林帆喝下肚 确实还是温的 只是他家藤君 已经快凉了 若不是林帆留他有用 刚才已经扭断那货的脖子 让他彻底凉凉 林帆走向东岛尊池公司的大门 当这尊杀神 经过自己身边时 在场的人 齐刷刷下探一片 林帆伸手拎起那个郊区乱颤的女帆义 大踏步走进公司 再看家藤 口吐鲜血躺在地上 全身剧烈抽搐着 直翻白眼 她已经被林帆那一掌拍碎胸骨 震裂内脏 随时有可能挂掉 林帆走到他身边 副手而立 奄奄一息的家藤 又气息微弱地咕入了一串岛屿 女帆义发挥着她的特长 这 这个岛国家伙说 说她是橘刀社成员 有仇臂 避避避报是他们的设置 只是不绝间 她已经把刚才称呼的 这位保镖先生 换成了这个岛国家伙 林帆冷撇着地上 抽搐不止的家藤 翻翻眼皮抱怨道 看吧 我就说 你会被打成垃圾中的颤抖鸡 你个小鬼子还不信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收到积分 林帆又往家藤军伤口上 撒了把盐 人生难免起起落落 但你很不幸遇到了我 人生就只剩下起起落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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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 这时林帆才面色一灵 冷冷说道 你还有三天活头 回去告诉你们 橘刀社的大boss公本一郎 七日之后 我在中州地下生死台 等他来为你复仇 话落 林帆转身去 那辆一直停在不远处树荫下的警车 还有增援过来抓人的车辆 这才同时发动 开始分头行动 没错 刚才巡补们看林帆打东京人看得过瘾 忘记执法了 但令警车里的人感到懊恼的是 眼看就要追上林帆的时候 却发现他戴着口罩身影一晃 骤然消失在了路边丛林中 警车里坐着的 正是中州的刑侦队长翟华伟 那天晚上 江南与林帆 擒获两个抢孩子的汉匪之后 他开车过去抓人 与这个健义勇为的小伙子 有一面之交 今天翟队长本是按摩查 东岛尊区公司 那位胖老总 雇兄重伤同藏的情况 却在无意间亲眼看到 来自东京的霸道保镖 差点驾车撞死一对母子 还对一个华夏正义小伙 挑衅叫骂 接着那小伙就爆发了小宇宙 把东英国保镖和尊区公司 打了个稀巴烂 翟队长是办案老手 目光如炬 已经猜到 刚才那个伸手逆天的朴素小伙 很可能是林帆 翟华伟急忙掏出手机 拨通了美女寻补的电话 喂 男姐 重大发现 你今晚可得请我吃饭了 听完翟队的汇报 江南花容失色 他相信 以林帆深不可测的身手 以及正义感爆棚的性格 在受到东京人的嚣张挑衅后 很可能做出这种 大杀四方之事 这太符合那小子的做派了 但 如果犯罪嫌疑人 真是林帆 江南既于心不忍 让爱国勇士 把牢底做穿 又不能违背他的职业操守 去包庇一个 重伤他人的嫌犯 哪怕他林帆曾救过自己一命 又是闺蜜顾血淹的恩人 这是他的原则 工作是工作 私情是私情 痛苦纠结了片刻 美女锦花在电话中 只是翟队长 你先带队去抓捕 东岛尊持的胖老总 兔审他之前 雇兄伤人的事 然后再看 今天那些受害方的态度 这是如果真是 林帆那小子干的 需要多少赔偿 我和朋友会帮他出 但需要他来承担的 法律责任 还是要承担 翟华伟从江南 有些痛苦的语气中 捕捉到了一些 别样的信息 他皱眉沉思了片刻 咬牙表态道 男姐 那个小兄弟 不光勇敢正义 还救过你的命啊 如果今天真是 他教训的东岛人 我就是豁出这身警服 也一定会想办法 把事态的严重性 降到最低 再说那个 开霸道车的东岛司机 本身以涉嫌驾车 谋杀大厦国那对母子 您放心 我会想办法处理好的 林帆穿过一片树林 扔掉外套和口罩 进入一家五星酒店 他直接开了间总统套房 洗完澡躺在床上休息 初次驻总统套房 映入眼帘的华贵景象 简直令人窒息 套房面积达700平方米 其中还包括两个随从房间 六名高素质的各国服务力人 在门外24小时待命 林帆发现这些中外美女 不光气质极佳 而且比空姐素质都要高 无论你和他们讲外语还是中文 人家都能奄然一笑 彬彬有礼的对答如流 这家五星级酒店 临家二住 位于摩天大楼顶端的巨大落地窗 视角无敌 轮府看到全市的风景 红色相近的波斯地毯 宝蓝色相迎边的镜子 看上去奢华而不庸俗 由1200块水晶打造成的枝叶形吊灯 更显优雅滑贵 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和名贵油画 让人感到不明觉厉 那套B W牌世界顶级音响中 正播放着天籁般的轻柔音乐 令人心旷神疑 更为豪狠的是 总统套房的柱子 墙壁 电梯 全是镀金的不说 就连房间门把手 玉石水龙头 甚至一张小小的留言条 都镀上了一层黄金 可谓极尽奢华 或者说 真特么土豪 如果不想指使门外的各国家里 林凡只需要轻喊一声 就能遥控总统套房里的所有设施 这里仿佛是用高科技打造的 一个神奇的童话王国 无论是智能门窗 窗帘 电器 马桶等 都能无接触地操控自如 即使外出 到酒店85公顷大的私家园林里散步 或者去超大的人造海滩游泳 打高尔夫 门外的家里和安保人员 也都会不远不近地陪伴着你 夜幕降临 奢华的总统房间里 灯光柔美 气息芬芳 林凡躺在宽大舒适的软床上 不禁感叹起来 早就听说 开房多爽多爽 今天这一体验 还真是 一个人睡这么大的床 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果然很爽 他渐渐地感叹着 又伸手接过乌克兰美女服务员 攻进地上来的鲜榨野果汁 咕咚 喝下一大口 啊 爽酸中 透着别致的香味 清凉无比 其实 这杯鲜果汁也非同寻常 它由澳洲指成 越南黄龙果 东岛红宝石葡萄榨成 每一样原料 都堪称水果之王 就拿指成来说 这水果虽带了个橙子 但与普通橙子没什么关系 并且是一种南密的山林野果 指成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都非常棒 被称为水果中的鱼子酱 而东岛红宝石葡萄 也不是随意就能采购到的 它需要水果猎人去东洋参加拍卖 那个名叫纳塔莎的乌克兰美女 身材傲人 金发碧眼 肤白似血 她挺巧的鼻梁和红唇 更透着无尽的性感 都说乌克兰盛产美女 果然名不虚传啊 林帆肆意打量着 她几乎要撑破白衬衣的傲人胸脯 隐隐可握的小蛮腰 还有她挺巧的黑色包臀短裙下 那双修长的丝袜美腿 不禁咽了一口口水 那姑娘 林帆邪妹一笑 宠她勾勾手指 林先生 您需要什么服务 纳塔莎面带迷人的微笑 踩着高跟鞋 款款走来 叫总统 林帆从钱包里 抽出厚厚一打崭新大钞 铁了心要体验真土豪的感觉 乌克兰美女 只是微微迟疑了一下 马上低头恭敬喊道 总统先生 您好 林帆往她穿着V字领 白衬衣的诱人胸口 塞进了一点小肺 叫绅士 纳塔莎微愣一下 旋即用洋味十足的中文 甜美喊道 绅士好 林帆又往她胸口 塞了一点小肺 叫主人 这次纳塔莎的嗓音 就更迷死人了 主人 林帆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暗叹 有钱真好 自己若是以前那个穷屌思男 即使在街上遇到纳塔莎 这样气质高雅的角色洋美女 她怕是多丑眨眼 都觉得拉低了身价吧 原来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林帆不禁想起 王尔德那句名言 年轻时 我以为金钱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等到老了才知道 原来真是这样 林帆曾听说 每一个美女骨子里都很高傲 于是就决定用金钱 刺探一下纳塔莎的高傲程度 林帆学着电影里流氓大亨的样子 以命令的口吻道 你 今晚留下来陪主人 那美女的俏脸微微发红 正色挤出一丝职业微笑 对不起主人 不可以 嘿 林帆皱眉从床上坐起来 我还不信这个邪了 小美妙 你今晚留下来陪主人 听了林帆的话 巫国美女俏脸微红 正色挤出一丝职业微笑 对不起主人 不可以 纳塔莎的果断拒绝 让林帆微微一愣 她皱眉从床上坐起来 盯着洋美女诱人的身子 发动了毒舌 那美女 你也别太骄傲 虽然你长得漂亮 可惜凶肿得很严重 没有我的妙手治疗 你迟早会被他俩拖累到走不动路的 听到林帆一本正经的调戏 纳塔莎下意识低头 瞅瞅自己胸前的傲然 带眉微醋 面颊发热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320 见他闽唇不语 林帆迷眼道 我出5万 要知道 搁住一晚上总统套房 才不过 花了三四万啊 不可以的 纳塔莎强挤出一丝笑容 但神情已经微露不悦 十万 林先生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们巫国女孩 也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奔放 纳塔莎原本甜甜的声音 此刻已经变得有些轻旺 五十万 林帆抬起一只手笔划着 略微抬高了声音 纳塔莎雪白的脸颊 胀得通红 她皱眉捏着双手 陷入了迟疑 你一辈子还有那么长 陪我一晚上能损失什么 小妾 我们深入交流一番 也有利于促进两国木林友好关系 对不对 林帆盯着她前突后翘的身子 寻寻善诱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六十 累计积分八万零四十 又一个万分奖励相送达 见纳塔莎还在矜持 林帆面露不耐催促道 那美女 我数到十 你如果不同意 我就换别人了 下一秒 她脱口而出的却是 十 纳塔莎的脸更红了 你没惊讶到 林先生 你 嘴里虽然矜持 却见她已经背驰咬着红唇 优雅坐到沙发上 脱掉了一双细膏跟鞋 继而清解罗长 鸟鸟挪挪地向浴室走去 等纳塔莎美人出狱 全身上下只裹一件真丝黑浴袍 红着脸回来 却见林帆已经昏昏欲睡 林先生 她羞涩轻换着 身上香气撩人 见林帆睁开了眼睛 纳塔莎轻咬猪唇 走到她身边 娶你 所需吧 下一刻 林帆轻轻拥住她的小蛮腰 能感觉到异国美女的身子 正在微微站立 她伸手 把纳塔莎雪景上 那根漂亮项链 给解了下来 好了那姑娘 这张卡里有五十万 你拿着出去吧 林帆赴账后 摊开手掌里的白金项链 饶有兴致欣赏着 面带满足的笑容 啊 林先生 这 纳塔莎迟疑着 不敢接那张银行卡 脸蛋红扑扑地睁大了眼睛 她被林帆这步走寻常路的骚操作 给整猛逼了 没事没事 我就是想试试 有钱是不是真的能为所欲为 林帆目录兴奋到 就像她刚刚完成了一项壮举似的 建议国美女不敢接卡 林帆直接把卡塞到她的手里 又与众心肠地刺激她 同时 我也想让那美女知道 我可以用金钱征服你 但主人的身子 却是你永远得不到的向往 不被拒绝一下 你还真把自己当羊仙女了呢 欠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88 纳塔莎一愣 继而握紧那张银行卡 深深鞠躬道 谢谢主人的巨额赏赐 在抬起那张青龙脸庞时 她充满抑郁风情的蓝眼睛里 已经蒙上一层金银的水雾 以前 来自各国的美女同事们 曾告诉纳塔莎 在总统套房工作 很容易遇到神豪 尤其是大厦的有钱人 出手十分阔绰 但在此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纳塔莎不再相信这句话 平时她接待的 大多是各国政要大亨或大厦明星 却并没有觉得华人有多大方 倒是一个中东国家的王子 曾豪气给过他三万小费 令他感到震惊和喜悦 但今晚 衣着普通的大厦青年林藩 一出手就是五十万豪赏 纳塔莎惊呆了 被林藩挥手打发出总统套房后 她紧捏着那张银行卡 当即给国内的美女同学们发信息 亲爱的 你们快来大厦吧 这里的男人很豪横 又很幽默 如果能嫁给他们 真是莫大的幸福呀 接下来 林藩又用同样的办法 征服了一个东宁国家里 只不过 这个看上去漂亮羞涩的小雅美质子 内心却远没有纳塔莎矜持 林藩才把价格抬到二十万 他就已经红着脸 跪倒在主人身边 这一夜 七百平米的总统套房里 不可描述的声音 起伏不休 末了 小雅美质子颤身 接过林藩给的报酬 还向他虚心请教大厦文化 主人 日日思君不见君 下一句是 什么 他抹着香汗 仰脸询问 林藩微愣 皱眉思索了一下 随口回到 共见新农村 哦 感谢主人 指点 美质子 拖着软绵绵的身子 双腿颤抖 扶墙而去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听到系统提示间 林藩面色一喜 不禁打了个响指 这笔小积分 能兑换四十万现金 也就是说 刚才自己随口抛出几个字 就反赚了那东营美女二十万 爽 林藩正泡在浴缸中 畅想未来 却接到美女笑花打来的电话 她滑开接听见 信口逗叶若曦 刚才还梦到你呢 就打来电话了 咱俩真是心有灵犀啊 呃 你梦到我什么了呀 林大侠 叶若曦柔美的声音中 透着好奇 我梦到你卸了妆 当时就吓醒了 起床后 发现满身冷汗 这不 在泡澡呢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五十 电话那端静默了两秒 林藩可以想象 此刻叶若曦小具规模的胸脯 一定在起伏波动 去你的 见嘴林藩 本小姐素颜就这么漂亮 极少化妆好吗 叶若曦尴尬干咳了两声 有声音清冷道 在哪里呀 混小子 我找你有正事 我在金爵大酒店 开了个总统套房 来谈心吗 我请你到大阳台的堂椅上数星星 林藩在电话中 对叶若曦发出诚挚邀请 不要土豪 你自己数吧 叶若曦美好气回道 林藩又做恍然大悟状 接着说道 哦对 一叶笑花的智商 数星星太为难你了 那我们就来数月亮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五十 呸 我智商一百五十六 损嘴小子 叶若曦在电话休愤称骂 又直奔主题说 她想请林藩帮忙看看 自己刚写好的毕业论文 你开挂了呀叶笑花 这么快就写出来了 令我这长期单身的首宿 都望尘莫及啊 叶若曦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八十六 她显然品出了这话的含义 修道与捷 最后抛下一句我发你邮箱 爱看不看 就匆匆挂了电话 再和这家伙多聊几句 本姑娘简直都有怀孕的风险 叶若曦想不明白 昔日那个品学兼优 低调朴素的林藩 怎么变成了这样 不光色胆越来越大 嘴巴越来越损 还突然很豪横 但她懒得关心林藩开什么豪车 住什么样的总统房间 叶笑花只想 让这个学霸同学 帮自己看看 论文有没有什么纰漏 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事 自从得知 林藩前几天意旧女童的壮举 又请她扮演自己的男朋友 在同学宴上 狠狠教训了顽固二代马昆之后 她已经对这个正气 又有些小帅的林大侠 好感巨增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林藩虽然很毒蛇 但在叶若曦眼中 她也是一个很犀利有趣的男人 总统套房内 林藩仰躺在舒适大床上 听着低柔舒缓的音乐 掏出手机 查看叶若曦的毕业论文 财思敏捷 行文流畅 论点新颖 林藩看了颇有经验之感 但她的论据不够充实 回头得搜些相关资料 帮叶美女修改修改 这样想着 林藩握着手机昏昏睡去 第二天一早 却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 小范 我和你爸去中州走亲戚 顺便想看看你 林藩听了目录欣喜 当即从大床上坐了起来 好啊 妈 几点的车 到时间 我去接你和爸爸 自己徒手就顾小洛 被他砸昏过去 差一点就死掉 苏醒过来后 却因祸得福 获得了神嚎毒蛇系统 从此逆天改命 这种生死起落 让林藩心生唏嘘 这几天 她也挺想念家乡的养父母 她想把自己获得的 这份人生大惊喜 分享给二老 却又无法说出实情 就算说了 他们也肯定不信 自己的神奇遭遇啊 从自己家乡的那个小村子 到省会中州市 不过两三个小时的车程 上午十点半 林藩就在车站接到了父母 他们兼扛手拎着 大包小包的东西 灰头土脸 像逃荒的难民 爸 妈 林藩接过他们手上的包 刚喊了一句 就被一种莫名的感伤 耿住了喉 你咋了小藩 是不是在中州 遇到啥事了 养父母见林藩的眼圈 有点泛红 目录关切盯着他 同声询问道 没 没事 这不是又有一个多月 没见你们了 有点激动 林藩灿然一笑说 这傻小子 都比你爹高出老半头了 心里还像得孩子 父亲爱你的举手 摸摸林藩的脑袋 慈爱的目光一如小时候 我姐给你们打过电话吗 她在身世还好吧 林藩询问道 姐姐虽是养父母的亲生女儿 但当年为了赚钱供林藩读书 她连高中都没上 从卫校毕业后 就去南方打工 贴补家用了 前两天 林藩说自己和富家同学 一起炒股票发了财 曾向姐姐转过去一百万 并要求她向爸妈保密 姐姐推测了半天 才含泪收下 我弟有出息了呢 好 这钱啊 姐替你存着娶媳妇用 不用啊姐 我现在豪横得很 你只管花 回头我再给你拨款 林藩在电话中豪气道 现在 一家人坐上出租车后 林藩却不知该让父母去哪 虽然给家人买花园大别墅的梦想 马上就可以实现了 但眼下 自己还没有固定住处 微微私存了一下 她告诉出租车司机 师父 去湘张公馆 林藩心里明白 结衣缩食半辈子的养父母 肯定住不惯酒店 也不会让自己乱花钱 那就让他们亲眼看到 自己在中州 有一套免费豪宅住吧 接着 她就硬着头皮 给江南发了条信息 江景花 我爸妈从乡下过来了 我想先把他们接到湘张公馆 让二老觉得 我在中州有落脚的地方 江南的回复很快 明白 我派人给你送钥匙 林藩有点意外 这个暴脾气 今天终于正常了 拿到钥匙 带父母进入顾雪岩的这套豪宅 林爸林妈嘖嘖赞叹 太阔气了 房子真大 咦 小帆 这怎么还有女孩子的衣裳啊 母亲眼间 在阳台上看到了江南晾晒的衣服 一会儿我给你们慢慢倒来 林藩让父母洗了把脸 喝着水 向他们盖数了 自己救下小洛洛 顾雪岩把这套空房子免费 自己住的真实情况 那女的是顾总裁的朋友 我们顶多算合作男女 并不熟 听了林藩的解释 父母继为儿子的建议勇为点赞和后怕 神情又有点小失落 村里 你那些发小 好几个人都是俩孩子的爸爸了 是啊小帆 你什么时候也能领回家 一个女朋友 让爸妈瞧瞧 林藩听了不以为然 这有啥难的 随时可以 不料 吹着无心 听着惊喜 啊 那快带你女朋友来小帆 让爸妈看看 母亲暗淡的眸光 一瞬间变得神采意义 充满了期待 你是认真的吗 老妈 我一个酒精考验的单身狗 去哪儿交个女朋友来 给你们看看啊 但为了哄父母开心 林藩还是硬着头皮笑道 撑 啊 小事一桩 转过身来 就给叶若西发微信 介绍了自己面临的窘境 请笑话美女来救场 呃 林藩你还真把我当专职假女友了呀 可是 我现在家里有事 暂时过不去呢 林藩无奈撇了撇嘴 冒牌货果然靠不住 只得用女朋友 暂时有事过不来 搪塞父母 爸妈带来了林藩爱吃的烟菜 煮花生 还有自家地里刚出产的嫩玉米棒子 母亲又给慈阳孤儿院的孩子们 做了一大包小衣服和布鞋 她说 这种鞋子虽然土气 却比皮鞋舒适 很羊角 正好 过几天就要举行建院三十周年庆典了 到时候 我把这些带给孩子们 林藩含笑对母亲说 八岁多的时候 林藩才被养父母 从慈阳孤儿院领带 回家收养 她自然对童年那段特别的集体生活 有着深沉的记忆 父母也从不避讳此事 每年都会让她 给那座爱心孤儿院 带去一些土特产和小衣服啥的 领着爸妈吃了顿丰盛大餐 又休息了一会 他们提出要去看望 年过八旬的姑姥姥 有些土产就是给老人带的 我姑姥姥不是住在咱县城 她儿子家吗 林藩不解 你还不知道吧 你那个陈表叔 在中州买了豪宅 把你姑姥姥接到这边来住了 母亲面带自豪笑容 听到陈表叔 林藩沉默了几秒 她不禁想起那些难堪的往事 自己给父母买大别墅的心结 当年正是拜那个傲慢势力的表叔 和她儿子所赐啊 但姑姥姥对自己一家人很好 林藩也只能硬着头皮 陪父母去看望那位慈祥的老太太 一家三口坐上出租车 去往中州的富人区 一路上林藩面色沉冷 思潮翻滚 耳边不由回荡起 表叔当年那些丈夫欺人的刺耳化 和父亲的愤怒抗争 在环境优雅的富人区下了车 林藩拎着父母拿的半袋子土特产 又在附近超市买了几样礼品 一家人这才按表叔提供的地址 来到一个高档小区前 费本小区的业主 门卫不让进 母亲给那位做生意的表叔打电话 表弟 我们到你家大门口了 等会儿吧 我有点事 对方不冷不热地撂下这句话 就挂断了 一家人站在烈日下 又足足等了三四十分钟 满脸汗水 最后终于看到 表叔那个高高胖胖的儿子陈飞扬 很不情愿地下楼来接 哼 还真是附在深山有远亲啊 我们刚搬来中州几个月 你们就从农村找过来了 陈飞扬皱眉扫了一眼 林藩和父母 笔意讥讽到 看到林爸爸拎着一个破舌皮带 他又捂着鼻子 很嫌弃地伸手冷问 你那脏袋子里装的是啥玩意儿 让邻居们看见丢人布 赶紧扔了吧 这小区住的可都是千万富翁 千万 林爸林妈吓一跳 看到此人 林藩的脸色本就阴了下来 又见陈飞扬依然这番傲慢 火气蹭一下就窜出来了 于是 眸光微微一缩 冷然开口 多年不见 没想到还是这么欠仇 这些东西是孝敬我姑姥姥的 关你个孙子毛事 孙子 众人皆惊 也没错 陈飞扬是林藩姑姥姥的孙子 但这话分明有骂人的嫌疑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母亲急忙在林藩胳膊上 拍了一巴掌 瞪眼训斥道 小藩 咋跟亲戚说话的 这是你表哥 林藩对母亲微微一笑 没事嘛 这样的势力亲戚 不要也罢 仗着有俩钱 就觉得全国人民都想巴结他了 还只到七杨给我们说 住这个小区的 都是千万富翁 呵呵 老子努力对人一天 都不止赚一千万 陈飞扬皱眉插腰 对林藩怒目而视 接着冷笑出声 多年不见 你还是那副穷酸 又嘴硬的香巴老样 林藩比一一笑 淡淡赚起了他的大钱 要不然呢 我都是这么穷的香巴老了 嘴巴还得很甜吗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 我凭什么要让着你个孙子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累计积分八万三千一百三十八 看看 眨眼间就从你个孙子身上 赚来四十万了吧 你 好 你他妈有种 陈飞扬面色一沉 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心里已经对林藩恨得牙痒痒 若不是奶奶经常念叨这一家穷鬼 此刻陈飞扬真想当场打骂林藩一顿 赶走这几个惹人厌的臭香巴老 他从小家境幽渥 当年走亲戚做一起的时候 陈飞扬拿着苹果手机 在林藩面前装逼踩人 被林藩对了两句 他恼羞承诺 不光陈飞扬鸡骂林藩 是穷鬼孤儿 他父亲还丈夫蔑视林爸爸 对老林冷嘲热讽了一通 最后听到林藩赌气说 他长大了 要送给父母一套花园永世大别墅 陈家父子和一众亲戚 更是当场笑趴在酒桌上 他们都觉得 这个从孤儿院走出来的林家养子 吹牛吹过了头 这些年 陈表叔偶然和林家人走到一起 都会故意扯着嗓门讥讽 呦 林藩在中州的花园大别墅 啥时候买好啊 我们可一直等着 去给你家庆贺新居豪宅呢 所以 林藩对陈家父子的印象 很是糟糕 此刻 陈飞扬很嫌弃地带着林家人 进入那幢电梯洋房的豪宅 一路上 他没在搭理林藩一家三口 更不会有帮他们拎半样东西 哎呦 还大老远跑到城里来看我 快到屋里坐 年过八旬的姑姥姥慈眉善目 精神很好 他一眼就认出了林藩 还夸他越长大越有男子汉气概了 姑姥姥您这话说的 就像我小时候和娘们一样 林藩有点哭笑不得 陪老人家聊了半天 眼看时劲傍晚 林藩和父母 谢绝了老太太的挽留 准备离开 但就在这时 陈家豪宅的房道门被打开 一道刺耳的声音响起 都不准走 进门喊话之人 正是那个父太中 透着精明的陈表叔 他被衣着名贵的妻子 扶进家里 嘴里喷着酒气命令道 都不准走 留下来 晚上一起吃饭 表婶冷眼扫视着林藩和他父母 微微点头 算是给这家穷亲戚打招呼了 陈表叔刚参加完一场生意上的应酬 就急匆匆赶回家来 拿好酒 换西服 为晚上的盛宴做准备 姑姥姥也趁机拉住林藩母亲的胳膊 热情劝说起来 我就说啊 大家都那么久 没见面了 走什么走 飞扬在卫生局升职了 晚上亲戚们要喝他的喜酒 你们来得正好吗 这时陈飞扬接了一个电话 喂 亲爱的 你已经到酒店了啊 好好 我们马上过去 挂了电话 他面带挑衅冷撇着林藩 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笑容 怕什么呀 走吧 让你们也跟着见见世面 陈家父子之所以邀请林藩一家去赴宴 当然是为了向他们炫耀 自家在中州过得多么富有和成功 并想趁机碾压又穷又硬的林家父子 让他们感到深深的自卑 然后再通过林爸林妈之口 把自家的光辉形象传回家乡去 林藩岂能不知道他们的小心思 当即摇头想拒绝 却听母亲向姑姥姥妥协道 成吧 飞扬年轻有为 是大喜事 我们就跟着去给他喝喝 林藩父子很不情愿 却也只能尊重他的选择 跟着陈家人去了他们订好的大酒店 酒店旋转门外 一个跨着骨齿包包的短裙美女 看到陈飞扬就跑过来 挽着他的胳膊和大家打招呼 陈表叔向林家人骄傲介绍道 这是玲玲 飞扬的未婚妻 怎么样 漂亮吧 说话间 他又和儿子一样 故意转头比一地瞥了林藩一眼 林妈妈由衷赞叹道 这姑娘可真水灵 和大明星一样好看 那当然 林玲上学时可是斑花呢 表神撇撇嘴 骄傲道 赶到那个商务大包间时 里面已经做了些陈家的亲友 其中有几人 论起来也是林藩家的远房亲戚 大家寒暄一番后 自然都力捧今天的主角陈飞扬 飞扬今年才26、7岁吧 这么年轻 就升任了卫生局副科技干部 前途无量啊 不光年轻有为 还找到那么漂亮的女朋友 飞扬哥才是人生大赢家 托老陈和令公子的福 我们才有幸来到 这家星级大酒店的豪华包间 讨杯五粮夜喝啊 亲戚们 你一言我一语 夸得陈家人心花怒放 面泛红光 这时 春风得意的陈飞扬 伸手搂着女朋友的腰 见林藩父母只是傻笑 连句恭维话都不会说 有些不悦 他转头冷瞥一眼林藩 趁机讽刺了起来 哪里哪里 我只是取得了一点小成就罢了 可没有人家林藩志向远大 他要在中州市 给父母买花园泳池大别墅呢 哈哈 他小时候吹的那个大牛皮 飞扬哥还记得啊 林藩快毕业了吧 估计你在中州也不认识什么人 一会 可要好好给飞扬敬几杯酒 让他给你介绍个工作啥的 飞扬的人脉很广 见一位亲戚这样说 陈飞扬又冷笑出声 呵呵 林学霸可是堂堂本科生 想必有更高的追求 但如果你真找不到工作 我办公室倒是缺个端茶扫地的手下 他从小就学习很差 当年是通过老爸的操作 走高考移民路线 在西江参加的考试 结果 纵使比中州考生 占了一百多分的优势 陈飞扬却未能 如愿考上北上广的名校 而是很可笑的 花糕架上了个中州职业技术学院 在学历上 他比起林藩是有点自卑的 所以这一刻 陈飞扬十分得意 仿佛本科生林藩 已经成为对他这个大专生 卑躬屈膝的手下 自己心情好了 才肯赏他一碗饭吃 林藩微微皱眉 瞥了一眼 志得意满的陈飞扬 冷淡开口 你这么奇葩的迷之骄傲 是家里祖传的吗 一个高考花钱杂 找工作花钱杂 找女朋友花钱杂的爆发户 有什么好自豪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啊 全场人目瞪口呆 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包间里 顿时竟得落真可闻 姓林的 你 陈飞扬向挨了一记耳光 红着脸疼地站了起来 伸手怒指着林藩 如果我的梗直 戳到了你的痛处 那哭啊 餐桌上有的是纸巾 林藩朝他翻翻眼皮 又补刀了一句 陈飞扬的父母 不乐意了 到底是农村出来的小子 什么垃圾素质和教养啊 这是 我们砸钱砸得起 你倒是想找份飞扬这样的体面工作 林林这样的美女未婚妻 你家里有那个实力吗 小乡八老 亲戚们目入鄙夷看着林藩 也忍不住摇头撇嘴 光凭嘴硬 有什么用 人家陈氏父子 在中州的财力和人脉 岂是你一个乡下孩子能比的 就在这个尴尬时刻 商务大包间的房门被推开 一名刑警冷着脸走进来 陈生道 对不起各位 这个包间是我定的 酒店经理也陪着笑脸跟过来 对大家一脸歉一道 真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弄错了 麻烦诸位换个房间吧 陈飞扬听了 大皱眉头 他怎么会当着一众亲友和未婚妻的面 显得自己很软淡 菜都上来了 让我们换房间 凭什么啊 你们怎么不换个地方 警察了不起啊 陈飞扬站起身来 脸上的通红 与那个刑警争执道 他爸一看对方是刑警队的 不好惹 却顿时有点怂了 老陈起身拉了一把儿子 劝说道 算了飞扬 咱就换个房间吧 在哪不是一样吃饭 不行 今天我就坐这桌了 陈飞扬甩开老爸的手 任性道 这时 却听门外传来一道沉冷的声音 对不住 今天你们还真不能坐这桌 此人声音不大 却透着一股坚定 而不可抗拒的威势 大家听了 面色一紧 对不住 今天你们还真不能坐这桌 一个脸庞坚毅的中年男人 走进了这间商务大包间 与其沉冷道 陈飞扬的父亲 一看到此人 顿时微露紧张之色 他跑过去 殷切地伸出双手 满脸堆笑道 宅队啊 不知是您要用这个大包间 我们马上腾出来 马上 老陈在酒局上 曾有幸给这位刑机队长端过酒 一直想讨好巴结人家 都找不到机会 宅华伟只是朝他微微点了点头 根本没伸手 显然已经不记得老陈是谁了 陈飞扬一听 对方是刑机队长 当场就搭拉下脑袋 认怂了 这号人物 连寻补司长都很以重 他在人家面前 又算啥啊 真把人家惹毛了 在掏枪顶着自己的脑袋 赶人 那就糗大了 众人有些扫兴 却也只能黑着脸纷纷起身 准备换一个包间 就在这时 宅队看到了稳坐不动的林帆 不禁面露惊讶 他眼睛一亮 急忙伸出双手走过来 热情含笑打招呼 林兄弟也在啊 林帆起身 与他淡淡握了握手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讥讽道 我们这帮没颜色的小名 是不是扫了宅大队长用善的雅信 还请恕罪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宅华伟老脸一红 握着林帆的手 含笑赔罪 哎呀 对不住林兄弟 对不住 可不知道是你在这用餐 大家快请坐吧 我们换一个包间就行 宅队抱拳冲大家致了歉 就带人去另外的包间了 他对林帆如此客气 首先是出于对这个小伙子的敬佩 林帆高绝的身手 令宅队惊为天人 而且他经常见义勇为 昨天还在倒戏车公司前 奏惨了欺负我们同胞的狂傲东营人 这令热血宅华伟感到扬眉吐气 更何况 林帆还是江景花的朋友 江南京人的家庭背景 宅队长当然知道 宅华伟带人离开后 这个二十人 台的豪华大包间 顿时陷入了寂静 大家重新落座 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 举目望向林帆 他们的脸上 写满了震惊和疑惑 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学生 怎么会认识那好人物 宅队刚才连陈飞扬的千万富翁老爸 都瞧不上的呀 却对林帆十分热情 甚至还与他称兄道弟 这也太逆天了吧 此刻老陈的面色又黑又红 在万分尴尬中变唤不定 愣着了好一会儿 他才静一询问道 林帆 你怎么会认识宅队啊 林帆给父母夹着菜 淡淡回了一句 想认识我的人多了 算他运气好 陈飞扬听了 眉头大皱 忍不住冷笑起来 虽然他也震惊 林帆怎么会认识刑机大队长 但刚才这个小插曲 并没有抵消他的怒气 何况现在 陈公子心里又燃烧着 对林帆新增的嫉妒 一向飞扬跋扈的他 怎能容许林帆这样的贱民 在自己亲友和未婚妻面前 出尽风头 踩自己的脸 哎呦喂 某些人可真能装插 有幸结识上一个队长 可不知道是哪根葱了 先别飘飘然 自己是个什么卑微出身 心里还没点避数吗 他父母听了这话有点惊慌 急忙瞪了儿子一眼 飞扬 你少说两句 宅队的出现 让他们再也不敢轻视林帆 深怕自家儿子 惹怒了这位神秘小爷 会遭殃 陈飞扬的女友林领 同样心高气傲 这时他也比一番了林帆一眼 低声嘟囔道 穷鬼一个 自己上不了台面 认识在牛的人 又有什么用 刚才说 我们家飞扬考学用钱砸 找工作 找女友用钱砸 呵呵 他刷卡实的帅模样 你这辈子都学不来 林帆抛给他们一个 鄙视的小眼神 撇嘴道 送两位一句我写的古诗吧 几十月圆几十语 一对势利狗男女 啊 众人再次惊呆 林家这个穷小子 嘴巴可真心了 真欠抽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陈飞扬和女友脸上 红一阵白一阵 差点气昏过去 林帆父母拽着他的胳膊 低声训斥林帆 赶紧吃饭 别再说话 穷鬼一个 嘴巴还那么毒 活该打一辈子光棍 林林更年冷骂道 林帆轻蔑瞥了他一眼 戴然回道 又是低胸衫 又是气吞小短裙的 你穿得很危险 尝得很安全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五十 总积分八万五千二百一十 这话 都把陈飞扬气乐了 老子这个斑花级的美女未婚妻 还长得很安全 你特么是眼瞎了 还是一个单身狗的酸葡萄行李啊 就在这时 叶若曦给林帆打来了电话 她起身到门外接听 喂 本姑娘忙完了 还需要我给你课穿恋人布 我的论文你看了吗 林帆微微一笑 需要来新汉大酒店999房间 转身回到包间门口时 林帆听见亲戚们正数落自己的父母 是啊林帆他爸 你家的养子嘴那么损 小心逃不到老婆 光认识厉害人物还不够 他自己得有个工作 多赚钱才是正道啊 不一会儿 叶若曦驾车赶到 手里还拎着几何精美的点心 刚才林帆已经在电话中告诉他 自己在陪父母和姑姥姥吃饭 叶若曦很支礼 就买了高档点心礼盒过来 当叶笑花敲门进入999包间 所有人都被他惊艳的目瞪口呆 一袭湖蓝色长裙 衬托出高挑身材和如雪肌肤 裙摆出的雪纺设计 更让他身上多了一股飘逸出尘的仙气 身姿曼妙 美眼如画 穷鼻红唇 嗓音甜美的喊人打招呼时 露出两排雪白背驰 我去 这大美女是谁啊 这不是中州大学的叶笑花吗 我在电视上看过她参加 好试词大赛 这姑娘像小鲜女似的 比明星都端庄漂亮啊 一桌的男女老少 都被貌若天仙的叶若曦 深深吸引住了 忍不住低声议论起来 林帆微微一笑 起身向父母介绍道 爸 妈 您二老不是想看我对象吗 就是她 中州大学的叶若曦 啊 这天仙般的笑花美女 竟然是屌丝林帆的对象 整个包间里的人瞬间实话 大家难以置信 美若天仙的叶若曦 居然是香巴老林帆的未婚妻 说说 阿姨 姑姥姥 大家好啊 这是我给各位长辈 带来的小点心 叶笑花勉腆一笑 和林帆的家人亲戚打着招呼 就坐在了她身边 商务大包间里 顿时多了一缕缕如蓝的香气 众人看到那她拎来的精美点心礼盒上 居然印着百年到花香的字样 不由面露震惊 那可是非物资文化遗产品牌啊 一般人有钱都买不到 要提前半月预定才有货 看来这美女来头不小蛙 居然一下拿来几大和百年到花香的高档家货 她肯定有会员金卡 为了把戏眼逼真 叶笑花还羞涩地挽住林帆的胳膊 把脑袋轻轻依偎在她肩膀上 正为自己拥有了漂亮未婚妻玲玲 而骄傲的尾巴翘上了天的陈飞扬 此刻脸都黑了 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啊 她引以为傲的女朋友 不过是职业技术学院的班花 一个学渣级的大专女生 长相虽然挺出众 但客观打分最多也就80以内 美丽高雅的叶若曦 却是中州最高学府的知性笑花 无论长相气质涵养 都甩零零好几条街 综合打分在95以上 丑丑优雅美女叶笑花 再看看自己身边这个娇艳中 透着魅俗的娘们 陈飞扬心中陡增一股巨大的失落感 她冷冷瞪向林帆 双目已经极度的一片赤红 陈飞扬的爸妈脸色更是阴郁到极点 他们瞥向林帆一家人的眼神中 充满了吃惊和嫉恨 这个穷小子何德何能 不光认识刑警队长 居然还拥有一位 大学校花级的美女未婚妻 他家那么穷 这家伙嘴又那么损 凭什么 自己家拥有几千万资产 优秀的一塌糊涂的儿子 也才找了个直校的搬花未婚妻呀 一向傲慢的陈佳人 当场气出了内伤 再看陈飞扬的未婚妻玲 流露出浓浓的嫉妒和自残行贿的失落神色 在叶若曦出现之前 他骄傲得像个美丽公主 但此刻 在绝美出尘的叶笑花反衬下 黯然失色的玲玲 犹如一只自卑丑小鸭 在向优雅白天鹅行注目里 想到自己刚才还骂人家 林帆是穷屌丝一个 嘴巴那么毒 活该打一辈子光棍 他突然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像挨了一击大嘴巴子 看到叶若曦现身 林帆的爸妈十分惊喜 母亲拉着叶若曦的小手 一边夸赞 她哪看着都顺眼 一边询问她的家庭情况 当听说叶笑花的父亲 也是中州下辖的丰逝县人 和自己是同乡 而且 目前在中州做官 陈飞扬一家更是又惊又毒 草啊 林帆这个穷鬼乡巴佬 不光找了位如花似玉的笑花未婚妻 老岳父居然还是那位官职显赫的大人物 咳咳咳 陈飞扬一阵凶闷气度 捂着嘴巴连连咳嗽起来 咳完之后却发现手上带着血丝 林帆瞥见着木 微微吃惊 走到她跟前关切敌语道 怎么了陈科长 来约市了 要不要我帮你借篇卫生巾 贴住嘴 林帆 你他妈 嗨嗨嗨嗨铺 陈飞扬卡血病的救急突然发作 更气得连连凸鞋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 林帆被恶心地吃不下饭了 就喊来服务员结账 现在的自己又不差这几万块钱 才不屑于占陈家人的小便宜 听说林帆要副长 全桌的人都露出了一副 又惊讶又好笑的神情 谁不知道林家很贫困 林帆妈妈身体又不好 她在大学里一直都是贫困生 小帆 不用你副长 这一桌海鲜宴要两万多呢 姑姥姥好心提醒 哎呦 你要买单啊 好横 请请请 陈飞扬顿时来了精神 对林帆轻蔑讥笑道 陈家的年轻亲戚 也替他们的飞扬哥 对起了仇敌 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穷鬼 拿什么买单 吃未婚妻家的软饭 还是学个正经手艺谋生吧 软饭可不好吃 说不定很快就被人家一脚踹开了 林帆瞥了他们一眼 冷然调戏道 学手艺是不可能学手艺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软饭这么好吃 老子为什么还要像你们一样瞎努力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00 总积分86310 这时 却见刑警队长带着一个成熟美女来敬酒 那个优雅女人 正是围警国际大酒店旋转餐厅的经理 林先生 这我已经替你们结过了 美女经理恭敬的双手端酒 与林帆碰杯微笑道 那天在围警顶层的旋转餐厅 集团董事长唐山已经告诉他 林帆这个小伙子 对自己有大用 以后中天国际集团的人遇到了 都要后代他 刚才他和大学同学宅队长一起吃饭 听说林帆也在不远处那个大包间 美女经理就悄悄帮999买了单 董事长亲自叮嘱过的是 他岂敢不重视 这也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啊 这美女不是围警大酒店的经理吗 包间里一位远房亲戚 目露震惊轻叹道 啊 五星级大酒店的美女经理 主动给林帆结了账 这小子好牛啊 他到底什么来头 陈飞扬家的亲友们惊呆了 给林帆一家敬着酒 美女经理又随口提醒道 对了林先生 上次我们董事长送您的那个黑钻卡 里面有一千万充值额度的 您如果需要给叔叔阿姨买什么东西 这家酒店楼下的商场和奢侈品专卖店 全都是中天集团的产业 您可以尽情刷那张黑钻卡哦 林帆微感惊讶 原来唐山送给自己的见面里 居然如此大手笔 就这张小卡片吗 他用手指从兜里夹出那张黑钻卡 向美女经理确认道 没错 您这张是005号 也就是说 全中州市只有五张这样的中天集团黑钻卡 都是由我们唐董事长 亲自赠送给重量级人物的 持有人在中天集团旗下的酒店 商煞 车行 楼盘 夜总会等 均可刷卡消费 包间里的人听得目瞪口呆 中天国际集团的董事长 亲自送这小子一千万的黑卡 这种卡可不止一千万 听说曾有豪门公子出三千万 都买不到 它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啊 我的妈呀 陈家亲友们瞪眼低意着 早已对林帆惊为天人 听了美女经理对黑钻卡的解释 林帆来了兴致 当即让他帮自己去给父母 古老了 还有夜校花 去挑几样像样的小礼物 每人花个百来万就 OK 卡给你 林帆平淡地交代一句 直接捏起桌上那张价值几千万的黑钻卡 随手扔给了美女经理 死 众人惊得倒抽凉气 一人一百万的小礼物 看林帆对那张黑钻卡不屑一顾的神豪样 难道这小子开启了印钞厂不成 扑 连已经憋得通红的陈飞扬 右手无指巾 吐出一口鲜血 他女友发现这一幕后 当即拧眉质问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病 瞒着我 不是 我被姓林这小子气的 陈飞扬瘫坐在椅子上 面色已经变得辣黄 想到他们刚才还骂林帆是穷鬼乡八老 他未婚七零零目光呆滞 嘴里喃喃道 这小子是很可气 不过 他扔黑钻卡的样子还真帅气 你八辈子都学不来 归话 美女经理圆满完成任务 他帮林帆买回了名表 蓝钻项链 名贵保健品等礼物 还给打巴着 老爸 你那块老旧电子表 还是我上高中时淘汰下来的吧 来 换上这块钻表 林帆说着 就拆开了那个奢华精致的名表包装盒 啊 下一刻 所有人都被一团耀眼的璀璨光芒 给震梦了 豪华包房内 骤然变得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望着礼盒中的东西 瞪圆了眼睛 哒哒哒哒 随着指针在向了一圈钻石的白金表盘中 欢快游走 铿锵悦耳的声音传进大家耳中 如隔似水 令人心生愉悦 董表的人忍不住闭上眼睛 听吃了 在万表十二点钟的方向 更镶嵌着一颗深海蓝钻打造的皇冠 深邃湛蓝 尊奢之极 与白金钻石表盘散发出的 夺目光芒相辉映 华贵气质 震撼撼人心 啊 劳力士全球线 限量金钻板 陈飞扬柔柔眼睛 一脸震惊的诗声喊叫道 我的天 这得值多少钱 他的一个亲戚惊问 一个董表的年轻人朗声说道 我听朋友讲过 好莱坞老影星施瓦星格带的 就是这款名表 售价一百多万 老天嘞 一百多万 这是 把一辆宝马七夕豪车 带在了手腕上 听到这话 林帆的爸妈 也惊得合不拢嘴 陈飞扬的老爸 则老脸一红 悄悄放下了 他撸起半天的衣袖 把自己手腕上 那块引以为傲的八万块名表 给遮盖了起来 人家农民老林 手上这块豪表 能买它二十块了 自己还向亲戚们炫耀个屁 这时 林帆又拿起那串 深海蓝钻项链 来到夜若夕面前 亲爱的 以前我穷 叶笑花面颊一红 呆愣在座位上 当林帆的大手 扶起她的长发 又划过叶若夕白嫩的胸口 亲手把项链给她戴到脖子上 叶若夕翘脸发烫 心跳加速 整个身子都有点发僵 但星弧之中 却感到一圈圈幸福的 涟漪在荡漾 哇 不知谁惊叹了一声 当美女笑花白皙的脖子上 多了这串白金蓝钻项链 整个人的华贵气质 又提升了档次 因为它的存在 仿佛整个包间里都变得光彩夺目 熠熠生辉 此刻 这位优雅的角色笑花 更把陈飞扬的女友 甩到八十条街外面去了 林领低头看着陈飞扬 买给她那条八千八百元的白金项链 脸胀的通红 银牙紧咬 眼中涌满了记恨 破 咳咳咳 陈飞扬又不合时宜地咳起了血 林帆转头瞥了她一眼 皱眉厌恶道 陈科长 你可真是恶心妈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八十八 她未婚妻也终于忍无可忍 林领伸手扯下自己脖子上那条项链 往陈飞扬身上一扔 气急败坏低吼道 还有脸说你身体壮得像头牛 健康得很 还你的破礼物 赶紧去医院看你的科血病吧 死骗子 说完 她满脸羞愤地推门去 高傲的陈 杨和老爸老妈 琪琪跌坐在椅子上 面色苍白 嘴角直抽 妈 姑姥姥 这是我孝敬你们的燕窝 鱼翅 百年老餐 都是对身体很好的保健品 如果感觉还习惯 以后当饭吃就行 林帆又把几个礼盒 分别塞到母亲和那个慈祥老太太手上 停 够了 够了 陈飞扬颤抖着身子 按着圆餐桌从椅子上爬起来 声嘶力竭地咆哮道 下一刻 她在父母的搀扶之下 面色惨白地亮亮呛呛走出包房 犹如刚刚分娩的产妇一般虚弱 喂 陈科长 别急着走啊 我爸淘汰下来那块电子表 送你了 很有收藏价值的 林帆朝他的背影挥着手 豪气甘云地喊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6 收到积分 林帆越战越勇 又冲着陈家人摇头叹息道 哎 看今天这是弄的 我和爸妈一开始就说不来 你们非要带俺一家 来星级大酒店装逼 挨雷劈了吧 这正是英国有轮回 谁穷谁吃亏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80 原本很狂傲的陈家人 听见他的喊话 已经无力反驳 此刻 他们的骄傲早已荡然无存 一种前所未有的自卑感 如野草般 在一家三口的心头疯涨 原来 老陈狗狗盈盈了半辈子 不择手段赚到的那几千万家产 仅仅相当于 刚才林帆随手扔给美女经理 那张黑钻卡的价值 原来陈家人辛苦一年赚到的钱 还不光那小子给他爹买块表 陈飞扬爸爸心里更是万分震惊 震惊到酒都醒了 被自己踩了半辈子的穷亲戚老龄 难道是饮食豪门之后 这他妈怎么可能 谁不知道 那个穷鬼之家 是八代祖传的贫农 难道是林帆那个未婚妻 家里开着金矿 郑百思不解 却又听到林帆在背后 冲他热情喊道 陈表说 你们不是做梦都想看 我买给家人的花园大别墅吗 过几天去请诸位 来我新家参观庆祝一下啊 扑通 老陈突然脚下一软 瘫倒在地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55 随后 林帆一家也和美女笑花出了酒店 驾车送他们回到香张公馆后 叶若曦想解下那根蓝钻项链 还给林帆 却被他悄然使个眼色给阻止了 林帆对叶笑花语道 这条项链当我付给你的片酬吧 叶若曦的脸疼得红了 不 我怎么能要你的 林帆轻轻搂了一下他的柳腰 朗声道 挺晚了 你快回家吧亲爱的 别让父母担心 那 叔叔阿姨 再见 希望你们多在中周晚几天 回头我陪你们去转转 美女笑花脸上红扑扑的 给林帆父母打招呼告别时 心里小鹿乱撞 叶若曦离去后 父母伸手拽住林帆的胳膊 不安询问道 小帆 快给我们说实话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听见父母追问自己的骤然俱腹之谜 林帆露出一个阳光笑容 随口扯了个谎 我不是救了那个顾总裁的女儿吗 她带我炒股票 赚了上千万 还让我结识了一些大人物 爸妈听了瞠目结舌 上千万 这下我儿子有出息了 那你也不能乱挥霍呀 还要存钱娶 那个叶姑娘 早点给我们 生个白胖孙子呢 那个小叶 泽泽 多漂亮懂事的孩子啊 林帆 带父母回到香章公馆的房子 却发现 江景花今晚没回来 她给林家人 留出了独居空间 你个凶大无脑的暴皮青妞 越来越懂事了呢 林帆不禁暗叹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第二天父母急着回家乡 他们放心不下圈里的那群猪羊 林帆很无语 儿子都说是千万富翁了 你们还心心念念那帮畜生 不留下来多陪我玩耍 他又给父母买了些衣服 还抢塞给老妈 一张五百万的银行卡 养父把表脱下来 要还给林帆 说这太贵重了 带着下地干不成活 林帆笑嘻嘻地 伸手挡了回去 别啊老爸 你带回家乡 没事就到村长家门口看看时间 让他知道自己有多失败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二十 村长是全村首富 平时酷爱显摆儿子们给他买的手表 老年带不车啥的 林帆挺看不惯他 你身为老党员 总和群众炫什么富 你要带领大家 少生孩子多种数 闯出一条致富路啊 送别父母后 林帆心里有点小失落 回到香章公馆家里 躺在床上玩起了手机 几天没看 自己名为毒蛇地灵哥的微博 却早已经炸开了锅 因为前几天在网上到处发毒评骂人 林帆竟然成了神秘的网红人物 有些网友不知道是出于无聊犯件 还是想通过挨骂减压 居然纷纷at林帆 求他点评自己的照片 嘿 这是赤果果的挑衅啊 一个很吐气的大学眼镜男 在他微博上发了张宿舍自拍照 顺手at毒蛇地灵哥 求点评 林帆拿着手机 静看眼镜男那张照片 足足给他项面几十秒 这才回到 近视度800家的半虾学霸 211院校计算机系高材生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金瓶梅 长到22岁 没拉过异性的手 只通过东岛爱情动作片释放自己 游走在变态边缘 你很自信地觉得 毕业后可以借助互联网 改变人类生活 做马云第二 其实将来等着你的 是一份手机贴膜工作 从形象到气质 都是副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90 有个很自恋的女孩 at林帆 让评论她的颜值 林帆一翻她的微博 全是美颜自拍 就皱眉回了一句 对于丑人 戏看是一种残忍 颜值零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00 还有个农村女孩发微博 没有照片 只显示定位某省某线的 085香道 然后让林帆猜她值几分 林帆回道 挺实在的妞 虽然我也不知道 085香道是哪个乡镇 但这种人 在哪就说在哪的真性情 值得表扬 再看那些住郊区 混京城的社交名园 和夜店妞 人住通州 资料却是清一色的朝阳区 定位都是宫体Mix 后海 三里屯 一个个浓妆艳抹 自我感觉良好 却退不掉骨子里的村泡气质 女孩干干净净 不卑不亢就挺好 冲你这实在劲 搁给你打一份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00 没想到 这一分却令网友们艳羡不已 有人在女孩 微博下面留言 哇 厉害了我的姐 居然能赢得毒蛇第一大分的评价 老子换马甲找她评几次 全特么复分啊 更有个小鲜肉 拍了个说唱视频 发在微博上 很自信的 add毒蛇弟林哥 给几分 求虐 林凡回道 哎呀 你对着话筒叨叨叨 叨叨叨 吐沫心子蹦毛膏 一句葫芦话也不掏 你逼逼逼逼逼逼 好似唐僧复了体 又像一台周杰棍的双杰伦培养出的复毒机 你男的不阳刚 娘的不彻底 还舔个脸 找个打分呢 富无穷 穿好你的口红和蜡条 滚出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80 这时 又有一个高中女生 addi毒蛇弟林哥 翻我翻我 求侵略 林凡看了看她的微博 认真评论起来 乍一看青春可爱 但一扫你微博 全是和小对象秀恩爱的 看生日 不过是18岁女生 青春期和男孩 互生好感正常 下课一起吃个饭 拉拉小手差不多了吧 但你这和小奶狗又抱又啃的 还老公老婆的叫着 半夜压马路 周末去开房 那小逼崽子 以后能娶你咋的 我要是你爹都想抽你 负250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26 总积分88785 林凡有点累 放下手机休息了一会 又忽然想到 自己还有7个万分惊喜箱 没开启呢 于是对系统说 哥们 开个惊喜箱玩玩 OJ8K 系统见兮兮的声音响起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出阶5G卷轴 林凡一愣 出阶 我都修炼到2阶了 要个出阶5G的破卷轴 有机毛用 系统不悦地开队 宿主 这您就2了吧 不要可以送人啊 到你眼里是垃圾 但在广大舞者看来 这就是价值连城的5G绝学 想让谁提升5G 把虚拟卷轴照他背上一贴 就OJ8K了 嘿 还有这操作呢 真尼玛666啊 临番下楼吃了点饭 准备去商业街 给孤儿院的孩子们 提前采购些玩具和文具什么的 再过几天 就是慈阳借院30周年的庆典活动了 他有些想念那些天真无邪的苦命孩子 还有慈爱又神秘的院长老爹 临番隐隐觉得 那老头一定知道自己的身世 但每次向他询问 院长老爹都用很没技术含量的老糊涂了 记不住了来搪塞 这让临番很无语 也很着急 生而为人 谁不想搞清楚自己的来路 知道亲生爹娘是谁 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自己这么出类拔萃的人 当年为什么会被父母遗弃 虽然养父母带自己如同亲生 但临番还是有点不甘心 想弄清楚身世真相 活个明明白白 他在街上边走边想 不经意间一转头 却发现有个人 正不远不近地跟踪自己 察觉到身后的跟踪者 临番微微皱眉 他向前挤走几步 闪身进了一家商店 那个黑发黑毛的壮士小子 突然发现跟丢了人 站在街头阳光下 醋眉挠头 一脸猛逼 看清这人 竟是霍氏武馆的弟子朱惠妃 临番悄然站到他身后 拍着他肩膀猛喊道 朱惠妃同学 那霍下的猛衣机灵 差点跳起来 临番瞥了他一眼 发现朱惠妃前几天 被嚣张老外打烂的脸 已经康复差不多了 我说过 最不喜欢被人跟踪 临番瞳孔一缩 冷声道 朱惠妃又吓得浑身微微一颤 对偶像目录崇拜道 对不起先生 我是真想 临番打断他的话 淡淡道 但如果你是恰好路过 就没有问题了 朱惠妃面露喜色 连连点头 对 对 我路过这里 临番 他懒得李朱惠妃 转身去了商业街的礼品超市 给孤儿院的孩子们挑礼物 不远处的街边长椅上 坐着一名美少女 他大眼睛乌黑 睫毛长长 小脸白里透红 上穿蕾丝衫 下穿其细小短裙 裙下双腿雪白修长 见临番走进礼品超市 美少女兴奋地眨着眼 唇角扬起一抹邪笑跟了进去 临番在礼品超市里 挑了几样可爱的玩偶 对老板豪气挥手说 这个 这个 还有那个玩偶小枕头 一样来三十个 这时 短裙美少女眨着大眼睛 也装作挑东西的样子 不经意间低头 瞄了一眼 临番鼓鼓的裤兜 刚才临番从他身前经过时 这个惊艳老辣地磨到少女 就看出了 他兜里揣着不少钱 兴奋之余 周小瑜不由暗骂临番是个二货 都傻年头了 还敢揣着厚厚一达现金招摇过市 简直是对我们整个行业的挑衅 老板 帮我拿一下那个礼盒 在分散大家注意力的同时 周小瑜神不知鬼不觉地探出两指 迅速把那碟百元大钞 转移到了自己的柳腰间 钞市里还有几个顾客 其中一人看到这幕 轻轻拉拉拉他的同伴 嘀咕道 小心 那美女竟然是小偷 周小瑜狠狠瞪了对方一眼 那人立马惊声 临番只是微微皱眉 用很冷淡的眼神扫了他一下 接着又继续挑起了礼品 周小瑜心里颇感不愤 这男的眼瞎了吧 本姑娘如此纯眉可爱 青春无敌 他竟然无动于衷 还敢瞪自己 该不会是个男童吧 想到这里 周小瑜眉头紧拧 心里一阵恶寒 他退到超市门口的休息椅上坐下来 翘着二郎腿 不慌不忙等着看好戏 周小瑜还想趁机 把临番的手机搞走 已是对这家伙 没有被自己美貌惊艳到的惩罚 再把那种托马斯小火车 给我来十几个 临番朝货架上指了指 对老板平静道 看到这幕 周小瑜又兴奋地搓起了手 这家伙够起物来如此大气 刚才那叠钱 怕是不够消费的 难道他别的地方 还藏着大量现金 周小瑜 那双脚侠的大眼睛 当即眯成了漂亮弯月 却看得刚才那俩顾客不寒而栗 过了一会儿 临番让老板算账 周小瑜面带幸灾乐祸的冷笑 再次走进临番 想趁机再捞他一笔 哪怕是他的手机 一高人胆大 他才不担心会失手被临番发现 但接下来 他却诧异看到 临番并没有掏口袋 而是转头对老板指了指周小瑜 但然道 这小家伙会帮我付账的 而且我还得让他交智商税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88 哈 老板和周小瑜都一脸迷茫 美少女又惊又怒 还敢灭称本公为小家伙 你才小呢 你全家都小 临番后面的话 却让周小瑜目瞪口呆 钱交出来 再替我付一千块 算是对弱智群体的惩罚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33 周小瑜悄然摸了摸 藏进后腰里那一打钱 不由拧眉 自己虽然不到20岁 却称得上师到借小前辈了 纵横江湖多年从未失手 今天竟在小鹰沟里翻了船 礼品超市的老板 皱眉想了一会 才终于明白过来 他惊讶地指着周小瑜 他 他竟然是小偷 临番摇头轻叹 哎 没想到他们的行业门槛这么低了 连智障少女也能当爬手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00 周小瑜爆发了 仰头瞪着临番冷然道 你才智障 临番 你要是不傻 偷完钱不赶紧逃 还站在我身后傻笑什么 寄予我美色 缠我的身子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60 总积分9060 又一个万分惊喜相来了 周小瑜 哦 他脸颊通红 心中震惊 这家伙后脑勺上长眼睛了 就他还有美色 老娘会缠你的身子 我在哦 这时 超市老板已经调出监控 他的行窃过程 被摄像头拍了得一清二楚 在众人的虎视眈眈中 周小瑜感到面颊发热 似乎还听见了啪啪打脸声 证据确凿 超市老板拿起手机就要报警 不好意思 嘿嘿 刚才是我和表哥闹着玩了 周小瑜灵机一动 冒充起了林番的表妹 见林番盯着自己变粗的柳腰看 他急忙从腰间 掏出了那几千块现钞 林番不接 只是冷冷逼试着他 却发现 这美少女的脖子上 戴着一条红绳吊坠项链 黑钥匙吊坠里面 赫然嵌着一个金黄色的词字 林番微微皱眉 面露哑然 周小瑜见他铁了心 逼自己交智商税 老板又要报警 只得把偷来的那三千元 往收银台上一放 又很不情愿地 从自己钱包里取出银行卡 给林番刷了一千块 坏表哥 哼 他心疼的滴血 却还得抢斩如花笑颜去演戏 见林番也没说什么 众人信以为真 你们这些小年轻 也太皮了 瞎胡闹 老板摇头嘟囔了一句 林番朝他翻了个白眼 摇头叹息道 您这脖子上长颗脑袋 就为了增高吗 老板一脸茫然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60 林番若无其事地 拎起一大包礼品 转身出了超市 等着我啊 表哥 周小瑜满腹怨奴 却也得把这场戏演完 追着林番来到一个屁镜路段 小魔女才伸开双臂拦住他 挑眉冷声道 还我的一千块 我收你的钱了 林番不经意推开他 周小瑜信念圆征 跺脚喊道 无赖 我打110抓你 林番根本不理他 继续拎着一包孤儿院的礼品 向前走去 小偷报警抓受害人 这孩子的脑袋 被门夹过吧 周小瑜翘脸泛红 气得直喘粗气 他当然不敢报警了 呀 本宫和你小子拼了 他突然发飙 抬起白腿踢向林番的后背 周小瑜一向只占别人的便宜 岂能让林番不明不白 勒索走一千块钱 林番头也不回 随便一探手 就握住了小魔女踢来的脚踝 直接把他凌空倒踢起来 啊 你放开我 周小瑜吓得失声尖叫 双手捂着短裙 生怕走了光 但上身的衣衫已经掀开 露出他平坦光滑的小腹 和紫色蕾丝边的罩罩 此刻 一直在暗中恰好路过林番身边的朱灰飞 远远看到了这少儿不移的一幕 他面色一红 急忙捂住了自己正直的双眼 下一刻 却又忍不住从指缝中 偷窥着周小瑜的身子 我就看一眼 脸红耳热的朱灰飞 喃喃嘟农着 却见林番扫了一眼 周小瑜尚未发育丰满的胸脯 周眉道 家里都有飞机场了 你还去当爬手 真是欠奏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扑 你才是飞机场 流氓 美少女气的胸都变大了 本宫虽然算不上饱满高耸 但也有起伏的曲线 至于像飞机场一样平骂 你带的 他倒立在半空中拼命扑腾着 头发散乱 衣衫不整的模样 像个小疯子 林番皱眉摇了摇头 随手将他扔到地上 冷淡道 先饶你这一次 再让我发现你行妾 先给孤儿院领导打电话 再把你交给警察 说完 静止离去 你欺负我 咦 你怎么知道 我是孤儿院的人 周小瑜追上来 疑惑问道 林番美好气道 我也是从慈阳出来的 但我以你为耻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八十 周小瑜鼻子一酸 竟磨起了眼泪 哥哥 道义有道 我只偷坏蛋人渣的钱好不好 林番 哦 对不起哥哥 我刚才看走眼了 以为你是人渣 原来我们是一家人 那你把钱还给我好不好 不了 那是你应交的罚金 林番淡淡道 嘿 你怕是不了解 本宫的狠辣一面啊 有仇必报 是这小魔女的人生信条 哪怕林番真出自慈阳孤儿院 周小瑜也绝不能吃亏 一想到 林番刚才强迫自己 付了一千块的账 害他要买给孤儿们的礼物 又得少一些 这个铁毛小母鸡 就气得凶疼 此事传阳出去 让本宫还怎么在外面混 嘶 我就不信邪了 周小瑜又扑上去 找林番拼命 但刚刚紧握粉拳展开攻击 就被林番很随意地一挥手 隔空用掌风带翻到地上 摔他一个狗啃泥 你还是多少信一点邪吧 反正不收费 连孤儿院的前辈哥哥都敢偷 你真是不可救药了孩子 林番皱眉摇摇头 转身就走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00 喂 周小瑜撅着嘴从地上爬起来 拍打着身上的尘土 冲林番的背影喊道 慈阳三十周年怨庆的时候 你回去不 嗯 我还得问问老院长 你这样的教育失败品 怎么能放出来危害社会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50 别啊 这不能怪他们 我只想自食其力 周小瑜急得跺脚 林番 望着前辈哥哥静止离去 他轻叹一声 咒骂道 你个无赖哥哥 连本宫的钱都敢勒索 我真想要哭你 但随即 他又眸光一亮 只见林番并没有离去 而是进了前面那家食品超市 也就是说 自己还有机会 从他身上弄回那一千块啊 周小瑜不敢再紧跟着林番 而是走进超市对面的一家童装店 他一边找老板胡搅蛮缠 一边盯着超市出口 暗中观察林番的动向 因为偷钱不成 反倒被哥哥勒锁走一千块 这时他身上钱已不多 美少女决定施展一番厚颜神功 为孤儿院的孩子们争取些福利 一番纠缠后 他指着那套童装连衣裙 恼怒威胁道 黑心老板 今天你必须给姑奶奶打三折 老板的胖脸一阵抽搐 打三折 我特么真想给你打骨折 但周小瑜是谁啊 出了名的道界小魔头 只想安分做生意的老板 惹不起他 哎呀小姑奶奶 三折的价 我进货都进不来吗 周小瑜大眼一番 指着那套花裙子冷横道 本姑娘这么漂亮 又是三月份生日 法律规定你必须打三折 还法律规定 你要是元月份生日呢 再说 这小花裙子是童装好吧 你有本事穿给我看看 胖老板伸手抹了一把冷汗 抽动着嘴角苦笑道 小瑜美女 我给你打八折吧 不行 周小瑜霸道无比 胖老板敢怒不敢言 他真怕以后被偷到怀疑人生啊 老板 这几件小裙子 我都要了 多少钱 这时 童装店门口 突然传来一道平淡的声音 周小瑜一愣 皱眉转身骂道 嘿 哪来的傻叉 他正要教训对方 敢强买老娘看上的东西 不想活了 却看到是林帆走了进来 周小瑜立即露出甜甜的笑脸 哥哥 又见面了哈 林帆鄙视了他一眼 撇嘴道 见你一直纠缠人家老板 我专门过来看看 你的脸皮 是不是比城墙跟拐角出都厚 周小瑜 他面色一灰 这家伙会不会说人话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见林帆进了童装店 还声称 那几件小裙子他全要了 老板如玉救星 他满脸堆笑 趁机让林帆结账 买下了那些童装 周小瑜急了 这是我先要的 林帆贴了他一眼 懒得搭理 你啥态度吗 周小瑜张开双臂 挡在他跟前 只有我这种萌细美少女 才能买这种萌萌的花裙子 你一个糙老爷们 买回去扮女童 林帆白了他一眼 淡淡道 二三十岁的人了 还蒙少女 脸呢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六十 周小瑜瞠目接舌 稷儿咬牙切齿冷吼道 你哪只眼睛 看出来我二三十了 本姑娘才十九岁 小魔女嘴角狂抽 真想找一块板砖 拍林帆头上 林帆付了账 小裙子也不拿 转身就走 美少女转怒为喜 果然是一个孤儿院 走出来的哥哥哈 原来他猜到了 自己是给孤儿们选的衣服 直接去买了单 既然如此 又便宜不占王八蛋呀 哥哥 我还想给弟弟妹妹们 买小军装和玩具 哥哥 那家卖的巧克力和糖果最好吃 他干脆拉住林帆的胳膊 撒娇卖萌一番 又多选购了一些礼品 林帆知道 这小魔女和自己一样 都是从慈阳孤儿院走出的苦孩子 他脖子上的黑钥匙项链 吊坠里面欠着一个金黄色的瓷子 和林帆带着的那根一模一样 这也是那位院长老爹 为了让慈阳的孤儿们 走向社会后 好彼此相认相亲 虽然林帆离开孤儿院比较早 没和周小鱼 共同在那个集体生活过 却也不能和这个妹妹计较什么 所以当罚了他一千块智商税 转眼功夫 又反被这小魔女 勒索掉好几千 但这点小钱已不足挂齿 林帆随口一句毒舌 就能十倍百倍地赚回来 这不 当周小鱼蹭完哥哥的礼品 又摸着小肚子说好饿 还自嘲说 他一直都是个热爱美食的小吃货 林帆就朝他翻翻眼皮 美好气地开对了 长得好看 才能叫吃货 你这长相 只能叫穷凶极恶的饭桶 蛤 美少女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胸脯 小脸气得红一阵白一阵 本姑娘这么漂亮 你瞎了吗 我不要你这样的混蛋哥哥了 他又羞又怒地冷吼着 抬脚朝林帆屁股上踢去 却突然被做小善一样壮实的身体 挡在了胸前 住手 再对我家先生不客气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或是武馆弟子朱辉飞 终于忍无可忍 从暗处跳了出来 对周晓鱼冷喝道 令他崇拜到四角朝天的灵大神 竟被一个无赖小魔女纠缠不休 刚才先生还为他一次次买了单 这还得了 找死啊 小赛 什么客气不客气的 谁是你家先生 周晓鱼虽然有点怕林帆 却不把朱辉飞放到眼中 当即推了他一把 柳梅倒树冷翅道 看到狂热粉丝又现身了 林帆微微皱眉 朱辉飞 你还在恰好路过这里 啊 对对 路过 我路过 朱辉飞殷勤地伸出手 结果林帆拎着的那一大包礼物 美少女扑斥笑了 冷声也遇到 朱辉飞 呵呵 你哥是不是叫朱尚树 这时林帆又对他淡淡开口 让开小家伙 你屁股挡我路了 周晓鱼正转身鸡骂朱辉飞 确实挡在了商店门口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50 哈 什么叫我屁股 周晓鱼脸一红 气得直翻眼 却突然感觉自己身子一倾 直接被朱辉飞一把爆开了 快给先生让路 小魔女性慕原争瞪了朱辉飞一眼 又急忙追上林帆 周梅问道 这猪头是你保镖 我没有保镖 林帆头也不回 朱辉飞怕惹林帆不高兴 急忙解释道 我只是恰好 路过这里的林先生粉丝 却见周晓鱼忽然转头一指 轻喊了句 咦 那个美女穿得好凉快啊 朱辉飞和林帆都转头看去 却只见一个穿短裙的胖大妈 与此同时 朱辉飞裤兜里的钱包 却已经抛到周晓鱼身上 清风得手后 他面露冷笑 暗骂这个猪头 你家先生骂老娘穷凶极恶 我想替他一脚出出气 你跳出来阻挡个毛呀 更可气的是 刚才你个猪头一言不发 还抱着本宫的身子 扔到了一边 就因为我屁股挡你家先生的路了 你妈 本宫的屁股 有那么大吗 不给你点惩罚 还真对不起我到借小魔女的称号 对了哥哥 你现在饿不饿呀 周晓鱼追上林帆 关切询问 不 林帆淡淡回答 可是我很饿 要不 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好 林帆言简意该 自己虽然不太饿 但能蹭到这个铁毛小母鸡的饭 还是挺有点成就感 你多说几个字 会死吗 周晓鱼撅着小嘴 朝他翻了的大白眼 林帆平静道 浪费口舌 小魔女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朱灰飞一听 美女要请吃饭 顿时来了兴致 她一手拎着林帆的大礼品带 一手高高举起来喊道 我饿 周晓鱼冷撇了她一眼 没好气道 你饿关我们啥事 回家让你妈做饭去 但转念一想 反正吃饭花的 也是这傻小子的钱啊 于是又改了口 哎算了 看在你是我哥铁粉的面子上 本宫连你个猪头一起请吧 三人找了家快餐店坐下 点几碗牛肉面 还要了两份海鱼丝和生蚝 腹中饥饿的周晓鱼 见生蚝端上来 急忙去调了一小碟海鲜酱 重新坐落后 她立马剥开一只大生蚝 沾了下料碟 不顾形象的一口吞下去 下一刻 她却捂着脸转过头去 肩膀轻轻耸动 似乎突然很伤心 林帆和朱灰飞面露疑惑 这时又见周晓鱼 飞速拿几张抽纸 擦起了眼泪 你是不是没和男人吃过饭 今天一下就来了我们俩 所以兴奋哭了 林帆皱眉问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0 周晓鱼含着泪光瞪他一眼 伤感道 不是 我突然想起 自己过世几十年的老爸了 林帆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这小魔女不是才19岁吗 她爸已经去世几十年了 她忍不住接道 哦 那你来路不正啊 不是亲爹生的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00 总积分93386 林帆心装暗喜 自己这几天赚的积分 终于快够兑换亿万财富了 成为亿万富豪的美梦 这么快就要实现了吗 与此同时 餐厅外面的街道上 走过来几个高大凶猛的墨镜男 正死死盯着周晓鱼和林帆他们 见周晓鱼吃下一个生号之后 突然流泪想起了他爸爸 朱灰飞颇感好奇 他也学着小魔女的样子吞下一个 然后同样捂着脸 眼里涌出了泪花 林帆不禁皱眉 朱灰飞 你也想你爹了 那家伙一副痛不欲生的伤感模样 嘴里嗯嗯点头 林帆有点纳闷 这份小海鲜有点意思 每到吃时被撕青 他疑惑地夹起一只生号 沾了两下料碟 吃进嘴里 啊 一股剧烈的辛辣感 直冲口鼻眼和天灵盖 简直要把人那的蹊跷声念 脸堂发红的林帆 也未能幸免地抓起纸巾 擦起了眼泪 哥哥 你也想爸爸了 周小鱼嘴脚勾起一丝戏谑笑意 目录脚侠关切道 林帆恍然明白 自己和那个猪头粉丝 都被小魔女给报复了 那叠所谓的海鲜酱里 被他加满了辛辣的芥末油 是啊 我在想你俩的爸爸 怎么会生出你们这样的缺德玩意儿 林帆捏着鼻子仰起头说着 差点跳脚骂娘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周小鱼这才扑吃笑了 心中舒爽无比 让你们刚才欺负本宫 呵呵 哥哥吃不惯这个料碟啊 那我给你换一份 他眨着大眼睛 面露人畜无害的甜美笑容道 林帆瞪了小魔女一眼 亲自去酱料 台上调配了一小碟 这才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吃完饭 周小鱼还给大家 加了杯冷饮 谢谢美女请客啊 朱灰飞感恩一笑道 不用客气 周小鱼礼貌道 甜美的微笑透着得意 朱灰飞还想说什么 却见林帆放下冷饮杯子 嘴角勾起一丝苦笑道 确实不用和他客气 吕叫不改的东西 朱灰飞微微皱眉 一脸的不明所以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20 这时 老板过来结账 韩笑对周小鱼道 周小姐请人吃饭啊 还是投刺剑 会说人话吗 小魔女不满道 难道姑奶奶很小见 老板急忙摇头 面色一紧道 没有没有 心中却在暗骂 狠小气那是您过千了 你个小魔头 简直是抠门 无赖派的宗师啊 我们家 每张优惠券 仅限使用一次 却被你强行连用了半年 周小鱼冷哼一声 掏出钱包 把三张百元 红抄往餐桌上一拍 潇洒道 别找了 多的是小费 一至千金 豪气甘云 老板惊愣当场 这小姑奶奶 莫非开始信佛了 谢谢 周小姐您真大方 对方满脸堆笑 朱灰飞挠着头 面露诧异 周小姐这个钱包 和我的挺像 周小鱼撇过头去 急忙把那个蓝色钱包装起来 干咳两声 同款的多了 朱灰飞下意识摸摸口袋 不由瞪大了眼睛 我的钱包 好像丢了 周小鱼柳眉青醋 冷声道 你问我我问谁去 出门长点心呀 你都多大人了 嗯嗯 我以后会多加小心 朱灰飞心中一暖 使劲点了点头 临番一阵无语 摇头叹息道 看着 精神神一个小伙 可惜智商全为了朱 你这辈子想飞起来 还真不容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小魔女 朱灰飞 他们刚出了快餐店 就被五个标形大汉拦住 几个墨镜男高大剑朔 面向残暴 路人见了如臂温身 看到几个凶神恶煞 拦在了自己身前 周小鱼面色微变 你们想干什么 他色力内人冷问道 带头的壮汉一米八几 他体格飙悍 脖子上刺青 气息如鸳 但这狠利老大一走进大家 林帆等人不惊你眉 你是周小鱼 不带小魔女回话 林帆撇嘴道 你的狐臭有点严重 退后八步提问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三百八十八 大汉摘掉墨镜 露出右眼上一条猙獰的刀疤 他深吸一口气 目光森冷地盯着林帆和周小鱼 恶狠狠道 我今天来 找着小美妞 本是受人之托 先把她给办了 已是对那个破孤儿怨的警告 但你们敢讥笑老子 这是整大发了 做了几次手术 都去除不干净的狐臭味 是带头大哥不可触碰的逆灵 周小鱼冷然道 想拿我开刀 难道你们觉得姑奶奶好欺负 嘿嘿 哥就喜欢你这款小辣妹 等你被老子夺了身子 看孤儿院的老家伙 牵不牵合的 再不妥协 我就让你更多的姐妹失身 让那里的孤儿都特么失踪 大汉荡笑道 又恶心地临翻几人直皱眉 周小鱼面饭寒霜 已经握拳赢了上去 虽然只会点三脚猫功夫 但他有足够的胆量和气场 朱灰飞拉开他 准备自己上 一报周小鱼刚才的一犯之情 别的交给我 你们打掉这个臭蛋吧 临翻皱眉嫌弃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50 你说什么 带头大哥一声怒吓 震天动地 四周的空气瞬间凝固 那大汉嘴角狂抽 一脸消杀之气 只见他双拳握紧 咔嚓擦的骨节脆响炸开 他身后那几名小弟健壮 顿时面露惊恐 完了完了 老大生气了 竟敢触碰我大哥的逆铃 你们就等着收尸吧 带头大哥面带残忍的冷笑 一步步逼近临翻 目录很利道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我管你个孙子是谁 临翻伸了个懒腰 漫不经心骂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00 大汉气的面色铁青 冷冷盯着他 做起了自我介绍 不开眼的小子 我八岁练拳打遍全村 十八岁成为雇佣兵王 二十八岁 夺得五博冠军 如今老子三十八岁 连少林掌门和太极宗师都 碰 临翻抬脚把他踢飞到 十米外的大垃圾桶中 废话真多 你那些名头 都是把对手臭倒拿的吧 皱眉说完 临翻又把踢翻他的那只脚 在地上使劲搓了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70 累计积分9万508 静 现场瞬间静得可怕 大家张着嘴巴揉揉眼睛 脸上涌满了震惊 所有人都没看清 临翻是怎么出脚的 把狂霸无匹的带头大哥 已赫然倒地 肋骨当场断裂的他 疼得恶脸扭曲 嘴里丝丝倒抽着凉气 几名小弟急忙围过去 只见老大嘴角躺血 捂着肚子直翻白眼 哈哈 逼还没装完 就被我哥一脚踢飞了 周小鱼冷撇着 快要昏过去的带头大哥 并从他扭曲的恶脸上 看到浓浓怨念 不由捧腹大笑 目睹震目 竹灰飞心里更为震动 差距 这就是差距啊 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 那八指壮汉 就被先生踢得倒飞出去 在弹指间 完成了帅气的踩人 他随意一抬腿 竟成山他地崩之势 实力深不可测啊 若能追随先生 将是我今生最大的荣幸 朱灰飞的黑眸中 蹦射出两道光芒 这时 那个带头壮汉 从惊骇中回过神来 拼命在地上爬着 想逃跑 林帆鼻的扫了另几个大汗一眼 目光森然道 你们也爬着滚 别等老子拍了 打这种毫无战斗力的渣渣 他真嫌脏了自己的手 是是是 谢大哥不杀之恩 那几人嘴角一抽 当即照做 趴到地上 和老大一起爬了起来 他们可不想再被林帆一脚踢飞 回家躺个十天半月的 滚吧滚吧 回去告诉你们的幕后主子 有我哥哥在 谁再想拆了慈阳孤儿院 就得先被他拆了腿脚 周小鱼面色微沉 对那几个家伙挥手威胁道 小魔女看出来了 高深莫测的林帆是个狠人 还给了他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凶猛大汉们狼狈爬开 周小鱼松了一口气 目录崇拜望着林帆道 谢谢哥哥救了我哈 林帆一边往前走 一边淡淡回道 别自作多情 我出手是为了慈养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90 小魔女神色一暗 心头羊驼狂奔 不说实话你会死吗 会感到憋屈 林帆随口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00 周小鱼接着冷声介绍 最近有开发商 看上了慈养孤儿院那块地 想把孩子们赶走 拆了孤儿院搞房产开发 但院长老爹坚决不同意 他们就扬言 要在周年庆典上 踏平孤儿院 让咱们哭着签字滚蛋 林帆面色微沉 冷然一笑道 呵呵 找死 他给周小鱼拦了辆车 让他把今天采购的两大包礼品 都拉到慈养孤儿院去 给孩子们分了 有人给小魔女 霍霍一打钱 认真叮嘱道 希望你能筋盆洗手 这些钱拿去封凶吧 扑 刚坐进出租车的周小鱼 浑身一抖 差点吐血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8 但看在这笔横财的份上 他的小宇宙没有爆发 只是对林帆撇了撇嘴道 那孤儿院纪念日再见吧 坏蛋哥哥 小魔女乘车离去 林帆转头看到朱辉飞 微微皱眉 你怎么不走 还要恰好路过我身边 却见朱辉飞扑通一声 跪倒在自己面前 先生 不 师父 您就收我做徒弟吧 我想跟您学点真本事 去参加中州的五博大会 为华夏人掌威风 朱辉飞语气懇切 东东磕着头 一双黑眸中引现泪光 林帆把他拉起来 正要开口 却发现来了不速之客 一队穿着时尚的男女 从不远处的苹果手机店走出来 看到朱辉飞当街跪拜林帆 就面带比仪冷笑走了过来 看到这两人牵着手出现 朱辉飞的浓眉紧拧在一起 面色阴沉 紫月 你们 朱辉飞看看那个衣着光鲜的漂亮女孩 又瞅瞅她身边穿名牌的高大男子 神情震惊 那女的冷冷开口 朱辉飞 我们分手吧 你只会练舞 不能赚钱 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朱辉飞听了 身子一晃 差点跌倒在地 她努力定了定神 神情痛苦地咬牙质问女友 徐紫月 你是不是早就和丁玲好上了 给老子戴绿帽 朱辉飞知道 自己根本养不起这个物资女朋友 分手是迟早的事 万万没想到 她竟会被自己的前辈 师兄撬走 眼前这个身穿名牌的高大男人 朱辉飞认识 她叫丁玲 家里挺有钱 也曾在获释舞馆习舞 还是那一届的大师兄 这时丁玲比翼冷撇了朱辉飞一眼 狂傲开口 恭喜你朱师殿 答对了 你的实力远远配不上紫月 跟着我她才能幸福 朱辉飞怒火中烧 红着眼睛握紧了拳头 姓丁的 你他妈竟敢抢我的女人 欺人太甚 嘴里沉吼着 她已经跳起来 挥拳砸向情敌的脸 但在噼里啪啦交手几个回合后 朱辉飞就被狂傲师兄 一脚踹出很远 嘴里直淌血 丁玲看向她的眼神更鄙夷了 冷冷讥讽道 你一个农村来的穷逼 拼财力不行 打又打不过 乃来的勇气和老子叫板 徐紫月则晃晃手里 刚买的苹果最新款手机 指着脖子上的白金香钻项链 比试着前男友炫耀起来 这些奢侈品 都是丁少给我买的七夕礼物 换成你 下辈子送得起我吗 所以人已穷分 你还是去找个配得上的女人吧 轻蔑地说完 这渣女就被丁玲牵着手 走向了她的宝马X6 站住 狗男女 朱辉飞抹了把嘴角的血 目自欲裂怒喊着 就要冲上去和丁玲听命 丁帆微微摇头 她已经看出 那狂哨习武的年头和功力 都远在朱辉飞之上 于是就走到朱辉飞身边 搂着她的肩膀与道 等一下 你这个徒弟 我收了 朱辉飞一愣 还没反应过来 就感到丁帆的手掌 已经紧拍到自己的后背上 下一秒 竟有一股滚烫的神秘气息 透过丁帆的手掌 火山熔岩一般涌进她体内 啊 体内的灼热和澎湃心声的距离 让朱辉飞忍不住咆哮一声 却震得那对狗男女和路人一脚翻飞 耳朵都快聋了 丁帆把那张 从惊喜箱中开到的初阶五级卷轴 用在了大弟子身上 继而对朱辉飞一脸平静道 去吧徒弟 狠狠打他们的脸 去吧徒弟 狠狠打他们的脸 朱辉飞怀着无比震惊的心情 领着去失命而去 丁帆见这里 距乡张公馆不远 则去开自己那辆阿斯顿马钉 给徒弟撑面子 狗男女 敢给老子戴绿帽 欺人太甚 朱辉飞瞪着血红的眼睛 咬牙切齿 逼近丁玲和徐子月 哎哟 你个猪头 刚才还没有挨够打 看来你他妈真想找死啊 丁绍松开徐子月的柳妖 在他的宝马车旁 转身大骂 他冷酷的目光中 透着对朱辉飞浓浓的鄙夷和不屑 虽然丁玲已经离开霍氏武馆多年 但他偶然也会去参加 师兄弟之间的比武大赛 今年初 朱辉飞和一众师弟 都曾被丁绍在擂台上虐了个半死 正因丁玲完全不把情敌放到眼里 才会很无耻的 公然抢走了师弟的女朋友 但现在 迎面来到朱辉飞跟前时 丁玲却忍不住眸光一跳 感觉有些异常 此刻的朱辉飞 头上的短发如钢条般 根根竖挺着 双目喷火 脸庞上泛着一层诡异的淡淡红光 他原本就很结实的身板 好像又突然粗壮了许多 身上鼓荡着浓重的舞者气息 当朱辉飞大踏步朝情敌逼近时 他身后的地板 居然随着脚步 咔嚓擦碎了一地 死 看到这骇人一幕 丁玲和徐紫月脸色一变 同时倒抽凉气 尽管已经赶到异常 心中发紧的狂哨丁玲 却不愿意在新女友跟前失了面子 朱辉飞 我他妈现在 就踢飞你 嘴里冷冷骂着 他突然飞起一脚 朝着朱辉飞的肚子很辣踹去 朱辉飞却不躲闪 因为丁绍飞出的淋漓一脚 落在他眼中 动作静变得很慢 朱辉飞不经意地探出手 牢牢抓住丁玲踢来的脚腕 猛然发力一扯一拧 咔嚓 一声骇人的脆响传出 丁绍的腿脚 当场被朱辉飞拧断 那狂哨面色惨白 刚发出一声哭爹喊娘的惨嚎 又被朱辉飞一拳轰在胸口上 直接打飞了出去 碰 哗啦啦 丁玲的身子重重落在他的宝马X 溜上 把那辆百万豪车砸了个稀巴烂 腿脚和胸骨皆以断裂的狂傲丁绍 口鼻躺血哀嚎着 疼得浑身抽搐 头上冒出痘大的冷汗 见到这幕 悄然围上来看热闹的人群 吓得连连后退 我的妈呀 这小伙子的身手 也太逆天了吧 打得好 那个宝马男 抢了他女朋友 还嚣张得很 这渣女可真见 给男朋友戴了绿帽子 也有脸理直气壮 真想抱床上蹂躏哭他 此刻 朱灰飞也呆住了 他无比震惊地伸出自己的双手 低头打量着 难以置信 刚才那一幕是真的 自己的师父 也太神仙了吧 刚才他不过 往自己后背上拍了一张 居然就把我的武技修为 提升了十个档次 而且还让他浑身上下 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力 朱灰飞目瞪口呆 心中惊雷隆隆 这时 吓得郊躯乱颤的徐子月 终于从惊骇中回过神来 他颤手一指 刚被自己甩掉的穷逼男友 冷冷骂道 姓朱的 你他妈连丁少都敢打 好 就等着人家的千万富豪老爹 把你个混蛋弄残吧 听到这个贱女人的叫骂 朱灰飞目光一寒 跨前两步 啪 他抬手一巴掌抽过去 把徐子月打得原地转了三四圈 又一头栽倒 婊子 朱灰飞神情厌恶地冷骂道 哎呀 呜呜 被抽得天旋地转的徐子月 嘴角流着血 捂住了不满 深深血手印的翘脸 趴在地上哭嚎起来 就在这时 林帆架千万豪车赶到 为了给大弟子称足台面 他已经买了套十多万的 大牌黑西服换上 脚踏爱马仕限量版黑皮鞋 还戴着白手套和大墨镜 大少爷 家主让我来接您 去谈判收购 围警国际大酒店的事 林帆拉开自己 阿斯顿马丁的跑车门 伸手攻迎朱惠飞 看到这幕 围观人群顿时炸了锅 好家伙 阿斯顿马丁 那可是一千多万的 顶级轿炮啊 他这辆远不止 一千万 是全球限量版呢 难怪小伙子 敢抱走那个丁绍 他一个千万富翁家庭 在人家豪门阔绍 跟前丧个屁啊 则则 连人家手下的一个司机 浑身上下穿的 都是奢侈品牌 得几十万吧 已经快痛昏过去的 丁绫和徐紫月 此刻一个趴在 烂宝马车上 一个趴在地上 嘴里气息微弱地痛好着 也都看呆了 原本身手一般般的朱惠飞 能突然间变得如此能打 已经令他们很震惊 可现在 朱惠飞那小子 居然又暴露了 他隐世豪门世子的身份 人家不仅拥有千万级轿炮 和身穿奢侈大牌衣服的司机 现在还要去收购 大名鼎鼎的 围警国际大酒店 那个绿了豪门阔绍的劈腿女 这下要毁清长子 人长得挺漂亮 可惜是个势力傻逼啊 被打残那个丁绍我知道 他家是开连锁超市的 资产不过一千万左右 他爸还欠了一屁股外债 嗯 那娘们真是丢掉西瓜 捡个芝麻 仅是阔绍那辆豪车 都抵得上轻敌全家的两倍资产了 围观群众低声议论着 纷纷幸灾乐祸地 谴责地上那个渣女 徐紫月被前男友一巴掌拍肿的脸颊 此刻更是红得低血 他趴在地上捂着脸 惊饿了许久 哇一声大哭起来 一边痛哭 他一边扯下脖子上的白金项链 连同那不刚买的苹果手机 一起砸向丁绍 都是你个混蛋乱钩的老娘 害我沦为大家眼中的笑柄 呜呜 他的眼泪中充满了羞辱和痛悔 围观者骂得没错 自己简直是天下第一大傻逼啊 和朱辉飞好了那么久 竟然没看出来 那小子一直在半穷 他是想试探自己的品质吧 但这也不能怪人家 身为影视豪门阔哨 朱辉飞找未婚妻 肯定要比普通人更慎重 更挑剔 自己真是瞎了眼 居然白白错过了嫁入豪门的机会 而给个小报发护好上了 听到师父称自己为少爷 还让他上那辆千万豪车 朱辉飞一愣 但旋即他就反应过来 这是无所不能的伟大师父 再给自己撑场子啊 朱辉飞心中感动 很装逼地抹了一把头上的短发 朝林帆带辆阿斯顿马钉走去 灰飞 对不起呜呜 我们还可以回到过去吗 徐紫月不顾一切从地上爬起来 捂着脸追上来 窃窃问道 既然那个丁玲打不能打 家中财富又远远不及引试豪门朱大哨 此刻他又悔又怕 决定努力争取最后的机会 扑扑 凶烈古断的丁玲 看到这里气血攻心 连喷出两口鲜血 当场昏死在自己被砸碎的宝马车上 林帆一脸嫌弃地冲渣女撇撇嘴 又转头安慰大弟子 少爷 宁消消气 人生处处有伏笔 谁年轻时 没爱过一两个傻逼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朱辉飞上车后 林帆又鄙夷地看向徐紫月 淡淡道 浪够了想回头 我家大少爷不等狗 话落 开着阿斯顿马钉轰鸣而去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六十 总积分九万六千一百六十 林帆驾着跑车来到一个偏僻路段 急忙在车内换上了自己那套休闲装 朱辉飞见状 面露疑惑 师傅 您穿上几十万一身的大牌衣服和皮鞋 好帅的 为什么还要换回来啊 林帆微微皱眉道 怎么说话的 为师的帅和衣服有关吗 我不穿衣服的样子更帅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他接着又吐槽一句 大牌西服太正经了 配不上老子的不正经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三十三 等林帆换好衣服下的车 朱辉飞已经从后座上跑下来 扑通跪倒在地 师傅 感谢您传我神功 让我出了口恶气 刚才为了帮我称面子 太委屈您老人家了 他目录感激地说着 又一脸惶恐 连连作忆 或是武馆的教练 曾告诉朱辉飞 武技修行如苦海行舟 海之广博一眼望不到尽头 只有日夜努力 才能向前一程 又一程 可是他在武馆里苦学三年 学费交了十来万 武技提升却很缓慢 那天与嚣张的外国拳王一战之后 朱辉飞简直心生自卑了 再加几个字节 也根本打不过那些 壮如公牛的一国舞者啊 但令朱辉飞做梦都想不到的是 今天林帆只是在他背上轻拍一掌 却让自己的武技修为一飞冲天 他十分震惊地发现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 莫说丁玲那样的武界渣渣 就算同时对付两三个外国拳王 都不在话下了 什么武技修行如苦海行舟 海之广博一眼望不到尽头 那时没遇到神机师父 因为有了林帆的神力相助 自今而后 他朱辉飞已经无惧 这世界的一切风雨雷暴 所以此刻 他对林帆的跪拜十分虔诚 投刻的咚咚响 嘴里崇拜地喊着 师父 您老人家太伟大了 太神仙了 林帆一把将他拎起来 皱眉道 老你妹 为师风华正茂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是是 其实您看着比我妹都年轻 朱辉飞脸一红 恭敬低头道 会开车吗 会的师父 拿驾照几年了 林帆指了指身边的阿斯顿马丁 淡淡道 那这车你先玩着吧 我暂时用不着 朱辉飞睁大了眼睛 师父 这车也太贵重了 我怕 怕个鸟 玩坏了 咱再买一辆更好的就是 林帆把眼一瞪 豪横道 卧槽 朱辉飞又差点给他跪了 果然是神级师父 原来他不光有金刚手段 菩萨心肠 更有惊人的财力啊 林帆又转账给大弟子五百万 云淡风轻叮嘱朱辉飞 你现在的武技 已经比获市武馆的教练 高出十个等级 所以不用再回去浪费时间了 回头 你带上那个魔女周小鱼 一起开个公司啥的 努力赚钱干一番事业 我的天 朱辉飞目瞪口呆 遇上这样的牛叉师父 等于是上帝 为自己打开了一扇通天窗 又开启了一道金色大门啊 他不由虎目含泪 冲林帆抱拳表态 师父 除了我爹娘 您就是 对我最好的人了 我朱辉飞这辈子誓死效忠师父 一定会光耀师门 玄机又问了一句 对了恩师 我们是什么门派 林帆微微一愣 门派 这时 车载音乐正播放着那首 正道之光 正道的光 照在了大地上 把每个黑暗的地方 全部都照亮 坦荡是光 像男儿的胸膛 有无穷的力量 如此的坚强 林帆随口回弟子 我们的门派是 嗨嗨 正道门 嗯 弟子拜谢掌门恩师的栽培 朱辉飞双手抱拳 对林帆身居一躬 他心中暗暗发誓 将来一定要把正道门发扬光大 不负恩师传给自己的高超武技 这时 林帆接到了美女总裁顾雪岩的电话 他把千万豪车丢给弟子 转身离去 顾雪岩在电话中惊喜道 林帆 这下你可帮我的大忙了 原来 毒蛇主播林帆 入驻博雅传媒集团后 一夜间 带火了那档网络直播节目 他的语录 开始在网上流传 粉丝蹭蹭网上涨 顾雪岩听了下属的汇报 就想让林帆应粉丝们请求 每周多做几次网上毒蛇主播 我今天认真思考了一下 你的嘴巴虽然很毒 却比那些心灵鸡汤更有趣 也更具有忠言逆耳的力量 在网上很受追捧不无道理 顾女神从电话中传来的声音 轻哑迷人 林帆听了 心里又是一阵麻酥酥的 随口接道 嗯 总之我很优秀对了 你说点我不知道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280 顾雪岩愣了一秒 轻轻叹了口气 显然对她的自恋很是无语 接着说道 所以呢林帆 我想让你每周二 四 五 六都主播两小时 月薪给你提升到六万 好不好 林帆淡淡回道 不干 别想用那点钱来挥霍我的青春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00 美女总裁吸了口气 妥协道 那我给你十万月薪 今天是周二 晚上你就来公司做直播吧 因为博雅集团旗下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电台 在新兴媒体的冲立下 业绩都在下滑 所以 顾雪岩把林帆的出现 视为扭转败局的救星 她已经联系了风投机构 向博雅传媒集团注资 以帮助自己全面进军新媒体 而林帆堪比粉丝收割机的毒蛇主播节目 将是她向投资方展示的集团潜力业务 美女总裁甚至想 将来让她为公司培养更多的毒蛇主播 形成一道独具个性的风景线 对了 你若不喜欢周韵 换个搭档也可以 我感觉 你俩风格不大 顾雪岩又给林帆追加了一个待遇 想起那个身材风雨 肤白貌美的桃花眼少妇 林帆心中一动 脱口出道 不能换她 我还没玩够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00 顾雪岩一惊 玩够 嗯 还没和她玩耍够 林帆黑黑一笑道 挂了电话 林帆溜达着走向博雅集团的方向 经过一个路边水果摊时 却见一个长相精明的摊贩 正和一名老年顾客争执 那老人说买她四斤芒果 到家一称 只有2.5斤 听到这奸商摊主的小喇叭里 正自动播放着水果大降价 不赎不要钱 林帆拿起一个最贵的泰国榴莲 转身就走 这玩意儿 价值一两百 足够惩罚奸商 对老人的缺金短两了 水果摊老板急忙追赶 嘴里怒喊着 小子 你拿我水果干嘛 你不是说不熟不要钱吗 林帆一边让他追不上 一边淡淡开口 老板 那是熟的 林帆 我和你不熟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00 总积分98350 傍晚时分 林帆刚溜达到博雅集团大厦前 就远远看见了顾小洛亲切可爱的身影 博雅集团大厦前 只见洛洛悠哉悠哉地抖着小腿 站在广场上吃一包薯片 他身边停着辆豪车 还跟着保姆和司机 显然是来接总裁妈妈下班的 林帆上前和小洛洛打招呼 顺手把那颗大榴莲送给了顾家的保姆 他热情微笑道 我掐指一算 今天会遇到王仪 刚才专门给你买了颗高档水果 王仪受宠若惊 迟疑着接过那个泰国榴莲 躬身致谢道 哎呦 谢谢林先生 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还让您给我一个下人带礼物 这 林帆鸣嘴一笑 转头对顾小洛说 光吃点薯片多不过瘾 哥哥给你买好吃的 小洛洛听了没开眼笑 却也欢呼道 真的呀 谢谢叔叔 林帆 小家伙在附近一家快餐店 挑了两个大大的炸鸡腿 谢谢林叔叔 我妈咪都不让洛洛欺有假食品的 虽然人小鬼大 但他说话十发不准个别字的音 听上去奶声奶气的 猛死个人 顾小洛大口啃着炸鸡腿 粉雕玉琢的小脸上 透着满足 是吗 那你妈妈太坏了 鸡腿好吃不 林帆蹲在缩小版的自己面前 轻抚着洛洛的小脑袋 内心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 这小姑娘太可爱了 洋娃娃似的 我真想把你的角色美女妈妈娶回家 若能拥有顾女神那样美丽高雅的老婆 和小洛洛这样的神级女儿 福福何求 听见林帆问自己 鸡腿好吃不 顾小洛急忙从餐盒里 掏出了另一只完整的鸡腿 他很懂事地把新鸡腿 递到林帆嘴前 肚子正有点饿 那焦黄嫩香的鸡腿 看得他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林帆刚想伸手接住 夸他一句真仗义 却见顾小洛把那只鸡腿举过来 在他鼻子前晃了晃 天真无邪道 太好气了 叔叔你闻闻 扑通 林帆一屁股跌坐到地上 怎么了 林叔叔你也想气 小洛洛眨着乌溜溜的大眼睛 倒是善解人意 不待林帆回答 他又自作主张地啃了一口新鸡腿 笑叶如花道 那你早说啊 两鸡我都气过了 林帆撇撇嘴 咽了一口口水 只得退而求其次 把魔掌伸向顾小洛的薯片 来叔叔帮你尝尝 薯片脆不脆 小洛洛急忙糊在怀里 不用了 我欺骗你听听 就知道有多脆了 林帆欲哭无泪 这时 一袭黑色长裙的美女总裁顾雪岩 踩着高跟鞋走出集团大厦 保姆王仪和顾家司机 一起迎了上去 大小姐 您下班了 洛洛闹着找妈妈 我们来接您 顾雪岩朝他俩微笑点点头 翘脸上 引现一丝淡淡的愁容 看到女儿站在林帆身边 挣一口薯片 一口鸡腿啃 得嗨 她不由带眉微醋 王仪上前解释道 那鸡腿是林先生买给洛洛吃的 顾雪岩这才眉头舒展 随口叮嘱道 嗯 薯片鸡腿这些油炸食品 还是让她少吃 王仪面露尴尬 那包薯片 是洛洛抢咱们小区一个邻居小男孩的 我劝阻不住她 啊 美女总裁的戴眉再度促起 伸手扶住了额头 她先上前和林帆招呼 优雅一笑 白皙脸颊上露出两个迷人的梨窝 接着又转头冷视着女儿 严肃沉喝道 顾小洛 你又抢小朋友的东西 伸出手来 见妈妈要动用家法打自己的小手 洛洛神色一紧 急忙躲到了林帆身后 林帆把她抱在怀里 劝说顾雪岩 孩子还小 批评教育就行了 顾小姐怎么还动手动脚的 美女总裁的俏脸微微一红 伸手指着女儿警告道 今天林叔叔在 我就先不打你 下次还敢不敢抢别人的东西了 小洛洛长出一口气 弱弱地回道 不敢了妈咪 那再有下次怎么办 顾雪岩语气严厉 再有下气 我就戏狗娘养大 顾小洛举起小手 奶生奶气的对天发誓 扑 听到这雷人的誓言 不光顾雪岩差点气吐血 林帆也忍俊不惊 当场笑喷 若不是他极力护着小家伙 洛洛接下来 必然会受到严惩 眼看开播时间快到了 顾雪岩催促林帆 快去工作吧 集团新媒体直播这一块业务 还要靠你的毒舌撑起来呢 林帆点点头 与大家挥手道别 转身进了博雅传媒大厦 戴上口罩 步入26号直播室 只见身穿小西服短裙的美少妇周运 一双修长白腿 优雅交叉在直播台前 已经准备开播了 美女好 林帆冲他邪魅一笑打招呼 周运故作茫然地左右瞅瞅 逗林帆道 林大主播哪有美女啊 林帆淡淡回道 你照照镜子不就知道了 讨厌 他们一起桃花眼 娇羞一笑 更是媚态丛生 然后你就会发现 看谁都是美女 林帆毒舌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520 总积分98870 周运一愣 脸上的笑意骤然消失 他撅起鲜艳的红唇瞪着林帆 忍不住在他胳膊上 轻轻拧了一把 坏家伙 嘴巴真损 连红姐开心一下都不会 看到他胸前雪白的深沟 林帆有点尴尬的干咳两声 急忙收回心神工作 周运又像往常一样 用柔美性感的嗓音 自证腔圆 说起了开场白 家人们晚上好 欢迎准时来到我们的 心灵养疤直播间 印广大粉丝要求 在公司大力支持下 我和林主播 把节目时间调整为 每周的2 4 5 6晚7点 然而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有不少网友 急不可耐地 给林帆刷着礼物 大字催促道 美女你走开 快换毒蛇地上场啊 周运白皙的鹅蛋脸 刷一下红了 这个散发着 优雅清熟气息的美少妇 越来越感觉到 林帆后生可畏 作为昔日的电视台一姐 心灵养疤 直播节目创始人 她本来很骄傲自信的 但自从林帆用她的毒蛇 给这档节目 注入了新生活力 并在网上大火后 美少妇主播 边缘化了 她一方面羡慕林帆 透着睿智和犀利的毒蛇口才 心里有些失落 另一方面 却又盼着她能把 心灵养疤 直播做得更火 最好粉丝破百万 那样 周运也能在高薪水之外 拿到可观的绩效分红 就在美少妇走神之际 却看到今天的网友中 涌现出一批居心不良的黑粉 此刻 他们正在手机上刷着屏 用恶毒的语言 攻击谩骂周运和林帆 网络直播间屏幕上 那些黑粉对周运和林帆的挑衅谩骂 不堪入目 信周这娘们胸好大 腿也性感 不知道包一碗 需要多少钱啊 她怕是早被那毒蛇傻闭上了吧 这俩人是有事同时干 没事干同事 俩主播快别逼逼了 你们干脆直播羞羞的幸福生活吧 嘿嘿 信林那傻缺 还戴个破口罩装逼 真把自己当神秘明星了呀 我去你带的吧 看到扑面而来的乌言晦语 周运气的脸上又红又白 胸脯一阵起伏 直播间的粉丝们见有人故意来捣乱 也帮着林帆和周运 和那帮敌方派来的水军 展开了激烈叫骂 美少傅努力克制着情绪 声音清冷地对着麦说 请那些不怀好意的网友注意措辞 我知道你们是竞争对手派来搅浑水的 但现在是文明法治社会 请你们 林帆看不下去了 皱眉撇了撇嘴 人家都死不要脸的开骂了 你在这闻周周的劝说有用 人不能灌着垃圾 越灌越坏 他直接拿过来周运嘴前的麦克风 声音平静地冷然回怼 据我观察 你们这帮孙子 从小缺盖 长大缺爱 舅舅不疼 姥姥不爱 左脸欠衫 右脸欠串 狗见狗咬 人见人采 先天皮痒欠抽 后天饭见欠牌 华夏十八般兵器 你们翩翩练剑 上剑不练练下剑 金剑不练练银剑 不做剑先做剑人 赶来老子的直播间闹事 你们这是在跪地求虐 自取其辱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九百 直播间里顿时炸了锅 粉丝们纷纷力挺和拥护林番 到底是社会我林哥 干得漂亮 骂死那些来捣乱的二货 哈哈 这嘴巴果然是抹了披霜 兄弟给你三十六个赞 家人们 把礼物刷起来 敌我林哥干翻贱人们 那些居心叵测的黑粉 只听说林番嘴巴很毒 却万没想到 他骂起来人居然这么毒 愣正片刻 他们又换了招式 打字刷屏威胁道 姓林的 你身为网络主播 公然在节目中骂人 我他妈举报你 林番鄙夷一笑 对着麦朗声道 我从不骂人 我骂的都不是人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对方显然气晕了 其中一个家伙 刚打了锯 你骂你就失手发了出来 估计他的手在颤抖 嘴角在狂抽 林番当即回骂 你妈生你的时候 是不是把人扔了 给胎盘养大了 用二臂形容 你们这群渣渣 人家铅笔都不乐意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六十六 总积分十万零六十六 您目前还拥有 八个万分惊喜箱 并获得了 第一个十万分惊喜宝袋 林番一愣 不由面露喜色 原来不光没累积到 一万毒蛇积分时 系统会额外赠送 一个万分惊喜箱 每到十万积分的时候 更有大惊喜袋相送啊 这个十万分惊喜宝袋 怕是极不寻常 见那些黑粉 只会敲几个SB 去死吧之类的脏话 已经快要眼气息鼓了 林番又乘胜追击 刚才不还满嘴喷翔骂的嗨吗 怎么一个个的 转眼间就粘了 实话告诉渣渣们 老子进修口才课的时候 你们还在撒尿和泥巴玩 来我们直播间搞事情 估计你们还没被搞死 就先弃绝身亡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88 粉丝们看得大呼过瘾 给林番疯狂点赞 好理也刷满了屏幕 这哪里是美少妇 周运和新来的林毒蛇 做网络直播时 受坏人欺负了 分明就是林哥 在当着七八万粉丝的面 向大家陷倒陷演一部 酸爽无比的毒蛇大剧啊 那些黑粉 早已气得一佛升天 二佛出世 但他们不得不面对 一个残酷现实 毒蛇骂人 林番是专业巴急的 甩他们几十条街 很轻松 姓林这小子语速快 咬字轻 嘴巴毒 用词痕 在把他们骂个狗血淋头的同时 还在疯狂收割着 一波波新粉丝 黑衣粉们都快被骂哭了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见这些不怀好意的网上小人 陆续灰溜溜地离开林番直播间 粉丝们笑趴了 骂得好 就不能给那些乱咬人的狗 讲什么文明 被我小林哥骂哭了吧 垃圾们 也对你们幸灾乐祸十分钟 哈哈 唉 就他们这渣渣水平 也敢来挑战我们的毒蛇地 太自不量力了 此刻 周运眨着水汪汪的桃花眼 玉面泛红注视着林番 神情又震惊又欣喜 原来林番的毒蛇功夫 如此全面和深厚 他竟能在片刻之间 用嘴把那些难缠的 无赖黑粉给对飞了 若换成自己 和以前那些 同样只会拿枪拿掉的 男主播搭档 怕是早就被人家攻击哭了 但林番一出口 却能力挽狂澜 迅速大获全胜 林主播 你真厉害 替我们出了一口恶气 美少傅悄悄往林番那边 挪了挪翘臀 轻轻扛了下他的身子 在直播台下伸出大拇指 低声赞叹道 接下来 两人又在直播间里 和粉丝互动起来 一个网友很风骚地说 玉女神 你真漂亮 知道吗 我们全家几代人 都关注你和林哥的直播 我爷爷想娶你 我爸想娶你 我也想 林番冷笑出声 呵呵 三代祖传 癞蛤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00 另有一个年轻粉丝 打字发牢骚 最喜欢林哥的毒蛇 但小弟刷不起礼物 刚大专毕业 实习工资低得可怜 生活都特么难以为继了 555 林番微笑安慰他 年轻人吗 现在暂时没钱算什么 以后没钱的日子还多着呢 留言区一片 扑扑扑扑的笑喷画面 26号直播室里 林番和周运 正卖力工作着 他们却不知道 这时博雅传媒集团 已经出事了 一个气宇不凡的西装男 带着几个风头老总和银行大佬 冷面走进博雅大厦 听说这些人突然现身 刚回到家的顾雪岩 又急忙驾车 赶来博雅集团 在他宽大整洁的总裁办公室里 一场你死我活的伤战 一触即发 但现在 林番和周运并不知晓 位于博雅集团大厦顶层的总裁办公室 来了那些不速之客 26号直播室内 如火如荼的毒蛇直播仍在进行 一名高中女生是林番的新粉丝 她在直播中求助 我器中考试考杂了 不敢回家面对霸道严厉的老爸 怎么办 在线的 挺急的 周运耐心劝导他一番 但仍然是习惯性的给小姑娘灌鸡汤 说了一堆并不实用的鼓励话 林番喝口水 清了清嗓子 给高中女生支起了狠招 这样妹子 你先给爸爸发条信息 就说自己和皮特私奔了 皮特是个很个性的人 身上刺满了花纹 只有45岁 并不老 你将和他去外地生活 虽然皮特还有几个女人 但你并不在意 你们将来会种植因素创业 除了自己抽 还可以卖给朋友 并要告诉你爸 你还希望和皮特在那个地方生很多孩子 同时也可盼着医学科技有大进步 这样 皮特的艾滋病就可以治好 林番又喝了一口水 接着平静道 看到这里 如果不出意外 你爸已经崩溃 你关机量他半小时 再给他发第二条信息说 老爸 刚才那条短信内容都不是真的 真相是我在同学家里躲着 之所以发那条短信给你 是想告诉爸爸 世界上有笔孩子考杂了更糟糕百倍的事情 然后再让他打电话亲口告诉你 可以安全回家了 看完第二条信息 你爸会百感交集 当场内奔 因为对他来说 这是你的考试成绩已是浮云 他只想要一个健康完整的女儿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一千 总积分十万零两千六百二十 听了林番的损招 直播间里笑喷了几万人 哈哈 是个狠人 这脑洞 这毒蛇 大写的福 我在网上赌博输光了生活费 也正不知道怎么向爸妈交代 败谢林哥了 周运转头瞪大了眼睛 像看外星人一样 打量身边的林番 这样也可以 此刻 顾雪岩的总裁办公室内 正发生着紧张一幕 一个气宇不凡的年轻男人 带着几名风头和银行大佬 敲门走了进去 看到这个大牌西装男 竟是木子集团的百艺少主李子豪 起身相应的美女总裁 不由面色微沉 这家伙正是普京温泉那个玉袍男 因满嘴fuck 而被林番骂作假洋鬼子的人 那天 他在自家的温泉酒店 被林番摔倒在地 后来李子豪送法拉利 向顾女神当街告白 又遇到林番给他救了场 不但用直升机狠狠压了李子豪一头 林番还顺便夺走了顾雪岩的初吻 尤其李大少在国外染上性病的事 那天被一个围观者当场爆料后 大家是吐着唾沫 看他狼狈驾车离去的 那是心高气傲的李子豪 最为耻辱和憋屈的一天 若不是次日一早 他就被父亲安排到国外出差 这百艺狂哨 当晚就想找人灭了林番 昨天回中州后 他又立即派人 彻查林番的真实身份 结果却显示 林番真是孤儿院出身的一介平民 他也根本不是顾雪岩的男朋友 李公子感觉受到了愚弄 心中怒不可遏 他想 那天的亿万定制版直升机 肯定也是顾女神安排的 他只是为了给嫁男友林番称面子 把自己这个狂热追求者赶走罢了 明白真相后 李子豪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老子是堂堂百一企业的少主 比你顾家都要豪门一个档次 有那么不堪吗 想嫁给本少的优雅美女排成了长队 你顾雪岩装什么高浪 今天下午 已经狗急跳墙的李子豪 曾打电话给顾雪岩 对他发出了赤裸裸的阴毒威胁 顾总裁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老子得不到的女人 就会想办法摧毁她 你若识相 就乖乖做我的女朋友 否则 我会迅速搞垮博雅集团 面对这个百亿狂哨的威胁 顾雪岩在电话中轻蔑冷笑 重申一次 本人不会交往渣男 如果你想报复 本小姐奉陪到底 李子豪被彻底激怒了 他凭借父亲的人脉 请来了两家 给博雅集团放贷的银行大佬 而那几个风头机构老总 本是顾雪岩在找人家 拉注资的潜在金主 却也都是李家的熟客 李子豪决定 今晚就与大佬们联手 把高冷女神的企业置于死地 看他到时候妥不妥协 此刻 银行大佬们 一进顾雪岩的总裁室 就冷脸摊开合同 严肃道 鉴于博雅传媒集团业绩下滑 资产缩水严重 我们两大行决定 对顾总裁启动紧急催款机制 两日之内 你若无法连本代息偿还那六亿欠款 我们将把抵押到银行的 博雅集团大厦 收走拍卖 目光阴冷的李子豪 则盯着梦中女神的高挑身姿 露出了得意冷笑 他已经算准 顾雪岩把全部资金 都砸在了布局国内外新媒体业务上 面对两大行的突然催贷 他肯定措手不及 又无力偿还 而且因为李公子从中作梗 美女总裁也根本拉不来风头资金了 他这招釜底抽薪 足以切断博雅集团的资本链条 令已经和自己撕破脸的顾雪岩迅速破产 李子豪坚信 一会美女总裁就得放下他所有的高冷和骄傲 含泪求自己并选择现身妥协 只要他肯臣服李子豪 做这个百艺少主的女朋友 就可以让家族集团 免于这场灭顶之灾 李公子觉得 以顾雪岩的高智商 不会算不清这笔账孰轻孰重 所以此刻 他盯着顾女神凹凸有致的身子 和那张清冷出尘的绝美脸庞 忍不住贪婪舔着嘴唇 仿佛一头饥饿的狮子 再看一只已经成为自己盘中餐的小白兔 顾雪岩没想到 这个渣男对自己的报复来得这么快 并如此硬 他知道 李家和这些金融大佬关系密切 今晚李子豪带队出现 无疑是想和他们联手 逼自己就犯 顾雪岩鄙夷的瞥了他一眼 神情冰冷 胸中怒火燃烧 他白皙精致的脸庞上 却分明划过一丝惊慌 美女总裁不甘心 他向两家银行解释 自己集团的业务有亏有盈 并不存在资产严重缩水之说 但人家根本不听 执意要启动危机应对机制 对他提前催贷 顾雪岩又把求助的目光 望向那几位风头大佬 得到的 却也是一片冷冰冰的摇头 只有其中一个老总 碍于他和顾雪岩父亲 是老相识的情面 向征信说道 顾小姐提交给我们的融资报告 我已经看过 要不先去你们新媒体直播间瞧瞧 考察一下贵集团的投资环境吧 李子豪瞪了那老总一眼 暗骂他多事 但他岂能不知 对方也只是碍于人情 想敷衍顾雪岩一下而已 走投无路的美女总裁 尽管心里也明白 今天他们来者不善 却还是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般 强斩笑颜 引领众人走进了26号主播室 临翻正毒蛇的嗨皮 看到李子豪 带着几个气语不凡的男人进来 一个个还搬着冷脸 不由皱眉起身 顾雪岩安排周韵仙 接待那位风头大佬 让他向几人介绍 博亚集团发展迅猛的直播业务现状 他则把林帆拉出直播室 沿着走廊 送他到电梯间门口 这才故作平静的玩耳一笑 林帆 快到下播时间了 你先回家吧 有风头老总 来我们集团评测 顾雪岩只想让那位风头大佬看到 林帆的读播数据有多厉害 吸粉有多快 由此可见 博亚集团的直播业务前景光明 一会儿 他会把集团重点发展 个性化新媒体的蓝图 向对方阐述一下 碰碰运气 看能否拿到风头资本 因为李子豪走进了26号直播室内 美女总裁不想让林帆和他碰面 以免林帆冲动之下 激怒那个人渣 让他最后一线为集团 引注资的希望也破灭掉 林帆摘下口罩 盯着顾雪岩的如水明眸 从中察觉到一抹淡淡的愁云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他微微醋眉 深邃黑眸中透着严肃 顾雪岩的长睫毛低垂颤动了一下 轻轻摇头挤出一丝微笑 没什么 你快回家休息吧 哼 他确实遇到事了 而且是博亚集团面临破产的大事 不知何时 李子豪已经悄然跟了过来 突然在两人背后冷笑开口 他以胜利者的姿态 比一冷撇着林帆道 顾总裁之所以出事 也有你小子的功劳 就你这穷酸样 也有勇气冒充他男朋友 哈哈 敢与本少为敌的人 都将生不如死 继而 他又携笑着讥讽起来 你不是有一万直升机吗 你不是年轻的豪门家主吗 继续装啊 现在他的集团 被银行催要六亿贷款 两天内交不出来 集团大厦将被拍卖掉 林神豪 快帮你所谓的女朋友 渡过难关吧 嗨嗨呀 李子豪放荡的笑声中 充满邪恶和阴冷 他又打电话 给自己带的两个大保镖 从外面的豪车上照过来 钉死了林帆 这一刻 李子豪兴奋地眼冒金光 心跳加快 自己正要派人狠狠收拾这个 有点伸手的小子 没想到 今晚在博雅集团发现了他 好吗 一会就让你个无法无天的东西 亲眼看看 这个清诚美女顾雪岩 怎样向本少含泪妥协 成为了老子的女人 到时候 本少会当着你的面 把手探进他血白饱满的领口 狠狠羞辱你们 一血前耻 然后再让我的舞者保镖 把你小子的狗腿打断 林帆无视他那俩标行手下的存在 双手插兜 面带轻蔑冷笑 朝李子豪走来 虽然你身上喷了古龙水 但我还是能闻到一股人渣味 他目露寒芒盯着李大哨 鼻开口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刚与林帆 犹如寒刀的双目对接上 李子豪就吓得瞳孔猛一缩 感到莫名的心悸 这是一种骇人的眸光 森冷 残酷 自信 又像神秘不可测的深渊 李子豪的身子微微一颤 下意识后退了几步 林帆轻蔑一笑 又冷然补充道 恶狗的叫嚣有什么用 真咬到我们才算本事 就你个渣渣 还想让我家血盐的集团破产 呵呵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一十 闻此 李子豪那俩大保镖惊呆了 放眼全中周 谁敢对他家高高在上的百亿主子 如此口出狂言啊 还敢骂我们李大少是渣渣 这个穷小子要逆天啊 你怕是不知道豪门李家 对付敌人的残忍手段 他们面色一沉 目露狠利 只等主子一声令下 冲上去把林帆弄残 与此同时 顾雪岩也惊讶地阴口微张 继而红唇青阳 勾起一丝苦涩笑意 林帆还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转脸看见那几个金融大佬 摇着头走出直播间 周运则神色黯然 美女总裁不由轻叹一口气 果然不出所料 拉风头的希望也破灭了 那些大佬 今晚都很无耻地 做了李子豪的帮凶 要对自己落井下石呢 林帆冷眼扫视着李子豪与同党们 在心中默问系统 我现在有多少积分 报告宿主 目前 您拥有毒蛇总积分 十万零三千八百八十 另有八个万分惊喜香 一个十万分惊喜宝贷 林帆不禁微皱眉头 他想替顾雪岩摆平此事 就冲美女总裁的女儿 长得特别像自己 他还住着人家的房子 但自己的积分 只能兑换一个亿出头的现金 而顾雪岩被银行催要的是六亿千块 五个亿的资金缺口怎么赌 系统君 给我开那几个万分惊喜香 林帆心中默念道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镜修书一本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五百万现金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没运贴一个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女生青睐卡一张 林帆皱眉喊停 还没运贴 青睐卡 这都是些什么破玩意 我需要六亿现金 五百万放在平时倒不少 但现在看来 就算剩下的四个箱子 全开出来五百万大奖 对于顾雪岩的集团 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啊 系统冷哼一声 没好气道 平时毒蛇不努力 前倒用十方恨手 林帆 老子还不够努力吗 成天满世界拉仇恨 对近一切看不惯 从线上到线下 我嘴上抹毒巴巴巴 像勤劳密封 狂采花 系统 打住 想现场骗我点毒蛇积分 没毛用的 给宿主二百五十分安慰一下吧 林帆无语地翻了翻眼皮 又忽然眼睛一亮 在心中问道 我不是还有个十万分惊喜宝袋吗 那个能开出什么了 天机不可泄露 系统很高冷地拒绝回答 林帆 开他娘的 系统 OJ8K 叮咚 恭喜宿主 从惊喜宝袋中 开出十五亿现金 宣布完这条喜讯 系统君忍不住略带惊讶感叹起来 唉 只能说宿主走了狗屎院 从惊喜宝袋中 开出巨额现金的中奖率 是很低的好吧 林帆心头狂喜 收回心神一看 那两个银行大佬正面色阴沉地向顾雪岩逼债 顾总裁 两天之内还贷六个亿 否则你的集团大厦将不保 现在你面临的不仅是六亿贷款 无人给博雅注资 你向海内外布局的新媒体业务 也将被迫中断 李子豪听了 阴冷一笑 念路得色引诱美女总裁上钩 顾雪岩 如果不想让集团破产 就马上求我收了你 做了本少的女人 你的企业和家族都会受益无穷 听了李子豪的狂消威胁 顾雪岩翘脸寒霜 眸光渐冷 让我做你这个阴险之辈的女人 呵呵 你自己觉得配吗 美女总裁面露鼻的冷翅 令李大少面色铁青 怒急而笑 好 哈哈 两天之后 等博雅集团大厦被银行收走 员工纷纷离职 新业务没有资金去开拓 我看你怎么活 但玄机 她又盯着顾女神那张冷冰冰的翘脸 不死心地劝说了一句 趁本少现在心情好 你现在 求我还来得及 若等到两天之后破了产 你才醒悟过来 再哭着来找我都没心 女人嘛 终要嫁人的 想跟本少的美女排成长队 这个既能挽救你企业 又能成就你未来幸福的契机 希望顾总裁抓得住 顾雪岩轻蔑冷哼一声 从牙缝中挤出一句卑鄙小人 别做梦了 她面露厌恶转过头去 懒得再理这人渣 现在和李子豪这种小人 呼吸同一片空气 都令顾总裁感到恶心 只因爱而不得 这百亿狂哨静带着金融大佬们 来向博雅集团催债 逼自己乖乖就范 这是什么样的变态追求者 太浑蛋 下流卑鄙了 林帆皱眉冷撇着李子豪 轻蔑道 你美女备胎无数 感情不断 并不是因为自己多有魅力 只能说明 你个渣渣下见又百大而已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李大少听了暴跳如雷 姓林的 你妈 林帆冷声打断她 看到你这张阴险又欠抽的脸 大家已经知道了 你妈在制造你的时候没用心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 这时 见银行大佬和风头老总们 要转身离去 顾雪岩不由神色一按 垂下眼帘 她知道 博雅传媒集团的灭顶之灾 很快要来了 刚在国内外布局好的新媒体业务 以及砸在主播们 和节目身上的广告费等支出 已经把博雅传媒集团的流动资金 消耗殆尽 六个亿 对现在的顾雪岩来说 并不是小数目 短短两天时间内 自己去哪儿筹那么多钱 她急忙走到一边 低声打电话 给身在欧洲考察的父母 林帆正想过去阻止顾雪岩 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她解决此事 却在她身后听到 美女总裁打电话的声音 忽然提高了一些 不 我不可能用她的脏钱 您这样做 就是出卖女儿呀 那你们都不用管了 我自己会处理好 美女总裁挂了电话 神情暗淡走过来时 却听见林帆淡淡开口 喂 前面的两个东西 滚回来 林帆朝那俩银行大佬勾了勾手 冷然道 她不大的声音 在走廊上经久回荡着 刺进全场每一个人的耳末 东西 银行大佬转身后 见林帆冲他们比一招手 不由勃然大怒 你说谁东西呢小子 身为两大行在中州的高层领导 他们平时走到哪家上市大企业 不得被董事长和老总级别的人物 含笑恭迎啊 银行大佬是谁 手握巨资的财神眼 那些大名鼎鼎的企业家 挤破了头皮 都想排队拜见他们呢 眼前这个衣着普通的小子 竟敢当众骂他们是那两个东西 简直疯了 林帆丢给他们一个看傻逼的眼神 面露比一道 那二位的意思 你们不是东西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对方气得吹胡子瞪眼 全场之人面露惊恶 林帆双手插兜 决定在替顾雪岩解围之前 对他们展开犀利毒贫 平时只会给客户锦上添花 从不干雪中送炭之事 一旦听说贷款方遇到了经营困难 资金短缺 你们又会立即落井下石 逼债催款 动不动就拿上黑名单 威胁人家 给老百姓的存款利率 低到了尘埃里 你们的放贷利息 却一直高高在上 身为银行大领导 却与李家那个顽固扩哨 联手搞阴谋 一起来欺负个女人 你们和放高利贷的流氓 有区别吗 俩老东西也活一把年纪了 就不能要点熊脸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88 听了这番刺耳的冷骂 那俩银行大佬和李子豪 怒目远征 脸上都布满了黑云 你们博雅集团 经录取这样的毒蛇香八佬 活该他妈的破产 对不起顾总裁 我行给你的还款期限 现在改成24小时之内 俩人转头瞪着顾雪岩 当场发飙 李子豪听了面露冷笑 对林帆幸灾乐祸道 骂得好啊小子 这下更完美了 一天之内 帮你们家顾雪岩 凑六个亿去吧 哈哈 林帆轻蔑扫了他一眼 云淡风轻道 你他娘瞧不起谁呢 区区六个亿 还需要老子去凑一天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啊 还砸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00 众人瞠目结舌 那几个风头老总和银行大佬 面带笔翼看向林帆 不禁皱眉摇头 是六个亿 可不是六千块啊 傻小子 你他妈几辈子 能赚到一个亿吗 还用不到一天 这个牛皮吹大发了 银行大佬冷笑道 好 那我明天就带着律师 来你们集团 收拿六亿欠款 幸灾乐祸的阴冷笑容 顿时挂在李子豪 和同党们的脸上 顾雪岩 这是从哪过来的傻逼乡八老 没见过一点世面 也敢在这种场合乱插嘴 你这是在加速 伯雅集团的死亡啊 傻小子 美女总裁面露一丝苦笑 对林帆轻声道 好了林帆 少说两句 我会想办法筹钱的 你快回家休息吧 林帆抬头道 不用 哥现在就帮你还那俩东西的贷款 祸 全场之人再次惊呆 现在连身为集团总裁 豪门大小节的顾雪岩 都被那笔拒债 逼得走投无路了呀 你一个吐气主播 竟大言不惭 说要替他还那六亿贷款 吹牛如果犯法 你得判死刑了小子 林帆心中默念 系统军 我刚才不是从惊喜宝贷中 开出十五亿吗 马上给我兑换六亿硬币 放到博雅集团外面的广场上 好的宿主 叮咚 钱已到位 并安排了专人把守 林帆微微点头 又对众人不惊意道 六亿现金已运道 跟我来吧 李子豪和一帮金融大佬们 差点笑得背过气去 哈哈 你他妈就是个逗笔 知道六个亿的百元大钞 是多重吗 李子豪捧腹讥笑 两个银行大佬 也忍不住对林帆轻蔑撇撇嘴 卖弄起了专业知识 一百元钞票 每张重量为1.15克 一亿元就是1150公斤 单捆钞票落起来 都有100米了 懂吗 而六亿现钞 更是高达几吨的重量 足够装满几十个大麻袋了 你转眼功夫 就运来了 无知 林帆站在博雅大厦门口 指着外面广场上 一座从天而降的黑色大山 转头冷骂 现钞 你们长得丑想的美 我说的现金是 这样是的 争大狗眼鼠去吧 众人来到广场上一看 顿时惊掉了满地下巴 只见20名鹤枪实弹的 武装押运人员 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戒备森严地守护在那座黑山之下 那是由一个个满满当当的黑麻袋 马城的一座八九层楼高的大山 临翻转头对那俩银行大佬冷然道 去验货吧 六个亿一分不少 清点好了 签字滚蛋 银行大佬们皱眉上前 面带金仪打开麻袋一看 眼珠子差点惊掉 他们又伸手摸了摸 哗啦啦的脆响传来 死 真是钱 还他妈全是一元硬币 两人倒抽着凉器 和李子豪一起惊呆了 银行领导接着又难以置信地 抽捡了许多麻袋 发现里面全是崭新硬币 而且每一枚都是真钱 扑通 其中带个矮胖的银行大佬 贝雷的一屁股跌走到了地上 与巨额资金打了大半辈子交道 他们又何曾见过如此壮观的六个亿 林帆双手插兜来到他跟前 低头冷笑道 哼 这就是胖若两人的弊端 你一身腐败坠肉 走个路都费劲 也有脸跑来对别人落井下石 我要想抽你 你特么跑都跑不动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继而 林帆也云淡风轻地给他们上了一课 我国发行的一元硬币 重量为6.3克 一个亿就是63万公斤 这是6亿枚硬币 总重量为378万公斤 你们数数 对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00 文婷此言 俩银行大佬的脸 刷一下都绿了 370多万公斤的硬币 整整6亿枚 你要我们现场数数 对吗 按一秒钟数一枚计算 就算我们不吃不喝的连续工作 也要数上6亿秒 那可是整整19年啊 顾雪岩也被震惊到了 眼前这座由黑麻袋堆成的大山 居然是三四百万公斤的钱 他忍不住把林帆拉到一旁 皱眉巧声问道 你哪来这么多硬币啊 林帆神秘一笑 用零花钱攒的 零花钱攒六个亿 美女总裁白了他一眼 撇嘴露出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这个林帆 什么都好 就是不正经的时候比较多 这时 一个银行大佬回过神来 望着硬币山皱眉道 不行 我们要博雅集团 以电子转账的方式 还贷 硬币不收 林帆勾起一抹细血的笑意 冷撇着对方淡淡开口 不收 身为银行大佬 你个二货连 华夏软媚币管理条例 都不会背吗 恭喜诉主 获得毒蛇积分300 林帆副首例 朗声背给他们听 软媚币是指华夏人民银行 依法发行的货币 包括纸币和硬币 以软媚币支付华夏国境内 一切公共和私人债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怎么 你俩想违法被起诉 林帆朝两个银行大佬翻翻眼 面带冷笑道 死 对方听了面色灰暗 眉头紧拧 不由道抽了一口凉气 这小子 有点难对付啊 既然他懂 华夏软媚币管理条例 根本唬不住 自己身为大银行的领导 就当然不敢拒收硬币了 那确实是犯法的事 但更难对付的是 现在林帆 又向货运公司打电话 过了许多辆插车和大卡车 不等那俩惊呆了的银行大佬同意 他就对20名 鹤枪实弹的押运人员交代道 你们监督这些卡车 连夜把6亿硬币 拉到两大行在中州的各个营业网点 堆成小山堵在他们门口 当然不能让银行派人来这里数钱 那样将长期占用 博雅传媒集团的广场不说 丢失了算谁的 望着最后一辆拉硬币的卡车 从博雅广场上离去 临番这才对两个银行大佬冷淡开口 拉回去慢慢数吧 我已经让人清点好数目 并拍照取证 博雅集团欠你们的债务还清 硬币丢失后果自负 扑通 俩人腿一软 齐齐金坐到了地上 6个亿的硬币啊 他们要让银行职员们 数到何年何月 两大行分布在中州市的网点 以后还能不能营业了 这时 临番又转头对顾雪岩说 亲爱的 明天你让博雅集团的全媒体 如实报道此事 新闻标题我都想好了 李少主携银行大佬逼债 6亿硬币数到春兰花开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50 亲爱的 顾雪岩微愣之下 面颊红红地点了点头 知道临番又在演戏器李子豪呢 那俩银行大佬听了 嘴角一通狂抽 你他妈说的好有道理 现在是下丘之交的季节 那6亿枚硬币 让我们银行数到明年春暖花开时 应该 可能 差不多能清点好了吧 想到此事上新闻后 他们联手李家 向顾清诚违规催债之事 也很可能被银行高层发现 俩银行大佬瘫坐在地上 用袖子抹起了额头上的冷汗 眼前这个刁钻又神豪的小子 何止难对付 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折磨他们的妖孽啊 但人家博雅集团提前还清了银行贷款 他们还能说什么 两个有苦难言的金融大佬 过了好久才颤颤巍巍从地上爬起来 心中充满了懊恼 他们挥着脸望向李子豪 摇头叹息一声 脚步亮腔地离去 今晚 银行大佬本是随这位百艺少主 来给美女总裁顾倾城施压的 以助李公子趁人之威 抱得美人归 那样 李家就会把巨额加资存进他们的银行 以便他们完成大额西储任务 不料 人家博雅集团 竟很爽快地把六亿贷款还清了 而且 还全他妈是硬币 足足有三百多万公斤 此刻 那几个风头机构的老总 建顾血盐身边竟有一位 深藏不露的巨富小爷 而且 这家活手断刁钻 不走寻常路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他们 也不由变得神色暗淡 看来 即使他们不给博雅集团注资 对顾倾城来说 也无关痛痒了 风头大佬们 也向李子豪皱眉点点头 想转身黯然而去 林帆的毒蛇 又岂能放过这些 落井下石的势力资本家 他目光一灵 盯着那几个风头大佬 冷然开骂 还有你们这几只坏鸟 看着一个个西装革履 又是秃顶又是眼镜的 可惜脑子里全是粉 身为风头大佬 竟和顽固李渣渣沆瀣一气 来博雅集团成人之威 以为老子的女朋友好欺负 你们觉得 抱上李家这个百亿豪门的大腿 以后就高枕无忧了 真特么没眼界隔绝 我和顾总裁 很快会用事实拍肿各位的老脸 让你们明白 李家的百亿资产 在真正有钱人的眼中 连屁都不犯 你们的下三滥行为 明天也会见报 标题是 资本界猪头对博雅落井下石 欲神豪小爷狼伴逃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八百 顾雪岩翘脸一红 忍不住悄悄瞪了林番一眼 谁是你女朋友啊 把我男朋友上瘾了是吧 还自称神豪小爷 没羞没臊的家伙 咳咳咳 听了林番的插腰冷骂 风头大佬们火冒三丈 有人当场五胸而咳 怕是气到心脏病突发了 林番对那个秃顶大佬轻蔑一笑 怎么 暴风雨之后 不仅没看到彩虹 你他妈还感冒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总积分十一万零三百五十 你 等着吧 你们就等着瞧吧 以后 博雅集团永远拿不到一分钱风头 这小子太狂了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见几个风头大佬 也神色怨怒地离去 李子豪气地咬牙瞪眼 面部肌肉直抽 三番两次坏本少的好事 你他妈找死 白衣狂少暴跳如雷怒骂着 目录音很转身挥手 招来了广场上的一队人马 三番两次坏本少的好事 你他妈找死 李子豪对林番暴跳如雷 此刻他的肺都要气炸了 这百亿狂少 和刚才狼狈离去的同党们一样 只猜到了今天这事的开头 却没猜到会是这样一个 欲哭无泪的结局 说好的 让银行向顾雪岩 催逼那六亿贷款 再让风头大佬们 对美女总裁明确表态 他们不可能向博雅传媒集团 注资一分钱 然后 任他顾清诚在高冷 在绝美 除了向自己含泪妥协 做他李少的女人 已没有第二条更明智的路可选了 一顾女神的聪明 难道他 还能眼看着自己的家族 企业破产不成 但李子豪万没料到 又是这个半路杀出的林番 坏了自己好事 林番的出现 让他逼顾雪岩 妥协现身的梦想 像肥皂炮似的 啪一声破灭了 巨大的失落和挫败感 在百亿狂少的心头涌动 面色铁青的李子豪 冷冷盯着林番 神情中透出惊诧和忌怒 他想破脑袋都不明白 这个穷小子 从哪突然掉来了一座前山 再次帮顾雪岩解了位 整整六亿枚硬币啊 这家伙居然说是他传的 你他妈攒十万年了不成 此刻 李子豪目录音很转过身去 朝广场上一辆黑色越野车招招手 喊出了自己带来的所有人马 他知道 伯雅集团有很多训练有素的 退伍军人保安 今晚 这英冷狂少有备而来 带着一对狠人呢 那些人当中 既有李子豪刚才那俩狠力大保镖 也有他家豢养的四五个神秘武者 给我弄残这小子 李子豪面带阴毒笑意 对六名手下冷声挥手道 是 少爷 那些龙形虎步的猛汉 琪琪应了一声 如出龙猛兽般 恶狠狠扑向林番 林番魂不在意 他一边掏出手机 拨打中天国际集团董事长唐山的电话 一边不经意地挥动右手 李子豪的手下们刚握拳弓来 就齐齐感到 他们脸上骤然刮来了一股强劲掌风 啪啪啪 不待他们反应过来 左手听着电话的林番 已经用雷霆手段赏了每人一巴掌 因为察觉到对方是舞者 他这一掌用了内镜 拍得清脆又扎实 最令全场之人感到诡异的是 大家只看到林番身影一晃 就几乎在同一秒 完成了对他们六个人的打脸动作 身材魁梧的大汉们尚未发出一招 就被林番一巴掌狠狠拍飞 又一头撞在博雅集团大厦的外墙上 全部昏死过去 挂了电话 林番抬起自己打人的右手掌看了看 恍无一个真理 谁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落到脸上 这不也挺响亮 顾雪岩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死 李子豪瞪圆了眼珠子 倒抽冷气 这就完事了 自己那帮手下 既有顾佣兵头目出身的骁勇战将 更有他从往届中州舞者 地下生死赛台上 花重金请来的高手啊 平时牛皮轰轰的他们 居然敌不过林番这小子 轻轻一巴掌 白衣狂哨只知道林番有身手 却万万没料到 他的身手竟是如此逆天 李子豪瞎的面色惨白 双腿颤抖 浑身不受控制地哆嗦起来 看到林番快准狠地出手 顾雪岩也吓得花蓉失色 娇躯微微一颤 这时 林番把手机装进兜里 又面无表情 朝李子豪走来 白衣狂哨面色一紧 目入京剧 转身撒鸭子就跑 却感到有什么东西 骤然附在了自己后背上 那是林番淡然仰手 拍给了他一张 从惊喜箱中开出的虚拟霉运贴 完心大气的林番 想先在李子豪身上测试一下 这破玩意儿到底有什么用 下一刻 却见疯狂逃窜的李大少 腰间那条爱马仕定制皮带 很诡异地啪一声断裂了 他的大排裤子 当即掉落下来 正在逃跑的双腿 突然被半中卖不开了 看到这幕 顾雪岩带眉一簇 背过脸去 这个李卑鄙可真恶心 被林番下的裤子都掉了 哈哈 快看那家伙 大排西服配白腿啊 呃 看着人母狗样的 咋买不起一条裤子 就到处跑啊 可能是个傻缺吧 远远看到李子豪 光着双腿狼伴逃的样子 经过博牙广场上的人笑喷了 扑通 李子豪被掉到脚腕处的裤子猛一半 身子不受控制地向前扑倒 一头栽进博牙广场的喷泉池中 而且 他的头又好巧不巧的 东一下 狠狠磕在了喷泉池的假衫上 撒 被磕得面部血肉模糊的李子豪 狮声嚎叫着 许久才艰难爬起来 但刚刚直起身子 就有一股强劲的喷泉 冲击到他脸上 李子豪的身子 又被重新掀翻到喷泉池中 咚 这次更狠 白衣狂哨的后脑勺 把水池中的假衫磕烂一大块 他也当场昏迷过去 转头看到此幕 顾雪岩不禁皱眉咬着红唇 这场面看着都疼啊 没想到 上苍对这个李卑鄙的报应 竟来得如此之快 围观者指着喷泉池中的李子豪 瞪大了眼睛面面相去 那个光腿傻缺 一跤摔死了 是昏过去了吧 他应该叫倒霉熊 林帆皱眉撇了撇嘴 这小小的一张梅韵帖 威力蛮强大吗 泽泽 这叫什么事 一根断皮带引发的血案 林帆双手暴毙看着热闹 目录鄙怡淡评论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66 顾雪岩担心李卑鄙那个倒霉蛋 真死在自己集团广场上的喷泉池中 就对文讯跑过的博雅保安冷冷说 把那家伙捞出来 扔地上 是 总裁 雅保安知道 李子豪不是什么豪鸟 今晚还带人来威胁顾总裁呢 所以 他们跳到喷泉池中 皱眉抬出李子豪之后 像扔条死狗一样 把他的身子扑通一声 狠狠甩到了地上 林帆看了撇撇嘴 对身边的美女总裁嘟囔了一句 你集团的保安 手上真是没轻没重啊 不过 我喜欢 顾雪岩暴毙冷眼旁观着 名嘴露出一丝笑意 嗯 我也不讨厌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00 总积分 111716 又一个小宝箱来脸 名目前共有五个万分惊喜箱 不一会儿 接到林帆电话的唐山 带着几名手下 驾防弹兵力车匆匆赶来 林先生 需要我帮你搞垮哪个集团 唐山下车后 韩笑伸出手走了过来 神情宫谦的 微微低头问道 刚才林帆突然打电话给唐大佬 让他搞垮一个自己看不顺眼的集团 一听事态严重 唐山当即带人赶来 看到这个大人物现身 还对林帆挺恭敬 顾雪岩目入惊讶 他和唐董市长 同在中州市一个商界工艺组织 顾雪岩还是那个组织的副会长 虽然彼此没有什么交情 倒也认识 而这时的李子豪 被博雅集团的保安往地上一摔 竟缓缓苏醒了过来 看到这幕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林帆那小子居然认识唐山 刚才唐大佬还说 要帮他搞垮哪一家集团公司 一种可怕的预感涌上心头 惊得李子豪浑身猛意哆嗦 虽然唐家和李家 同为拥有百亿企业的中州豪门 但唐山的总资产高达700亿 而李子豪家不过两三百亿 连李家木子集团的部分融资 都来自于中天集团控股的百胜资本 更何况 这位中天国际的创始人唐大佬 还有神秘的军方背景 所以在唐山这 豪门家主面前 李子豪是根本应不起来的 伤痕累累的他拼命从地上爬起来 提上裤子在腰间紧抓着 嘴里丝丝的抽着凉气 一瘸一拐朝这边走来 唐叔叔 您怎么来了 小侄被人欺负了呀 脸上摔得血淋淋的李子豪 决定来个恶人先告状 他就不信 唐大佬能和林帆这个矛头小子 有什么深交 但唐山与自己的父亲 可是认识很多年了呀 转头看到狼狈不堪的李子豪 唐山微微皱眉回忆了一下 才想起这是木子集团的少主 他打量着浑身是伤的李少主 疑惑问道 小李先生 你这是 林帆冷然一瞥百亿狂哨 神色鄙意地讥讽起来 你都多大的熊人了 连个路都走不完 本想带人来搞垮顾小姐的集团 坏事没搞成 自己却摔进喷泉池磕个半死 现在还想碰瓷 李子豪嘴角狂抽 姓林的 你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88 听了林帆的话 唐山的剑眉皱得更紧了 他面露 哑然来到顾雪岩身边 伸手微笑询问道 顾总裁你好 怎么回事啊 顾雪岩微微一笑 与他轻轻握了下手 简单介绍了刚才发生的事 唐山听完面色微沉 转头问林帆道 林先生 所以 您想让我出手 搞垮李家的木子集团 为朋友顾小姐出这口气 对吗 林帆轻轻点头 平静的脸上 不悲不喜 今晚 他想借机试一试唐大佬的诚意 因为过不了几天 等那个东岛杀神宫本义郎 来到中州 自己就该具地下性质的生死赛台 给他的好兄弟陆宇团长 还有那些死在宫本手上的华夏舞者 报仇雪耻了 是否愿意帮自己彻底击败百亿狂哨 李子豪背后的家族企业 让顾雪岩永绝后患 李公子不就是 仗着家里有些钱 才敢狂妄嚣张吗 那在收拾这个顽固的同时 也让他的百亿家庭彻底没落 他自会生不如死 此刻 只见唐山来到李子豪面前 皱眉看着满脸血迹的他 目光渐冷 既然你小李敢与我朋友林先生为敌 那就别怪本人不客气了 听到唐大佬的沉冷之言 李子豪夏的浑身一颤 他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就见唐山拨通了一个电话 语气冷冽地命令道 让百胜资本停止向木子集团注资 并抛光我们 持有他家的所有股票 拉低股价后 再做空这只股 并对外发布相关新闻 另外查一下 他们集团用着哪家银行的贷款 联系主管领导去催收 再针对木子集团 倾销我们的同类产品 一周内让李家破产 滚出中周 听到这里 李子豪夏的脸色涮白 他当即跪倒在唐山面前拖着哭腔央求道 不要啊 唐叔叔 看在我父亲和您还算有一点点交情的份上 您这次高抬贵手好吗 我真不知道姓林这小子 不不林先生 是您的朋友啊 唐山低头瞥了百亿狂哨一眼 脸上浮现出鄙夷之色 你可真是不开眼 敢与林先生为敌 人家没有出手打死你 已经够慈悲了 你还想要什么集团资产 你父亲还不配 与我有什么交情 谁招惹林帆兄弟 就是与我唐山 与整个中天国际集团为敌 唐山语气坚定而冰冷 李子豪听了 面如死灰 当即瘫软在地上 他明白 一旦成为唐山的眼中钉 自己家真要完蛋了 莫说李子豪父子 就算把他全家族的人加一起 那也不是唐大佬的对手啊 这个豪门家主 不光资本雄厚 背景惊人 而且堪称华夏索罗斯 唐山在股市上纵横多年 是赫赫有名的长盛将军 玩资本的技术流大鳄啊 他若想砸巨资做空自家的股票 让木子集团的股价 从天而降变成狗屎价 那简直是分分钟的事 但李子豪不甘心 就这样 从百亿阔哨 沦为一个破产二代 他又在地上像狗一样趴着 厚着脸皮去跪求顾雪岩 顾总裁 你快帮帮我 帮我求唐董事长大人大量 放过我这一次 好吗 顾雪岩带眉微醋 语气清冷道 刚才是谁说 博雅集团会在两天之内破产 还让我赶紧哭求着 做你李大哨的女人 李子豪嘴角抽动 再次瘫倒在地 他惨白的脸上没有血色 一副颓然死相 此刻 李子豪心里早已是惊雷滚滚 林帆这小子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级人物 他不光很神秘地 弄来六一枚硬币 帮顾雪岩还了贷款 又通过一个电话 把明镇八方的唐大佬 给罩了过来 完了 这下全他妈完蛋了 若知道自己是因为 想得到一个女人 而拖垮了整个家族企业 还不得被老爹包了皮 想到这里 李子豪浑身颤抖 面色惨白 但他仍不死心 竟又厚颜无耻地转头 去跪求林帆 林先生 求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 我真的不想一无所有 以后 我再也不打顾总裁的主意了 林帆低头斜撇着他 淡淡道 别说一无所有 你这不是还有病吗 得失的时候 狂霸嚣张 失势了就立马耸如狗 这是剑度八级的软骨头病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 闻此 李子豪心中怒骂 表面上却继续哀求 为了把戏眼逼真 他甚至不惜 抢挤出几滴眼泪 收起你那鳄鱼的眼泪 快马家边滚蛋吧 林帆十分厌恶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九十 下一刻 顾雪岩把林帆 唐山请进博雅集团谈室 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李子豪嘴唇狂抖 心中勇满了嫉怒和不甘 对 向京城求救 他颤抖着手拨通一个电话 直接哭了出来 外公 我们在中州被人欺负的 快活不下去了 林帆耳力超长 听到李子豪这句话 转头对道 都这时候了 你特么还想着快活 李大少一惊 差点吐血 妈的 我是说自己 被你个混蛋相巴老逼的 马上都活不下去了好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林帆撇撇嘴 又补刀了一句 快活不下去 那李大少就痛苦点活呗 总不能因为家族集团破产 一家人被赶出了中州 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 一落千丈 每天如丧家之犬 落魄度日 看不到一丝 活下去的希望 就去草率轻生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六十六 总积分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五 博雅传媒集团大厦 顾雪岩把林帆和唐山 让到会客厅 亲自给大家端来了 蓝山咖啡和顶级碧楼春茶 三人在真皮沙发上落座后 美女总裁又欠身真诚道 非常感谢林帆和唐董市长 对我的帮助 这份恩情 小女子铭记于心 接着 他就劝说林帆和唐山 不必为今晚的事 和李家大动干戈 毕竟搞垮一个百亿企业 需要占用唐大佬的巨额资金 见唐山微笑不语 顾雪岩又转头看向林帆 倾起朱纯道 刚才李子豪都对我们跪地求饶了 而且那家伙和手下 也都受伤挨了教训 他虽是卑鄙小人 但也不至于连累整个家族集团被逼破产吗 你说那林帆 其实 他既不想欠唐山一个天大的人情 更不愿林帆 与豪门李家成为你死我王的仇人 见美女总裁把话说到这份上 林帆品了一口香茶 淡淡道 你们女人就是心软 连阿塞拜疆那句名言都忘了吧 哦 顾雪岩面露疑惑 暗想林帆涉岛很广泛呢 连那个位于外高家所小国的名言都知道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生啊 林帆一本正经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00 噗 刚被顾女神喝进嘴里的咖啡 差点被他忍俊不禁 喷到脚下的波斯地毯上 他和唐山都背着林帆别过头去 憋得面色泛红 林帆尊重了顾雪岩的意见 让唐山安排下属停手 他面露鼻道 动用百亿巨姿去搞一个顽固里渣渣 未免也太看得起那个倒霉孩子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60 今晚唐山的表现 已经让林帆很满意 但自己尚未替他的生死兄弟陆宇 报那个血海深仇 现在还真不好意思 去占用人家的巨资搞垮李家 林帆决定努力毒蛇 将来要用自己挣的钱 砸死一切牛鬼蛇神 这时 唐大佬善解仁义地提出 他可以为博雅集团注资 但被顾雪岩婉拒了 再商言商 美女总裁不想把私人感情 掺杂到集团的商业行为中去 何况顾雪岩与唐山并不太熟 他怎么好意思再借助林帆的面子 接受着饱满人情的风头 三人聊了一会 唐山就含笑拱手告辞了 会客室里 只剩下林帆和美女总裁 顾雪岩眨着乌黑清澈的大眼睛 看着他闽唇一笑 动容道 今晚很感谢你林帆 再一次帮我的大忙 化解了博雅集团面临的危机 可是 你从哪里弄来了六亿硬币啊 林帆挠挠头 对顾女神认真道 不是说过了吗 传的 顾雪岩 他才想 林帆应该是机缘巧合之下 认识了唐山 才凭借背后的力量 拿出那笔巨款 替自己还了债 这个男人看似普通 却隐藏着不一般的身手和人脉 挺神秘的 顾雪岩戴眉 轻醋打量着他 柔亮的眸光中 透着感激和疑惑 请别用崇拜的眼神凝视我 万一你越陷越深 我怕负不了责 林帆对他歪头一笑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30 嗨嗨 欧阳秘书 顾雪岩翘翘脸一红 通过韩属下转移注意力 他让女秘书送来公章 执意给林帆 拟定了一份6亿的借款协议 并书面约定 半年内会连本代息 还清这笔钱 另外 出于感恩和回报 美女总裁会让林帆 持有一定的博雅集团股权 见林帆不接那份协议 顾雪岩坚持道 你已经帮了 我和整个集团的大忙 这份协议请务必收着 这样一来 等博雅在海外上市的时候 林大主播 也能切一块你应得的红利蛋糕呀 美女总裁知道 即使林帆把那六个亿扔到银行里 每年也都有千万利息了 她怎么能亏待这个 先后救过洛洛和自己的男人 林帆无奈接过那张协议书 轻轻摇头 露出一丝苦笑 我这不正经惯了 还真受不了 你一本正经的样子 又是签字 又是画鸭的 把咱俩整得跟杨百老和黄世人似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顾雪岩忍俊不惊 被林帆扑斥逗乐了 她巧笑奄然 白皙精致的瓜子脸上 又浮现出两个名人小酒窝 就在这时 顾雪岩接到父亲从国外打来的电话 就一边听一边走出门外 没聊几句 她的语气就变得清冷不悦了 我说过 不可以的爸爸 她注资多少 我都不稀罕 您这等于是在出卖自己的女儿 美女总裁握着手机从门外回来时 眼圈有点泛红 怎么了 林帆伸着脖子 皱眉询问道 模仿的却是小洛洛的语气和神情 一抹淡淡的忧伤 从顾雪岩的如水名谋中 一闪而逝 她抢斩笑颜摇了摇头 道 没什么 一点家事 尽管她是在外面低声接听的电话 耳力过人的林帆 还是能隐约听到一些 她当即让系统 把自己剩余的九亿财富 都提现到钱包里的几张银行卡上 又对顾雪岩正色道 顾总裁 我要封头你 封头 我 美女总裁一愣 长睫毛扑散着 面露哑然 林帆掏出那几张银行卡 往茶几上一扔 淡然道 这里有九亿 不够了 我再去赚 顾雪岩阴唇微张 瞪大了美眸 继而连连摇头道 不 那怎么可以 你刚刚已经帮过我一个大忙了 因为林帆刚为自己 还上六亿贷款 顾雪岩倒不怀疑她的神秘财力 至于这个年轻大学生 巨额财富的来源 美女总裁心有疑惑 但既然林帆不愿说 她也不便追问 九个亿 不够了她再去赚 这句话 却带给顾雪岩一种温暖的震撼 在她生命中的这个低谷时刻 触动了美女总裁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但顾雪岩还是微微一笑 婉转拒绝 谢谢你了林帆 别闹 你可能不太了解风投的概念 哪有把风投资金压到某个人身上的 你连我集团的商业计划书和融资报告都没看过 却见林帆大手一挥 云淡风轻道 风投嘛 不就是哪有风险往哪头 我看美女 你现在风险就蛮大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0 顾雪岩 听林帆说 要风投她本人 顾雪岩既有些哭笑不得 又心生感动 美女总裁刚刚接到父亲一个不可理喻的电话 她竟然又一次劝说女儿 应该不计前嫌 去接受她初恋情人公司提供的十亿风投 大力拓展博雅集团的新业务 这怎么可能 她顾雪岩 就是不做这个集团总裁 哪怕让企业破产 自己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女孩 都绝不会用那个男人的脏钱 想到那个伤害过自己的人 一幕幕往事 又在脑海中涌现 美女总裁的长节毛上 不禁挂了些金银的小东西 顾雪岩可以想象到 这次她爸妈去欧洲考察 一定被那个生活在巴黎的男人 接去亲近讨好了一番 所以他们才被灌了迷魂汤 选择性忘记她的品质 和过往的所作所为 而眼前这个林帆 就大为不同了 她先是救了自己的女儿洛洛 又冒充她男友 两次对付顽固扩哨李子豪 并顺势夺走了自己的初吻 今晚 林帆还拿出六亿资金 帮她解了围 而现在 她居然又提出 愿拿九亿风投帮自己 还说如果不够用 她就再去赚 美女总裁 心底暖流涌动 百感交集 身姿高挑的她背对着林帆 站在集团会客厅的大落地窗前 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 车水马龙 顾雪岩内心深处 不禁生起一种 孤独和感动交织的复杂情绪 大跃孤单 尤其面临亲生父母的某种背叛和出卖时 你更会感到一种刻骨的无助 和一世孤立 而身后的林帆 虽和顾雪岩相识不久 却因为共同经历的那些事 而让她心生温暖和感动 这个看上去并不太强壮的男人 甚至还带给她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美女总裁鼻子一酸 急忙对着窗外高高扬起头 不让眼眶中摇摇欲坠的泪滴滚落在地 顾雪岩不禁想 这个林帆 是上仓派给自己的守护神吗 若不然 为什么每一次她和家人遇到危难 林帆总会及时出现 她和小洛洛 又很神奇地拥有天生妇女像 难道这只是巧合吗 不 她分明感觉到 冥冥之中有 知命运的大手 在主宰着自己母女俩 慢慢地与林帆靠近 这是一种神奇而不可言的伪力 想到这里 顾雪岩不由感到面颊一阵发热 怎么 顾总才嫌酒意太少 林帆转头追问 并对她伤感的神情颇为惊讶 她愣着片刻 红着脸拒绝道 不 我知道你是想帮我 真的不用了林帆 谢谢 但林帆执意要把九亿的银行卡 全留给顾雪岩用 她何尝没有相同的感觉 毒蛇又可爱的小洛洛 一定和自己有着天定七元 就冲能在这茫茫尘世间 有幸遇到一个缩小版的自己 你妈的是 老子管定了 何况顾雪岩美丽善良 本就是一个值得信赖 又自立自强 自尊自爱的好女孩 不就是九个亿吗 赔光了再用毒蛇去赚就是 钱要花在刀刃上 顾雪岩和小洛洛 就是自己的刀刃 见林帆执意要把她 仅剩的九亿财富 全放到自己这里 顾雪岩拼命摇头 两行青泪 终于顺着她光洁的面颊 悄然滑落 可是 你根本不懂风头 你连博雅集团的商业计划书和 融资报告都没看过一眼 你怎么可以这样 非要看我 掉眼泪是吗 美女总裁面向窗外哽咽抽气着 竟不自觉地数落起她来 像是深埋 心里的所有委屈 突然遇到了一个安全的爆发口 见顾雪岩的肩膀轻轻耸动着 胶躯微颤 却还伸手捂着嘴 努力克制自己 林帆有些心疼 就从沙发上起身走过去 轻轻拍了拍她的香肩 安慰道 喂喂 可别吓我呀美女 你都是当总裁的人了 在像个小破孩似的 哭得鼻涕泡泡乱飘 有损高雅形象不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00 去你的 顾雪岩被她逗得破涕为笑 红着脸闪身跑进了洗手间 重新整理好仪容 身穿一袭长裙和高跟鞋的她 优雅走回来 翘脸微红道 刚才真不好意思 让你见笑了 我倒是想看见你笑 你那是让我见哭了 林帆眉头微醋 翻翻眼皮 美好气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00 接着 林帆又对顾雪岩 认真分享自己的小经验 我难受的时候 就会摸摸胸脯 告诉自己是汉子 要坚强 顾总裁以后遇到不开心的事 也可以试试 啊 顾雪岩面露愕然 白皙面颊腾腾一下红透了 难受时 就摸摸自己的胸 本总裁就算摸上一万次 自己风挺的胸脯 也变不成汉子好吧 你个毒蛇流氓 他狠狠瞪了林帆一眼 撇了撇红唇 你这张毒嘴巴 有时候真的很贱 林帆摇头露出一丝苦笑 谦逊道 都是生活所迫嘛 要不然 我也懒得把自己搞得一身才华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顾雪岩 美女总裁最终也不肯再接受 林帆的所谓风头 毕竟伤害博弈 谁也无法保证稳赚不亏 无论林帆的巨额财产来自于他本人 还是背后的唐大佬 顾雪岩都不想让别人因为帮助自己 而遭受任何风险和损失 见林帆有点闷闷不乐 美女总裁又反过来宽慰他 其实 虽然近年来 报刊和广播等传统媒体亏损 但我们博雅传媒集团 还有APP 电视台 视频平台 网剧公司等在盈利啊 如果我想尽快找到风头资金 也并非太难的是 省内外独居会演的风头机构 还有很多 所以林大主播 我现在只要你好好毒蛇 将来最好能带出个性化的主播团队 形成我们集团发展壮大的一支生力军 林帆轻轻点了点头 明嘴一笑道 原来 我对你还挺重要 他这句半真半假的话 却令顾雪岩心中微微一颤 他伸手撩起耳机的一缕长发 眼识甘大道 嗨嗨 挺晚了 走跟我一起去吃火锅吧 今晚江南请客 凶大无脑脾气爆的江景花 林帆听了眉头微皱 想起自己和那妞的种种小恩怨 心里有点排斥 但转念一想 有俩各具特色的年轻美女陪着吃饭 还不让自己掏钱 再不去不是傻吗 嗯 那就趁着年轻 多出去走走看看蹭蹭饭吧 他随顾雪岩走出集团大厦 伸了个懒腰道 对吗 年轻人不能总闷在家里 美女总裁玩耳一笑 不然 你都不会知道 待在家里有多爽 临翻向之勤劳的小蜜蜂 不错过任何一个赚毒蛇积分的机会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50 总积分118,055 趁年轻多出去走走看看 不然你都不会知道 待在家里有多爽 顾雪岩仰天轻叹一声 无语到了极点 上了顾雪岩的麦巴赫 车在电台里正进行着一场辩论 主题是怎么面对伤害过你的人 男主持人嗓音辞性 也是味激汤达人 此刻他正在用温厚的声音 帮听众做诗意总结 每个人都会经历风风雨雨 但回过头来看看 我们最应该感激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 正因为他们的出现 才让你变得更强大 林帆皱眉联想到一些不好的经历 顿时有些恼火 感谢伤害过自己的人 是他们让你变得更强大 我屈你大爷的吧 剑骨头 当你真正经历过别人的背叛和伤害 还有充满恶意的攻击 在独自品尝到刻骨铭心的痛苦后 你才会发现 男主持人这句话 是一句再恶心不过的鸡汤 反正坐在车上也无聊 林帆索性打进电台的热线电话 很严厉地给那男主播上了一课 请问主持人 如果你遭受过校园暴力 让歹徒抢过 被妻子律过 被兄弟坑过 你还要感谢人家八倍祖宗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了是吗 呃 啊 这个 凭口才吃饭的主持人 顿时猛逼预测 在中州交通广播主持了好几年 他还从没接触过这样的毒蛇听众 一时间尴尬极了 林帆继续道 然后人家就会笑那里的感激 并骂一句 这孙子真特么思路亲切 我给他的身心带去过巨大创伤 他养好了 伤害反过来感谢我 醒醒吧 鸡汤王 伤害永远是伤害 恶意永远是不怀好意 没有任何正面价值 对于过往的痛苦 你可以选择看淡 但忘记和感谢制造痛苦的人 那是傻逼干的事 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 你不是伸出右脸给他 而应该迅速地加倍抽回去 让对方知道 恶报会立即来到 懂吗 二货 爸 嘟嘟嘟 林帆的电话 被电台导播强行挂断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200 林帆微感惊讶 好家伙 单笔收入又创新高 一下就赚到120万现金了 这真是毒蛇走一波 百万巨款喜收歌 静 一向热闹非凡的中州交通广播 在接到林帆这个热线电话后 突然陷入一片死寂 静到无数听众 只能听见尴尬的电流声 噗吃 驾车的顾雪岩 先手捂着红唇 再也忍俊不惊 呵呵 林主播有才 话操里短 我赞同你的观点 来到川香楼火锅城 林帆从麦巴赫上走下来 美女总裁去地下车库放车 她正要上楼去找提前到场的江景花 好好续续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的旧 却转头发现 不远处一个小广场上围了很多人 吵吵嚷嚷好不热闹 作为一名资深吃瓜群众 围观不积极 脑子有问题啊 颇具竞争精神的林帆 立马挤进人群 挑了个前排最佳的VIP位置 俩小傻逼 一个个的走路不睁眼撞倒我儿子 老娘让你们给她买些礼品安慰一下 那是对你俩乡下小妞的宽容 一个穿金带银的矮胖女人 正对两名女大学生模样的眼镜女孩 跳脚大骂 俩女孩看上去老实巴交 被这恶婆娘的口水喷了一脸 也只会低头紧抓着衣角 连连拖着哭腔道歉 对不起阿姨们 叔叔们 刚才真是那弟弟和别人追着跑 把我们俩撞倒了 我的头都磕破了 一个女生微微懦懦解释着 委屈的泪珠在眼眶中打转 去你妈的对不起 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嘛 我儿子都说了 是你们这俩瞎眼妞 把他撞倒的 今天赶不赔钱 老子就当街巴光你们 一个绑大腰圆 脖子上戴跟大金链子的裤衩拖鞋男 指着他那个又高又胖 却一脸呆向的猪头儿子 恶脸阴沉地威胁俩女生 真对不起叔叔 我们身上只剩几十块钱了 呜呜 另一个女生急哭了 与大金链子一同来的几个中年男女 也操着中周土著人口音 刀傲霸道地斥骂俩女生 我们不管 没钱赶紧找同学见 今晚这事 每个一千两千的肯定摆不平 你说说 你们这些乡下来的穷逼学生 一顿火锅都吃破产了 见了我大侄子 还不知道躲着点 真把这毒生子给碰坏了 就算你俩他妈的一起去卖 赔得起医疗费吗 呜呜 真不怪我们 俩女生被他们的误言会语 骂得抬不起头 委屈大哭着抹起了眼泪 围观群众纷纷巧声议论 看向大金链子男人和他同伴的目光中 透着浓浓的鄙夷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 明明是他儿子乱追人家一个小朋友 才把俩女生给撞倒了 对 那小胖子只是摔了个屁股蹲 却把人家碰倒在地科商了 他爹梁和亲戚 还反过来碰刺俩女学生 太无耻了 嘘 小声点 那个大金链子 可是出了名的无赖地头蛇 让他听见了 你们会挨揍的 看到这里 林凡的眉头越皱越紧 面色也沉了下来 一帮成年人颠倒黑白欺负俩女生 还想借机敲诈人家的钱财 这简直是恶心他妈哭儿子 恶心死了 仗着自己是本地老门老户的土著人 就把尾巴翘上了天 排外七声了 林凡悄然挤到那个 正冷脸怒骂的金链男身边 用手指弹了弹弹裸露的粗胳膊 纵使很嫌弃地随意轻弹了两下 却疼得那货一蹦老高 撕啊 你他妈大马小子 大金链子 捂着红肿的胳膊跳了起来 又转头怒视着林凡破口大骂 大哥 我是贩卖动物器官的 请问熊脸你要不要 林凡一脸真诚地巧声问他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 不要 鬼你大爷的 没看老子 再处理事情 大金链子瞪眼怒喝道 但下一刻 全场突然陷入了可怕的寂静 大哥 熊脸你要不要 不要 不吃 哈哈 呃 这个卖动物器官的哥们 是个猛人 率先反应过来的 一些围观者 忍不住笑喷了 大金链子拧眉 摸着横肉丛生的后脑勺 又和自家那个恶女人对视一眼 终于恍然明白 他挨骂了 而且是挨了自己的骂 刚才是他亲口承认 自己不要熊脸啊 金链男和亲戚们暴跳如雷 正要发飙揍林凡 却又发现了雷人一幕 只见林凡神色一正 来到那俩委屈哭泣的女生面前 露出职业 微笑点头道 两位好 我是001号滴滴代骂 很高兴为你们服务 如果对接下来的内容感觉还满意 请给个五星好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80 总积分12万0635 又一个小宝箱来脸 您目前拥有六个万分惊喜箱 听完林凡001号滴滴代骂的自我介绍 那俩满腹委屈的女生 止住哭泣 惊愣抬头张着嘴 很是诧异 林凡云淡风轻伸出一只手挥了挥 示意他们后退到一个安全区域 以免被自己的嘴炮误伤 果然是个狠人 好啊 看来这小伙子 是要替俩受区的姑娘 伸张正义 我去 好一个001号滴滴代骂 围观群众齐刷刷看向林凡 滴之后陷入一片沉默 知道好戏要来了 哪来的香巴佬 敢多管老娘的闲事 你他妈找死是吧 那个穿金带银的矮胖女人 显然是骂障高手 她抜起袖子拍着腿 一蹦老高开了嘴 这时林凡却接到顾雪岩的催促电话 喂 林凡你怎么还没上来 川香楼三层八十九桌 我和江南等你呢 林凡淡然道 你们先吃吧 我遇到几个半生不熟的人 和他们聊一会就上去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九十 半生不熟的人 围观群众又一次笑喷了 暗叹着哥们牛逼 明明敌众我寡 他却临危不惧 收起电话 林凡双手插兜 狠鄙的瞪了那恶怜女人一眼 只是这冷然一瞥 却把对方吓得肥躯 微微一颤 顿时住了口 林凡黑眸中 蹦射出的冷酷和鄙夷 就像两把能刺穿胖女人 灵魂的寒冰利剑 令她望之心生恐惧 头皮一阵发麻 乍一看你挺丑 仔细一看更丑 如果你的肥丑可以发电的话 全世界的核电厂都可以停摆 林凡微微皱眉 轻蔑地淡淡开口 却在一瞬间震慑全场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啊 包括恶怜女人家属 在内的所有人 顿时瞠目结舌 这小子连大惊恋子的老婆 骂遍四方无敌手的狼嫂都敢骂 怕真是活腻了啊 林凡冷贴着她 继续沉声骂道 刚才你又是蹦又是跳 仗势欺人逼刀刀 口水还往人家身上喷老高 就冲着毁士荣的恶心言行 我真想一巴掌把你抽到 可你那张肥肉乱颤的斜靶子脸 居然抹了八百多斤的粉底 我又怕一巴掌下去扬尘超标 牵涉到环保问题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六十六 你 你他娘谁啊你 真不怕死是吧小子 恶怜女人又惊又怒 气得跺脚大骂 声音却分明有点发颤 看到林凡森冷不屑的目光 他两口子和亲戚们心头上 都莫名笼罩上一种 前所未有的惊慌不安 嘖嘖 就这猪怜你居然还垫过鼻梁 劝你别去整容了 还是回回炉 早日投胎比较稳妥 林凡继续神情淡然地补刀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七百 这时 被林凡自信冷酷的眼神 吓猛了的金链子男人 终于从惊愣中回过神来 一想到背后 还有猛人撑腰 他不禁暗骂自己 你堂堂狼哥 刚才怎么能对这个 穿着普通的穷小子心生俱意呢 这也太他妈不科学了 大金链子 恶狠狠地攥紧双拳 气势汹汹跳到林凡面前 决定对这家伙 先痛骂再很垂 就被林凡抢走话题 急性发挥起了毒蛇大法 你什么你 大金链子配裤衩 身上坠肉全五花 卖你熊脸你不要 非要让爷妈趴下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五十五 好一个五百五十五 恰似满脸怨怒的金链子男人 此刻的心情 系统你是真的屁 此刻 恶脸婆娘何大金链 男人都被骂猛了 这个极品小子 喝过披霜来的吗 这滑下好舌头 又快又灵 又他妈毒 简直堪称骂障宗师啊 他们脸上黑一阵白一阵 瞪大了眼睛 站在林凡跟前 嘴角直抽 心里甚至开始相信 滴滴真退出代骂业务了 围观者暗呼过瘾 一个个捧腹笑弯了腰 我怀疑这小伙子 是深藏不露的相声大师 这年轻人气场强大 又敢招惹那个地头蛇 怕是不一般啊 林凡双手插兜 冷眼扫视着那对恶脸夫妇 又发射起了连环嘴炮 你瞅瞅你 左看向白痴 右看向傻子 上看向头猪 下看向驴子 蛤蟆秧子跟着甲鱼转 装王八孙子 一辈子没啥求成就 就会欺负个女孩子 还有你这肥丑娘们 穿得花里胡哨 却遮盖不住你从内到外的丑恶 人家小猪小狗 穿件裤衩小裙子打扮打扮 都能有点人样 你穿金带银套短裙 还是脱离不了禽兽区 如果找不到好工作 巴黎圣母院缺个敲钟人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一千 这时 他们那帮目瞪口呆的亲属 一看狼哥狼嫂和自己 都骂不过人家 直接瞪眼叫嚣起来 纷纷怂恿大金链子男人 赶紧对林帆 采取武力镇压 狼哥 你还傻愣着干啥 快打倒那个毒蛇小混蛋啊 是啊 没看我嫂子 都快被他骂哭了嘛 金链子狼哥 终于从金愣中回过神来 草泥马的 也不打听打听 老子是谁 你这是做死啊小杂种 见老公双目喷火怒骂着 已经紧握双拳冲了上去 那恶恋婆娘和一帮亲戚 也抬腿握拳亮音爪 齐齐嚎叫着 对林帆展开了围攻 吐着亲友团 最为可怕 你敢招惹他们其中一个 人家随手一个电话 就能乌泱泱招来一堆人马 七大姑八大姨 侄儿外甥和七弟 转眼之间 就能把你围殴到府地求饶 但今天 在当地狂霸了半辈子的他们 却第一次败给了林帆这个外乡人 碰碰碰 林帆依然双手插兜 很随意地轻轻抬脚 把他们踹倒一地 痛毫不止 啊 你敢打我们 就等着被砍死吧小子 冷眼一扫 狼哥那几个满脸惊木和痛苦的亲属 在地上扭动着身子还嘴硬 林帆又霸气开队 看看你 小脸瘦得没个猪样 抽你一巴掌 能把人哥的手疼 离你狼哥远点干点人事 让祖宗十八代九拳含笑 他不像吗 还有你这娘们 一副刻薄面相 刚才还让人家俩女生 最少拿出一两千赔偿 你个贱人那么爱碰瓷 是在雅鲁藏 不将大峡谷 贴过几年瓷砖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999 这时 被林帆一脚 踢倒在地的大金链子狼哥 捂着肚子 在地上翻滚几下 又颤抖着手摸出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 喂哥 我和你弟妹 还有 咱们亲戚 穿香楼火锅城附近 被人打惨了 电话那头 传来一声炸雷般的沉吼 谁他妈这么不张眼 敢动咱家的人 等我带队去灭了他 剑狼哥给家族 第一号猛人打通了电话 他那些倒地痛嚎的亲属 骤然间 感觉身上的疼痛减轻了 大金链子狼哥 之所以能成为 这一代的地头蛇 甚至连地下组织的狠角色 都要给他几分薄面 全是因为他家那座靠山 无人可撼动啊 那人很辣狂暴 甚至被称作魔王 而且 手下还有几百号兵强马壮的弟兄 传说中的魔王大人 又岂能是一个 会点功夫的穷小子 惹得起的 连一些知情的吃瓜群众 在听到狼哥打那个电话后 都面色骤变 目露惊恐惬意起来 坏了坏了 狼哥搬来了那个 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死 那今天 这里要血流成河了 多正义的小伙子 一会如果死在那魔鬼手下 听到众人的低声议论 受伤的狼哥面露的色 也顿时觉得 身上的疼痛感减轻了 他躺在地上 对林帆冷哼道 听见了吗小子 我们家的魔王大哥 马上率队来灭了你 一听救兵马上就赶到 他的亲属们 也都有了底气 一个个呲牙咧嘴 痛哼着 还不忘向林帆放狠话 会点三脚猫功夫 嘴巴厉害些 就以为自己能上天了 看一会谁被打得跪地喊爷爷 真嚣张啊 连我们家的人都敢揍 你他妈摊上大射小杂种 砰砰砰 林帆皱眉撇了撇嘴 又上前赏给他们几脚 这些人疼得 差点昏过去 终于老实了 林帆双手插兜 鼻一开口 山高水长 小爷还有一声可以嚣张 不服 你们爬起来 打我了 旧兵没到都敢叫嚣 一帮缺心眼的祸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00 十多分钟后 三辆商务车急驶而来 车门同时打开 从中涌出二十来个手持砍刀的狠人 他们平均身高在1.8米以上 清一色的光头 黑背心 绿色迷彩裤 猛汉们肌肉骨突 身上纹满了骇人的图案 看到这些人 气势汹汹感到 围观者吓得面色发白 纷纷转身跑开很远 生怕一会 自己被误伤 狼哥 是哪个找死的 打了您和嫂子 灭了他娘的 赶在太岁爷头上冻土 反了天了 几个目录狠立的壮汉 上前扶起地上的狼哥 又递给他几张纸 擦着嘴角血迹 关切询问道 就在这时 一个小山般的高大身躯 砰砰砰砰 迈着沉重步伐 面目阴冷地朝这边走来 妈呀 魔王来了 死 退 快往后面退 这里马上要血溅三米了 围观者目录惊骇低喊着 口气凉气往后面躲 胆小人的 已经吓得浑身发颤 这个身高九尺的铁塔大汉 可是中州地下世界 出了名的狠角色啊 他那双钢铁般的巨手上 早已沾满了别人的鲜血 据说被魔王盯上的人 非死极惨 大哥 我问过了 就是那小子找死 打倒了狼哥狼嫂 和您的一帮亲手 一个纹身手下 急忙跑过去 向魔王低头汇报道 同时伸手指向了零番 九尺魔王头上 缠着纱布 铁塔般覆手而立 当他缓缓抬头 露出那张阴冷猙獰的面目时 更给人一种 如临深渊的酷寒气息 说吧 你他妈想要怎么个死 魔王的话还没说完 却面部狂抽起来 恶脸上勇满见到 鬼一般的惊骇 望着迎面来的零番 他突然瞪大了惊恐的双眼 下意识向后退缩 大哥您怎么了 下铃弄死那小子 起码也要打残个这小杂碎 他骂的 不但那两个手下叫骂完 魔王就啪啪 甩给他们俩的大耳光 当场打得俩猛男口鼻出血 闭上你们的臭嘴 魔王转头恶狠狠地 喝骂俩手下一声 又突然双腿一软 扑通跪倒在了零番面前 看清这人的长相后 零番不禁冷笑 长毛兄 又是你啊 元 还真特么妙不可言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总积分十二万六千五百 这个群众口中的魔王 大惊恋子狼哥的亲兄长 居然是那个落腮胡子虎哥 作为王朝公司的中层干部 虎哥素有地下拳王和魔王之称 手下确实统领着几百号狠人 前几天 因两人在医院产生点摩擦 零番曾挥手让护士给虎哥加八瓶催眠症 第二天 虎哥刚出院 在地下停车场与女人纳沙时 又被零番见义勇为 砸烂了他的路虎车窗 再后来 他受零番的前情敌墨天瑜指示 率队驾车暗杀零番 又被零番一巴掌拍婚 重新住进了医院 此刻 虎哥早已经吓得面色苍白 浑身颤抖 额头上的冷汗刷刷而下 他万万没料到 弟弟今天招惹的人 居然会是零番这个身手莫测的杀神 别说自己和这些壮汉手下 就是兵力在翻上十倍 虎哥也没有把握能打赢了 若不是亲弟弟打电话求救 虎哥此刻还在医院躺着 治疗上次被零番打成脑震荡的头 和重伤的腹部 就伤未遇的他 此刻当然不想再被零番打个半死不活 又一次被120拉去抢救 所以 被打怕了的虎哥直接认怂 变成了一只铁塔巨猫 他跪倒在零番面前 颤抖着嘴唇露出一抹尬笑 满脸惊惧道 呵呵 灵依 我们真是太 有缘了 此刻 虎哥的心在滴血 且勇满了惊骇 因为每一次遇到零番 他这个地下全滩的王者 无恶不作的王朝领导 就立马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弱鸡 要么被骂个狗血喷头 要么被这个杀神一巴掌拍飞 撞个头破血流 人不能在同一条河流 跌倒两次 所以 今晚又见到克星零番 虎哥咬牙选择了贵妇余地 肝当软淡 见零番双手插兜 冷冷低头比试着自己不开口 虎哥吓得面色惨白 体弱筛糠 生怕下一秒 人家的距离金刚掌 就落到自己天灵盖上 看到狂霸无痞的老大 居然向敌人跪地求饶 虎哥带来的那帮狠人 全都惊待了 当当当 万分惊恶中 他们手一松 握着的长砍刀掉了一地 老大 你怎么了 这小子 谁呀虎哥 手下们何曾见过自己威风凛凛的魔王老大 如此耸如狗的时刻 他们转头颤声问着 眼珠子都快惊掉了 刚才嚣张欺负俩女生的狼哥和亲属们 也瞪圆了难以置信的眼睛 因为上次虎哥带队袭杀林番的那帮人马 至今都躺在医院里养伤 今天他带的这批手下 并不曾见识过林番的厉害 他 快 都他妈跪下来 这就是 踢破我脑袋的那位灵雁 虎哥直指自己裹着一用纱布的头 目入恐惧颤声介绍道 啊 听了这话 他带来的二十名手下 当场下趴一地 扑通扑通 一帮黑背心壮汉 几乎要把小广场跪满了 他们当然听说过 虎哥那天带队击杀一个姓林的小子 结果全军覆没 被人家打残废一地 而且 连自己号称魔王的牛逼老大 居然都顶不住那小子轻轻一巴掌 这是何等害人的存在啊 林爷 饶命啊林爷 是啊爷 都怪兄弟们有眼不识泰山 看在我有八十岁老母的份上 求林爷放一马吧 以后我痛逮千飞 看到这逆天一幕 吃瓜群众早已经掉了满地下巴 刚才魔王的亲属们还叫嚣着骂林番 说人家会点三角猫功夫 嘴巴厉害些 就以为自己能上天了 看一会谁被打得跪地喊爷爷 转眼功夫 真就跪地喊爷了 只不过是他们家族的头号猛人 喊林番爷爷 我的天 原来这小伙子那么厉害 是啊 连魔王都要跪拜他 得是什么样的神秘人物吧 死 大金链子狼哥和亲属们 此刻早已经瘫软到地上 金城O型的嘴巴 能塞进去一个馒头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会迎来这样一个结局 本以为虎哥带人过来 替自己出恶气 就算不打死林番 也能直接把他给吓死了 结果 他牛逼轰轰的魔王大哥 到这里 就直接给人家跪下喊爷爷了 得知王朝的虎哥 居然是今天这个地头蛇狼哥的亲兄长 林番摇摇头 比喻轻叹起来 哎 你们这一大家子 真特么对得起蛇鼠一窝的成语 这样培养出来的下一代 不是地痞 就是无赖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68 就在这时 美女警花江南 又破天荒 给林番打来了电话 林番 你还学会摆谱了是吧 本姑娘都饿坏了 严姐还让等你个混蛋到了再吃 江南的口气 透着一丝不悦 林番撇撇嘴 没好气道 为什么她不见我都没一点食欲 这就得问你的长相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00 虎哥见林番挂断电话后 并没有走的意思 而是冷撇着自己 他心里一阵发毛 虎哥跪趴在地上 一边抹冷汗 一边狠狠瞪着自己的亲友团 怒骂起来 今晚的事 都因为你们几个不长眼的傻叉 还不死过来 给林爷跪好 自抽耳光求饶 林番面露鄙夷冷笑 这孙子 难怪能混成王朝公司的中层干部 还真是能伸能屈呢 朗哥朗嫂和几个亲戚 早已吓得瑟瑟发抖 面无血色 听到大哥的命令 哪敢不从 他们立即从地上爬了过来 排成一列对林番下跪求饶 同时啪啪啪地直扇着耳光 林番招手把那俩女生叫过来 淡淡一笑道 等他们答应了再说吧 朗哥等人 又急忙对着俩女生自抽耳光 他们把头科的咚咚响 额头上很快渗出了血 啪啪 请饶过我们这次吧 啪啪 是啊姑奶奶 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作恶碰� 欺负外乡人了 俩女孩吓得捂着嘴巴瞪大了眼睛 娇曲颤抖道 你们 快起来吧 这时 林番淡然开口 一帮丑陋孙子 看把你们俩小姑奶奶吓的 赔偿一万块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吧 是是是 朗哥如萌大赦 急忙向女孩支付了一万块 此事才算了结 今晚碰瓷俩女生不成 反而倒贴进去一万元 自己和亲属还挨了顿毒骂和胖揍 地头蛇狼哥委屈地撇着嘴 一张肥胖的恶脸直抽搐 都快气哭了 这时 林番才满意地点点头 转脸对虎哥沉冷道 滚 他弟弟郎哥听了 长舒一口气 当即就想溜之大吉 啪 却被虎哥照后脑勺狠狠拍了一巴掌 怒骂道 听不懂人话吗 林也没让我们走 让滚 说着 他就率先给大家打了个样 只见虎哥往地上一躺 滚动着身子 离开了沙神林番的脚下 林番微愣 嘴里喃喃道 嘿 这操作 骚气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00 总积分127788 虎哥之所以如此谨小慎微 实在是对林番的魔鬼手段 留有致命阴影了 他生怕人家中途反悔 再追上来 随手拍自己一巴掌 弄个头破骨裂 虎哥知道 当初指使他袭杀林番的 顽固少爷墨天宇 已经被人家拧断双手 至今还在京城智商呢 而自己公司的最高统帅龙野 在得知林番和中州第一景花江南同居后 忌惮于那美妞下人的背景 也当即叫停了针对林番的所有暗杀行动 所以 虎哥已经认定 林番不仅是自己万万惹不起的人 就连名震地下世界的王朝老大龙野 现在都只能对那小爷又恨又惧 见虎哥带头在地上滚了起来 狼哥狼嫂和一帮亲属 还有王朝公司那二十多个大混子 也当即从跪趴的字 是 调整成滚倒在地 望着满地黑压压的恶汉 像滚地葫芦一样 从林番面前狼狈滚出 早已憋得满脸通红的围观群众 终于喷出了他们压抑已久的暴笑 噗哈 哈哈 没想到魔王和狼哥也有今日 这个林爷太厉害了 竟能让王朝大佬吓得屁滚尿流 这时 那俩受欺负的女生 含泪来到林番面前 哥哥 真是太感谢您了 谢谢您救了我们 要不然那帮无赖肯定不放过 感激涕零的他们 说着就想给林番下跪 被他一把扶起 在俩女生的含泪致谢 和围观群众的热烈掌声中 林番转身去了穿香楼火锅城 刚上到三楼 林番不禁皱眉 顾雪岩和美女锦花身边 怎么有那么多陌生男女 林番刚上到三楼 就惊讶发现 这里的人出奇多 而且以男人居多 楼下都没这么多男的 难道都是文讯从下面跑过来 参观顾雪岩和江南的 林番四处看了一下 还果真如此 直接目光灼热的男人们 还有些面露嫉妒的女人 都在悄然走进 两角色美女所在的89号台 他们装作换料碗 或上洗手间 一遍遍路过角色总裁 和美女锦花那个桌 更有不少色男 干脆趴在俩美女附近的 桌边和墙角 一边偷窥春梦对象 一边擦口水 看得林番一阵恶心 尽管顾雪岩和江南定的89号台 是一个低调的半封闭式雅间 只有面向走廊那一边是敞开的 其余三面是装修典雅的墙壁 和镂空屏风 但 今晚两位清城佳人惊艳出场 还是在川香火锅城 引发了明星效应 哇 那就是传说的中州第一美女 顾清城啊 果然名不虚传 富白貌美大长腿 还是气质高雅的集团总裁 谁要是娶了她 做梦都得消息 她那个大兄闺蜜 你们知道是谁吗 本是第一美女锦花 泽泽 真想把这俩清城美女 一网打尽啊 张总这个狂妄梦想 怕是下辈子也实现不了 你能弄到其中一女的手机号 就够偷着乐半年了 离89号台不远的几桌男人 转头贪婪 窥视着梦中女神 邪笑低意着 临番经过他们身边时 眉头微皱撇了撇嘴 美好气的冷声鼻一道 快别歪歪了 吃完你们的火锅 赶紧去搬砖 一个个的癞蛤蟆追彩蝶 长得不花响的花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正伸长了脖子 垂涎那俩清城女神的男人们 闻声吓了一跳 转头看到鸡骂自己的人 竟是一个略显吐气的毛头小伙 他们不由吹胡子瞪眼 这小子嘴那么欠呢 找抽吧 理他干啥 一看就是个对社会不满的 单身穷屌丝 别和垃圾人计较 他是站不到看女神的好位置 嫉妒我们呢 哈哈 不料 男人们话刚落地 残酷的现实 就把他们的脸打得啪啪响 林帆你个浑小子 终于死过来了 身穿鼻挺警服的江南 远远看到他走来 忍不住瞪眼冷撑起来 自从林帆在斗歹徒那天晚上 救了他一命 美女景花对他的态度 已经有所转变 但没没想到 这个男人看光过自己的身子 嘴又那么减 而且他还带笑话女友 回言解房子里 很不要脸的那什么 江南都不禁大皱眉头 心里很不舒服 身穿黑色香袋中短裙的美女总裁 则瞪了闺蜜一眼 含笑起身 对林帆做了个请的姿势 当顾清澄先手一撩飘柔长发 优雅站起身 火锅城里的男人们 更是望着他高挑曼妙的身姿 和那双踩着高跟鞋的雪白大长腿 看痴迷了 咕咚咕咚咽咽口水的声音四起 继而 他们被女朋友或老婆 拿筷子敲头的啪啪声 也想成一片 看到这母 刚才那几个低骂林帆是单身狗 找不到好位置 观看俩女神的男人 瞬间老脸一红 张大了嘴巴 那个穷小子打扮的家伙 竟直接被俩清澄美女 请坐到了八十九号台 妈的 原来人家根本不需要找最佳偷窥位置 名正言顺 就能近距离欣赏角色美女 甚至还能和人家一个锅吃饭 这是什么待遇啊 而且 现在那小子 不光和他们有说有笑 美女总裁和惹火锦花 看她的眼神中 分明还藏着点娇羞 这下死心了吧张总 把两位角色女神 一网打尽的梦想 那小子替你实现了 滚你二姨的 老子都快气吐血了 你还往伤口上撒盐 我愿用十年单身 换那小子的待遇 享受这顿名垂厌实的火锅啊 男人们皱眉瞪眼望向林帆 眸中燃烧着极度的火苗 抱歉抱歉 让二位女神久等了 林帆说着 含笑坐在了顾雪岩身边 美女紧花白了她一眼 冷哼道 我看你是故意的 纯心想把本姑娘饿扁 江南最爱吃穿香火锅 看着锅中沸腾的美食 她早就急不可耐想冻筷子了 但顾雪岩非要让等着林帆到了一起吃 加班到现在 腹中饥饿的江景花 自然对林帆的迟到有点怨气 林帆打开餐具 扫了一眼江南的傲人胸脯 随口道 就凭江景花这波澜壮阔的火爆身材 想饿别你可不容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破 江南刚把一口奶茶喝进嘴里 又弯腰捂着嘴巴 发出一声闷咳 差点喷洒到餐桌上 看吧严姐 我就说 你家这个恩人是流氓 她瓜子脸一红 向闺蜜告状道 顾雪岩敏唇露出一抹优雅笑容 对江南眨了眨眼睛道 林帆不也是你的救命恩人 江景花脸上又是一红 急忙给自己找台阶下 她手辅胸口顺着气 男男道 算了 我不生气 不生气 本姑娘只与同好争高下 不与混蛋论短长 林帆对她翻了翻眼皮 吃着菜漫不惊心道 那还用论吗 你肯定没有我长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五十 嗨嗨 这下 顾雪岩的白皙翘脸 也疼得羞红了 转头干渴着眼是尴尬 你嗨嗨也没用言解 不用试图掩盖她的罪行了 这小子 就是在赤裸裸地耍流氓 江南的脸也红得低血 她冷眸瞪着林帆 气得胸脯波荡起伏 林帆咽了一口鲜香的潮汕牛丸 伸出大手说 还不服吗 来比比看谁的手指长 呃 美女景花 顾雪岩 林帆故作吃惊 瞪大了眼睛 指着他们道 原来你们刚才说的论短长 不是匕首 俩美女太污了 我会被你们带坏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江南红着脸咬着牙 伸出双手捂上了自己的耳朵 我不要听你叨叨林帆 再听下去 我又有找你个混蛋打架的冲动了 美女总裁哭笑不得 面颊红红地劝说 两人好好吃饭 边吃边聊中 顾雪岩见林帆和自己闺蜜很不对付 忍不住摇头轻笑 我看你俩呀 就是老一辈口中说的五行相克 同住在我那套房子里 还真是难为二位了呢 江南没好气到 我们确实五行不合 金木水火他 说完美美地吃起了麻辣虾滑 并为自己的博学机制 感到飘飘然 哼 骂你个下流鬼不带脏字的 还敢说本姑娘凶大无脑 林帆一边大块朵移 一边淡淡地随口回到 生淡静默南 刚才还面露得色的江景花 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他冷冷瞪了一眼林帆 不敢再和这个男缠的主过招 美女总裁扑斥笑了 很无语地摇了摇头 不一会儿 有俩漂亮女孩 悄悄来到八十九号台附近 她们冷冰冰盯着顾雪岩和江南 眸光不善 只见两个漂亮女孩 皱眉撅着嘴 来到八十九号台附近 她们站在那群正在偷窥俩女神的男人身后 点着脚 冷冷望向顾雪岩和江南 看吧 难怪你男朋友一次次换火锅撂碗 她是想经过这俩美女的桌 大饱眼福呢 其中一个女孩对同伴低语道 那有个毛用 还不是称死也饿死 那啥 看那个女警察 胸那么大 咋不坠死她 另一个平凶美女气鼓鼓地冷声嘟弄道 听到她满怀极度的咒骂 附近的男人全都笑喷了 这俩女人的低声对话 又怎能逃过林帆的超强耳力 她一边吃着火锅 一边淡淡转过头去 皱眉对了那个毒蛇贫兄女一句 妹子 别算我们家景华的火爆身材了 你得尊重命运的安排 命里有识便俩求 命里无识凶特授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55 那平凶美女 巧声咒骂完 江南正要转身离去 冷不防被林帆对了这句雷雨 当即娇躯一颤腿发软 一屁股惊坐在地上 扑 扑吃 哈哈 那小子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八十九台附近的几桌男女 被林帆的朗生发言和那平凶妹的反应 雷倒了一片 有人当场把口中的酒水 喷到自己火锅中 江南下意识低头 看看自己怂挺傲人的胸脯 又转头瞅瞅地上那个漂亮女孩的飞机场 一瞬间 羞得玉面通红 他当即在餐桌下面抬起眉腿 狠狠踩了一下林帆的脚 嘴里羞愤道 你个混蛋能不能闭嘴 非要把全餐厅的人都吸引过来 看我的笑话是吧 继而又转头抱怨闺蜜 严姐 我说 不让你带这家伙一起吃饭吧 你看看 咱们到底是来吃火锅 还是来听他乱开车 林帆看着那女孩从地上狼狈爬起来 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轻喊着安慰他 妹子也别灰心 你以后是干大事的人 胸不平 可以平天下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55 总积分13万零450 又一个万分惊喜相来脸 宁幕前有七个万分惊喜相 顾雪岩 江南 那个平凶女孩脸红似火烧 目露羞怒 你 流氓 他转身冷冷骂了一声 就拉着女伴的手落荒而逃 林帆又转过头来 对江景花灿烂一笑 低声道 我是在安慰他了 其实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见美女总裁和江南一脸疑惑 他嘴角勾起一丝邪笑 盯着江南的大胸解释道 辱不去何以拒人心吗 以后我们只有跟着男结婚 前途才不可估量 林帆话音刚落 就感觉大腿上猛一疼 被美女锦花咬牙掐地嗷呜了一声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 见闺蜜一脸羞愤 同样被林帆的话 弄得面颊发烫的顾血炎 也忍不住用高跟鞋 轻轻踢了踢他的脚 继而 戴梅 微醋白了他一眼 娇称道 停 再用毒蛇乱开车 江南真要和你打架了哈 美女锦花银牙紧咬 冷冷挤出一句 我要不是打不过这混蛋 早把她按到地上摩擦摩擦摩擦 再把她那张剑嘴给撕烂了 林帆 夸你兄大还生气 女人真是奇怪 吃完饭 顾血炎试探性地问闺蜜 江南 你开车带林帆回乡张公馆 整整被林帆调戏了一顿饭功夫的美女锦花 显然愚怒未消 大眼一番道 让我送她个流氓回家 不不 那太危险了 这里离我家不远 本姑娘今晚回自己家住 林帆也谢绝了顾女神相送 说自己想吹着夜风溜达溜达 走回乡张公馆 好吧 你倒是环保人士 顾血炎嫣然一笑 与他俩挥手道别 再会哈江锦花 林帆也想走人 却见江南冲自己勾勾手 咬了咬红唇 神情严肃道 林帆 你先跟我来一下 乘电梯来到地下停车场 一头雾水的林帆 又被江锦花 喊到她的香槟色越野车上 林帆四下张望之后 搓着手压低了声音问 喂 在这里来一下 看着江锦官 也是挺传统的人 没想到也喜欢找刺激 嗯 你先跟我来一下 来一下 啪 江南在他手上狠拍了一下 面带羞愤打断林帆的话 语气冷然道 你闭嘴 先听我说 嗨嗨 美女锦花 尴尬干咳了两声 才正色说道 林帆 你前两天在中州车城 打砸倒戏车 并重伤多人的事 我们已经调取沿途监控查实 若不是我手下抓走 被你打伤的东岛尊持老总 突审他们之前的犯罪行为 违规搅混了这汤水 你小子早该被抓了 岛国方面没有对你诉诸法律 是因为那个 案组织发了话 他们基于武师道精神 要在近日拍大佬赴华夏 取你的人头 给那个被你打残的 嚣张岛国人报仇 所以 你近日最好给我低调险 如果遇到可疑的岛国人跟踪你 就立即报警 或给我打电话 别再做太出格的事了 否则到时候 本姑娘也保不了你 林帆心中一动 这暴脾气锦花 并非凶大无脑 大师大飞面前拎得很轻啊 而且知恩图报 自己刚救过她一命 她就反过来 替自己暗中扫出了一些障碍 嗯 将警官仗义 但你放心 没有人伤得了我 林帆冲她竖了的大拇指 淡然一笑道 举刀社派大佬来取我人头 哼 老子就等着那个公本一郎过来 大展身手 给那些死去的华夏武者血耻呢 他若不来 我就过去 赴东岛 弄死狂傲不可一世的杀神公本 灭了那个江湖传闻中的至暗组织 这样 自己才不负脚下的这片黄土地 和神豪系统的给力栽培 砰砰砰 此刻 突然有人在外面 敲起了他们的车窗玻璃 联想到自己前几天 无意中在地下停车场 坏了虎哥和那女人好事的场景 林帆不禁喃喃吐糟 老子衣服都没脱呢 也有人想学我见义勇为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摇开车窗一看 向来大胆狂暴的江南警官 却顿时神色一景 显得有点害怕了 江南摇开驾驶窗后 看到那个中年男人顿时神色一景 林帆见此人冷脸背负着双手 正用童童虎目瞪着自己看 顿时心生不悦 于是冷然开口 干嘛你 敲车窗就为了瞪我吗 没事一边去 别耽误我们谈恋爱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美女锦花转头瞪了林帆一眼 咬牙切齿道 闭嘴 这才对窗外的男人展颜一笑 柔声道 爸 您怎么来了 扑 林帆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幸好自己第二发更毒的嘴炮 还没向那男人发射出去 不然就更尴尬了 林帆急忙跳下车 真诚道歉 是江叔叔啊 对不起 刚才我冒失了 嗯 男人上下打量着他 面无表情地淡淡应了一声 林帆也重新扫尸了江南爸爸几眼 挺拔硬朗 见眉怒目 一脸刚毅 浑身上下透着一种酒 居上位者才有的霸气 这时 悦人无数的江爸爸 已经看出林帆不像坏人 瞅着这小子还挺朴实顺眼的 他终于严肃开口 小伙子 我相信江南的眼光 只要你能驾驭他的脾气 我不反对你俩谈恋爱 爸 江南刚想辩解 却被父亲伸手打断 江爸爸继续盯着林帆 爸气道 但 如果你敢在恋爱中欺骗伤害他 我毙了你 哦 还真是有欺负必有欺女啊 我终于知道 你女儿抱脾气的来源了 刚见面就威胁要毙了老子 林帆瞪大了眼睛 露出一丝尴尬苦笑 却鬼使神差的 下意识点头 奔了一声 江南狠狠瞪着他 都想用寒刀般的眼神 直接杀死林帆了 他俏脸仗的通红 胸脯一阵起伏 背驰咬的咯咯响 你乱点什么头 你N个鬼啊你 本姑娘瞎了眼不成 会和你个流氓谈恋爱 见林帆还要和父亲说什么 江南生怕这个毒蛇 再一不小心 把暴脾气老爸惹怒了 他急忙皱眉冲林帆挥手道 你赶紧走吧林帆 记得我给你说的是 林帆点了点头 又冲江爸爸礼貌伸出了双手 低头微笑道 那叔叔 我先回家了 再见 好 再见 对方与他用力握了握手 劲道十足 刚走出两步 林帆又转身随口问江南 对了 把咱家的钥匙给我 啊 听到这话 江爸爸的面色 骤然阴沉下来 美女景花瞪大了眼睛 恼怒沉吼道 严姐那套房子的钥匙 我不是派人 给你送去过了吗 继而又对着林帆 咬牙切齿 做出了一个口形 混蛋 你滚 显然江南家教挺严 不敢在老爸跟前抱粗口 但此刻 他恨不得扑上去踢死林帆 这个混小子 故意的吧 还咱家钥匙呢 我和你有那么熟吗 就不怕被我爸误会 姑奶奶解释不清吗 林帆听了一拍脑门 这才恍然想起父母来的时候 江南是把钥匙送给自己过了 于是略带歉意道 哦 对对 不好意思 那再见叔叔 江南 林帆刚离开地下停车场 江爸爸就一脸阴郁地盯着女儿 紧拧着剑眉 冷然开口 我刚才就看见 你和那小子 在火锅城下打情骂靠的 所以才跟了过来 生怕你一冲动 让人家占了便宜 江南目瞪口呆 我和那混蛋打情骂操 你什么眼神啊 我俩站在一起说几句话就成 这时他爸爸又虎目一领 跺脚道 可是 没想到你俩早就同居在一起了 我就说你这几天不正常 成天不招家 江南欲哭无泪 爸 您说什么呀 我们 住口 既然你俩 生米 已经煮成熟饭 他必须要为你负责到底 美女景花 林帆回到香章公馆洗了个澡 美美地躺在床上想 这真是美妙的一天 自己居然能从十万毒蛇积分 附送的大惊喜袋中 开出十五亿现金 在帮助顾雪岩集团 度过经济危机 横踩了百亿狂哨李子豪一把之后 目前还剩下九亿巨款 和价值1.3亿的毒蛇积分 另有七个惊喜箱未开启 这些钱 足够自己买完花园游泳大别墅 再投资些大生意了 林帆决定明天就去喜提大豪宅 然后把父母姐姐都接来住 圆了自己当年的梦想 睡前无聊 林帆随手玩了几把游戏 并从对面敌人身上猛赚了一通积分 一个骑士和他单挑 被林帆虐成狗之后 怒骂了一句这么 BTR 我曹你大爷的 他就很有素质地回道 今天只想骂人 所以不骂你了 但你以后还是上手吧 别用脚丸了还咋 刚才那是啥烂手法呀 见都没见过 祖传的吧 对方气得吐血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00 带血蒙成员 去与敌人厮杀工程的路上 见一个对面的法师 躲在峡谷里吃小boss 没有参战 林帆跑过去比翼问道 大佬 你缩头缩脑躲着不参战 是要在这里贴地板砖挣大钱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20 对方又羞又怒 却知道打不过他这个本服第一强棋 只得灰溜溜地转身跑路 成战开始 敌方在城堡外的森林中 埋伏几个女精灵 用弓箭射灵番和队友们 被他们几下干翻了 想躲在烟雾里 大杀四方 姐儿几个 你们的犀利程度 也就和一代鼻涕虫差不多 我感觉把几根胡子下来 就能吊打你们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20 历经一番曲折 灵番率队的攻城之战 终于取得胜利后 他又往敌军统领的伤口上撒盐 孩子 你那个帝国 不过是建在流沙上 看你们今晚把人头送的 比美团都快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总积分133968 第二天早上 林番忽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 窃窃地问 小番 你能不能帮妈妈一个大忙 咱俩谁跟谁啊骂 有事您安排 一万个忙都不在话下呀 林番大手一挥道 心里却有点疑惑 老妈这是咋了 和自己还客气上了 和母亲通完电话 林番才明白怎么回事 舅舅家的独生女萌萌 从一所不入流的二本院校毕业后 一直没找到理想工作 父先生在家很急很郁闷 舅舅和舅妈自然也十分娇着 听说林番现在中州干得不错 舅舅就去找他唯一的姐姐 也就是林番的养母帮忙 姐 听说小番在中州 救了一个大总裁的女儿 那看他能不能帮忙问问 给咱萌萌找份好工作啊 林番和表妹萌萌的关系 一直都挺好 他虽然在学习上不太开窍 但善良懂事 重视亲情 舅舅又是母亲唯一的弟弟 姐弟俩的感情深厚而真挚 于是林番就在电话中 向老妈信誓旦旦吹牛皮 小事一桩 包在您儿子身上了 我不光要帮萌萌找工作 还得给表妹找一份体面的正式工作 以后最好能让她在城里嫁个好人家 母亲听了喜出望外 并为儿子越来越有出息 感到骄傲 林番出门吃早餐时 思考着这是该怎么操作 表妹的学历不硬气 根本达不到顾雪岩传媒集团的招聘标准 她不想找人家张口开这个后门 昨天刚借给美女总裁六个亿 今天就让她给亲属安排工作 显得多别扭啊 林番决定就凭自己的豪横财力 直接去用钱给表妹 砸出一份体面工作来 萌萌是学会计专业的 林番决定去中州的会计学校 或者一些正在招聘会计的机关单位 直接找领导提前面谈 都说找领导办事的时候 若没有熟人牵线介绍 他们是不会收你钱的 林番不信这个鞋 那是送的太少 别人花八万能办成的事 你砸给他一百万 直接砸垮他的心理防线 看他收不收 不收 那我把一天的毒蛇报酬都豁出去 再砸一千万 考虑到送人现金无据可查 最为安全 吃过早餐后 林番就去银行取款 营业厅排队的人很多 好不容易挨到林番了 营业人员一听 他要取一百万现金 周梅道 不好意思 请到那边的大额窗口排队 林番苦笑摇头 又去了另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 虽然只有五六个人在排队 但因为每个人办理的 几乎都是几百上千万的大额存取款业务 工作人员处理得很慢 大家都面露不耐烦 却又无可奈何 不能哭站着干等啊 林番一边排队 一边掏出手机 随手赚起了毒蛇积分 有个高中同学 见兮兮的发了条微博吐糟 别人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我的妻儿在何方 你们啥时候来和我团聚啊 林番回复他一个翻白眼的表情 后面跟了一句 那能怪谁 别人的孩子还会买手指呢 你的孩子还在手指上 别人的老婆都会生气了 你老婆还在充气呢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五百八十八 一个林番关注的清纯女明星 最近却被爆出了 与闺蜜男友私通的丑闻 林番翻到她的微博更新状态时 正要果断取关 却发现 那女星在微博上 发了几张她与唯子花开的合影 并文艺写道 唯子花开 香气肆意 令人迷醉 美丽的花 你们为什么如此芬芳 林番皱眉留言 唯子花说 去你妈的 老娘就是这样香 香得痛痛快快 芬芳到了骨头里 你他妈一个连闺蜜男友 都不放过的臭娘们 管得这么啊你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八百八十八 面露鼻翼的回复完 她就取关了这个 看上去很纯的明星渣女 这时 同学微信群里 夜笑花的一个好姐妹 发起了牢骚 该死的理发店 把本姑娘的发型剪坏了 害得我好几天都不敢出门 继而 她请大家给自己出个狠招 看怎么能惩罚一下 那家理发店 同学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破坏性越大越好 动静越小越好 因为我只想一个人去报仇 不想牵连别人 林番微一思索 在群里回复道 那还不简单 选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 你默默走过去 一个人悄悄地 吊死在他们理发店门前 出气不意 吓死那帮王八蛋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六百六十六 我擦 毒蛇灵又现身了 大家快戴好防毒面具 原本挺安静的同学群里 又被林番搅乱一吃春水 很快炸开了锅 足足在银行大额专柜前 等了五十多分钟 终于排到林番取款了 她收起手机 掏出银行卡 刚俯下身子张开嘴 却被插队的人挤在了身前 一个浑身名牌 手指上戴着大玉石戒指的中年胖子 戴个二十来岁的妖妹女孩 直接夹起了色 林番面色微沉 冷然对了一句 喂 凡事得讲个先来后到吧 您两位急着堕胎去还是咋的 乱插什么队 对方冷冷转过头来 上下打量着林番目录轻面 继而霸道叫嚣道 老子就是有插队的特权 臭嘴香巴佬 找打是吧 一看到这个胖男人 大额专柜的少妇经理 却立即起身弯腰 满脸堆笑打招呼 熊总 您和小嫂子来了呀 胖子微微点头 把银行金卡往柜台上一扔 豪横到 取八百万 好的熊总 我马上打电话让上面给您拨款 几分钟就好 大额专柜那个一脸精明的女经理 双手捧着胖子的卡 低头含笑羡慰道 这胖子熊总 是这家银行行长的小舅子 他和同事们 当然不敢对人家有丝毫怠慢 而且 这胖子刚离一几个月 三天两头换小女朋友 收入很高 又出手阔绰的他 经常来这家银行办业务 女经理已经司空见惯 所以才尊称他的新马子为小嫂子 嘿 仗着你们是熟人 就可以占用老子的宝贵时间了 林帆瞪眼不爽道 这时 排在他身后的几个人 也抗议起来 是啊 我们都在这等个把钟头了 凭什么让他搞特权 这年头 有关系就是了不起啊 取个款都有优先权 银行少傅无视大家的抱怨 打完了调款电话 他才转头笔意地撇着林帆 冷然开口 你办什么业务 说话没一点素质 取款一百万 我只和配的人讲素质 林帆没好气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五十 总积分十三万六千五百六十 少妇嘴角微抽 面露怒涩 他又皱眉打量了一下林帆的衣着 脸上的笔意更浓了 当即轻蔑讥讽讽道 哼 一百万就把你好横成这样了 七大姑八大姨 帮凑出来买房子的吧 没办法小子 人家熊总取的是八百万 而且持有金卡 还就有插队的特权 身为大额专柜经理 取款上千万的人 他都经常接触 林帆区区这一百万 在他眼里又算个屁 而且 这小子嘴巴还挺狠 银行少妇决定 一会得好好刁难刁难这家伙 给他点颜色看看 轻蔑讥讽讽完林帆 银行女经理又冷声问道 对了 你这大额取款 事先预约没 见林帆摇摇头 他嘴角浮现一抹得意冷笑 少妇鄙的瞥了林帆一眼 冷哼出声 那你的对白牌了 今天先预约上 明后天才能取 排在林帆身后的人 也有事先为预约的 一听这话 顿时怨声连连 凭什么啊 存款的时候 你们笑脸相迎 一说取钱 就七十八十的 就是 你的熟人 怎么就可以直接取八百万 林帆也皱眉不差到 不是吧 这熊胖子 怎么不用预约 你直接就能电话给他拨款 熊胖子 那豪横熊总和小女友听了 怒目原睁 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银行少妇 更是面露惊目 他在大额窗口内 猛一拍柜台 瞪眼冷翅道 你这人嘴怎么那么臭 而且听不懂人话是吗 熊总有这个特权 你这个象八佬 没有 他的同事们看到这里 也纷纷对林帆 比一嘟囔起来 哪来的乡野小子 什么都看不懂 还想和熊总享受一样的待遇 赶紧后面慢慢排队去吧 小伙子 你瞪什么眼啊 人家取八百万 还得好大一会儿呢 你那一百万不用急 林帆不经皱眉 伸手把插队在自己身前的熊胖子 扒拉开 冷问少妇女经理 照你这么说 我现在要是取八千万 就又有权排在最前头了呗 对方微微一愣 扑齿笑了 八千万 哎呦呦 您别吓我呀大佬 冷然讥笑着说出这句话时 他脸上分明流露出浓浓的鄙夷之色 还八千万 把你卖了值八十万吗 我呸 来我们银行取一百万现金 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一看就是九瓶诈服的乡村爆发户 可你这一百万 在我们省城中州拿出来 还真不多好吧 同时发出哄笑的 还有女经理的同事们 哈哈 一看就是那种爱钻牛角尖的人 白经理别理他了 呵呵 我对这个人无语了 林帆更不悦了 正要发飙 却见那个被他扒了个猎气的熊胖子 瞪眼冲上来 抓住了自己的衣领 胖老总指着林帆的鼻子吼道 你敢推我 林帆轻轻挥了挥手 一巴掌把他拍出机密开外 直接无视道 滚一边去 再敢拿肥肉挡我视线 老子把你拍扁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林帆又对傲慢女经理冷然道 既然众生平等的道理 家长没教过你 那现在回答我 取八千万的人 享受什么特权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五十五 他早就看不惯 这些势力小人了 一见全市之辈 就点头哈腰送特权 却总把普通老百姓矮看三分 谁惯得你们这毛病 林帆决定给他们点教训 女经理闻声转头 羞怒又鄙夷地瞪着林 拍着柜台冷吼了起来 嘿 我说 你他们还没完了是吧 可以 你现在取八千万 我也给你特权 连熊总的业务都不办了 先紧着你个富甲己村的土豪来 OK 这时 那个熊胖子从地上哼哧哼哧爬起来 也怒视着林帆咆哮起来 好 你他妈要是能取出八千万 那是豪爷 今天老子甘拜下风了 但如果取不出 你不光浪费了我们的时间 还把老子推倒在地上 这是咱没完 胖老总的小女友 急忙拉着他的胳膊 小声劝说道 熊哥你别生气 和一个爱吹牛皮的香巴老姬叫什么呀 咱还要买房子去呢 就那小子的穷打扮 能拿出来五百都是奇迹了 还八千万 呵呵大 这一刻 银行营业厅的全体职员 还有熊胖子和女友 都在用笔目光冷冷地盯着林帆 他们要好好欣赏欣赏 这个吹牛不打草稿的穷小子 一会是怎么脸红脖子粗的 爱雄总一番狠狠地教训 在他们的认知中 人就是要分三六九等的 对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 还敢咄咄逼人的香巴老 凭什么要客气 那小子还想和行长小舅子一个待遇 做白日梦呢 林帆把手里的银行卡 扔给女经理 淡淡道 也别八千万了 这张卡上大概有几个亿 全部取出来 不存你们银行了 因为昨晚替雇血盐 还拿六亿硬币的事 林帆看不惯两大行领导的小人做派 事后已经把自己所有的积蓄 都让系统归拢到了这张中州银行卡上 但此刻 在见识了这家银行工作人员的素质 和服务态度后 他决定把自己的资产 换一家银行存 不吃 哈哈 女经理危愣之下 直接笑趴在了柜台里面 这个大学生模样的穷小子 是吹牛上瘾 还是精神有毛病 他甚至开始怀疑 林帆先前说要取一百万 都未必是真的 同样笑喷的男女同事们 忍不住围到少傅这边来看热闹 哈哈 白经理你严肃点 人家可是几亿存款的特级大客户 啊 不光我们惹不起这样的年轻神豪 连行长都得亲自接待他呢 我去 亿万大佬先生 让我瞅瞅 让我瞅瞅 这时 熊胖子和女友 更是捧腹大笑 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这是他妈从哪个疯人院 跑出来的野小子 哈哈 既然如此 哈哈 老子还真不能和他太计较了 一会就让保安把他狠狠扔出去吧 熊总捂着他的水桶肚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脸憋得通红 这一刻 整个银行大厅 已经成为满堂哄笑的人间乐园 就连那些排队半夜舞的人 也不由撇嘴乐着 齐刷刷钉向林帆看热闹 大家排长队的焦急烦躁感 骤然飘散了 女经理强忍住笑意 鄙夷的捏起林帆那张银行卡 皱眉冷冷道 出示身份证 输密码 他都要看看 这个把牛皮吹上了天的香巴楼 一会该如何收场 还敢推到我们家大行长的七店 哼 看银行保安 接下来会怎么收拾你 林帆说完密码后 他在电脑键盘上 噼里啪啦操作了几下 仅仅过了十几秒 银行大额专柜的防弹玻璃窗内 却传出一片鬼哭狼嚎般的惊叫 啊 我的妈 九 九 一 女经理目瞪口呆 失声尖叫起来 他又使劲揉了揉眼睛 重新审视电脑屏幕上那长长一串数字 啊呀 老天哪 这 真的是九个亿啊 他的同事们也都吓猛了 失声惊呼着 又下意识捂住嘴巴 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 个 十 百 千 万 十万 千万 斯斯 一向对业务十分精通的大额窗口女经理 此刻竟忍不住伸出手指 在屏幕上万分细致地数了起来 生怕是自己看花了眼 但任凭他和同事们怎么数 那串九开头的九位数存款 千真万确就是九个亿 胖老总和女友难以置信 伸长了脖子看向柜台里的电脑屏幕 下一刻 扑通 俩人同时 惊得一屁股跌走到地上 还真他妈一分不少 临翻名下 存着整整九亿巨款 一瞬间 熊胖子和那少妇经理心里 不由同事咯噔一下 产生了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按规定 这种九亿存款的特级客户 在办理巨额业务时 是需要行长亲自接待的呀 坏了 坏了 今天这事可没那么简单 自己怕是要为刚才的狂霸无礼 付出惨痛代价 见银行职员们目瞪口呆 熊胖子和女友被惊倒在地 凌翻轻蔑扫视他们一眼 淡然开口 瞧瞧你们一个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区区九个亿就下趴了 这只是零花钱了 要不是看不上你们这小破银行 服务态度又如此垃圾 老子另外的几百亿也会存进来低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0 总积分137875 另有七个惊喜箱未开启 他双手插兜 说得云淡风轻 随口吹出几百个亿的淡定神情 仿佛常人再说几百块 扑通 扑通 大鹅专柜里的少傅白经理 和他的同事们 又被他这句话惊倒一地 他们现在万万不敢再怀疑 凌翻说的是大话了 毕竟人家面对九个亿巨资 都显得十分淡然 半夜午时 只是大大咧咧 把那张卡随手扔过来而已 女经理和同事们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一个个瘫倒在地上 瞪大了眼睛 嘴角直抽 白经理 我们 我们要惨了 快给行长汇报 看能不能留住 这位特大客户啊 对对 特级客户突然取空九亿存款 他老人家怪罪下来 麻烦大了 听到同事们的提醒 少傅经理更是吓得娇躯一颤 头冒冷汗 他面色发青的深吸几口气 才从地上爬起来 颤抖着手 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 接通了行长秘书 喂 我找咱们行长 开会 不行啊 我有急事 江兵之行有位特级客户 要去走九个亿 九亿 对方听了 显然也是一惊 立即去汇报行长 不一会儿 一辆低调的黑色灰腾轿车 在中州银行江兵之行门前 急急停下 一个身高中等 头发有点白顶的精干领导 匆匆带着文质彬彬的男秘书感到 姐 姐夫 刚从地上爬起来 一会儿的熊胖子 看到此人赶来 右下的双腿一软 差点跌坐到地上 那个领导模样的人 狠狠瞪了熊胖子一眼 神情厌恶地问道 你在这干嘛 又换女朋友了 此人正是中州银行行长 杨伟健 中州银行本就是一家 新成立不久的地方银行 平时拦储困难 毕竟大家心里 还是对华夏四大行的信任度比较高 而不太放心 把钱存入地方银行 听说有超级客户要一下 取走九个亿 杨行长大吃一惊 一下子少了九亿资金 中州银行会元气损伤不说 自己今年的巨额稀署任务 也更不好完成了呀 所以他连重要会议都顾不上开了 急匆匆坐车奔来 专门拜会 要取走九个亿的神豪大佬 自己的财神也 杨行长要竭尽全力 看此事 还有没有缓和的余地 见行长大人驾到 大额专柜的少妇白经理 和一众职员 也都面露惊慌 起身相迎 行 行 行长 我 白经理低头向大领导打招呼 声音和娇躯都在微微颤抖 紧捏着的双手和额头上 很快冒出了一层细汗 怎么回事 哪位大客户要去走九个亿啊 杨伟健冷眼盯着少妇经理 隐约感到其中有问题 这时 那些排了半天对 没取成款的客户 正对刚才女经理 给熊胖子搞特权的事耿耿于怀 大家索性就把事情的经过 向行长讲了 我听说那位熊 总是您行长大人的七弟 不知真假 但就算真是 也不能无视我们老百姓的权益吧 对啊 苦等个把小时 没取到钱 好不容易排到了 又被特权人物插了队 那白经理态度还很傲慢 很恶劣 我也想把自己 那几十万取光 不放你们中州银行了 从经理到职员 都势力得很 刚才一个个的还激骂这位先生 是香巴佬呢 看到人家真有九亿巨款 耸了吧 或知事情的经过 并听到群众对白经理 和自己小舅子的满腹怨愤后 杨行长站在银行大厅里 面向林帆和众人 深深居了一躬 这位先生 还有诸位尊敬的客户 我是中州银行行长杨伟健 再次向各位真诚道歉了 既然面色一沉 转头盯着白经理和熊胖子 冷冷表态道 今天的事 我一定会当着大家的面 对他们严肃处理 以维护我中州银行的形象 话落 杨行长跨前一步 冷声赤棍小舅子 你取八百万干嘛用 又被女人灌迷魂汤了 谁给你的插队特权 这一刻 洋行长气得甘疼 他万没料到 客户怒取九个亿的导火索 竟是因为一向狂傲无理的小舅子 跑到自家银行蛮横插队 而且还和不开眼的白经理一起 骂了那位年轻的特级大佬 姐夫 我 熊胖子下的面色泛白 双腿发颤 一句葫芦话也说不出来了 若不是姐夫提携 给他半大额贷款创业 并给了熊总一些银行相关的业务 他的公司早破产了 哪还有今天的辉煌嚣张 所以 熊胖子对姐夫的敬畏 远胜于他亲爹娘 啪啪 洋行长鼻子里怒哼一声 抬手狠狠摔给小舅子两记耳光 吓得熊总的小女友 抱头跑到墙角 刚发出尖叫 又迅速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杨伟健面色铁青 从牙缝中冷冷挤出一句 以后我们中州银行 断绝与你的一切业务往来 噗通 听了这话 熊胖子面色灰暗 如坠冰窟 当即双腿一软 又一屁股瘫坐到了地上 别啊姐夫 他狼狈地跪在地上 用膝盖挪到洋行长跟前 想开口求情 洋行长低头冷喝道 向先这位林先生真诚道歉 然后滚蛋 别让我再看见你 熊总的胖脸猛一抽 又转头跪到林帆面前 拖着哭腔道 对不起林先生 都怪我有眼无珠 真不知道您是一位低调的超级大佬啊 林帆一听不乐意了 大佬你大眼 你就是平时欺负老百姓习惯了 难道面对普通客户 你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搞特权 乱耍威风了 什么样的缺得豪横姐夫 才能培养出 你这样无法无天的小舅子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洋行长听了老脸一红 又抬腿照小舅子屁股上狠踢了一脚 羞愤低骂道 滚 别爱林先生的眼了 熊胖子带着小女友落荒而逃 心里充满了震惊和懊恼 那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年轻小子 居然有九亿句子 妈的 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以后自己的夹着点尾巴 学习低调做人了 这时 洋行长又来到那个高傲的少妇经理面前 冷然宣布 白经理 鉴于你的职业素养太差 今天正是被我行解过了 女经理瞪大眼睛撇了撇嘴 露出一个想哭的表情 她刚要开口求情 却被行长伸手制止 继而又向白经理 那帮鸡骂过林帆的同事宣布 还有你们 荡月奖金全扣 回去写检讨书 处理完相关人员 洋行长这才满脸堆笑 来到林帆跟前 伸出双手与他相握 真诚道 我这样处理 不知林先生能消消气吗 您那九亿存款 可否别一下取走 林帆伸出一只手 与他轻轻握了下 又迅速插回裤兜 淡然一笑道 不错 洋行长公事公办 大意灭清 我的气已经消了 现在 给我取那九个亿吧 啊 洋行长听了 浑身一抖 也差点摊坐到地上 不错 洋行长公事公办 大意灭清 我的气已经消了 现在 给我取那九个亿吧 啊 洋行长听了 浑身一抖 差点摊坐到地上 我都当着您的面 打了自己蛮横无理的小舅子 还当场把高傲的白经理撤了职 小爷 您怎么还要取走完九亿巨款啊 事实上 洋伟见行长看上的 还不止林帆这九个亿 刚才他已经从下属和群众口中得知 林帆这九亿只是零花钱而已 另外还有几百个亿 在别的银行存着呢 这是什么样的好神啊 以后要是报牢了这位小爷的大粗腿 让他把所有资金都存放到中州银行来 那自己 每年的巨额拦储任务 仅凭林先生一人之力 就稳了呀 想到这些 洋行长历史露出一个快哭了的表情 颤抖着声音 向林帆发出诚挚邀请 林 林先生 可否占用您一点点万分宝贵的时间 到我行长试一叙 彼人有要事与您相伤 林帆微一思存 点头同意 九亿现金足可以堆满一套房子了 不给人家点准备时间 也确实不是说取就能取的 既然如此 自己正好也有点小事 要和这位行长大人私下聊一聊 坐着杨伟健的灰腾轿车 来到中州银行总部大厦 随他走进宽阔气派的行长办公室 杨行长满面笑容地 把林帆让到意大利沙发上 又挥手支开了专门负责端茶 倒水的漂亮女下属 他一边亲自给林帆冲泡明茶 一边哭起了穷 林先生 啊不 如果不介意 我就称您为兄弟吧 林兄弟 看上去我是风风光光的大行长 其实也有苦难言啊 每一年 幕后大领导给我行的拦储任务不断加重 而中州银行又是新成立不久 我太难了 林帆品着他双手奉上的顶级龙警察 翻了翻眼皮淡淡道 这关我什么事 是是 所以我想 林兄弟您是百亿神豪 也不差那九个亿 能不能 洋行长面露苦笑央求着 又忽然一拍脑门 哦 对对 老哥先把林兄弟应该享受的超级大客户待遇 给您罗列一下啊 说着 他打开密码保险柜 从中取出一个崭新的普拉达真皮定制南包 把大牌南包双手捧给林帆后 洋行长含笑介绍道 这里面有我们银行与各机构合作的福利卡 包括美容卡 健身卡 高尔夫 游艇 高级餐厅等等 而且会提供给林兄弟和您的家人 外出旅游 乘坐飞机 住五星级 酒店等一系列的免费服务项目 还要赠予您一张 中州银行最高信誉额度的信用卡 至于机场 VIP侯机室 高铁贵宾室等等 则是最基础的服务 另外 您这九亿存款的利息 我给林兄弟提升到最高 见林帆接过大牌南包 直接扔到了沙发上 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洋行长神色微紧 他互握着双手坐在林帆身边 谦恭地前倾着身子 继续含笑介绍道 另外 我们还有手提电脑 最新款手机 三十万额度的加油卡等小礼品相送 林帆这才微微点头 淡然一笑道 可以 我接受这些条件了 见他终于爽快答应 洋行长喜出望外 却见林帆又品了一口茶 慢悠悠道 但是呢 鉴于你行工作人员的素养和服务态度很差 我还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小忙 哦 那太感谢林先生了 洋行长微露惊讶之色 林帆淡淡道 我有一个表妹 学习优异 能力超群 刚毕业 就被许多名企和猎头公司盯上了 噗 说到这里 或许是被自己的无耻惊讶到了 林帆呛了一口茶水 洋行长急忙拿出高档面金纸 双手恭敬地捧给他 就差自己亲自替沈好小爷擦嘴了 林帆干咳了两声 又面不改色地淡定道 但是 既然杨长行都和我称兄道弟了 看在这点情面上 我就不想放表妹离开中州 去海外的世界500强企业任重要职位了 洋行长听了面露喜色 林兄弟的意思是 让您那位才华横溢的表妹 屈尊来我们银行任职 林帆轻轻点头 道 给他安排个管理层的工作 职位不能低于今天那个高傲少傅白经理 我表妹是学会计专业的 虽然工作经验不太丰富 但我给你引荐的是一位神人 稍加培训就能发挥惊人的能量 洋行长连连点头 目录欣喜道 嗯嗯 那没问题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明天就可以让他来找我 于兄会亲自带咱们那位表妹 去办理入职手续 就让表妹来中州银行总部大厦工作 职位吗 财务副总监起步 林兄弟感觉如何 林帆微微皱眉点了点头 露出一副还不太满意的神情 道 那就先这样吧 年轻人 总要留有升职加薪的拼搏空间 对对 林兄弟放心 以后您表妹就是我表妹 我一定会让她享受到中州银行最好的工作待遇 保证咱表妹的升职速度 像做了火箭一样 洋行长满脸堆笑道 见林帆微微一笑 起身要走 这位银行大佬急忙拿起那个普拉达定制皮包 还有赠送的电脑手机等礼盒跟了上去 林兄弟 这些赠品您还没拿呢 林帆头也不回地淡淡挥手 我走路不喜欢拎东西 洋行长微愣了一下 玄机明白 也对 这正是百亿神豪个性的一面 于是连连点头道 好好好 那改天我给您亲自送到府上去 正好也应该去林府拜会一下的 林帆不置可否 微微一笑与他挥手告别 望着这个年轻人洒脱离去的背影 洋行长俯着胸口 常常舒了一口气 继而扶长大笑 自己终于扶大厦之江青 把这位百亿神豪小爷的零花钱 留在了中州银行 以后只要牢牢抱紧他的大粗腿毛 我老杨就能高枕无忧了呀 一念至此 他急忙安排秘书 这两天 林帆先生的表妹来我们总部办理入职 一定要给我盯好了 小心事后着 并及时通知我 亲自接待 是 我记住了行长 秘书郑重点头道 离开中州银行大厦时 林帆打电话告诉老妈 明天就可以让表妹来工作了 一听是让萌萌到中州银行当财务副总监 母亲吓了一跳 在电话中吃惊道 真的假的小帆 就你表妹那学历 还能直接当总监 你得给她花了多少钱啊 一分钱没花 人家还非要倒贴我一堆礼品呢 自己的实话实说 却又把老妈惊讶得不得了 前行不远 林帆在路边看到了一辆红色宝石结 咦 优雅传媒集团的美少傅同事 周运那辆车吗 见两个男人 正鬼鬼祟祟 在他车后面放什么东西 林帆微微皱眉走了过去 那俩行迹可疑的男人 把一个小拉杆行李箱 悄然放到周运的红色宝石街后面 闪身躲到了路边绿树下 林帆微微皱眉 索性站到他们身后不远处 淡然欣赏这俩家伙想干啥 不一会 身穿红裙高跟鞋的周运 提着两只购物袋从商场出来 美少傅胸前的饱满怂挺 随着他优雅卖动雪白大长腿 而有节奏的微微颤动 看到这香艳一幕 那两男人同时瞪大了饥渴的双眼 伸着脖子 舔着嘴唇 猛咽口水 见周运看也不看他车后的情况 就随手掏出钥匙 按开车门 弯腰坐进了驾驶室 那俩家伙顿时面露喜色 周运发动保时捷 不经意地从车位上倒车 准备回家试试新采购的时装 和大排面磨去 碰 哗啦 俩男人放在他车后的那个小行李箱 当即被保时捷撞倒在地 又发出一串脆响 看到这里 林帆才恍然明白是怎么回事 皱眉扫向那俩男人的目光中 不由多了些鄙夷 他干脆举起手机 把他们的恶行拍录了下来 这时 俩男人一边向周运的保时捷跑去 一边又朝远处勾勾手 招来了他们的另两个同伴 几人拍着周运的豪车门 声音中透着惊怒喊道 卫卫美女 你咋到的车 把我们的古董花瓶撞碎了 赶紧下车赔钱 周运按开车窗听到这句话 不由张了张红唇 目露惊讶 他钻出驾驶室 跑到车后一看 更是柳眉紧促 自己刚才倒车太大意 还真把人家的箱子碰倒了 古董花瓶 周运面露惊怡的问几个男人 他们围着美少妇主播 其中一个男人 小心翼翼拉开了那个行李箱 死 周运看了 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只见行李箱中 有一份鉴定证书 还有一堆 看上去确实很像 古董花瓶的碎瓷片 你闯大祸了美女 这对宋代官瑶花瓶 是我们去年花五十多万拍卖来的 正要拿着去卖给一位大佬啊 周运听了花容失色 皱眉金问道 啊 五十多万 虽然美少妇不差钱 但他在博雅传媒集团的 薪水加奖金 每月也不过四五万 五十多万 够自己赚上一年了呀 他柳眉紧拧 盯着那几个男人疑惑问道 是我刚才倒车时不小心 碰倒了你们的行李箱 我承认 但你们说这是价值五十多万的古董花瓶 他就真是了吗 对方听了面露冷笑 显然早有准备 一个男人拿出那份鉴定证书抖了抖 冷然道 这是权威机构 给我们这对花瓶出具的鉴定证书 另一个男人宇代怒气道 你如果有疑问 咱现在就去重新做鉴定 看这些被你撞碎的瓷片 是不是送到官瑶花瓶上的 他们的同伴又说 重做鉴定不光费用很昂贵 而且会耽误我们的宝贵时间 要是惹毛了老子 那就不是五十万的事了 你得把这对古董花瓶升值的钱 也赔给我们 他现在起码价值六七十万 说着 几个男人分别依在了周运的车前和车后 一副不赔钱就不让他走的价值 周运神色一暗 皱眉咬着嘴唇陷入了纠结 见实际已到 那个因长期吸毒而变得黑瘦的男人 又色眯眯地扫射着美少傅诱人的身子 冷冷开口 看在你是个漂亮女人的份上 今天我们搁几个也不太为难你了 给八万块赔偿算了 我们自认倒霉 当咱们交个朋友 美少傅刚才到车的瞬间 确实也听到了 他把人家花瓶碰碎的声音 现在又看到了鉴定证书 图片上那对花瓶的颜色和花纹 和他们行李箱中的碎瓷片一模一样 而且鉴定书上 明明白白地写着 估价五十余万元 现在人家只让赔偿八万 确实已经很照顾自己了 周韵柳眉一簇 面露为难之色道 对不起几位大哥 我身上只有五六万块钱 要不都取给你们算补偿 可以了吧 一个体型微胖 身穿鳄鱼排T恤的恶脸男人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美少傅胸前的雪白沟壑 咽着口水下流道 那怎么行 本来我们就够照顾你了美女 你一下子再差两三万 我们不亏死了 除非你能赔哥个一晚 今天这是我做主了 只收你六万赔偿金了事 而且开着保时捷豪车 也不会差这几万块钱 在自己一帮兄弟的围堵之下 他很快就得乖乖交钱 若再能让这个高挑丰满的美少傅赔一夜 额外获得些香艳刺激的收获 那就更他妈赚大发了 嘿嘿 听了T恤男的无耻要求 周韵气的翘脸通红 他当即瞪眼冷骂道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恶心 对方卯羞成怒 你还高冷上了是吧 那赔钱八万 一分不能少 对 赔八万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照顾了 今天少医子儿也别想走 另一个男人说着 直接用屁股挡住了周韵的车头 周韵又急又气 却又无可奈何 一时间眼圈都红了 哟 敢碰我老婆的词 你们几个或是什么牌子的垃圾袋 这么能装 林帆拿着手机 一边拍那四个碰瓷男人 一边冷然鸡骂着 从路边走了过来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老婆 周韵转头看到 是林帆说出的这句话 顿时面露羞涩和惊喜 你怎么来了 林帆收起手机 朝他翻了翻眼皮 没好气地撇嘴道 我的傻白甜媳妇 如果吃鱼能让人变聪明的话 你至少得吃一条大鲨鱼呀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二十 周韵带眉一簇 面色泛红的撅嘴娇称 什么意思吗 坏蛋 见林帆举着手机过来 对他们冷然鸡骂着 还与美少妇老婆挑起了情 四个男人大皱眉头 面露惊怒之色 你他妈说谁碰瓷呢 饭能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呀小子 小心老子揍趴你 你们赶紧的 八万块赔偿拿出来 见美少妇这个小老公的出现 要坏了他们眼看得手的五本生意 今天不光睡不到他 甚至连赔偿京都悬了 几个男人顿时恼羞成怒 围着林帆叫嚣起来 他们仗着人多 根本没把看上去 略显瘦弱的林帆放在眼中 更何况 赶在大街上公然碰瓷的他们 本身就是擅长打斗的地痞流氓 林帆轻蔑地扫了他们一眼 冷笑骂道 干完碰瓷的下作事 还敢对老子这么凶 知不知道 我发起脾气来连自己都害怕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六十 总积分十四万零一百十一 第八个惊喜相来脸 扑吃 哈哈 你小子嘴很狂啊 来来来 老子好几天没打人了 正手养嘛 几个男人冷笑大骂着 恶狠狠地把林帆围了起来 见着几个碰瓷的地痞 居然还想围殴自己 林帆不经目光一礼 周运下的花蓉失色 急忙上前拉开林帆 郊区微颤 对四个恶男怯怯地说 你们干嘛 别打架别打架 我给你们几千块钱 快点走好吧 在林帆刚才的讥讽下 这时他已经反应过来 自己今天是被人碰瓷了 那几个恶男拉来的行李箱中 应该是压根就没有什么花瓶 而就是一堆碎瓷片 但尽管如此 单身生活多年的他 因长期得不到男人的保护 而变得越来越胆小 再加上新婚老公出世的痛苦经历 周运最害怕看到男人打架 所以他想花钱消灾 不和这些垃圾人计较 免得让林大主播吃亏 操 几千块钱 你个臭娘们打发要饭的呢 我们不揍这小子也可以 让他跪下来赔罪 你再赔哥几个去玩玩 嘿嘿 几个碰瓷流氓 目入即可 打亮着美少妇的身子 色咪咪要挟道 他们碰瓷用的道具 还真是古董级的碎瓷片 即使拿到权威部门鉴定 被碰瓷的人都占不到半点便宜 所以 被这几个瓷坑过的人 往往都只能自认倒霉 有人赔过十万八万 也有人被他们敲诈到倾家荡产 尝到了甜头的地痞们 越发有恃无恐 最近一个月 已经成功碰瓷七八个人 林帆轻轻推开周运 让他站到一边 又对美少妇眯眼一笑问 想看土狗大法部 啊 林帆 你别过去 周运声音发颤 急得跺脚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那几个地痞一听 顿时暴怒 小逼宰子 还敢骂老子是狗 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实相地赶紧下跪赔钱 再让你这漂亮老婆 给我们去喝个小酒 否则你小子会被打残 四个男人目露阴冷 嘴里怒骂着 握拳抬腿 做出要暴揍林帆的架势 这时 已经悄然围上来 不少看热闹的人 其中一个男人 对同伴低声说 那不是常被抓到 戒毒所的大君子 和他的几个把兄弟吗 众人听到这话 猛然一惊 啊 他就是传说中无恶不作 连乘出租车 都从不给司机钱 还经常勒索人家的大君子 那个鳄鱼 剃须男更坏 上次我三姨的表弟 从外省来探亲 就被他用碎瓷片 讹诈走八万块 报警都没有用 因为一鉴定 那些瓷片 都是古董老物件身上的 估计他 才是这因人损招的发明家 我的天 那这小兄弟和他老婆 今天要吃大亏了呀 说不定被讹完钱之后 还得把美女夫人赔进去 然而 就在众人纷纷低议着 四个碰瓷流氓 握拳威胁林帆和周运时 不待四人把狠话放完 更不等他们出拳攻击 却见林帆眉头微皱 身影一晃 啪啪啪啪 四个快如闪电的大嘴巴子 已经接接实实落到 碰瓷地痞们的恶脸上 砰砰砰 他们一两百斤重的身子 都在刹那之间 被狠狠抽翻在地 死 哎呦 四个恶汉的面颊上 当场皮开肉战 一座座血淋淋的五指山 深深烙在他们的恶脸上 一个个疼得满地打滚 痛毫不止 以深度来看 将来他们即使养好了伤 脸颊上的血手印 也会永久留存 林帆把抽打他们的手 迅速插回裤兜 淡然道 土狗大法第一势 狗脸打标 永世难消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555 破 那个刚刚放狠话 让他下跪的鳄鱼替血男 挨打最重 当即躺在地上口喷鲜血 听了林帆的话 他和同伙 更是吓得浑身颤抖 有人甚至当下一趟 不受控制地 涌出了一股热流 这个貌不惊人的变态小子 轻轻一巴掌 都差点把自己的脸拍粉碎 难道他 还有第二是第三是 美少妇主播周运 早已经的郊躯乱颤 目瞪口呆 愣证了好一会儿 他又使劲揉了揉自己的桃花眼 才像看外星人一样 重新审视起了林帆 自己这个毒蛇心同事 居然有如此吓人的手段 刚才他根本没看清林帆是怎样出手的 那四个嚣张下流的碰瓷地痞 却在转眼间被放倒 爹 他们血淋淋的面颊 烂肉外翻 看上去骇人 又令他作呕 围观群众瞪大了眼睛惊愕片刻 嘴里更是发出啊哑的尖叫 他们万万没想到 看上去明明处于弱势的林帆 竟然拥有这般的神级反转手段 吃瓜群众的下巴惊掉一地 见那几个家伙竟如此弱鸡 林帆皱眉摇了摇头 冷然道 这么不精拍 还吓尿了 那老子的108式秃狗大法 你们怕是撑不过三式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6 108式 接下来还有那么多的吗 四个碰瓷流氓 顿时下得体若筛糠 汗如雨下 血淋淋的烂脸上 涌满了惊恐 见林帆又闲停漫步一般 悠然朝自己一步步走来 他们更是吓得魂不附体 急忙忍着痛惧创身 咬牙从地上爬起来 扑通扑通 在鳄鱼T恤男的带头下 四个恶汉先后跪倒在 林帆和周运脚下 爷爷 奶奶 别再罚第二式了 四啊 会死人的 是啊爷 求求您饶 我们一条狗命吧 林帆面露不悦 冷然道 眼睛是不是瘸了 我们有那么老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00 不不 是小爷 小奶奶 对对对 小爷 小奶奶饶命啊 见林帆眉头微皱 并不满意 四个恶汉 又吓得浑身瑟瑟发抖 一个上过高中的流氓 跪趴在地上 低头酝酿了一下 重新组织语言哭求道 我酷帅霸气风度翩翩的小爷爷 美若天仙 气质优雅的仙女小姐家 求求你们饶过我们这一次吧 以后再也不敢碰瓷了 见到这雷人一幕 围观者痛呼过瘾 哈哈 没想到在我们这一代 出了名的四大恶人 也会有今天 刚才还叫嚣着 让人家跪下道歉 现在他们却跪地 喊人爷爷了 咦呀 他们那几张烂脸 看一眼 我都感到疼得钻心 活该 碰瓷敲诈呆勒索 他们讹了多少人的钱啊 听到几个恶汉奇夸 自己是酷帅霸气 风度翩翩的小爷爷 周运则成了美若天仙 气质优雅的小仙女 林凡有点尴尬的挠挠头 心里却是轻飘飘地 如入仙境 十分受用 他瞪了一眼 地上的受伤痞子们 沉声冷赤道 奶奶的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么瞎说什么大实话 我会害羞的知道不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啊 中地匹抬头瞪大了眼睛 嘴角抽动仰望着他 您都这么无耻了 还知道害羞 我信你个鬼啊 变态小子坏得很 周运白皙光洁的翘脸 不由羞红了 直朝林大毒蛇翻白眼 这时却又听林凡画风一转 淡淡开口 不想领教 我剩下的一百零七世 土狗大法 也可以 老子刚才打你们的恶脸时 手泪出毛病来了 赔钱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六十六 总积分十四万三千零七 您目前拥有八个惊喜箱 扑 跪趴着的鳄鱼T恤男 听了这话 又转头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一软 直接像烂泥般瘫倒在地 他的几名同伙 同样又痛又惊 也跟着扑通扑通栽倒在地上 打烂了我们的脸 还说自己的手泪毁了 要我们赔你钱 你他妈这是在厚颜无耻的碰瓷啊 不想领教 我剩下的一百零七世 土狗大法 也可以 老子刚才打你们的恶脸时 手泪出毛病来了 赔钱 听到林帆这句话 四个碰瓷流氓 又痛又惊 吐血跌倒一地 你他妈这是在很无耻的碰瓷啊 周运吃惊地望着林帆 柳眉紧簇 美眸大争 还可以这样操作 围观群众则感到扬眉吐气 忍不住发出了舒心大笑 哈哈 以牙还牙 年轻人这招高 这真是一物详一物 就该让那几个专业碰瓷的流氓痞子 常常被人额前的滋味 哈哈 我把他们跪地喊人爷爷的场景 都拍下来了 一会发给我三姨 和他被这帮人碰瓷过的表弟看看 也出口恶气 这时 一个流氓轻轻拽了拽鳄鱼 替恤男的裤子 巧声道 老大 不行 咱报警吧 林帆扑斥笑了 如果吃鱼能让人变聪明 你特么得成到一个海洋 才能治疗天然呆啊孩子 碰瓷的挨了打 还敢报警 知不知道 你们今天刚一出现 就被我用手机拍下了作案全过程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林帆当然是在唬他们 他不过是在周运倒车 撞了那个行李箱之后 才拍露了那几个流氓 听了这话 碰瓷痞子们顿时面如土色 神情颓丧至极 在林帆冷酷目光的逼势下 他们只得乖乖地向强大敌人扫码转账 这次先收88888元 穿T恤纳货 你给我留下电话 回头钱不够看我的手了 再找你拿 林帆淡淡说完 又微一思索 对快憋屈哭了的烂脸流氓们补充道 以后每见到你们一次 就得转给我88888元 不然我就把你们今天的小视频发网上去 让全国人民都认识认识你们如何碰瓷 如何嚣张 最后又是如何跪地求饶的 啊 刚刚从地上艰难爬起来的四个恶男 听了这话 面部剧烈抽搐着 又一屁股跌坐到地上 林帆把那个装有古董碎瓷片的行李箱 拎起来扔进了周运的保时捷后备箱中 转头冷然一瞥碰瓷流氓们 又淡淡说道 作案工具没收 再有下次 狗腿给你们打残 是是是 小爷 我们再也不敢了 真不敢了小爷 我们还想多活几年 呜呜 一个恶汉脸上的伤 火辣辣抽痛着 心里又为碰瓷不成反被勒索走八九万 而感到痛惜憋屈 直接被虐哭了 他咬牙发誓 自己必须得远离这个高危行业了 治好了脸上的伤 立马就去外地求职 或者做点生意 否则 自己一旦在中周遇到林帆 见面就是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块的勒索 谁探娘顶得住啊 他的同伙们 心里也涌出了类似的想法 这几个以碰瓷为业的地痞流氓 从未像今天这样痛苦 这样一败涂地 又万分惊恐过 在围观人群的欢呼和热烈掌声中 林帆像凯旋的英雄一样 牵着周运还在微微发颤的白嫩小手 上了他的宝石节 看美少妇惊魂未定 林帆直接坐进驾驶室 握着方向盘轰鸣而去 林帆 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本以为 打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肯定要花钱了呢 周运好听的雌性女低音 微颤着道 转头望一眼 副驾上的美少妇主播 只见她手按胸口 眼圈红红的 林帆微微一笑道 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但可以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60 周运微愣了一下 面颊微红 望着身边的林帆 清秀着她身上 散发出的男子汉气息 美少妇风情万种的 春水明眸 有点出神了 桃花眼又被称作情眼 这样的女子本多情 如水流逝的岁月 不会轻易磨食掉 她们美眸中的风流神韵 更何况 周运还是一个 带斋水蜜桃式的成熟女子 夜深人静的夜晚 风雨交加的时刻 孤枕难眠的她 也会渴望男人 尽管暗恋和名恋周运的男人 有很多 仅是博雅集团 就有无数异性 垂涎她的美貌 但那些男人 都难入这个 美少妇挑剔的法眼 除了那个男人之外 也唯有林帆这个 看上去有点小鲜肉 嘴巴和伸手 又厉害到爆的年轻人 有时候能聊得她情不自禁 心里痒痒的 翘脸发烫 此刻 她面颊飞红地抬起手腕 低头看了一眼精致女表 发现都快过午饭时间了 便向林帆发出甜美邀请 哎 她小爷 姐姐请你吃饭去啊 林帆也被她逗乐了 灿然一笑道 好啊 美若天仙 气质优雅的小仙女 美少妇的脸更红了 一颗小鹿乱撞的心 却像被泡进了甜蜜的海洋 驾车前往饭店的路上 林帆忍不住数落她 不过周主任 你有时候真是太柔弱了 善良也得有锋芒 善心也要给对人知道吧 像今天那几个碰瓷流氓 你都知道自己上当了 还想花钱了事 这不是纵容犯罪吗 周运咬着嘴唇 低头喃喃道 江湖险恶 小女子孤身一人 不想惹是非 吃亏是福吗 林帆朝她翻了个白眼 那你得服辱东海长流水了 不怕 以后小爷我保护你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美少妇心中一荡 伸出粉拳 在她肩膀上轻垂两下 羞涩娇斥道 去你的 还真敢当姐姐的小爷呢 到了中州著名的精品美食街 停好车之后 周运指着眼前 异常牌的高档餐厅 豪横道 那 今天你帮了姐的大忙 我要好好奖赏你 餐厅随林大主播挑 尽情地蹭小姐姐一顿吧 话刚说出口 她就感觉似乎哪里不对 急忙伸手捂住了 轻装淡抹着大牌口红的燕唇 林帆邪媚一笑 你说的哈州主任 一会被蹭哭了 可不怪我 啊 周运的俏脸 刷一下红透了 林帆随手指了家 谭记司房菜馆 微微一笑道 咱俩就翻他家的牌子吧 点几道美食 吃到一半的时候 林帆又转头瞥见 谭记菜馆图文并茂 介绍各种特色菜品的墙上 有一道大补的山药牛鞭汤 她起身上洗手间回来时 就悄然向服务员 加了这道滋补菜 林帆从没吃过牛鞭 所以很好奇这道汤 是不是真相宣传中那样神奇 堪称男人的加油站 女人的美容院 但林帆不知道的是 她去洗手间经过的那个包间里 坐着一个老熟人 那女人无意间瞥见林帆 今天竟也现身谈记私房菜馆了 顿时谋犯寒光 银牙紧咬 林帆上完洗手间 回到她和周运的雅座上坐下来 两人一边享受色香味俱全的私房菜 一边举起红酒杯 在空调送出的清爽凉风中 边喝边聊 不一会儿 周运就面若桃花了 她好听的嗓音 也变得更加轻柔 整个人又比平时多了几分石骨的娇媚 与此同时 坐在包间里 和女友们聚餐的锦花江南 身着变装 目录冷芒 溜出了他们那个房间 她悄然趴在拐角处 往林帆和美少傅这边偷看偷听 现在 美女锦花又恨透了这个很贱很皮的灵毒蛇 昨晚和她吃完火锅 两人在地下停车场 自己的越野车上交谈时 老爸尾随而来 敲开了车窗 你小子屋里对了我爸一句不说 还厚颜无耻地说 再和本姑娘谈恋爱 然后 又一找钥匙之名 故意向暴脾气老爸 暗示你个混蛋 和我同居在严谨那套房子里了 屈心不良的东西 结果 我爸回到家里暴跳如雷 非说咱俩生米 已经煮成了熟饭 还要你个混蛋 为我负责一辈子 姑奶奶百口难辨啊 这一下跳进雅鲁藏不僵 也洗不清白了 此刻 江南看向林帆的眼神 冷冽如刀 波澜壮阔的胸脯 一阵起伏 却又看见 林帆正与周运举止亲密 调笑着饮酒作乐 他更是戴眉紧皱 目露鄙夷之色 这小子 果然不是个好东西 前两天 他刚把夜笑花 带回香张公馆那套房子里 无视本姑娘的存在 很无耻地高调地杀过 今日这大白天的 他竟然又换了一个 桃花眼的性感美少妇泡 没过多久 女服务员小心翼翼地 双手捧过来一坛子 浓白色的鲜汤 美少妇主播 不由疑惑问林帆 这是一道什么菜啊 林帆勾唇 露出一丝神秘微笑 眯眼淡淡道 男人的加油站 女人的美容院 哇 这么神奇 到底是什么 一边说着 他忍不住用小勺子 伸到汤锅里 轻轻哗啦了两下 微微皱眉感叹道 还有那么多奇怪的 小肉肉和山药呢 林帆直接给自己盛了一碗 喝了一口 闭上眼睛砸了砸嘴巴 又忍不住陶醉道 嗯 鲜香四溢 太特么美味了 周运被诱惑得食指大动 当即也给自己盛了一小碗汤 还夹带几块山药和小肉肉 他喝了一口汤 也感叹味道鲜美 接下来 周运又好奇 学着林帆的样子 也夹起一块肉肉 想送进鲜艳红唇中 品尝这道女人得美容院 不料筷子一划 那块调皮的牛鞭 竟掉到她的红裙上 呀 美少傅低声惊呼着 下意识双腿一甲 林帆看着这奇葩一幕 威愣之余 不禁撇嘴感慨 这小家伙真坏 都被煮熟了 还能找准地方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周运面色微红 抬头疑惑问林帆 啊 什么意思 这到底是什么肉啊 牛鞭 林帆淡然一笑道 牛鞭 周运的翘脸 腾一下红到了耳根 想起林帆刚才的骚话 他直接趴在桌上 羞得抬不起头来 这家伙真浪 都被煮熟了 还能找准地方 美少傅一低头却发现 那块羞死人的肉肉 可不正落在了自己的红裙上 周运急忙抓起几张纸巾 皱眉把他从裙子上捏起来 冷哼着扔进了垃圾桶 江南看到这雷韵一幕 又听到林帆那句不要脸的话 也顿时羞愤的面颊发烫 目露寒光 这个灵魂蛋 无耻流氓的程度 超乎人类想象呀 随口说出这样的乌言晦语 他竟然能做到 脸不红心不跳 面不改色 一本正经 毫无疑问 这是个酒精战场的情场老手 色中恶鬼 这时 周运红着脸娇斥道 林帆你真流氓 偷偷夹这么壮阳的菜 还骗姐姐吃 哼 是你周主任安娜不住好奇心 非要把她吃进嘴里的好吧 林帆眯眼笑着 忍不住又往她落过牛边的红裙位置 偷瞄了几下 周运干咳两声瞪着她 只觉脸颊上一阵滚烫 美女景花再也偷看不下去了 皱眉厌恶地转身 想赶紧回到自己包间 却和一个好姐妹 撞了个满怀 这个刚新婚几日的美女空姐秦兰 正是今天请江南等人吃饭的东道主 因为 前几天她结婚大喜的日子 江南出了紧急任务 没喝上好姐妹的喜酒 秦兰今天补请她和另两个朋友 刚才见江景花神色异常地溜出包间 秦兰也悄悄跟了出来 美女空姐和江南一样 已经趴在墙角看好一回热闹了 兰姐 那小子谁啊 好流氓 秦兰压低了嗓音问道 她就是今天我给你说过的 那个看光了兰姐身子 嘴巴和人一样见 还很不要脸地告诉我吧 她在和我谈恋爱的灵魂蛋 江南气得跺脚 咬牙切齿地说完 就满脸通红 跑回了包间 好姐妹秦兰听了 柳眉紧拧 目露怒火 她又转头冷冰冰 弯了临翻好几眼 把这个男人的长相 深深映在了脑海中 作为江南的好姐们之一 空姐秦媚女 还是第一次见自己 强大又仗义的男姐 被一个臭男人欺负成这样 霸王花男姐 一向是最擅长 欺负坏男人的啊 她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 想到江南对自己的种种吼 秦兰粉拳紧钻 咬牙暗暗发誓 哼 竟敢三番五次地欺负我男姐 本姑娘一定要用智慧 为姐妹报仇 狠狠收拾你这个姓林的流氓大混蛋 接着 她也转身跑回了自己的包间 与江南密谋 如何报复 临翻一下 替她出口恶气 临翻这桌 被那玩意儿掉在裙子上 搞得又羞又窘的周韵 急忙转移话题 她带眉轻醋问林帆 对了林大主播 听说昨晚 你帮咱们家美女总裁 还上了六亿贷款 见林帆轻轻点头 一脸平静 周韵目瞪口呆 不会吧 你 你哪来那么多巨款呀 林帆眉眉咀嚼着 很香很劲道的牛鞭 云淡风轻道 零花前传的 破 周韵娇躯一颤 差点把喝进嘴里的红酒喷出来 美少妇周韵 不敢再和林帆继续牛鞭的话题 否则她真担心 自己会被毒蛇地此起彼伏的流氓话 给乌怀孕 周韵吸了两口气 重回那个神豪话题问道 不是林大主播 难不成你从几万年前就开始攒钱了 六个亿呀 你传的 嗯 林帆淡然点道 美少妇的桃花眼 娇媚一番 猜测道 吹牛 听说你也认识唐山大佬 是用她的钱 给顾总裁应了几把 林帆微微一愣 什么叫我也认识 难道你周美人 也认识唐山 但她对此不感兴趣 而是黑黑一笑道 好吧 哥是老中医 最爱吹牛皮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旋即又盯着周韵优雅性感的红裙 和裙摆下露出的那双修长眉腿 随口问道 对了周主任 你属什么的 流氓你坏死吧 明知道小姐姐是属 牛的 还故意这么问 冷冷娇斥林帆的同时 她已经双手捂住滚烫的脸颊 林帆说她最爱吹牛皮 美少妇属牛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五百五十五 江南那桌刚吃完饭要走 却发现周韵已经在结账 她背过身去不看林帆 心里却更比是这家伙了 泡哨妇 喝红酒 点牛鞭 昏话连篇 弄到最后 还吃人家的软饭 林帆你 真是太不要脸了 周韵结完账 想叫代驾送林帆 不料 因为距离目的地挺近 叫了好一会进 无人肯接单 林帆微微皱了一下眉 索性挥手道 这点酒对我来说没什么 我来开吧 啊不能酒驾的呀林帆 要不我们先把车放这里 打车回去吧 周韵不安道 林帆不以为然 大白天的 哪有茶酒驾的 相信我 没问题 江南听了又惊又喜 做死吧小子 你还敢酒驾 白天没茶酒驾的 看姑奶奶 今天不把你茶个哭蝶喊妈 你们这对风流男女 一顿饭可是喝光了两瓶红酒呀 而且 你小子自己 还喝了多半 敢看光我的厨子之身 还仗着有身手 欺负本景花 昨晚又误到我爸相信了咱俩已经 生米煮成熟饭 哼 看我怎么收拾你个贱嘴混蛋 愤愤地想着 江南立即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他巧声命令道 速派你们美食街片区的交警 来谭家 私房菜楼下查酒驾 收到南姐 我马上安排人过去 对方一惊 语气恭敬地回道 打完电话 江南又给身边的好姐妹秦兰 使了个眼色 低声叮嘱道 你先去楼下想办法拖住那混蛋 别让开车跑了 美女空姐秦兰 会一点头 漂亮的唇角勾起一丝冷笑 转身去追林帆 先生 请等一下 他追上去轻患道 林帆闻声转头 看到这个身穿白衬衫 包臀裙 踩着高跟鞋 向自己优雅走来的美女 不由微愣 你想聊我 林帆朝他翻了翻眼皮 喷着酒气淡淡开口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空姐秦兰的脸一下红了 她带眉微醋 眸中悄然闪过一抹清冷 肃杀之色 男姐说的没错 这家伙果然很无耻 本姑娘想聊你 对不起 我对人渣有洁癖 但秦兰只能强压怒意 红着脸演戏 她优雅一笑 露出两排整洁的背齿 神情腼腆的信口问道 你长得特别像我姐一个失联多年的朋友 请问先生贵姓啊 林帆面路不耐撇了撇嘴 挥手道 认错人了 我不是你姐夫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三十三 无视献殷勤 飞奸即盗 林帆从秦兰的微表情中 隐约捕捉到一丝不怀好意 所以对她说话也不客气 难道自己隐形神豪的真实身份 被这个漂亮小娘们发现了 她想主动现身 棒上自己 那也太没有征服感了 不要不要 啊 美女空姐脚下一个亮枪 差点一屁股惊倒在地上 这个混蛋太无礼了 开口就占自己的便宜 她再次强暗胸中燃起的怒火 红着脸瞪了林帆一眼 撇嘴道 我也没说你是我 姐夫啊 那难道像你一副 更不可能了 我这么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 林帆摇头认真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五十 魏惟 你 表脸 江南这个漂亮小姐妹 初次领略到林帆的毒蛇 差点被气吐血 好了美女 哥是正经人 别想打我什么坏主意 林帆面无表情撇了她一眼 又伸手示意周运上车 美女空姐脑袋捏拳跺脚 就你这流氓大混蛋 还是正经人 呵呵 不正经起来 不是个人吧 一开口就姐夫姨夫的战本姑娘便宜 而且还无视我的绝美容貌 小眼神中简直透着鄙夷 太过分了 在国际航班上经常被男人示好 甚至被骚扰的秦岚 见林帆对自己表现得十分冷淡 甚至透着敌意 顿感自尊自信心受挫 林帆坐进周运红色保时捷的驾驶座 不顾美少妇的劝说 发动了豪车 既然没人接单 就由我来护送周主任回家吧 林帆转头对周运说着 就稳稳地把车子驶离停车位 朝马路上开去 不料 他正要提速前行 却被一个穿制服戴白手套的男交警 挡在了车前 对方冲林帆 做出了靠边停车的手势 路边还有几个男女交警 其中更有身穿便装 双手插兜 面露得意 冷笑撇着林帆的锦花江南 看到这幕 林帆心里危感诧异 老子又被这凶大无脑脾气包的小妞 不怀好意地盯上了 此刻 副驾上的周运 吓得花容失色 嘴里喃喃地喊着 完了完了 我天呀 怎么这要巧 我们刚发动车子 就遇到了交警 你今天喝那么多酒 他转头不安地望着林帆 面犯忧虑之色 林帆微微一笑 淡然道 没事 看我怎么收拾他 他把保时捷往马路边上一停 摇开车窗 大声冷吃中交警道 大胆 连南姐的同居男友都敢查 你们身上的制服穿够了是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00 总积分148015 目前共有8个惊喜香 林帆早已经感觉到 江南的真实身份或家庭背景 肯定不一般 要不然 他一个工作证上 连职务都不透露的女巡捕 怎么能对巡捕司的刑侦大队长 忽来唤去 而且那个30多岁的宅队长 还要舔着老脸 喊爆脾气紧花一句 南姐套近乎 果然 听了林帆的话 几个交警下的面色骤变 齐刷刷瞪大了眼睛 转头看向江南 这个开豪车戴美少妇潇洒的小子 竟是南姐的同居男友 大胆 连南姐的同居男友都敢查 你们身上的警服穿够了是吧 听了林帆的冷然训斥 众交警大吃一惊 美女锦花江南 更是瞠目结舌 她那张精致的瓜子脸上 迅速凝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 眼中杀鸡四射 江南一把夺过南交警手上的酒精测试仪 咬牙恶狠狠来到林帆和周运的车边 又刷的一下 想把测试仪直接对到林帆那张剑嘴上 却被林帆偏头躲过 吹 将锦花冷冷从牙缝中挤出一个字 林帆眉头微皱 淡淡道 不好意思这位同志 你是干嘛的呀 一边说着 还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好奇地上下打量着江南 见他翘面寒霜 壮观的胸扑气的波澜起伏 林帆心中有些暗爽 他说话时喷出来的酒气 令江南带眉紧醋 并伸手在自己鼻子前轻轻扇着 一脸的鄙夷和嫌弃 继而性慕原争道 灵魂蛋 你少给我装 有热心市民已经看到你俩刚才 喝了两瓶红酒 又准备驾车上路危害公共安全 才及时向我们举报的 这时 众交警才隐约看明白 这个酒驾小子 是江警官的同居男友是假 和他是宿敌 倒很可能 在江州警界 谁不知道 难解是一朵无人敢采摘的霸王花啊 就你个毒蛇小子 还敢吹牛说和他同居 每天不被打得嗷嗷叫才怪 他们不禁冷然盯向林帆 表情中充斥着惊慕 还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冷笑 连这位出了名的麻辣锦花 你小子都敢招惹调戏 太胆大包天了 现在犯到这个小姑奶奶手上 你可要惨了 见着暴气妞 诚心针对自己查酒驾 还直呼自己灵魂蛋 临翻皱眉瞥了她一眼 瞥嘴道 你警服都没穿 执法礼仪也不懂 又长得像一头母怒尸 我乃知道是不是赝品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20 本姑娘这如花似玉的美貌 变成了一头母怒尸 我还是赝品 江南的脸都气绿了 胸中怒意翻腾 奉眸中火星四剑 周运急忙下车 向她赔不试 劝美女警花别生气 当着一帮警察同事的面 江南不好太霸气外露 只得强压住火爆脾气 公事公办 但今天 她难解名人不做暗事 铁了心 就是要亲自查林帆的酒驾 还得亲手把她送进耗子里 体验一下集体生活 看她以后还敢毒蛇耍剑 于是 江南掏出警官证扔给林帆 又向她弯腰进了个礼 冷然道 这位同志 你涉嫌酒驾 请配合我们的检查 林帆装模作样 看了看江南的证件 又从驾驶室中扔还给她 挑眉淡然道 哪个SB热心群众 会向一个刑警 举报我酒驾 你都不是交警 有什么权利查我 凶大了不起 小心我向毒查投诉你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00 祸 此言一出 不光江南气的脸色涮白 娇躯微颤 就连她那帮同事 也迅速瞪着眼睛 把周运这辆保时捷 给围了个严严实实 因为他们知道 林帆捅出大篓子了 敢当众鸡骂江景花是 SB群众 凶大了不起 你牛逼 你牛逼 看一会 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是怎么被这小姑奶奶玩惨的吧 我还就有这个权利了 爱去哪头素 去哪头素 江南语气冰冷的霸蛮回到 同时又一次把酒精侧仪 冷冷推到了林帆的嘴前 少废话混蛋 你快给我吹 林帆见暴脾气景花已经急眼了 知道今天不吹是躲不过去的 即使她不亲自上场 车边还有一堆交警呢 于是迅速抓起矿泉水瓶子 往嘴里猛灌了几口凉水 低头对着酒精侧室一开吹 我是低调神豪 零花钱高达九亿 随意打个招呼 就能把一个乡村学渣 华美逆袭成大银行的副总监 我一天轻轻松松能赚上千万 倾国倾城的集团女总裁 对我亲爱有加 我和笑话拍拖 和景花同居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啊 众人惊掉了一地下巴 江景花更是呆愣当场 瞪圆了凤幕 缓了缓神 她跺脚冷喝道 无耻 我让你吹这个 不是吹牛皮 林帆朝她撇了撇嘴 我说的句句属实好吧 哪里吹牛皮了 这时她又忍不住鬼使神差的 转头瞟了美少傅周韵一眼 嘎笑道 哼哼 我这人没啥爱好 就喜欢吹个牛逼 我同事也知道 周韵俏脸一红 站在驾驶窗边 狠狠白了她一眼 急得跺脚 都大难临头了 林大主播居然还有兴致乱开车 你心可真大呀 其实林帆明白 现在连她闻着 自己一说话都满嘴酒味 若老老实实地配合检查 肯定已经达到了酒驾标准 一旦酒精含量达到 或超过80MG 100ML 属于醉酒驾驶 那就更成犯罪行为了 被罚款几千块 并吊销驾照不说 还会被拘留15天以上 半年以下 现在面对气势汹汹的江景花 和一帮严厉交警 该怎么破局 林帆黑眸一转 急中生智 她一边拖延时间 一边通过自己掌握的高声舞技 用真气悄然把酒精一点点往体外逼 见林帆沉默片刻之后 忽然大汗淋漓 虎去一阵微微颤动 头上甚至还若隐若现 冒出了几丝蓝雾 江景花面露诡异 带眉紧皱 继而心生快意 她鄙夷地盯着林帆 冷冷一笑道 哼 现在知道怕了 吓得冒汗冒烟了 晚了 认真给我吹 说着 再一次把酒精测试仪 推到了她唇边 林帆只得咬牙配合人家的工作 好吧 我认真吹 你这个执法测试仪啊 看包姜应该是个老物件 起码被几百上千人吹过了 她造型独特 使用方便 物美价廉 深受一线交警同志的青睐 却令我们酒驾之辈 恨之入骨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二十 包括江南和周运在内 全场之人再次惊待 这是赤果果的挑衅啊 美女景花气得瓜子脸通红 剧烈起伏的胸脯 又变大了一圈 路边不远处 她那个空姐闺蜜秦兰 也一直没走 看到这里 秦美女更是气得咬牙跺脚 这个姓林的流氓混蛋 果然太无耻的 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 难怪南姐会一次次败给她 但今天不管你怎么耍赖 都无济于试了小子 刚才那两瓶红酒 被你灌进肚里一瓶半 转脸就遇到我南姐查酒驾 你能跑掉才怪 秦兰甚至还灵机一动想到 若这次南姐再失手 那也不怕 接下来 她还有个狠招对付林帆 保准 能让她妥妥地禁居留所 为了给南姐报复 本姑娘今天 也不惜豁出去了 哼 再看江南 被林帆调戏了一番后 气得嘴唇发抖的她 已经失去了耐心 冷冷威胁道 姓林的 你这样耍剑嘴拖延时间 毫无用处 最后一次机会 再不给我好好吹 就让交警直接压着你去医院抽血 听了美女景花的狠话 几名冷面交警 当即拉开保时捷的车门 做事要把林帆压下车去 见恼羞成怒的江南 对自己下了最后通牒 再不好好吹那个酒精测试仪 林帆就得被交警们 压到医院去抽血 她淡然一笑 瞥着美女景花胸前起伏的曲线 面露恍然道 哦 原来江警官 是想让我对着你的仪器吹气 测试酒精度啊 你刚才光说 让我帮你吹 认真吹 谁知道吹的什么动动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388 美女景花的瓜子脸 已经红得低血 少废话混蛋 赶紧的 老老实实吹 她第三次把手里抓着的酒精测试仪 皱眉举到了林帆嘴前 冷冷逼试着她沉喝道 呼 林帆气罐长红 一口气 差点把测试仪给她吹爆 停停 可以了 江南急忙收回小仪器 她的交警同事们 也迅速围拢过来 一个个面露玩味冷笑 他们知道有好戏看了 杏林这个狂妄小子要惨了 不料 任凭江南 瞪大了美眸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测试仪屏幕上的数字 都很简单 008 也就是说 林帆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只有区区0.08毫克 这和没喝过酒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就算平常人 吃一些含酒精和含糖量高的东西 比如醉蟹 腐乳 糟鸡 蛋黄派 酒心糖 提拉米苏 米酒汤圆 以及口服或香正气水之后 这些食物和药物 在胃部发酵后 所产生的乙醇含量 都远远大于 林帆很不起眼的0.08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达到或超过20mg 100ml 才算酒价 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80mg 100ml 才构成醉价呢 死 美女景花睁大了眼睛 瞪着自己手中的酒精测试仪 拧眉倒吸了一口凉气 继而露出一个万难相信的表情 冷冷扫视着林帆 刚才在老檀记私房菜馆 自己明明亲眼看到 这家伙和那个美少妇 喝下了两瓶红酒 而且 她一个人就喝了一瓶吧 转眼功夫 酒精从灵魂淡体内 不翼而飞了 这怎么可能 她怀疑 是这个测试仪出现了故障 又伸手要来一名女交警 带来的仪器 江南转头 看着保时捷驾驶座上的林帆 弯腰冷然道 麻烦你再吹一次 林帆朝她翻了翻眼皮 伸着懒腰淡淡道 一会吹哭你 可不怪我呀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00 吹哭我 这是什么流氓话 美女景花 又一次举起酒精测试仪 冷然未必 林帆倒是配合她 又吹了一下 结果 看到上面的数字 竟变成了零 江南立马瞪眼撇着嘴 果真露出了一个快哭了的表情 自己折腾一大圈啊 又是满心鄙夷 和窃喜地偷看她喝美少妇喝酒 又是打电话 调集附近的交警过来 结果这家伙体内的酒精度 却越吹越少 一会功夫就神秘消失不见了 嘶嘶 这个结果 不光另将景花倒抽凉气 她身后那几个交警同事 更是目瞪口呆 嘴里狂抽冷气 继而一个个的 又用见鬼了似的震惊表情 转头盯着林帆研究 这小子什么来头啊 也太妖孽了吧 转眼功夫 喝进她肚子里的一瓶半红酒 就神秘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传说中的谦卑不醉啊 在全场之人的惊恶中 林帆淡然一笑 招手让周运上了保时捷 你 江南跺着脚万分不甘 又无话可说 喃喃地喊出一个你字 早已羞愤的翘脸通红 林帆趴在驾驶车窗外 转头斜瞥着她眯眼冷笑道 江景花 你的智商能不能突破你的身高极限 稍微再提一点 每一次想搞我 都被小爷弄到欲哭无泪 怎么就屡教不改呢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进而又扫视着 她起伏波动的大胸 摇头喃喃吐糟 唉 在女孩子花一样的年纪里 你却长成了一颗多肉植物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 姓林的 你他 江南颤手指着林帆 忍不住想抱粗口 却又被他的毒蛇给堵上了 别跟我说话 我有劫癖 除非你含笑低头 向我真诚道歉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四百五十 美女景花气的怒卧粉拳追上来 白西瓜子脸不见一丝血色 眸中寒光凛凛 嗡 林帆一脚油门 载着美少妇潇洒而去 临走时 还不忘转头眯着眼 冲江南哼起了一句歌词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我隔壁的大傻蛋 噗通 江南双腿一软 直接气得一屁股跌坐到地上 旋即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冷冷咆哮 林帆 你个王八蛋 姑奶奶和你没玩 几名交警 还有美女景花的空姐闺蜜秦兰 急忙跑过来把她扶起 大家一边耐心劝说南姐 一边冷冷望着林帆潇洒离去的豪车 一个个气得咬牙跺脚 见江景花郊躯微颤 翘脸煞白 美女空姐秦兰害怕她出事 决定开自己的车 送好姐妹回家休息一下 路上 俩女人越想越气 越说越怒 秦兰干脆银牙一咬 对她南姐汇报了自己 刚才想出的 能凭一己之力 就能狠狠报复林帆的妙计 江南听了不由微愣 继而皱眉道 可是兰兰 那家伙下流又混蛋 你去 美女空姐驾着车 轻拍了一下身边江南的手 自信微笑道 南姐你放心 我们飞国际航班的 对付形形色色的男人都很专业 那小子绝对逃不出我的手心 江南纠结了一下 咬牙点头道 好 我报仇从不喜欢隔夜 那就今晚 今晚姐会带人暗中保护你 两个女人说着机长相庆 心中已有必胜的把握 林帆驾车 把周运送到她的小别墅 这栋三层豪宅独门独院 位于半山腰上 大门前绿树成荫 花香四溢 一条起伏的整节水泥小道 趋近通幽 可抵达这一片别墅区 美少妇一边数落着她太胆大包天 连女警花都敢调戏 一边热腰林帆回家坐坐 姐还想跟林大主播学学 你那快速醒酒的秘籍呢 赶紧进来啊 林帆邪妹一笑 逗这个单身美少妇说 想学也可以 有代价的 哦 什么代价 老花说得好 要想学的会 先跟师父 嘿嘿 周主任你懂的 要想学的会 先跟师父睡 她当然听说过这句俗语 周运的俏脸 一瞬间涨红了 转头凝了一下林帆的胳膊 胶翅道 去你的 坏蛋小流氓 总想占小姐姐的便宜 进到别墅一楼大厅后 趁林帆在举目 打量这幢豪宅的温馨布置 美少妇迅速把酒柜上方 那个她与英气男人合影的相框 用身体挡着 塞进了抽屉里 美少妇主播周运家的小别墅 装修得优雅温馨 墙壁上的油画 小提琴 乃至脚下地中海图案风格的地毯 都凸显出女主人出众的品位 林大主播 请坐啊 周运娇媚一笑 眨着桃花眼 把林帆往大沙发上请 她雌性柔美的嗓音 听得人骨头发酥 美少妇拥有白嫩光滑的肌肤 和一头优雅柔顺的 淡黄色波浪卷长发 一双修长白腿和玉壁 展露在Dior红裙外 那条蓝宝石吊坠的白金项链 戴在她白皙光洁的奇长脖梗上 吊坠在雪白深沟中 若隐若现 可嗨嗨 好的周主任 林帆坐在沙发上 举目欣赏着美少妇 前耸后翘的身体曲线 心跳有点提速了 急忙从她诱人的身子上 抽离视线 却转头瞥见 茶几上放着一个 精美的红色小针皮本 林帆随手翻开一眼 上面用娟秀字迹记载的 居然是自己的独播语录 别减肥了妹子 你丑不是因为胖 努力还是要努力的 否则你就不会知道 天赋的重要 梦想三十岁的时候 在中州拥有名车豪宅 至今却一无所有 那你的梦想 起码实现一半了呀 已经三十岁了吗 林帆微感惊讶 原来这位风情万种的 美少妇主播 也是自己的忠粉呢 周运打开空调 又给她端来一杯冰水 看到林帆在看她的笔记本 历时红着脸抢到怀里 娇吃到 不许乱番姐姐的思误 继而撩起裙摆 紧挨着林帆坐到了沙发上 一缕缕体香扑鼻而来 令人心惊摇荡 不知是不是牛鞭汤 发挥了作用 林帆骤然感到 身体有些胀热 急忙举起手中的冰水 往嘴里沽 咕咚猛灌了几口 周运秀着身边 这个小男人别样的气息 又转头从林口瞥见 他结实的胸膛 更是面翻桃花 他用修长眉腿增了 曾林帆的腿 又轻轻扛了下他的身子 娇称道 说好的 娇小姐姐快速醒酒呢 赶紧呀 我现在还感觉晕乎乎的 林帆干咳了两声 故作镇定道 不用醒 女人不喝多酒 男人不好下手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哥哥哥 好话呀你 周运清脆娇笑着 又用大白腿 摩擦了林帆几下 这是赤果果的疗汉啊 转头看着他 醉眼迷离的桃花眼 白皙红润的脸蛋 和嘴角那颗性感美人质 林帆不淡定了 周主任自称离异几年 拥有如此美貌 和火辣身材的他 却是一朵 无人能采协的孤高玫瑰 想必也寂寞难耐啊 既然他一直想聊 自己这款小鲜肉 至此林帆的手也不客气了 直接搭在周运 往自己身上增来增去的长腿上 揉了几下 雪白光滑 紧致弹性 摸着周主任的长腿 完美无瑕 好像也没有被蚊子叮咬啊 你咋这么痒痒 林帆坏笑着逗他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五十 呃 那你帮小姐姐制制吧 坏蛋 美少傅娇羞无比地说着 直接把头依靠在了他肩膀上 这一刻 身心发烫的周运 仿若一朵干涸已久的玫瑰 他渴望被身边这个年轻友担当 又很有味道的男人 来用爱灌溉 但周运的心底 却又莫名滋生出了些许淡淡的负罪感 三年了 自从新婚老公意外离去后 美少傅拒绝了无数优秀男人的热烈追逐 独处异于默默疗伤 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他 从未让任何一个男人 接触过自己的郊区 哪怕是拉一下小手啊 我对林帆 这是怎么了 彼此明明刚相识不久 自己竟可以放下所有的矜持和骄傲 心甘情愿扑进他那片深不可测的沼泽 如果说神秘感 是一个男人身上最好的情药 可以令女人迷醉不知归途 那林帆这小子 就是开情药铺的 更何况 毕业于播音主持专业的美少傅 作为一名很敬业的前电视台一姐 如今的网络女主播 她更倾慕林帆拥有千钩万赫的性感大脑 以及自己八辈子也练不出的毒蛇口才 我的身体我做主 能与这个令自己怦然心动的小偶像级男人 哪怕只好上一次 也不枉此生了 在酒精的刺激下 面颊滚烫的周运想到这里 索性连手机都关了 他要和林帆浪漫清幽地去享受 今天这难得的二人事件 听周运说 要让他帮治疗美腿发痒的毛病 林帆却邪媚一笑 搂过他的乡间调侃道 好说 晚上咱俩去集团开播之前 我送周主任一瓶皮烟瓶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0 去去 你个小坏蛋 可真提 周运用粉拳轻锤他 此刻 在餐厅里喝下的红酒发挥了作用 他的俏脸变得更为红润 一双春波荡漾的桃花眼 更是迷死人不偿命 周运抬眼望向林帆时 连呼吸都变得有点急促了 林帆坐在沙发上 抬眼打量了一下他家的别墅 发现美少傅的闺房应该在二楼 就对春色无边的周运翻了翻眼皮 开口暗示道 我们就在这沙发上 坐到下一个天亮吗 不料 周运听了这话 翘脸更是刷一下 红到了耳根 只见他威张着鲜艳红唇 眨着乌黑大眼睛 目露惊叉道 坐到天亮啊 说话间 他下意识夹紧了红裙下的修长白腿 现在不过是下午四五点钟 被这个伸手不凡的男人 那什么到下一个天亮 小姐姐的娇躯 还不得散架啊 尽管心中惊叉 脸丝火烧的美少傅主播 嘴上却故意刺激林帆 坏家伙 你有那么厉害吗 林帆 周主任你真误 不过 我喜欢 周运娇称了一句 就独自优雅上了楼 二楼正是他的宽大闺房和浴室 林帆也情不自禁坐起身来 这时 腿上的老毛病又犯了 双脚不受控制地跟着美少傅 一步步向旋转楼梯上挪去 周运已经走到了高处 林帆无意间一抬头 就从这个好刀报的角度 瞥见了他裙下的百般风情 两人刚要上到楼上 叮咚 叮咚叮咚叮咚 不知哪个混蛋 竟在这关键节点上 焦急按响了周运家别墅的门铃 美少傅脚步一致 皱眉转身 面若桃花的他 本不想理会这个不速之客 怎奈叮咚叮咚的锅噪门铃声 越暗越急 随后还传来一阵 砰砰的拍门声 抱歉林帆 可能谁找我有急事 我刚才把手机关了 美少傅对林帆目录歉意说着 醋眉撅起了红唇 露出急需扫兴和无奈 没关系 你忙你的 我先给周主任热热菜 林帆撇嘴说着 已经转身下到一楼 在周运的健身毯上 做起了热身运动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热热菜 美少傅神色疑惑的南南 重复了一句 下一刻 就羞得满脸通红了 嗨嗨 我先去开门坏蛋 红着脸抛下这句话 周运就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穿过花香四溢的小院 去开别墅大门 等他把来人引回了客厅里 林帆和对方都愣住了 是你小子 那个衣着不凡的年轻胖子 顿时皱眉拉下了脸 他冷冷看着 在健身毯上轻松慢跑的林帆 又转头瞅瞅 醉意朦胧 一脸羞涩的周运 似乎明白了什么 姓林的混蛋 你特么敢跑上门来泡我小爷 目露凶光盯着林帆怒吼的白胖子 正是周运那个富家外甥郭凯 不带林帆对他 美少傅就在郭凯胳膊上 轻轻拍了一巴掌 皱眉低声训斥道 小凯 郭凯伸手一指林帆 又转头对小姨 露出一个快哭了的表情 要知道 曾经在电视台工作过的郭凯 比林帆都大两岁呢 不是小姨 您是不是被这小子下名药了呀 郭凯还算帅气的白嫩胖脸上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跺脚冷吼道 在你们博雅传媒集团 我和姓林这家伙 一起应聘男主播的时候 他不光嘴见骂过我 还连你也一起骂过呀 见美女小姨毫无反应 只是翘脸红红的 露出尴尬之色 郭凯握紧了拳头 继续低吼起来 您这么快就忘了吗小姨 这小子曾说 网络主播若都像你自以为是的周阿姨 和我这个呆头呆脑的郭胖子一样 只会郑金威坐在镜头前念狗 节目会死得很快 林帆停止了慢跑健身运动 又随手接过周运递过来的水 咕咚喝了一大口 这才朝郭凯翻了翻眼皮 不经意道 这话没毛病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美少妇走过来 在她胳膊上轻轻凝了一下 故作清冷的娇春道 去你的 说姐姐是周阿姨 也没毛病 林帆打量着她的性感身材 和娇美容颜 学着小落落的语录毒蛇道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 现在还年轻 没关系 过两年就会老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二十 嗨嗨 周运红着脸干咳了两声 脚下一个亮呛 差点被当场雷倒在地 旋即赏她几下粉拳 含羞待妹的杨称道 怎么说话呢 我打你个坏小子 卧槽 富家白胖子郭凯 瞪大了震惊的双眼 自己小姨 这乃是在打性灵的混蛋 分明是在拿小拳拳 捶打人家的胸口 撒娇卖萌啊 够了 停 你们够了 她跺脚吼叫着 一张胖脸 已经仗成了猪肝色 小姨 你居然会不计前嫌 看上这么个穷玩意儿 郭凯瞪大了眼睛 质问周运 那天在小姨的事先安排下 她本来可以稳稳成为 博雅传媒集团的男主播 但因林帆的出现 自己向往的职位 被这家伙抢走不说 还被她毒蛇鸡骂了一顿 本来就对林帆怀有恨意的郭胖子 万没想到 这家伙转眼功夫 居然又抛到了自己的角色小姨 小姨周运 一向内心孤傲 自己妈爸给她介绍的 单身贵族高富帅 企业和机关年轻领导等 她要么根本不去见 即使见了 也都看不上 还有那么多暗恋追求小姨的优质男人 其中不乏豪门公子哥 她也一概难入法眼 可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大美女 居然会看上林帆这样的见嘴相巴佬 郭凯的肺都要气炸了 她还从未见过 自己知性又矜持的小姨 会对哪个男人如此暧昧 甚至像今天这样 一反常态的魅意从生 听到郭胖子先是瞪眼喊停 又毫无忌讳地 大骂自己是穷玩意儿 林帆心中不爽了 于是眯眼一笑 对郭凯面露和蔼道 小凯啊 停时停不下来了 我和你已经生米煮熟饭 快喊小姨父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 周运听了 翘脸通红 转脸朝林帆翻了个大白眼 坏蛋 小姐姐还没来得及和你煮熟饭好吧 操你大眼 喊小姨父 我捶死你个孙子 郭凯一听 暴跳如雷 大骂着 握拳扑了过来 却被周运一把紧紧拽住了胳膊 冷声训斥道 助手小凯 你没有干涉小姨选择谁的权利 再说 人家林主播也确实很出类拔萃 我们应该多向他学习 而不是记恨 继而又面色一红 转头瞥着林帆对外声说 我当时想违规录取你当主播的事 也确实做得不对 但人家林主播看明白后 既没有向他熟识的顾总裁汇报 也没说咱俩什么 这还不够宽容吗 郭凯听了一愣 双眉拧得更紧了 眼前这穷小子 这要牛逼的吗 不光泡到了自己的小姨 他连美女总裁顾清诚也很熟 难怪这个独嘴巴 能被博雅集团直接录用 而自己却被无情刷掉了 一股巨大的愤怒 更如潮水般涌上着高傲富少的心头 此刻 他瞪向林帆的双眸中 火星子四见 周运皱眉问郭凯 你火急火燎跑小姨家来 不会就为了和林叔叔打架吧 郭胖子又气得垂足顿胸 还说什么叔叔 我比他小子年龄都大啊 林帆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光年龄大有什么用 只要我和月儿好着 你就是二百五十岁 也得喊我生小姨父或者林叔叔 月儿 美少傅听了心里又暖又甜 翘脸一阵发烫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五十五 又是五百五十五 系统你个皮货 倒是把富家白胖子此刻的心情 拿捏得死死的 哎呀 我他妈要打死你个垃圾 郭凯彻底被激怒了 他不顾一切 挣脱小姨的拉扯 冲上来就要对林帆拳打脚踢 幕火上头的郭胖子 此时早已经忘了 自己为什么是来找小姨周运 但这郭胖子 又哪里是林帆的对手 林帆只是很随意的一挥手 就把郭凯凌空拍到了大沙发上 还没让他受伤 想当人一副 就得有个长辈的样 自己哪能和周运这个高傲外甥 斤斤计较 通过那场碰瓷事件 美少傅已经知道林帆身手了得 现在见他对郭凯手下留情 周运不禁用顾盼生辉的美眸 向林帆头去感激一瞥 但郭凯不明所以 他还在皱眉低头 一脸诡异打量着自己的身子 为什么老子 刚才明明在攻击林帆 却突然被什么东西 谈到了鸡米外的沙发上 周运走过去 指着他语气清冷道 小凯 你再敢对林帆叔叔不尊重 小姨真生气了 见小姨说得很严厉 满腹怨怒的郭凯 指得赞压怒火 气得后嘴唇直抖 深吸几口气 他才没好气地 向周运表明来意 原来 周运的姐姐 又给她介绍个新对象 刚才打美少傅的电话不通 就让儿子来给小姨报信 让她明天去相亲 小姨 那男的可是一个海归总裁 玉树临风 腰缠万管 不带外甥目录金芒介绍完 美少傅就皱眉伸出了先知 打住 不见 回去告诉你妈妈 小姨什么样的追求者都不缺 只是不想找而已 郭凯面露怒涩 皱眉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我算看明白了 你就是被这小子灌了迷魂药 但他怎么看都不是个好东西 又怎么配得上小姨 林帆不悦了 抬脚骂道 嘿 你这小兔崽子 怎么和长辈说话的 扑通 刚刚气愤站起身来的郭胖子 又被他轻轻一脚踹倒在沙发上 嘶 你他妈敢打我 郭凯揉着疼痛的屁股 一脸惊目 林帆朝他翻了个白眼 淡淡撇嘴道 这叫打妈傻孩子 我要真打你 你早被打爆了 这是我们亲戚之间的打是亲 骂是爱 爱得不够用脚踹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666 郭凯气得甘疼 谁他娘和你个混蛋是亲戚 周运急忙过来劝说郭凯 小凯 你林叔叔说得对 他功夫可厉害了 一直让着你呢 你 你们 郭胖子怒指着林帆和小姨 差点气昏过去 但被他这一闹腾 周运的酒也醒了 顿觉兴趣索然 他抬起手腕 看了一眼精致女表 红着脸明明嘴唇 转头对林帆道 今晚上直播的时间快到了 要不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林帆撇撇嘴 有点不情愿地微微点头 又不满地转脸瞪了郭凯一眼 冷声训斥道 都是你这个呆头带脑的郭胖子 打扰我和你小姨睡觉 晚上做直播没精神 会掉粉的董布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460 说着 他还真深深懒腰 痛痛快快打了个大哈欠 郭凯的胖脸都气绿了 颤手指着林帆 嘴角直抽 周运急忙把两个男人请离别墅 又让林帆开上自己的保时捷 拉着他去往博雅传媒大厦 临别时 他还叮嘱呆立在自家别墅大门口的外甥 让你爸妈寄好了小凯 以后不许再给我介绍男人 郭凯瞪大了眼睛 望着林帆载着角色小姨呼啸去 又伸手揉着被林帆踹麻的屁股 目自欲裂 跺脚吼骂道 林帆 你抢老子工作 吃我小姨软饭 今天还敢打老子 咱俩他妈的没完 博雅大厦 全集团最吸粉 也是最引人瞩目的26号网络直播室内 林帆戴上口罩 和周运一起款款坐在了直播台前 美少妇知道 她一时改不掉传统女主持人的老习惯 就索性为林大主播当绿叶陪衬 继续面带职业微笑 自证腔圆背起了节目开场白 欢迎家人们来到 新 养疤 直播见 毒蛇小林哥和周运 今晚七点与您准时相遇 倾听您的心声 帮您减压放松 获得直面生活的勇气和乐观 我们一直在努力 节目正式开始 周运先随机抽取了一位网友的留言 不料 看到那段文字后 她却带眉微醋 有些支支吾吾 甚至想重新换一条解答 林帆好奇地瞥了一眼 不由对着直播镜头 轻笑着摇了摇头 见那条留言是针对自己的 林帆倒不回避 而是云淡风轻的 直接念给十万名在线粉丝听 林主播 你成天戴个口罩 是不是长得特丑 怕吓着大家 另外 你对情感问题 尤其是劈腿男女解答的那么毒蛇 难道被人抢过对象 手机前的粉丝们 听完这俩问题 一瞬间都瞪大眼睛 并住了呼吸 留言的网友 这分明是在对毒蛇小林哥 不怀好意的刺探 甚至挑衅啊 林帆却不以为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 兴趣和不同的关注点 网络就应该是一个畅所欲言 百家争鸣的地方吗 于是她很随意地对着脉 淡淡开口 这位在后台留言的网友 一看就在秀智商下线了 我如果长相很丑 恶心的也是你们 又不是自己 干嘛还要戴口罩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破 哈哈 你说得好有道理 我竟然无言以对 林帆随口一句话 又把大家逗乐了 看着大家在屏幕上欢腾了片刻 她又慢悠悠补充道 如果你连我戴口罩的样子也看不惯 那可以选择装瞎 也可以自杀 我无权干预你的喜好 但会尽全力耐心劝你上吊 连酷帅霸气风度翩翩的 我都不爱 你活着也是白活 不如一死百了 上吊还比较环保 我 哈哈 这个够狠 自恋狂小林哥 我好喜欢你 因为我不想死啊 我也 好喜欢你 这时 林帆又开始解答那网友的第二个问题 至于被人抢对象 还不至于 不过倒有个拜金姑娘 离开我 转头进了一个花花公子的怀抱 后来为了让她不方便搂那个姑娘 我把爪子给她掰折了 姑娘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唉 也不知道那货现在出院了没有 真怕她撑不住再挂了 毕竟有句话说得好 天若有情天一老 撩我麻子死得早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20 美少妇主播周运一愣 转头看着林帆撇了撇红唇 认定她在信口胡扯 网友们一边点赞刷礼物 一边打字惊呼 说又发现了林帆的新技能 林哥不光舌头毒 也很擅长吹牛皮啊 哈哈 天若有情天一老 撩我麻子死得早 敲黑板 这就要考的 哈哈哈哈 小林哥牛逼 面颊微红的周运 干咳着白了林帆一眼 又随即选出第二条后台留言 用磁性悦耳的嗓音念了一遍 有位都市女白领吐糟说 她生活中的社交圈子太小 28岁了还在当圣女 早已过了结婚年龄 被父母亲戚催问的 都不敢回家乡了 林帆对着直播镜头 翻了个白眼 撇嘴道 不少人把单身归结于 社交圈子太窄 从而避开了 颜值这个基本因素 再说 为啥到了婚龄就该结婚 难道活到了平均寿命 就该死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200 总积分158621 您共有9个惊喜箱 两句解名乐要的回答 又让直播间里 顿时炸开了锅 飞速滚动的屏幕 刷得人眼花缭乱 卧槽 这是毒品大师啊 哥给你跪了 6666 家人们给小林哥 把礼物走一波 就在林帆在直播室 和美少妇搭档工作的欢腾时 却料想不到 外面两辆黑车里的人 已经在死死盯着 博雅大厦的出口 只待林独舍下了夜班 把他搞惨 但此刻林帆正投入在 毒蛇直播工作中 他当然不知道 有人竟敢追踪到 博雅大厦附近 等着对付自己 林帆和周运的 网络直播节目 还在热火朝天继续着 到了互动环节 一个自称是 单身狗的外地网友提问道 亲戚给我介绍一份 海外的高薪工作 但情路坎坷的我 年龄不小了 最近一直在忙相亲 所以在国内赚不到几个钱 出国又怕耽误找对象 我妈也嫌万里之外的 工作单位太遥远 林主播你给评评 是找对象重要 还是先赚钱重要 其实我个人 对金钱挺淡漠的 只想喝醉烈的酒 遇到一个懂我的妞 林帆忍不住撇了撇嘴 微微皱眉道 你的感情道路怎么坎坷了 不挺顺的吗 那么大人了 一路上林的人影都没遇到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网友们笑喷一片 更多的是打了一串 林帆接着说道 虽然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 去国外赚高薪 和在国内谈对象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单身和穷可以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五十五 破 莫愁前路无知己 这话说得好有脸 周运怕他太伤人家粉丝的自尊 忍不住温和插了一嘴 小伙子 这世界是公平的 你得到一些东西 也会失去一些东西 其实没什么好纠结的 就看你想侧重选择什么了 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 努力奔跑吧 林帆正转头喝着水 听到这段话 差点喷了美少妇一身 憋得脸色通红才忍住了 你这说了 和没说有区别 那就是个离不开妈妈和家乡 安于现状 害怕改变的巨婴好吧 周主任倒还不如 文周周地鼓励他一句 好男儿志在四方 有了钱 自然有好姑娘 没想到 周运说完那句话 还颇觉满意 又偏头可爱地眨着眼睛 问了林帆一句 你说呢 小林哥哥 嗯 运姐说得对 这世界是很公平 你得到了某些东西 就会失去一些东西 比如得到了金钱 就失去许多烦恼 林帆云淡风轻道 周运 不带粉丝们反应过来 林帆又送给那单身网友 一具毒蛇 还淡漠金钱 只想喝醉烈的酒 遇到最懂你的妞 若不努力赚钱 你将来只能喝醉烈的二锅头 擦醉野的流浪狗 破 正在喝血里水润喉的周运 当场喷了林帆一裤子 旋即又花容失色地趴在直播台下 拿纸巾帮他在下面擦了起来 小手还挺不老实 不料 那个留言的网友一直在线盯着 他震惊了片刻 弱弱回道 啊 我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谢谢小林哥骂醒了我 555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358 直播室里的粉丝们早已笑怕一片 哈哈 和2333333的留言 飘满了屏幕 几句犀利无比的毒蛇语录 又为林帆和周运的节目 圈粉无数 这时又有一个女孩 说他谈一地网恋 刚被男孩子骗过 求运姐给碗鸡汤安慰一下 周运红着脸 从直播台下面钻出来 清了清嗓子 用抚慰人心的雌性女低音道 小妹妹 痛苦经历可以叫人成长 只要你能从这次失败的网恋中汲取教训 从而变得成熟坚强 这次失败 就是有价值的 见林帆听完 轻轻点了点头 美少妇心中一荡 面露得意之色 林帆倒也赞同周运的这个观点 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嘛 从而避免在一条沟坎里连续跌倒两三次 那是脑子进水的表现 但为了让这姑娘长记性 林帆还是毫不吝啬的 随口赠送给她一句直击灵魂的犀利毒蛇 刚才运姐说的没错 希望你能记住教训 但如果换成我来评论你这事吧 就觉得 你需要的其实不只是一碗鸡汤 还有一个巴掌 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就是为了告诉你 这孩子真好骗 老妹啊 以后可长点心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66 听了这段话 周运忍不住眸光亮亮的转头看向林帆 哪怕是同一个观点 为什么从林帆口中说出来 就变得那么个性 有力 又好记呢 回头私下里 自己得给小林师傅 好好请教一下呢 但一想到林帆说过的那句 要想学的会 先给师傅睡 美少傅的脸 又疼得红了 林帆不知道周运在乱想什么 此刻 他正在回答一个年轻妈妈的问题 小林主播 我感觉最近很疲惫 每天要接送娃上学 还要和老公一样拼命工作 做兼职赚钱 还房贷车贷 身体都压健康了 从一个男人的角度看 你觉得我这样过日子 值得吗 林帆私存了一下 认真回答 如果你觉得很疲累 说明付出和得到的快乐 已经远远不成正比 不值得了 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点 哪怕住小点的房子 坐公车出行 也要开心的活 千万别累死 不然的话 就会有别的女人花你的钱 住你的房 睡你的老公 打你的娃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666 直播间里 又是笑喷一片 太特么犀利了 人活着才是最香的 嗯嗯 良田千青 不过一日三餐 广沙万间 只睡卧榻三尺 这主播牛逼 我苦苦寻觅的灵魂导师啊 关注了关注了 两个小时的独播 在粉丝们的狂笑和怒赞中 一闪而过 转眼间 到了下播时间 周运寒娇待妹的 给林帆悄悄数个大拇指 两人又一起到集团餐厅 随便吃了点晚餐 然后美少傅就带着助理 去网络传媒部加班开会了 她是部门主任 不仅要屈尊在26号直播室 给林毒蛇当绿叶 更要监管所有直播室的一些工作事务 自然比林帆忙很多 双手插兜走出博雅传媒大厦 林帆信不溜达着 回顾雪岩香张公馆的那套房子 现在自己的全部资产加一起 已经有十来个亿了 另有九个惊喜箱未开启 林帆盘算着 明天就得去洗涕别墅大豪宅 圆自己那个由来已久的梦了 这时 剑林毒蛇终于下了夜班 那两辆停靠在博雅大厦路边 一直暗中等着她的黑色小轿车 也悄然发动 远远跟了上来 刚溜达到一段路灯昏黄的僻静小道上 林帆就听到一串清脆的声音 哒 哒 哒 那是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响 而且慢悠悠地 几乎与她步调一致 林帆转头一看 却是个身姿高挑的包屯群美女 手里拎着昆包 不远不近地跟在自己身后 见她驻足回望 那美女竟抬起先手 略显娇羞的甜美一笑 向林帆打起了招呼 嗨 帅哥 嗨 帅哥 江冰小道的昏黄露灯下 那年轻美女主动挥着手 略带娇羞地向林帆打招呼 这漂亮女人看着挺面熟 她长发急腰 上穿白衬衫 下穿包屯裙 优雅的长腿丝袜下 踩着一双细高跟鞋 这不正是今天下午 在老坛祭司房菜馆附近 追着自己套近乎 还说自己特向她姐姐一个失联朋友的美女吗 不过 人贵有自知之明 在还没有对外公布自己资产的情况下 林帆当然不会自恋到 会相信她有令陌生美女一件痴迷的神秘魅力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于是 林帆对这个漂亮女人心存一丝戒备 瞥着她冷淡开口 白天都说过了 我不是你姐夫 也不是你姨父 你怎么还想撩我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6 空姐秦岸听了双颊微红 她戴眉青醋 露出尴尬笑容 一抹寒意从美眸中一闪而逝 没错 这美女正是景华江南的好闺蜜之一 今天发誓要为她男姐 报复林帆的秦岸 你小子敢看光我好姐妹的处子之身 还很不要脸地告诉江叔叔 你再和江南谈恋爱 甚至已经同居了 又仗着有身手三番五次欺负我男姐 今天被查酒驾时 甚至骂她是隔壁大傻蛋 义愤难平的新婚小少妇秦岸 今晚决定起走险招 为好姐妹仗义报仇 而且 她要凭自己的魅力拿下林帆 再把她送到橘子里 吃几天劳饭 呀 原来是你呀先生 和小女子还真是有缘呢 秦岸墙按下一照面 就被骂得怒火 故作惊讶 上下打量着林帆 娇羞一笑 如水明眸中 释放出诱人的魅光 然后呢 林帆双手插都打量着她 不动声色地淡淡问道 她倒想看看 这个身材和长相都挺出色的小娘们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哟 瞧那冷眉冷眼的 难道我不比你下午泡的那个美少妇 更年轻漂亮吗 美女空姐秦岸撩了一把飘逸长发 翘脸扬起 露出自信迷人的笑容 林帆微微皱眉瞥了她一眼 冷淡开口 你化了妆 都没她化成灰好看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扑 秦岸刚拎着女包在她面前站定 听了这话 娇躯猛一颤 脚下的戏膏跟一拧 差点当场摔趴到地上 你 我 我有那么丑吗 若不是 再演戏给林帆挖坑 美女空姐当场就想发飙了 你这个流氓混蛋 什么眼神啊 虽然本姑娘 可能没你那个美少妇性感 但我比她年轻好吗 正因为有年轻貌美的自信 今晚秦岸才想出 要用美人计 狠坑林帆一把 为她难解血耻 这个非国际航班的美女空姐 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男人 知道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的真理 听江南说 这小子前一个笑花 后一个美少妇的炮 他判定林帆肯定是条大色狼 现在见林帆板板着脸独对自己 还亮出了一本正经的样子 秦美女简直想比喻冷笑了 哼 你个下流痞子 在姑奶奶面前装什么正牌 你们臭男人 还不都是一个德性 喜欢乖的 又拒绝不了骚的 这时 林帆冷撇着她 又轻蔑开口 赚起了积分 你有多丑 照照镜子不知道了 还觉得自己年轻 万年轻都比你有青春活力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80 秦岸七的翘脸通红 恨不得当场跳脚骂娘 却只能手辅胸口安慰自己 小不忍择乱大谋 她强压怒火 故意做出一副浪骚的扭腰百臀撞 上前把先手搭在了林帆肩膀上 娇滴滴道 哟 帅哥你这嘴巴也太毒了吧 好不懂得怜香惜玉呢 说着 又悄悄爬到林帆耳边 喝气如蓝的巧声问道 你晚上是不是一个人住呀 需要特殊服务吗 林帆不禁皱眉 愣了一下 刚才骂她丑 那也是 因为这小娘们 先攻击了美少傅周韵 自己为了打击她的高傲而已 凭心而论 眼前的美女 虽不及周韵综合平分高 却也没 有泰逊色 要胸有胸 要腿有腿 长相出色 长发翘臀 就算是传说中的失足女 她也算得上行业里的家伙了 至于上街拉客吗 但自己是男子汉大豆腐 反正吃不了亏 林帆沟纯露出一抹邪笑 打量着美女空姐的挺胸翘臀 眯眼问道 哦 你这服务怎么个特殊法 就是 就是做那个了 秦岚俏脸一红 低头羞涩 阴明道 林帆拿出了打破杀郭问到底的求是精神 那个是哪个 你好话呀 帅哥 明知顾问 那个就是男人女人都爱做的事吗 秦空姐白皙的脸蛋 已经红透了 刚新婚几天的她 本以为自己也算过来人了 为男姐豁得出去 舍不得面子 套不住流氓吗 却没想到 这个混蛋大流氓却故意磨磨蹭蹭的 纯心要折磨她一番 偏偏不爽快上钩 美女空姐心里又羞又急 林帆眉头青醋 一本正经问道 男人女人都爱做的事 打麻将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见秦岚红着脸摇了摇头 她又恍悟道 我明白了 美女空姐面露喜色 嗯嗯 男人最爱做的事 奉劝师族美女从梁 哄骗梁家女子上床 你们女人最爱干的是 对屌丝谈钱 对高富帅谈感情 林帆认真总结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五十五 总积分十六万五千七百十八 躲在暗处远远观望的锦花江南 和她带来的那几名便衣 此刻已经通过藏在秦岚身上的微型对讲机 把两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 江南面露失望 咬牙暗骂了一句 见骨头 装什么假正经 恶心 秦岚更是黯然闭上了大眼睛 捂着脸仰天长叹 既然咬了咬红唇 皱眉紧捏着双手 低头纠结了片刻 最终又跺着脚 把心一横 翘脸通红的轻声告诉林帆 因为本姑娘最近手头紧 遇到喜欢的帅哥 就想赚点外快 所以 所以今晚我可以 陪你单次两千 整夜六千 太贵了 不干 林帆摇摇头 转身就走 美女空姐性目大争 又羞又怒 只感到一阵凶疼 两千还贵了 就算你给姑奶奶二十万 我也不会真让你碰身子的好吧 但一看林帆转身而去 自己的美人既要落空 秦岚 只得急急追了上去 美女空姐秦岚 急忙踩着高跟鞋 登登登追上林帆 红着脸低头小声道 一千 好了吧 五百 林帆双手插兜 淡然还价 这一刻 她不禁暗暗摇头 哪有张口 就自降一半价格的 这漂亮小娘们 就算想当诱饵 玩仙人跳之类的骗局坑自己 也太不专业了 林帆决定 一会得让她吃亏 长点记性 听到她的报价 美女空姐气得心中大骂 五百 姑奶奶有那么不值钱 有那么下贱吗 你带的 但为了替男姐 复仇出一口恶气 她最终还是咬唇点了点头 急切道 好 看在你长这么帅的份上 就五百 这附近有家主题酒店 挺别致的 藏在暗处的江南和手下们 听到这句话 不禁目录冷意相视而笑 马上就可以收网了 闺蜜正在按照他们 事先制定的计划 一步步把林帆往陷阱离异 她敢跟着秦岚 去那家酒店更好 拍录设备 都在那间浪漫的大床房里 事先布置好了 只要俩人往床上一坐 秦岚再次向她确认了交易价格 并帮着林帆脱掉衣服 江南和同事们 就会破门而入 进去扫林帆的黄 她若选择去别处交易 那也没关系 反正江南把闺蜜 从微型对讲机中传来的对话 都录了下来 只待她开房脱衣之后 再补充一下人装俱获的有利证据了 今晚江南之所以兴师动众 率了几名拿枪的便衣手下 暗中埋伏在此 也是为了防止秦岚真吃了亏 毕竟那家伙有身手 再则抓捕林帆时 若没有黑洞洞的枪口震慑她 还真敢拿不下呢 这一刻 美女景花咬牙暗响 自己和闺蜜 受着流氓混蛋的所有屈辱 等今晚把她拷进警局之后 一定要让她加倍偿还 这时林帆却四下瞥了一眼 伸出双手揉搓着 对秦岚露出一丝坏笑道 先让我验验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88 验货 秦岚听了面露哑然 林帆低头瞟了一眼 她怂挺的胸脯 云淡风轻毒蛇道 不行就算了 虽然咱俩的身体都有需要 但我比你品位高 花钱找女人 本身就挺跌分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00 总积分 17万0455 第十一个万分惊喜相来脸 听了系统军的汇报 林帆微笑点了点头 又随口说道 要那么多箱子干嘛 给我开几个玩玩 得令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出街国一技能卷轴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现金1000万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霉运贴一个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霉运贴一个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霉运贴一个 停 快别叮咚了 我要那么多破霉运贴干啥 秦岚一听林帆说 不行就算了 顿时慌了神 别啊 他拧没咬了咬牙 面色通红地犹豫了一下 但眼看男姐和同事们 就可以把这家伙人赃俱获 以涉黄的罪名抓走 他怎能再让主书的鸭子飞了 美女空姐跺着脚 把心一横 转身背对着暗中埋伏的江南等人 把鼓鼓挺挺的胸 面向林帆一个人 又仰起俏脸 先手微颤着 解开了他领口最上方那里扭扣 秦岚面颊滚烫 闭眼紧咬着红唇 露出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 用蚊子哼哼般的低声 对林帆说道 你瞄一眼吧 秦岚的雪鹤顿时若隐若现 只是林帆能窥见的内容 挺有限 作为年轻神豪 他当然不是那种 随便给点小恩惠 就能上购的人 于是 就以迅雷之势伸出手 勾了下他的衣领 低头看了看 滚 你干嘛 秦岚感觉到胸前猛然一凉 顿时吓得瞪大了眼睛 冷吼起来 他五指并拢 抬手就抽象了这个流氓的脸 却见林帆转头躲开 站远了一些 眉头微皱道 你脑子有坑嘛美女 不仔细端向一下 我怎么知道 你这是不是龟蛟龙的赝品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80 美女空姐信念缘争呆立着 羞愤欲狂 这个无耻之徒 竟敢趁自己娇羞扬起头的瞬间 飞速下手 还撑飞了自己的一颗钮扣 若是让新婚才几天的贾老公知道 自己今晚所做的羞辱之事 那她还不得闹个鸡飞狗跳 甚至危急婚姻啊 扑通 秦美女一屁股跌坐到地上 脸红得低血 欲哭无泪 林帆健壮 撇嘴摇了摇头 正要说什么 却突然发现 暴脾气井花江南 竟在附近小树林里 瞪着赤红的凤眼 此刻 面饭寒冰的她 探头探脑 一副想冲出来 和自己拼命的架势 好像又被后面的人给拉住了 林帆恍然明白 难怪这个气质不错的包吞群美女 会两次主动搭讪自己 还很别角地扮演起了特殊行业的女子 原来这一切 都是因为凶大无脑的江小南 白天查酒驾时 受了一肚子窝囊气 又想找自己报仇学耻呢 林帆皱眉望向远处的江南 嘴角勾起玩味冷笑道 你改行当中介了呀 本来我感觉这美女还挺不错 但你急吼吼的一现身 就索然无趣了 哇 呜呜呜 难解 见他们的小伎俩 已经被林帆识破 羞愤摊坐到地上的美女空姐情澜 气恼得泪奔 林帆 你个无耻王八蛋 早已经热血上头的江景花 一把甩开那几个劝阻她的男便衣 不顾一切从小树林里冲了出来 此刻她双目喷火 口喘粗气 瓜子脸通红 见这个霸王花 又要恼羞成怒 冲上来和自己拼命 身后还跟着几个气势汹汹的男人 林帆撇嘴挥了一下手 甩给他们几张刚抽中的梅韵贴 已是对钓鱼执法的惩处 还别说 这虚拟道具真模型 只见朝着自己怒冲而来的锦花 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住 当场摔趴在地上 她那几名便衣手下 被男姐的身子一半 更是摔出老远 哎呦 死 一时间 痛苦声音声此起彼伏 林帆把双手插回裤兜 冷眼一扫 地上敞路事业线的美女空姐 和狼狈不堪的江南等人 冷笑开口道 此情此景 本才子忍不住想赴诗一首 书山有露情为敬 二货偏偏不认命 逗来逗去空落泪 赔了闺蜜又折兵 炫完口气 林帆才满意地点着头 转身去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88 江南从地上尖南爬起来 捂着磕伤的膝盖 怒指林帆背影咆哮道 灵魂蛋 你等着 姑奶奶要是不把你弄进警局 整个半死不活 我特么就不信江了 林帆头也不回 淡淡道 别跟隔城那么远 就将警官这不可理喻的性格 谁能保证 你能活到哪一天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55 回乡张公馆的路上 林帆又接到一个 寿楼小姐的电话 林先生 您前几天 在我们这看过的几套别墅 有感兴趣的吗 痛痛快快冲了的凉水澡 林帆躺在顾雪岩 这套公寓的松软大床上 双手枕在头下 展望着明天 喜提大别墅之后的美好生活 睡前无聊 忽然想起好几天 没打理微博了 这可是自己赚取毒蛇积分 勤劳创付的另一个好平台 切不可疏忽荒废啊 林帆刚打开微博 就发现一个女粉丝 不知受了什么打击 竟在上面见嘻嘻说 有点无聊 我们来骂一下男人吧 林帆随手留言 满足了他的心愿 你爸是个SB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55 还有几个粉丝 在微博上 也可以毒蛇地灵哥 向他吐槽一个 共同面对的棘手问题 因为下个月就是中秋节了 这些在城里打拼的年轻人 顿时心生抱怨和害怕 我最怕回家之后 被七大姑八大姨 拉着手盘问 为什么还不找个对象啊 我也是啊 哎哟 想起来那些事儿妈 就愁得老娘脑壳疼啊 脑壳疼 可爹妈都在家乡 中秋佳节不回去又不行 大家都知道林哥最犀利 话说你有什么高招美 林帆微一思索 回复他们一段毒蛇 把亲友的关心当多事 可就算那些亲戚都是事儿妈 你们为啥 又不敢诚实回答 我人丑时多条件差 好高无远不踏实 看不上屌丝 总想棒高富帅白富美 这辈子只想活在梦里 谁他妈都别想叫醒我 你们如果敢这么诚恳回答 亲戚们肯定不会 再舔个脸继续问 行行吧骚年们 没看见自己身边 脱单年龄越大的同学同事 找的对象就越老越丑吗 那是因为他们 终于认清了自己的精良 快别骄傲了 你们早认命 早过正常人的日子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66 一个大胸貌美的妹子 发来自己的美颜照片 让毒蛇帝给她打烟直分 林帆巴拉几下她的微博 惊讶发现 这是个外围女啊 于是毫不客气地 在网上开队 用毁图秀秀批量 制造美颜照片 是你的包装手段 用默默 探探等 向土豪爆发户 和秃顶老干爹下手 是你的作案工具 手游网游 割完的是逼格 你完事练习 只压只滑 为提升业务能力 晒遍五湖四海的旅游美食照 也只是你全国流窜作案的 有力佐证 坦胸漏乳的照片 当手机平保 充斥着 对饥渴汉指们的低俗暗示 但一见你本人 又有不少客户 抱怨或不对板 负分 滚粗 一个挺爱晒美食的胖姑娘 at毒蛇帝林哥 翻我翻我 林帆回到 胖弱两人 混吃等死刑 还在微博上理直气壮说 肉都是我一口一口吃出来的 凭什么要剪下去 姑娘 哥竟你是一条汉子 看照片 可判断你每天的生活 早起冲向餐厅 抢一替新出笼的豆沙包 再来一替猪肉葱花馅的 边吃边往豆浆碗里抛 上午琢磨午饭吃什么 下午寻思 晚饭吃啥子 半夜躺床上发一条朋友圈 小姐姐饿了 有请吃饭的没 如果没有 等会我再问一遍 两小时过去 没人搭理 自己就边调回复 挽救自尊 帅哥请我吃串 好啊好啊 赶紧教训串串外卖 只拍烤串不拍餐桌 晒到微博和朋友圈 假装自己很抢手 妹子挺惨的 零分吧 拜拜 另一个名叫永不言败的韩风帅哥 是个十八线小演员 渴望爆红 他在微博上发了几张照片后 随手ed毒蛇地灵哥 第三次找您打分减压了 可经虐吧 零番配合他的需求 根据照片点评起来 祖国版图机头处的盲流小生 按揭旅游去了趟首尔之后 再也认不清自己是谁 大脑遭到韩风的严重侵袭 从此不务正业 慌于钻研二人转艺术 流窜至芒果台 开始了东北风加韩饭加 非主流虎球混搭的演艺生涯 每天承受着胸口碎大石 喝农药 人肉风火轮等人间炼狱般的 综艺节目折磨 想起同村尼古拉斯赵四 奥斯特洛夫刘能的事业蒸蒸日上 一身愤怒的野鸡造型 却掩饰不住你内心的落寞 还是林芬 欧巴 但今晚有个幸运星 居然获得了毒蛇第六大分的高频 翻了翻姑娘发来的照片 我吓得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你长得很像我初中喜欢过的那个女生 清新淡雅 瞧不起所有的癞蛤蟆 只喜欢听我一人夸 我在阳光灿烂的日子 偷骑老爸的自行车载着他 出村庄 过田野 跨小桥 爬上山坡摘野藻 在草地上背靠背畅想未来时 我又出其不意 用狗尾巴草 给他编了一枚戒指 感动得他眼泪哗啦啦 那时候哥不会写诗 只能让他在我的怀里躲风 一边帮他擦泪 一边共议童年往事 像你这样鲜沉不染的浪漫女孩子 找男朋友 一定要主动追我样 纯真温厚英俊有才行的 如果有意 给你在暗恋哥的女粉丝大军中 排个8888号先站着 美丽的 我给你六分鼓励一下 也致敬哥懵懂时光里的那个他 女孩的微博下面 顿时炸了锅 铺天盖地的新增流言 足够让他翻上好几天 哇 六分啊 毒蛇弟还是第一次没骂人 给粉丝这么高的评分呢 555 我被小林哥的狗尾巴草之恋 感动到流泪了 虽然他 一直给本少父无穷的评分 我滴个乖乖 六道没朋友呢 这小美女要火呀 连那些明星艺人 找毒蛇弟打分 都会被毒哭的 为了避免引起个别人的不适 今晚林帆还在自己的微博签名中 添加上了一段介绍 毒蛇弟灵哥回复犀利又狠毒 禁告艾特本人 给你颜值求虐的网友 期待毒品回复的 如果有心脏病 高血压 癫痫病 颈椎炎 脊椎炎 以及带时高者 孕妇 头晕症 习惯性流鼻血 胃高症等患者 切莫尝试发照片来求打分 否则 毒笑毒哭 生死自负 清早起床后 林帆到楼下吃早餐 这时 表妹王萌萌打来电话 说自己到中州了 范哥 你真给我找了份 银行财务副总监的工作 可千万别闹 就我这破二本院校的 英界毕业生 林帆听得出 表妹有点难以置信和胆怯 于是让她打车过来找自己 一起吃了顿豪华早餐后 林帆云淡风轻地对表妹说 萌萌 你报道的是不用急 先陪哥在中州转悠转悠 买一幢花园泳池别墅玩吧 哈 花园游泳大别墅 你还玩玩 王萌萌听了 惊得捂住了嘴巴 她可听说过 中州一套花园泳池别墅 动辄上映 这正是林帆想要的结果 得让表妹见识一下 自己的豪恨和人脉 以后在中州发展 她就更有底气和自信了 于是又大手一挥 淡然微笑道 那有什么 今天的早餐味道太一般了 回头哥 还要给咱家雇几个米其林三星大厨 萌萌可以多来我的大别墅蹭饭 王萌萌听了却带眉见醋 面露忧郁之色 她一边被林帆请上出租车 一边用惊恶的眼神 转头打量着表哥 心里直犯嘀咕 难道帆哥是因为一个人 在中州打拼压力过大 脑子累出毛病吗 又是银行副总监 又是花园大别墅 还有米其林三星家厨 他这是典型的妄想症啊 出租车上 王萌萌目入一丝惬意 用胳膊轻轻捅了捅林帆 又压低声音 试探性地问道 帆哥 你还记不记得 我爸叫什么名字啊 林帆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道 我大舅我二舅都是我舅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他没明白这妮子是什么意思 考验哥报复之后 是否兴奋的老年痴呆了 还是有没有忘本 为父不仁 见才忘义 那是小人所为 瞧不起谁的小妞 我只是不想让出租车司机听到 老子唯一的舅舅 叫王富贵 这么个狂拽炫酷屌炸天的名字 但王萌萌却不这么想 看着林帆神圣叨叨的 一会儿要喜提花园 泳池大别墅 一会儿又豪气挥手说 还得雇几个米其林三星大厨 现在 他居然连自己老爸的名字都忘了 只是达菲所问 回了一串顺口溜 他不得不怀疑 林帆是不是在中州 救那个总裁的女儿时 头部受伤被砸傻了 正因如此 那个女总裁 才想真信地赔给大姑和姑父 也就是林帆的爸妈 一笔巨款啊 想到这 清纯善良的表妹 目露腾惜望着林帆 顿时红了眼眶 借儿又转过头去 伤心撇着嘴 看向车窗外 快速掠过的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 偷偷抹起了眼泪 他万没想到 这座繁华大都市 竟赐予正直的表哥 如此大的伤害 小时候 每当他在学校里受人欺负 都是倔强勇敢的番哥 充当自己的守护神啊 打车来到日月湖星星商务区 眼前高楼林立 绿树成荫 芳草莺 如近的湖泊 倒映着蓝天白云 与远处的青山翠峰 构成了一幅秀美清新的花卷 林帆正式考虑到 这里衣衫灵湖 环境优雅 又离顾雪岩的 博雅传媒集团挺近 才决定再次购置大别墅 在表妹疑惑不安的目光中 林帆竟直走进了 主打独立别墅的 云顶国际寿楼处 此前她已经来这边了解过 中州最顶级的豪宅 也就属衣衫磅湖 而建的云顶山庄别墅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 寿楼处里面 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而且以中老年人居多 林帆拉着表妹 随意排在了人群后面 不禁皱眉暗响 云顶国际的大别墅 难道要白菜架抛售了不成 居然吸引了这么多大爷大妈来抢购 不吃 就在这时 一声女人的痴笑 在林帆她们不远处响起 随之而来的 又是一个男人刺耳的讥讽 哟 林学霸 林大土豪 您怎么也沦落到这一步了 不打肿脸 装逼开豪车了 马上 你理那件嘴小子干嘛 林帆转头一看 坐在寿楼处气派的贵宾厅中 远远对自己冷声讥笑 一唱一和的人 竟是自己在中州大学的 富二代同学马坤 和前女友柳婷 她不禁目录鄙夹 皱起了眉头 这俩贱人 怎么又搞到了一起了 不过 倒也挺般配 事实上 刚才马坤和柳婷 先一步抵达云顶国际寿楼处时 就远远看见 马路边下车的那个人像林帆 还带着一个打扮普通的乡村风女孩 所以此刻 两人看向林帆的眸光里 充满了仇恨 鄙夷和亲面 神通广大的富二代马坤 已经通过家人在商界的圈子打听清楚 前几天 林帆在街头建议勇为 救了博雅集团总裁顾清城的女儿 而且他也了解到 正如自己所料 笑话叶若曦 并非林帆的女朋友 这小子也只是出于同乡之意 在上次围警大酒店的同学聚会上 给叶女神当了一把挡箭牌而已 至于林帆那辆 价值两千多万 全球限量版的阿斯顿马丁豪车 显而易见 肯定是这穷小子 那天专门从美女总裁顾清城那里借来 在叶大笑话面前装逼压自己呢 明白这一切后 马坤怨怒冲天 感觉自己受到了林帆和叶笑话的玩弄和羞辱 他发誓一定要揪出林帆 狠狠收拾他 并伺机报复叶若曦 以雪自己和狗腿子们 在围警大酒店被林帆宰了二百万毫酒钱 并将自己狠狠羞辱一顿 又摔倒在地上的耻辱 没想到 今天竟在云顶国际寿楼处 让自己遇上了这个孤儿装逼犯 而且他现在 已经恢复了真实的穷酸样 所以这一刻 马坤心头狂喜 复仇的机会来了 听到马二代和柳婷对自己的讥笑 林帆目录不屑冷哼一声 淡然回道 一个是和墨天宇实力相当的豪门大哨 同样嚣张跋扈 打都打不醒的顽固小儿逼 一个是水性洋花的实力拜金女 仗着有点姿色 换男友的速度之快 令人砸舌 你们这对渣男女狗合在一起 倒还真挺般配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888 祸 林帆的朗声大骂 震惊了整个寿楼处的人 大家打量打量 一身名牌的豪门公子马坤 和挽着他胳膊的冷脸美女柳婷 又丑丑衣着干净朴素的林帆 和他身边同样质朴的漂亮姑娘王萌萌 都不禁皱眉摇了摇头 低声议论起来 那穷小子脾气够酱的啊 都和我们老年人一起排队来领小福利了 咋还敢和人家豪门阔哨争斗 那二代我认识 马大头家的嚣张少爷 家里做大生意的 老爹手上起码有几十亿 死 几十亿啊 这么说 那个穷小子打扮的小伙 就太不自量力咯 听到大家的巧声议论 林帆不禁皱眉 这些中老年朋友排起长队 难道是在等着领什么福利 而不是和自己一样来喜提大别墅的 四下一瞅 林帆不禁露出一丝尬笑 自己和表妹购房经验不足 还真是站错了地方啊 但为时已晚 只见马坤和柳婷 竟直接掏出各自的手机 咔嚓咔嚓给自己和表妹拍起了照 柳婷面露得意冷笑 一边远远地拍着 一边比喻叫嚣起来 那天在图兰朵餐厅 他可是牛得很呀 又是出手伤人 又是耍贱 把老娘骂得一文不值 还开着一辆借来的马丁豪车 四处招摇装逼 我当那穷鬼 真是什么饮食豪门大哨 现在带着个村姑 来林里面游来了 马坤更是发出快意的狂笑 他给林帆和表妹拍了几张照片后 收起手机插着腰 耀武扬威道 明明就是个从孤儿院走出的穷逼香巴佬 也有胆有脸 在老子面前装 回头我就把你这落魄裤照 发同学群和朋友圈去 我要让大家好好瞧瞧 前几天在围警国际 风光无限 横踩了本少一把的林大土豪 真实面目是多么的寒酸 多么的令人心生同情 哈哈 林帆听了眉头一皱 面色微沉 表妹目入惊慌 拽了拽她的胳膊 小声问道 范哥 那俩人和你有仇 林帆勾起一抹轻蔑冷笑 摇头淡淡道 哥把下两根小胡子 就能吊打这对渣男贱女 他们却傻傻分不清行事 又来求虐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00 总积分176800 您目前剩余6个惊喜箱 刚才还对林帆冷声鸡骂 并咔嚓咔嚓拍照的前女友柳婷 和嚣张富二代同学马坤 听了这话 不由气地皱眉瞪眼 面泛寒光 云顶国际寿楼中心的工作人员 以及全场上百号排队的人 也都被林帆的冷骂雷住了 这穷小子好狂啊 竟敢当众骂马大哨和他女朋友 还对人家一脸不屑 一个寿楼先生瞪大的眼睛望着林帆 转头对别墅区的销售经理巧声说 西装阁里的胖经理 扶了扶他的大牌飞矿眼镜 鼻翼冷笑着沉声怒骂道 哼 乡村傻逼一个 看一会马哨怎么弄惨他 马坤今天带着柳婷来云顶国际 是要订购一套豪宅 刚才殷妾接待豪门阔哨的 正是这个胖经理 见穷小子林帆的到来 令家资几十亿的马坤和女友大怒 他们现在连别墅婚房都不选了 干脆与林帆骂起了仗 感觉被林帆缴了一扇大生意的胖经理 自然心中恼怒 马坤之所以能和柳婷搞到一起 甚至火速走到了购房闪婚的地步 倒也是见人有见缘 那天狂少莫天宇在图兰躲餐厅被打残 并知道了柳婷的廉价后 感觉自己这个接盘侠受了奇耻大辱 当天就与柳渣女一拍两散 这时苦追夜笑花无果 还被林帆横踩一脚的风流二代马坤 就对柳婷趁虚而入 马二代不仅仅垂涎柳婷的美貌和身子 更重要的是 最近他们家族集团要分配股权 身为董事长的爷爷表示 已经成婚的子孙可以多持有马氏集团的家产 于是 马坤才在父母授意下 匆匆抓了个漂亮女同学柳婷 冒充未婚妻 并准备和她闪婚 以助自己多分些巨额财产 至于这段各怀鬼胎的婚姻 能不能长久 或少和渣女都没那么在意 因为他们心照不宣 这是一种有价交易 花花公子马坤和漂亮拜金女柳婷狗和后 因为各自对林帆的仇恨 一直在磨刀祸祸地伺机报复她 今天终于逮住这个好机会 他们自然感到兴奋 马大少当即掏出手机 重金招来了二三十个非同寻常的舞者 让他们赶来云顶国际痛欧林帆 为自己和柳婷出口恶气 他已经很震惊地了解到 自己以前从没正眼瞧过的香巴老同学林帆 居然身怀诡异武技 所以 马坤便不惜高价 请来了那个 令人闻风丧胆的暗组织 打完电话 他长叙了一口气 和身边的柳婷都感到心中大安 旋即 两人就转头冷冷击骂起了林帆 柳婷率先开口冷笑道 哼 到底是我们傻傻分不清形式 还是某些香巴老不长眼 竟敢当众和马少公然叫板 活够了 也不打听打听豪门马家 在中州是什么样的存在 马坤一听得意极了 目录鄙夷 要舞羊威道 还他妈拔下两根小胡子 就能吊打我们 哈哈 够狂 大家都在场盯着呢 看一会谁被打得哭爹喊娘 跪地求饶 林帆知道 这货已经搬了强大援兵 才有了十足的底气 但萌萌第一天来中州投奔自己 真当着她的面弄得血淋淋的 她怕吓着表妹 于是就想支开王萌萌 让她去中州银行报到 自己留下来 一边喜提大别墅 一边暴虐嚣张二代和渣女 但表妹很仗义 不但不走 还用身子挡在了林帆前面 冷冷暴毙 怒视着马坤和柳婷 一副谁想打我哥 得先把姑奶奶撂倒得很样 柳婷婷见状 不由轻蔑吃笑 哟 这是从哪找来的村姑 还挺护着你家帆哥呢 可她不是开马丁的神豪吗 今天怎么带你来排着长队 和老头老太太们一起 林情里面游来了 王萌萌厌恶的白了她一眼 冷然回道 我们不是来领小福利的 刚才站错队了而已 我翻歌试来买花园大便 得好吧 克伯远 原来 最近房地产销售不景气 云鼎国际为了促销拉人气 前来售楼处排队的市民 均可获赠一小份米面油礼品 这才是那些中老年朋友 排长队的原因 刚才林帆和表妹没注意 站错队了 但王萌萌的实话实说 却引起哄堂大笑 哈哈哈哈 就你们 还想买云鼎国际的大别墅 马坤率先弯腰捧腹 发出了一串狂笑 柳亭更是面露得色 比一鸡笑道 这位村姑 你跟个只会惹事的穷小子混 跑来领免费大米田肚子 也没什么丢人的 别脸红 哈 寿楼中心的人群 也纷纷撇着嘴 对林帆和王萌萌指指点点 大家巧声议论着 很多人都面带比一之色 林帆皱眉扫视了一眼全场 冷然沉喝道 渣渣们都闭嘴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声音并不大 却具有一种骇人的穿透力 和震慑力 只见他面色微沉 黑眸中释放出的两道冷芒 更是威震全场 一瞬间 云顶国际寿楼中心 陷入了死寂 作为专业选手 林帆深知一个道理 若想在骂障中 立于不败之地 哪怕敌众我寡 首先要在语气和气势上 压倒对方 一个像洛洛般的可爱小萝莉 就算满嘴脏话 泼辣无比 也吓不住人 一个纹身壮汉眼似同龄 头发倒树 茂赛张飞 大 你都得被吓尿 语气冷冽 气势强大 用词狠 语速快 攻击准 正是林帆总结出来的 骂人五要素 自己虽不是赛张飞 却有着更强大的气场和自信 他能瞬间震慑全场 让男男女女们的鸡渣噪音 骤然而停 由自己来掌控局面 既然当着表妹的面 不便频繁出手大杀四方 把场面搞得太血腥 就先把这些势利眼垃圾 骂苦骂怕 大赚他们一笔财富积分再说 等马大少和辽亭的强悍旧兵赶到 再连他俩一种迅速收拾掉 倒也是极好的 一念至此 毒蛇大师小林哥亮出了他的专业范 双手插兜 自信仰头 目录比仪横扫全场 轻挑眉毛 淡淡开口 用气场掌控局面后 临翻这才微皱眉头 冷然扫视着 刚才比仪讥自己和表妹的围观者 冷灭开口 一个个的狗眼看人低 一把年纪都活在猪身上了吗 谁这么告诉你们 穿着普通些就不能买花园大别墅了 毛爷爷何时穿大牌西服 带进口名表了 不照样被普普速速地印在钞票上 一会小爷亮出实力 惊掉你们的瞎眼 吓破你们狗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哄 听到临翻的朗声叫骂 云顶国际寿楼中心大厅里 顿时炸开了锅 全场之人都面露惊怒盯着这个穷小子 恨不得当场跺脚骂娘 但迫于他不怒自威的强大气势 那些刚才还唧唧喳喳 轻蔑鸡骂林帆和王蒙蒙的人群 这时却静若寒蝉 谁都不敢先出头 和这个毒嘴小子对骂 这时 柳婷笔衣斜撇着林帆 撞着胆子冷笑道 哼 垃圾穷 林帆转头冷然盯住这个渣女 轻蔑打断道 你别给老子见笑 别人一笑很可爱 你特么 一笑特可耻 把自己活成了谁都能上的公共汽车 还有脸笑 我要是你爹我当场抽哭你 但我不是你爹 也不想浪费洗手液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555 柳婷被骂得信念圆征 嘴角直抽 也紧捏着粉拳 抖动红唇怒骂道 混蛋穷官 又想在村姑面前装逼证明自己 林帆右面带厌恶 撇着她的脸 神情比一道 你还好意思骂我表妹是村姑 她比你干净漂亮千百倍 懂吗渣女 瞅瞅你把自己整成了啥玩意 黄毛 美童 假睫毛 坦胸露钩齐屁去 言行举止 全透着虚荣作作 三句话 不离金钱物质和房车 像你这样 内心功利龌龊 还特么有着迷之自信的所谓美女 分分钟有被皇位大爷当垃圾搓走的风险 如果说我穷 你也够见 被我万把块钱包夜半年的床上败将 你又有什么好嚣张高的 除了智障风流二代 谁特么还会把你封为珍宝 甚至当人看呢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1500 姓林的 你 你你他 柳婷听得胸脯起伏 翘脸低血 颤手怒指着林帆狂抽嘴角 却说不出一句胡伦话 你什么你 以前我挺不喜欢女孩吞吞吐吐的样子 但自从和你个见过同居之后 我居然会喜欢上你的吞吐吐吐 林帆的比翼鸡骂还没结束 却见柳婷跺脚吼起来 混蛋 草 你他妈够了 够了 扑通 劈腿败金女面无血色的喃喃骂着 突然浑身一软一屁股瘫坐到地上 此刻他骄傲全无 目光呆滞 壮如死人 登登登登 云顶国际寿楼处的人都吓得面色一沉 纷纷退离林帆 那些刚才还冷脸嘲讽林帆是穷小子 说他买大别墅就是乱吹牛皮 和豪门大哨叫板是找死的中老年人 更是吓得手按胸口 瞪大了眼睛 嘴唇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这小子刚才那番毒骂 要是落在自己身上 他们的心脏病和三高老毛病指定当场发作了 死啊死 势力人群不禁倒抽凉气 这时林帆依然双手插兜 冷然淡定 他缓缓转过头来 却见马昆已经怒握双手 张嘴吼骂着朝自己头上抬拳砸来 草泥骂林帆 老子干死 你个贱嘴小砸碎 这顽固大哨 一副要和自己拼命的架势啊 眼看马哨的重拳 就要轰到林帆脑袋上 他却依然双手插兜 转脸面向敌人 H2A 当即往马昆张口骂娘的臭嘴里 精准吐了一口唾沫 我不骂你 可以唾弃你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啊 围观者更是惊得目瞪口呆 纷纷下意识捂上了自己的嘴巴 这个被马大哨击骂为穷鬼锅的农村学生 居然敢往豪门公子哥嘴里吐唾沫 大家简直难以置信 发生在自己眼前的这一幕是真的 见过狂的 却从不曾见过如此狂的年轻人啊 何况看他那穿着打扮 还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小子 胆大包天啊 再看狂哨马昆 登登登 他居然被林帆吐得倒退几步 并连连吐出了几口带血迹的口水 因为林帆刚才那口唾沫 是带着一缕强横真气吐进他嘴里的 此刻 惊怒异常的马昆 只觉得口腔和喉咙里一阵灼痛 林帆对他比一瞥冷笑道 没文化可以学 长得丑可以整 你这人狂嘴臭 心眼又缺得比天大 不挨几顿狠的 真没法治啊孩子 泡不到夜笑花 又和柳斑花好上了 什么样的垃圾女人都敢接盘啊 听说马大少还想给他买别墅 就这换男友 比换户店还快的所谓美女 你个智障能保证将来孩子是自己的 上次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我只是小小惩罚你一下 今天还嫌不过瘾 皮又痒了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777 看到这里 王萌萌也早已瞠目结舌 对表哥惊为天人 原来番哥在中州混得这么拽啊 那个浑身名牌的刻薄女人 居然都被他骂哭了 而且现在看来 连狂傲的豪门马阔少 也不是表哥的对手 但一想到人家搬了强兵 马上就会赶来给马少柳婷报仇 王萌萌不由神色意警 急忙低声劝林帆 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却见林帆淡然一笑 挥手制止了他的劝阻 此刻 先挨兔又挨骂的马坤 面色红一阵白一阵 怒目圆争 暴跳如雷 云顶国际那位专门负责销售别墅的胖经理 急忙皱眉端起一杯温水 殷勤地捧给马儿带喝 并充满敌意 冷贴了林帆一眼 胖经理暗骂林帆这个毒蛇穷小子 今天要彻底搅黄自己的大单生意了 他心中不愤 想让寿楼处的保安 直接把林帆和表妹打出门去 却被马坤瞪眼制止了 马坤喝了几口水 润了润喉咙 这才能勉强发出嘶哑的声音 对胖经理吼叫道 你他妈别管 我的人马就要到了 继而 羞怒交织的马儿带 远远指着林帆 气得面部扭曲吼骂道 姓林的 你一个孤儿院出身的农村穷学生 也有脸在小爷面前装逼耍横 还敢往我嘴里 说到这里 他也恶心地连连和Tuy 拼命清理了几下口腔 这才接着跺脚吼骂起来 还一边骂 一边忍不住向林帆逼近 还他妈仗着自己有点伸手 就狂上天了是吧 给小爷等着 大家也都睁大眼睛看着 等我的人来到 看你是怎么被扒皮 不带他阴冷吼骂完 林帆就皱眉 露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嫌弃挥手道 后退 别离我太监 满嘴喷着血沫子 向来了跃势 恶不恶心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狂少马坤和前女友柳婷 此刻肺都要气炸了 马坤怒握着拳头暗骂 林帆这个爱装逼的香巴佬 简直无法无天啊 老子身为豪门阔少 刚才鸡骂你几句 那是轻的 一会还要找人 来奏到你跪地哭喊 一血浅耻呢 你他妈居然敢往我嘴里吐口水 还把本少和柳婷 骂了个狗血喷头 但他们知道 自己远远打骂不过林帆 于是 两人就在寿楼经理的产妹劝说下 浑身发颤 坐到了贵宾区的沙发上 马坤和柳婷面色泛白 口喘粗气 用赤红的怒眼 瞪着林帆和王蒙蒙 他们在望眼欲穿的等员兵到来 把林帆收拾个半死不活 这时 林帆忽然接到了中州银行 杨伟建行长的电话 林兄弟 不说咱那位表妹 今天来银行总部报到吗 我怎么还没等到人 林帆正想支走萌萌 免得让他看到 接下来的血腥一幕 于是对杨行长说 已经到中州了 你派司机来接一下吧 他对这边不熟 问清了位置 杨行长欣喜应成 选购别墅的贵宾厅那边 胖经理在巧声劝说 阔少马坤和柳婷 马绍 柳小姐 您二位暂且息怒 既然咱已经找人来收拾 那见嘴香巴佬了 好饭不怕等吗 接而眼珠子一转 扶了扶眼镜 胖脸上又堆满了羡眉笑意道 要不 咱接着选购别墅 先用实力 狠狠打那穷小子和村姑的脸去 他可不想节外生枝 错过了阔少这笔 能挣几十万佣金的销售大单啊 马大少咬牙切齿冷哼一声 牵着柳婷的小手 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胖经理劝说的对 好饭不怕等 他们就要一边洗涕大别墅 把林帆的穷脸打肿 一边等那个暗组织过来 直接弄残废这个狂妄无知的眼中钉 于是 两人冷冷瞥了一眼林帆和表妹 就转身跟着胖经理 去挑选他们的豪舍婚房了 围观者低声议论着 窃窃的对林帆 露出一丝幸灾乐祸的冷笑 无论是购房者 还是排长对林里面游的人 此刻都在等着看好些 这个嘴巴像涂了披霜的穷小子 刚才居然还敢怒对大家 狗眼看人低 看一时人 那是我们多年积累下的生活经验好吧 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相巴佬 一会儿就等着被那中州豪门阔哨 收拾的跪地求饶吧 见别墅区的寿楼经理 亲自接待马大哨 而且点头哈腰 一脸恭敬 别的寿楼人员 也只是冷瞥了自己一眼 就开始接待他们各自的客户 林帆和表妹 居然被晾在了销售大厅中 他不禁皱眉 冷然开口道 我们也要买一幢花园泳池别墅 你们是聋了 还是钱多少的 连生意都不做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吐痴 忍俊不禁的冷笑声响成一片 胖经理见林帆还想搅局 顿时面色一沉 比一沉喝道 对不起 我们云顶国际 不欢迎你这样没素质的客户 现在 请你们到门外等着挨打吧 说着 他还给保安们使了个眼色 意在让他们牢牢盯紧林帆 等着马大哨找的猛人感到 让双方在外面打斗 以免把寿楼中心 富力堂皇的大厅 弄得一片狼藉 林帆听了目光一领 皱眉冷撇着胖经理 淡然急骂道 瞧我这眼神 刚才还差点把你当的人看了 身为别墅区销售经理 原来你也是一只 势力的井底癞蛤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六十六 你他妈妈谁不是人呢 保安 胖经理勃然大怒 这时 云顶国际售楼部 那个金牌女销售员 却在接待完一个客户后 立即微笑着 来到林帆身边 他先冲林帆寒笑点了点头 又转脸劝说顶头上司 胡经理 不管怎么说来 云顶的都是我们客户 别伤了何解 我带这位先生看看房吧 胖经理气得直瞪眼 这个在公司里 以正直著称的小娘们 还是没一点眼力价啊 他当即怒斥女下属 你是经理 还给老子上起课来了 你特么什么样的香巴佬都接待 就不怕拉低了我们云顶国际的身价吗 不料 那个二十七八岁的金牌销售少妇 面对上司的威逼并不示弱 抱歉胡经理 我从不会把客户分为三六九等 显然对上司早已不满的他 不卑不堪回道 说完 就引着林帆和表妹 来到沙盘展示厅 看起了房子 他的同事们顿时巧声热议起来 张姐不愧是销售之王 哼哼 连这样的刁民徒老帽都接待 真不开眼 拿提成拿上瘾了吧 还真不怕胡经理给他小鞋穿 就那狂妄穷鬼 今天不被马大少打死就万幸了 他能拿上那货的销售提成才管 林帆刚要开口为张女士点个赞 却见他皱眉附在自己耳边巧声道 先生 你逗不过 那个豪门恶少的 两位赶快走吧 林帆心中微微一暖 右勾唇露出一抹自信笑容 轻声回道 不怕 我初号叫恶少克星 一会你就知道兄弟的厉害了 说完 他又大手一挥朗声道 我看那是别墅 不是普通楼盘 哦对 就要你们云顶最豪华的别墅之王 还别墅之王 众人皱眉瞪大了惊叉的双眼 看神经病似的 纷纷对林帆侧目而视 他们一个个面露冷笑嘟囔着 眼中的鼻翼之色更浓了 柳婷挽着马大少的胳膊 正在另一边的贵宾展厅 看别墅沙盘 闻此顿时冷笑出声 就他 还要别墅之王呢 见过不要脸的 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马昆轻轻碰了他一下 低声说 先别理他 老子一会就让 穷鬼孤儿装逼犯 跪地哭求咱们 他们虽已经知道 林帆前几天救了顾雪岩的女儿 但马昆猜测 听说目前博雅集团也资金短缺 那美女总裁 顶多给林帆个几百万筹金 就很够意思了 区区几百万 在云顶国际别墅区算个屁啊 人家最小的别墅 都售价两三千万 更别说动辄上一的豪奢别墅王了 所以他和柳婷都认定 林帆又在吹牛装逼 见自己召集的人马还没到 这时马昆又掏出手机 不耐烦地巧声催促 接通电话说了几句后 他却瞪大了眼睛 激动地浑身微颤起来 马昆打通暗组织的电话后 刚催促了几句 就低声惊呼起来 啊 你们在等中州霸王卿 亲自出场 那太好了 马大少知道 有那位神级人物出场 今天林帆死定了 此刻 见林帆竟提出要买别墅之王 胖经理忍不住笑喷 哗哈哈 小子 诺诺 那一幢独立大别墅 就是我们云顶山庄的别墅之王 售价一点二亿 赶紧让小张给你好好介绍介绍吧 他的同事们也是一片哄笑 妈的 连家资几十亿的马大少 今天才敢看几千万的云顶十一号别墅啊 你他娘一个孤儿院走出了香巴楼 开口就要 我们的别墅之王 当买大白菜呢 林帆撇嘴鄙视了他们一眼 就转头漫步惊心的 听女销售介绍王牌别墅 林先生 这幢云顶山庄一号 就是我们这里的别墅之王了 他一山灵活而建 占地三千平方米 共有三层二十七个房间 而且 请了国内一流的设计师进行精装 带花园泳池停机品 后期我们云顶物业 还可以帮您安排飞庸 园丁 林帆微微皱眉 露出一个不太满意的表情 伸手制止道 这一代的别墅我都了解过 既然没有太满意的 那就先买它吧 哦 众人齐刷刷瞪大眼睛 看向林帆 惊掉一地下巴 这小子 真是把牛皮吹得清新脱俗啊 一个多亿的大豪宅 他还不甚满意的淡淡说 那就先买它吧 要知道这笔巨款 都够普通人在中州 买上几十套大房子 顶一个工薪族 挣一千多年了呀 马坤 柳婷 胖经理等人 更是忍不住冷眼鄙视着林帆 又扭头 瞅瞅窗外的天空 雷呢 咋不 当场把这个爱装逼的香巴佬 给咔嚓一下劈死 善良的金牌女销售 见林帆已经淡然掏出了银行卡 不由吓了一跳 难道这个穿着朴素的小伙子 刚才不是在演戏期那阔哨和刻薄美女 林先生 您 你还没看线房呢 他善意提醒道 林帆云淡风轻道 不用 就冲你的人品 这套别墅我全款要了 啊 一片惊呼之后 全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大家瞪着万分惊异的眼睛 难以置信地望向林帆 马坤 柳婷 胖经理等人 更是病住了呼吸 表妹王萌萌 拽了拽林帆的胳膊 瞪着美目低声惊问道 帆哥 你是认真的吗 林帆没理他 一边签合同刷卡转账 一边转头对马坤等人 冷淡比一道 瞧你们那没见过市面的香巴老样 一个多亿而已 至于紧张成这样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55 几人面色一沉 暂不还击 只等着林帆装逼失败 全场之人对他一片哄笑和鸡骂 但接下来 却听那位金牌女销售惊喜道 1.2亿购房款 已到我们公司账户 恭贺林先生 喜提全中州最顶级的别墅之王 死 全场顿时响起一片到抽凉气的声音 扑通扑通 柳婷和马大少更惊得浑身一颤 双腿发软 当场瘫坐到地上 胖经理的眼珠子 都要滚出来了 同样浑身一软的他 双手强撑着沙盘边沿 才没有当场金啪到地上 精彩的脸色 却像地上的马坤柳婷一样 都变得红一阵 黑一阵 白一阵 像在玩穿剧变脸 几人和那些鸡骂过林帆 是穷鬼的围观者一样 都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并听到了啪啪啪的清脆打脸上 他们自以为是的骄傲脸庞 仿佛在片刻间被打成了猪头 柳婷和马坤 转头瞅瞅云顶11号小别墅的模型 没有泳池和停机坪 面积仅是临帆豪宅的三分之一 在望望人家的云顶一号别墅之王 花园涌池停机坪一应俱全 宽敞的大院落 豪奢气派 而且 他衣衫棒湖 推开大落地窗 就能保揽美景 呼吸最清新的空气 柳婷心里明白 豪门马家并非给儿子 买不起亿万豪宅 只是 他父母瞧不上自己 所以才只给马坤 和他三千多万婚房预算 而且 这套小别墅的房产证上 还不能数他柳婷的名字 自己到底算什么 不过是他们豪门家族 争夺家产的一个工具而已 等马大哨从家族企业中 争得更多股权 就会给点小钱 一脚把自己踢开 想到这些 前所未有的痛苦 失落和屈辱 一瞬间涌满了 拜金与柳婷的胸腔 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 现在有临帆的云顶一号大别墅 做参照 他和马坤之前 相中的十一号小别墅 突然变成了一个 可怜而卑微的笑话 自己又一次败给了临帆 这个从孤儿院走出的香巴佬 柳婷摊坐在地上 突然红着眼眶 恶狠狠地瞪着马大哨发起风来 马坤 我不要 孤奶奶不要你的小破别墅了 连他一个穷小子 都能不眨眼睛 洗涤亿万别墅之王了 你 还有你们所谓的豪门马家 却让我受这样的屈辱 早已恼羞成怒的马坤 转头瞪着这个绿茶表 咬牙咆哮道 哎呀不要 臭娘们 想住一点二亿的别墅之王 你也得配得上啊 刚才那小子都说了 你和他在一起时 才六块钱一次 凭什么到我这里 就翻了千倍万倍 当老子是冤大头吗 听到两人的争吵 胖经理也扑通一声 跌走到地上 他目光呆滞地 看向那位金牌女下属 无神的眸光中 突然涌满了记恨和懊恼 一点二亿的别墅之王 就这样被他轻松卖掉了 转眼之间 这娘们就赚到 两三百万的销售提成啊 而自己因为有眼无珠 刚才居然不接待穷小子 打扮的林财神 甚至还吼骂着 让人家滚出去等着挨打 并转头狂填起了 马大哨和柳婷 结果 他们连小别墅也不要了 草你们大呀 不光让老子错过两三百万 现在连几十万提成也黄了 胖经理面部肌肉狂抽 心在滴血 这时 林帆把合同和豪宅钥匙 扔给了表妹 转头往他们伤口上 撒起了盐 先是冷贴着地上的柳婷 皱眉鼻一道 女人要么有美貌 要么有智慧 你特么两者不占 人能好点吗 哪来的勇气一见面就鸡骂 我和表妹 还我一个孤儿穷鬼 就是来这免费铃里面游的 脸疼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55 总积分十八万两千八百零五 明幕前拥有七个惊喜箱 林帆又踢了一脚地上的马昆 冷然对道 以为自己是阔少就了不起 优越感爆棚 事实上呢 花老爹的钱到底真硬气吧 好看的皮囊你玩不起 有趣的灵魂看不上你 先照照镜子 瞅瞅自己是什么货色吧 孙贼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就在这时 云顶国际大门外 突然开来几辆高大霸气的越野车 看到从中下来三十多个冷酷的黑衣硬汉 狂少马昆当即从地上爬起来 他突然目露惊芒 喃喃骂道 劈你零杂碎的雷 终于到了 见一众强悍救兵 总算赶到了 马大少的嚣张气焰重归于身 他目露惊芒从地上爬起来 面色阴冷的喃喃道 劈你零杂碎的雷 终于到了 临翻看都不看外面那几辆越野车 和马昆搬来的三十多个猛人一眼 只是朝马少撇撇嘴 十分冷淡道 老子属太阳的 所到之处晴空万里 劈我的雷 这辈子你都等不来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00 马昆扬天长笑 此刻他知道 临翻马上要玩完 顿时变得狂霸无品 哈哈哈哈 都他妈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狂 还有心思耍剑嘴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 你个穷逼姑儿 不就是救了顾总裁的女儿 拿到些巨额回报吗 在我和柳婷面前 装个急巴装 啪 临翻一巴掌 将马大少拍翻在地 又把手插回裤兜 摇头撇嘴道 总是要等到我动手 你才想起 老子文武双全 真是光长脾气 不长记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 啊 死 好 你他妈今天必须死 马昆倒地捂着脸上的血手印 疼得呲牙咧嘴 却依然嚣张 柳婷和胖经理 以及云顶国际寿楼处的所有人 此刻都惊呆了 大家目录惊愕望着临翻 都在想同一个问题 这神好小子 到底是有什么强硬靠山 还是脑子有病啊 马大少召来的几十个恶汉 还有他们背后那个 令人闻风丧胆的霸王 马上就足以虐死他上百次了 这小子直到现在 竟还没有露出一丝巨色 要说他有顾清城那位豪门千金荡靠山吧 却也不见这家伙叫人啊 太不科学了 而令全场之人感到更不科学的是 从门外那几辆高大越野车上 冲下来的三十多个冷面黑衣人 此刻只是在云顶国际门外 背手低头 肃立成两排 却并未进来一个人 其中那个额头刺青的铁塔壮汉 马坤认识 以前马大少也曾花钱雇这个道上猛人 替自己做过断人手脚的坏事 被临翻拍翻的马坤 这时从地上艰难爬起来 指着那铁塔壮汉怒声问道 你们还不快进来 把这小子给我弄死弄残 处在外面当迎兵呢 那个暗组织血煞的高手壮汉 却冲着豪门 阔少老主顾面带歉意地尬笑道 嘿嘿 稍等一下马少 我们再等霸王他老人家 寿楼大厅内 但凡听说过中州霸王名号的人 闻此都吓得浑身猛一颤 脸上骤然变色 马坤听了转怒为喜 看到众人的表情 更是一脸嘚瑟 那铁塔壮汉果然说到做到啊 今天还真将传说中的霸王老大 给请了过来 自己许诺的二百万佣金 算是花得超值了 马大少冲铁塔壮汉 满意地点点头 又转身冷冷逼试着林帆 嘴角浮起阴毒的笑意 傲然道 姓林的 你特么也算有点武器的人 但我看你这一脸平静的装逼表情 是不是连霸王他老人家的威名都没听过 林帆比一撇嘴 淡然道 我管你那老人家是霸王还是王八 来一个拍飞一个 来两个让他们双飞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站在林帆身边的表妹王萌萌 和善良的金牌女兽楼员 这时都面露惊恐的皱眉劝她 让林帆赶紧从后门逃跑 林帆面露戏谑笑意安慰良女 跑是不可能跑的 又不是打不过 等会就欣赏一下我的秃狗大法吧 听到她的狂言 兽楼部里那些听说过霸王赫赫威名的人 早已吓得面色煞白 这小子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听说那个霸王 厉害得吓死个人 是啊 据说前几天 霸王大人单枪匹马 就挑翻了整个血煞组织 这么恐怖吗 血煞可是有一百多号亡命之徒的 听到大家的低声议论 马昆脸上的神色更得意了 他目光阴冷地瞥向林帆 嘴角浮现浓浓的鄙 哈哈 听到了吗小子 就你这没开过眼界的香巴佬 我估计 你根本不知道霸王大人的厉害 那本少就简单介绍一下 马大少背着双手 狐假虎卫地冷声道 霸王他老人家轻轻一拳 就轰穿了之前那个血煞老大的腹部 送他去见了阎王 又打得上百号杀人不眨眼的血煞成员 深深蛰伏 敢拜他为新老大 死 众人听了 纷纷倒抽凉气 连柳婷也吓得郊躯微颤起来 轻轻一拳轰穿案组织首领的肚子 那是个什么样的狠人啊 但柳婷冷然瞥向林帆的目光中 却透着一丝即将复仇的快意 和幸灾乐祸 仗着有身手 又有美女总裁顾雪岩的财力支持 你个锅儿香巴佬建议勇为一次 尾巴就翘上天了 先是打残没天语 今天又抽马大哨耳光 还把老娘骂得睁不开眼 呵呵 一会我倒要亲眼看看 你个零杂碎 是怎么被那个残暴霸王 给打成植物人的 听完马坤目录狠立的介绍 林帆还是一脸平静 他勾起一抹玩味笑意 微微点头配合狂哨装逼道 哦 马二代的意思是 现在的霸王大人 就是那个牛逼案组织血煞的新任CEO 马坤傲然冷笑道 呵呵 是不是快下尿了香巴佬 如果你现在跪下来 不等他威胁完 林帆却又淡然补充道 但 不管那个霸王是谁 你马完库还是马完库 你爹仍然是你爹 无论何时何地 你始终经不住 老子稍重的一巴掌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55 说着 林帆果真扬起了巴掌 当即把马坤 吓得一边后退 一边大吼大叫 快来人 别等霸王大人了 但就在这时 那三十多个黑衣大汉 目录近卫 簇拥着一个 西装革履的墨镜男 走了进来 先前那个额头刺青的 铁塔壮汉 走在最前面 沉声喊了句 霸王大人道 顿时下的全场之人 双腿发软 一个个连大气都不敢喘 林帆却眉头一皱 对霸王冷冷讥讽道 你应该配个 拿浮沉的太监开路 逼个更高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00 总积分186292 听到林帆 对霸王大人的冷击热讽 全场之人瞪大了眼睛 顿敢头皮一马 这小子 还真是不要命了 令人闻之色变的中周霸王 他居然都敢挑衅 但令马昆 和大家都万没料到的是 传说中 单挑一个魔鬼暗组织 还把人家老大 一拳轰杀的无敌高手 霸王他老人家 长相却一点都不老 甚至还挺年轻鹦鹉 马二代目录兴奋 打量着这位神级人物 又转脸一指灵番 阴毒催促道 霸王大人 快 把那个灵砸碎给我弄残废 刚才他连您都敢 不料 马昆的号令尚未发完 却见霸王静止朝他走去 下一刻 霸王大人经迅疾抓住 马绍伸出来的那条手臂 咔嚓砰 直接把他二百斤重的身体 凌空甩飞到了寿楼大厅远处 重重摔落在地时 马昆的那条胳膊已经被拧断 扑 他痛苦扭曲着身子 吐出一口鲜血 撕心裂肺嚎叫起来 哎呀 草啊 错了 我让你弄残的是他 全场的人目瞪口呆 柳婷和那个胖经理 更是下滩了 死 这是什么情况 霸王大人竟然敌我不分 上来先把雇主的手臂弄断了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更把众人惊得魂不附体 只见霸扔掉了脸上的墨镜 神情肃穆地走到林帆面前 扑通 他竟然当场跪倒在地 口里无比敬畏地喊道 师父 我来保护您老人家了 林帆吃笑一声 转过头去撇了撇嘴 淡淡道 切 我用你个猪头保护 啊 全场之人再次瞠目结舌 在外面威风扒面的霸王 不光跪拜那小子喊恩师 还被他一脸不屑地骂为猪头 卧躁 这年轻人 也太牛逼了吧 目睹这逆天一幕 不光狂哨马昆和围观者吓傻了 柳婷 胖经理 表妹王萌萌 金牌女兽楼园等人 也全都瞪圆了难以置信的双眼 更让大家震撼的是 见霸王贵夫在地 虔诚的喊林帆师父 他带来那三十多个面目冷酷的黑衣大汉 也齐刷刷跪倒一片 嘴里无比敬畏地大喊 拜见掌门师爷 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师爷 他们打心眼里万分敬目 因为令他们崇拜不已的武神师父 朱辉飞 那个一人挑翻了邪恶暗组织血沙 一拳轰杀他们 前老大的无敌猛人 却曾目录敬仰的自称 他还远不如自己恩师 林帆武技的一两成 所以 这位年轻师爷 就更加深不可测了 又是掌门又是师爷的 搞得林帆有点小尴尬 毕竟眼前这帮硬汉孙子 比自己年龄都大许多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他微微点头挥了挥手 将霸王的几十名手下都赶了出去 并暗骂猪头 你这兴师动众的 会影响人家云顶国际的生意啊 跪倒在林帆脚下的所谓霸王 自然是他的大弟子朱辉飞 那个因为被林帆随手赏了一张 出街武技卷轴 而逆天改命的前货是武馆弟子 从这猪头戴着墨镜刚一出现 林帆就认出了他 所以才鸡骂这小子 还学会摆谱了 咋不找个太监开路 事实上 朱辉飞已经赶到有一会儿了 他在云顶大门外 愁出了又愁出 不知道这样率军来参拜师父 会不会惹得他老人家不高兴 但今天都和师父偶遇了 不拜见说不过去啊 所以才硬着头皮过来打招呼 此刻 已经快疼昏过去的阔少马昆 转头惊骇地望着朱辉飞 颤身问道 霸王大 您怎么会认识 他 朱辉飞面色一沉 转头对马昆冷喝道 闭嘴 早在你催促我手下火速赶来这里 弄死一个姓林的年轻高手时 老子就怀疑 你的敌人应该是我师父了 所以才跟过来确认一下 你以为我堂堂中周霸王 真是你这顽固 能请得动的 说完又老脸一红 面带愧色 对着师父挠了挠头 噗 万分震惊的马大哨 又吐出一口鲜血 手捂着断臂 痛得咬牙吸气 清筋暴起 柳婷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帮他打了120 林帆正要找个僻静处 严厉质问朱辉飞轰杀案组织头目 并收罗一帮钱血沙成员 意欲合围 却见中周银行行长杨伟健 带着秘书和云顶国际的老总 匆匆赶来 林兄弟 我亲自来接咱表妹 回银行总部报道 噢对了 刚才在电话里听说 你来云顶国际买房子 我就把梁总也叫了过来 让他给兄弟打个有力的折扣 杨行长千功地低头伸出双手 与林帆紧握着 满脸堆笑道 云顶国际老总也摆出了同样的姿态 与林帆热情打招呼 刚才这位梁总 正在中周银行求见杨伟健 跑云顶公司贷款的事 杨行长听说林帆和表妹 在云顶国际买别墅 就直接带梁总赶了过来 路上他还向梁总介绍了林帆 并称 他是影视豪门的百亿少主 当然这个身份是杨行长猜测的 若不然 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 怎么会坐拥百亿巨资 因为有九个亿在他银行存着 林帆随口吹的那个百亿牛皮 杨行长至今深信不疑 看到自家老总和银行大佬一起现身 俩人还对林帆表现得十分千功热情 先前那个鸡骂过林帆的胖经理 顿时吓得面色发白 冷汗直冒 梁梁 总 您来了 他硬着头皮上前打招呼 身子却不受控制的颤抖 云顶老总转头瞥了他一眼 周梅问道 胡经理你怎么回事 不舒服 这时 林帆的表妹王萌萌 忍不住向梁总汇报了 他下属的恶行 你们这个经理狗眼看人爹 刚才还帮那恶少和刻薄女人 欺负表哥和我呢 他骂我们是穷鬼相巴佬 还说云顶国际 不欢迎我们这样的客户 让我俩滚出去 等着挨打 了解事情的经过后 梁总和洋行长又惊又木 胖经理吓得脸色骤变 双腿发软 当即向他们攻身道歉 对不起这位美女 对不起林先生 都怪我有眼不识太沙啊 林帆撇了撇嘴 冷声对道 那我先一脚踹飞 你个视力眼 再给你说对不起行不行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56 得知洋行长 都要巴结的神秘贵人林帆 竟在自家售楼处 受了这样的窝囊气 梁总当场指着胖经理说 去财务部多领俩月工资 算对你的补偿 辞职滚蛋吧 不要啊梁总 我 胖经理试图为自己求情 却被上司喊来保安 直接嫁了出去 不开眼的东西 竟敢得罪洋行长的神豪小老弟 不知道 老子为了找中州银行求贷款 都快跑断腿了 随后 梁总又低头 亲自向林帆赔不试 并说 要退还一部分购房款 给他那套别墅之王打九折 最后才诚恳征求林帆的意见 不知我这样处理 林先生感觉满意吗 林帆微笑点头 云淡风轻道 挺好的梁总 但贵公司在人事安排上有瑕疵 今天我也想给你引荐一位神人 听说林帆要给自己引荐一位神人 云顶国际房产公司的老总 面露一丝 哑然含笑道 好啊林先生 那位神人是 林帆转头一指那位善良的金牌女销售 淡然道 还是你们公司的人 我看梁 总是个讲法分明的领导 才帮你举荐一下他 女销售员张女士 和云顶老总 听了这话 都目录惊讶 林帆望着张女士 微微一笑 语气重肯推荐道 相比刚才那个 被梁总开除的势力胖经理 我倒很欣赏这位女士 她工作热情 能力突出 最重要的是 能对客户一视同仁 阔哨和百姓 都能敬业接待 梁总听了含笑点点头 回忆道 林先生慧眼十珠啊 那就让他升任 云顶国际别墅区的销售经理 那位善良的金牌女销售员 不禁感动地红了眼眶 真诚地向林帆和老总鞠躬致谢 平时在寿楼中心工作的她 因性格正直 一向和那个胖经理上司不对付 没少被那家伙刁难 张女士做梦都想不到 今天只因她不顾上司的威逼 以及同事们的白眼和讥讽 顶着压力 含笑接待了 穿着普通的林帆和她表妹王萌萌 结果 不仅迅速卖出了那套 1.2亿的别墅之王 能拿到两三百万提成 还在转眼间升职加薪 顶贴那个被炒鱿鱼的 视力胖经理的位置 张女士感动地流出了热泪 来到林帆面前 躬身动容道 谢谢你林先生 你的恩情小女子 铭记在心 林帆挥挥手不经意道 这算哪门子恩情 善良有为的人 本来就该升职加薪 否则就是大领导脑子里 灌了江湖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20 梁总听了老脸一红 低头嘎笑道 是是 林先生指点的对 都怪我对下属的品质 和能力观察不够 以后会多多上心 看到这皆大欢喜的结局 杨行长也连连点头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但目睹此目 满脸通红的柳婷 却感到面颊火辣辣的 恨不得立即找个地方钻进去 曾被自己一脚踢开的前男友林帆 这个刚才还被他和马坤 鸡骂为锅儿穷鬼的人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秘人物 今天不但很随意的 像买菜一样 洗涤了那套亿万大别墅 现在连中州银行大佬 和云顶国际的老总 都对他小子毕恭毕敬 这还是自己眼中 那个穷逼香巴佬吗 他涂抹着鲜艳口红的唇角 不禁疯狂抽动着 心里涌满了惊疑 挫败和羞怒 被霸王拧断了右臂的狂少马坤 此刻更是丝丝的猛抽着凉气 震惊的眼珠子 都快掉下来了 令人闻风丧胆的中州霸王 这个自己故来弄残林帆的无敌高手 居然是零杂碎的弟子 而且这个锅儿的人脉 甚至超越了自己牛逼轰轰的豪门老爸 连银行行长和云顶国际老总 都对他如此恭敬 刚才还叫骂着 要搞死搞残林帆的马大嫂 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他咬牙怒视着仇人 痛苦扭曲的灰暗脸庞上 布满了颓丧 下一刻 见柳婷扶着顽固 阔绍灰溜溜的离去 林帆目录彼仪 送给他们一句忠告 以后长点心吧 再拼了命的努力 和我斗 也只能一次次证明自己不行 有劲吗 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们这俩蠢货 还一直相信这句话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88 俩人听了浑身一颤 险些栽倒在地 他们面带怨怒地转过头来 对林帆英势狼固了一眼 就步履亮呛 走向了120救护车 去医院给马大少接断毙了 这时 洋行长对王萌萌伸出双手 微笑道 这位就是表妹吧 早已经对表哥 惊为天然的萌萌 愣了片刻 才回过神来 受宠若惊地 红着脸和行长握了握手 杨长行点头赞叹道 好 一看就是和林兄弟一样 朴素低调 深藏不露的财女啊 表妹能放弃海外的高薪职位 来我行任财务副总监 那是中州银行的荣光 王萌萌柳眉青醋 一脸猛逼 林帆旦回首道 萌萌 去跟着杨行长 办理入职手续吧 以后好好表现 告别了众人 林帆独自步行道 一个偏僻路段 弟子朱惠妃 怯怯的远远跟着他 朱惠妃的身后 又有他徒弟们那几辆越野车 怯怯的远远跟着他 见四下无人 林帆才目光一领 盯着大弟子冷然开口 霸王大人 以轰杀血沙老大 还收编了他的暗组织 想做地下世界霸主 朱惠妃一见师父 动了怒气 当场下的扑通跪地 磕头会报道 是 不是 师父 这里面有点误会 通过朱惠妃的讲述 林帆才明白 这获之所以一拳 轰杀了血沙老大 是因为那人的手下小弟 在饭店喝酒时 调戏了朱惠妃的妹妹 还要拉着女孩去开房 怒不可遏的朱惠妃 就找到那个 令老百姓闻风丧胆的血沙组织 先弄残了那个色狼大混子 又击败他上面的领导干部 一层层打个通关 直到单枪匹马 挑翻了整个血沙组织 而且最后 他还痛杀了那个有着东岛血统 并与岛国治案组织局刀社 暗中有勾结的血沙老大 当时他对我痛下杀手 弟子也是迫不得已 加上对东岛人向来仇恨 今儿用猛了 朱惠妃神色发紧的弱弱禀报 林帆面无表情问道 所以你取而代之 统领血沙残部 继续作恶 不不不 朱惠妃连连摇头 并从地上爬起来 朝廷在远处的那几辆越野车 招了招手 他带来的那三十多名黑衣 硬汉手下 当即奔了过来 又齐刷刷分成三列 站在师父和师爷面前 训练有素的他们 此刻向等待手掌 检阅的裂兵 血沙组织覆灭后 现在你们是什么门派的人 朱惠妃严肃问弟子们 正道门 三十多个猛男吼声震天 我们的誓言是什么 朱惠妃很装逼的副手昂头 淡淡问道 不惧强恶 剔弱者出头伸张正义 以生命和热血症中意之道 几十道魂后的男生震耳欲聋 事实上 这些人不仅包括前血沙成员 也有朱惠妃从获氏武馆教练手上 要来的同门师兄弟 他要带领大家做一番大事 光要正道门 这猪头弟子 要把自己那天 给他随口扯的正道之门 玩大发呀 林帆皱眉撇了下嘴 又冷眼一瞥那个 额头刺青的铁塔壮汉 陈生问道 今天马大少给你打电话 本是想顾你们来捣残我吧 那刺青大汉当即跪趴到地上 万分敬畏地磕头道 回师祖 在师父高掘武器的教训下 我已经痛改前非 绝不会为恶少所用 刚才我之所 先答应马昆 并率队前来 是按师父受益 看那大少是不是 又在做什么恶 见林帆面无表情 那或右面露惊荒补充道 师祖 您千万别以为有刺青的 都是流氓恶徒啊 徒孙真从良了 林帆微微点头 但然道 爷爷明白 岳飞也有纹身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八十八 继而又目光一灵 冷淡扫视着这帮硬汉孙子 沉声道 好人成佛需要九九八十一难 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 那太便宜 你们这帮屠孙了 以前作恶多端的你们 今后必须多行正义之事 为自己赎罪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六十六 一瞬间 三十多个黑衣壮汉 齐齐跪地 山呼谨记师祖教会 林帆又转头 瞥了朱慧飞一眼 冷然讥讽道 我给你五百万资金 让你们创业 你搞了个正道门 以后准备发展上市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八十八 总积分十九万零三百六十八 第八个惊喜相来脸 不料 朱慧飞黑黑一笑道 我们有创业公司的师父 正道门 只是另一层地下身份而已 而且按照小魔女周小鱼的提议 我们还聘请了 职业经理人去管理生意 林帆这才舒展眉头 微微点了点头 转身去 试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这猪头 有了金钱和武技 果然进步迅猛 连思想境界都骤然提升了 这时林帆忽然接到 顾雪岩的电话 美女总裁说 最近博雅传媒集团 刚推出一档 王牌歌舞秀 明星选秀节目 想请林帆去当 特约评委助阵 林帆听了咒没道 不行顾总裁 我唱歌比哭都难听 跳舞更能把人下面谈 当评委 那就是个水货呀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33 不料 顾雪岩却在电话 那头娇笑道 呵呵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呀 毒蛇帝很容易 给咱们节目制造轰动效应啊 我看好你 林帆把眼睛一翻 对着手机撇嘴对道 你们这些 呃的资本家 总想榨干我们打工仔身上的 剩余价值 不过看在小洛洛的面子上 我就心下一软 从了她的漂亮妈妈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顾雪岩微愣道 林帆你这是什么逻辑 我们这叫共创双赢好不好 博雅传媒大厦 26楼演播大厅 到了约定的节目开场时间 林帆又戴上口罩 大马金刀坐到了评委席上 他面前的桌台上 放着一块 写着毒蛇小林哥的名牌 刚一见到这个 穿着平民衣服的年轻人 戴着口罩 伸着懒腰入场 台下的几千名现场观众 就已经哄堂大笑 另几位由省音乐学院教授 歌舞明星等大咖 组成的专业评委 有不少林帆的粉丝 一眼就认出了他 哇 小林哥出手 天下我有 毒翻他们 嗯嗯 我就是冲着毒蛇地来的呀 更有人在台下浪唱道 等到录完节目后 林哥林哥你没走 签个名 在拉拉门的小手 几名专业评委 不知林帆在网上横火 转头皱眉瞥了他一眼 神情有些古怪 随着一段音乐响起 落落大方的男女主持人 上台啰嗦了一番 选秀节目 王牌歌舞秀 正式开始 第一个登台的 是个帅气小鲜肉 尹德台下女生 阵阵尖叫 还很花痴地 喊起了口号 坤坤加油 坤坤加油 我爱我坤 一唱风神 小帅哥台风很好 用的 还是自己带来的 大牌麦克风 显然 他已经在网上 或者生活中 小有名气 各位评委老师好 我叫蔡旭坤 我出生在一个 特殊的家庭 爸爸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离世了 我过了许多年 寄人篱下的生活 每天都感到委屈落寞 是音乐给了我光 我从小就酷爱唱歌 我特别感谢我的奶奶 记得五六岁那年 几个评委和台下 众多观众 这时都听得入了迷 动了情 有人甚至磨起了眼泪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没见识过 努力卖苦情的选手 而是当这段话 从一个表演戏的 小鲜肉口中说出后 你又在现场听着 就会情不自禁地觉得 特别真直感人 蔡旭坤正站在台上 动情讲述自己的 童年心酸故事 却冷不防听见 一道沉冷的声音 响彻全场 停 这位选手 先请开始你的表演 获奖感言和回忆录 等成功之后再发表 林帆微微皱眉 语气不耐道 老子的时间很宝贵知道吗 没功夫听你在这里 卖苦情 搞煽情拉票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88 大家寻声望向林帆 面露惊讶之色 这个戴口罩的年轻评委 虽然在演艺圈内 是个极其无名之辈 脾气倒还不小呢 不料 在网上被小粉丝们宠坏了的蔡旭坤 也挺个性 他面露不悦瞥了林帆一眼 强装客气问道 我不明白 这位年轻评委老师的意思 我的个人介绍 也要等到成功之后才可以说吗 林帆淡淡回道 看节目单 你是要唱歌 那就用歌声介绍自己 别裸里巴缩浪费大家时间 等你成功了 放屁都有道理 否则再有道理 也都是放屁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000 哈哈哈 台下顿时笑喷一片 更有昆昆的女粉丝们 对林帆怒目而视 操 这家伙 嘴巴也太毒了吧 从哪冒出来的野路子评委啊 说话这么损 回头我们人肉他 林帆的粉丝不乐意了 朝他们翻翻眼皮冷然道 哼 你们怕是 没领略过毒蛇小林哥的犀利吧 这才只是开始呢 这一刻 那几名正经微作的专业评委 也不禁拧眉弯了林帆一眼 暗骂这小子说话好没素质 蔡旭坤背对的俊梅脸旁一红 皱眉白了林帆一眼 开始唱歌 我左手握大地 右手握着天 啊 没唱两句 已经破了嗓的蔡旭坤 就令评委们纷纷皱眉 林帆更是果断拍下评委席上的叫停红灯 但没想到 个性不济的菜鲜肉 却充耳不闻 仍然在台上继续展示他刺耳的破罗嗓 林帆皱眉 对着话筒冷淡道 再敢唱一句 我把这支笔甩进你那张破嘴里去 说话间 他还真抓起了评委席上的一支签字笔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999 蔡旭坤修长的身子微微一颤 立马收声 撅起泛红的嘴唇 瞪着林帆 静 可容那七八千人的演播大厅里 一瞬间静的落针可闻 音乐学院那个老评委 不知和这鲜肉有亲戚 还是怎么回事 他皱眉瞥了林帆一眼 又对着台上的选手打破尴尬道 旭坤 老师有一说一 这首 左手指乐 不适合你的嗓音 但你的人生经历感动了我 希望下次换一首低柔抒情的曲目 我先给你过 碰 他大手一拍 就给蔡旭坤点亮了台上的那盏绿灯 谢谢老师 蔡旭坤十分激动 立时鞠躬致谢 林帆皱眉摇了摇头 苦笑开口 多好的一首歌 被你糟蹋成了折磨人的新手段 脑子进水才会给你过 听你唱歌 我特么想打人 呃 台下一片哗然 这小子有病吗 哪来的垃圾水货评委 敢这么侮辱我昆昆 小林哥有毒吧 大爱大爱 哈哈 多好的一首歌 被你糟蹋成了折磨人的新手段 脑子进水了 才会让你过关 听你唱歌 我特么想打人 林帆的犀利毒贫 引起一片哗然 不光台下蔡旭坤的粉丝们群情激愤 林帆身边 那个音乐学院的五十多岁老教授 更气得面色阴沉 他几次转头瞪着林帆 差点当场拍桌子发飙 你这寒酸小子什么意思 鸡骂本教授脑子进水了 老子翻过的阅理书 比你看十八辈子都多 台上的烂歌选手蔡旭坤 更是面色突变 脸上红一阵黑一阵 他心里对林帆这个不知葱奶冒出来的毒蛇评委 怨愤到了极点 但因为他的嗓音和唱功实在不行 完全是靠小鲜肉的体型和颜值 才在网上圈了许多女粉丝 结果 另两名评委 也摇头给蔡旭坤按了红灯 小鲜肉不甘心 他拿着话筒红着脸 为自己争取机会 各位评委老师 我再换手歌唱给你们听听吧 音乐教授是蔡旭坤同乡 因为私下收了人家的礼 就率先表态道 可以 旭坤你再来一段最拿手的 惊艳我们的耳朵 碍于老专家的情面 另两个女评委 虽然微微皱眉 却没有表示反对 林帆不干了 当即皱眉表态 你浪费这么多人的宝贵时间 已经很可耻了 还有脸折磨我和大家的耳朵 想唱 你就私下里去给这教授 唱得天翻地覆 反正他也听不出你那破罗嗓音 根本不适合唱歌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888 教授邓年转头 恼羞成怒道 你什么意思 我听不出他嗓音好话 搞音乐 老子是专业的 本人拿过的音乐评论奖 比你这没素质的野小子 看过的书都多 见着理论派大师 牛皮轰轰的 从自己一入场 他就目录鄙夷 现在还对自己出言不逊 林帆心里更不爽了 他朝对方翻了翻眼皮 撇嘴赠送了一段滑下好段子 你牛你牛 国人当属你最牛 骑着母猪上月球 天下属你最能吹 喝酒用坑不用呗 从古到今你最能 半岁开始做月评 牛逼轰轰老专家 诺贝儿奖等你拿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1100 牛人啊 看把那高傲老头对的 脸都灰了 毒舌小哥不一巴 我他妈是真喜欢 听了林帆对音乐教授的 随口而赞 台下一片哄笑和掌声 两名女评委也转头 噗哧噗哧 忍俊不禁地眼嘴笑喷了 然而 身在现场的节目导演 不但没有跑过来劝阻 反而眼貌精光 王牌歌舞秀 刚开始录制不久 俩评委就在现场 互掐起来了 而且那个戴口罩的毒舌小林哥 还出口成章 令大家不断暗爽 这绝对能制造热门话题 甚至上头条 让这档新节目 趁热爆红啊 教授评委气得咬牙瞪眼 他面色铁青怒视着林帆 抖唇骂道 你 你就是个没素质没文化的乡巴佬 这个音乐学院的教授 毕竟是今天四名评委中 唯一的学院派专家代表啊 平时无论到哪个选秀节目当评委 他都是趾高气扬 老气横秋 被人高高捧到天上的 但今天 却被个穿着随意的矛头小子评委 一个口无遮拦的无名之辈 给狠对了一顿 高傲专家何曾受过这种气 但在两名女评委的劝说下 为了继续节目 他也只能气鼓鼓地赞压怒火 这时 台上的蔡旭坤还赖着不走 他对着话筒倔强道 唱歌是我的梦想 谁都阻止不了本人圆梦的脚步 林帆冷撇着他 淡淡回了句 对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别人替你实现了呢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1555 哈哈 卧槽 神转折啊 这个毒蛇评委太可恶了 妈的 一次次打击我困 就是 昆昆虽然唱歌一般 长得多帅啊 他这是忌妒 台下的观众和蔡旭坤粉丝 顿时一片哗然 纷纷赞叹和叫嚷起来 没想到 脾气很大的蔡旭坤 静气地当场在台上摔了话筒 又面色阴沉地 伸手一指零番 吼叫道 你他妈根本不懂音乐 还有你们那两个评委 我要投诉 还要让粉丝人肉你们 面对蔡旭坤恼羞成怒的威胁 林帆只是朝他冷淡挥手道 那边滚 不送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88 见蔡旭肉气愤不已 依旧站在台上 还敢拿他开过眼角的怒目瞪自己 林帆又赠给了坤坤一段重肯评价 立即马上 拿好你的整容脸 下台哄你那帮无脑小迷妹去吧 就你那被上帝诅咒过的烂嗓子 把唱歌当成业余爱好吼吼 KTV就够缺的了 还有脸来折磨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们的耳朵 你的功德心和脑子一起被诸拱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666 总积分20万零566 您目前拥有9个万分惊喜箱 又一个大惊喜宝带来练 见自己第20万分的额外大奖励到手 而且单笔积分又创新高 林帆心中暗喜 系统成不起我 看来随着自己毒蛇功灵的渐渐增长 那会出手越来越阔绰了 尤其是做大型节目时 听到林帆对菜鲜肉的毒瓶 台下又是一片哄笑 不少人眼泪都笑出来了 专家评委脸色阴沉 他浑身微颤着 转头冷贴林帆时 头上的假发套都快气掉了 同时却又感到无奈 蔡旭坤这个自己的小同乡 唱歌实在是真他妈不行啊 另两名女评委 这时悄悄向林帆投来一个赞赏的目光 就蔡旭坤那副破嗓子 和毫无感情的乱吼唱法 若不是身边这位专家教授 护送他入围 根本连海选都过不了好吧 这犀利小林哥 虽是月评界的后生 却不怕得罪人 敢当众讲出他们不敢说的心里话 帅 蔡旭坤羞愤离去 第二名参赛选手是个白胖美少傅 身材略显臃肿的他 在欢快的阿三音乐中扭腰抖臀出场 少傅穿着陋起小上装 黄色低腰裙 还有一条像有闪光亮片的臀部腰带 和一个故作神秘的面纱 阿K苦力猴亚猴奔 迪达鲁公嘎猴打黑 改白改红面欧亚拉眼 BIA里给水猴打黑 在那首欢腾悦耳的 新娘嫁人了新郎不是我 经典配乐中 少傅一曲令人尴尬的肚皮舞 总算跳完了 评委们都露出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轻轻皱眉摇头 一个舞蹈明星评委 当场点评道 这位女士 你跳舞时 那股热情奔放的劲儿 已经出来了 但身体柔韧度还不够 需要多练习 另外踏准节拍 找准节奏 说实话 我觉得呢 林帆不想听他们一个个的长篇大论 浪费自己和大家的时间 于是淡然开口对了一句 看完你的肚皮舞 我才知道 女人的性感和露多少肉 一点关系都没有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一千 啊 被打断话的舞蹈明星女评委 也不禁促眉转头 对林帆怒目而逝 这是哪个村里跑出来的狂小子 他不光看不惯学院派专家 连自己这个舞蹈大家 也敢不放在眼里 穿得清凉 长得败火 舞又跳得那么夺命 为了大家的安全 快下去吧 林帆一边按红灯 一边对台上的胖少傅直言不讳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一千一百 少傅面色通红 瞥向林帆的目光中 透着怨怒 对林帆目录怨怒的美少傅 面色通红 冲他瞪眼道 另几位评委还没点评呢 你又不懂舞蹈 我不下台 王牌歌舞秀 的晋级规则是 四位评委中 必须有三位都给了选手绿灯 才可以晋级 虽然林帆已经拍了红灯 少傅仍有晋级的希望 所以他就站在台上 冷然撇着林帆 一副根本不把他那张 否决票当回事的架势 林帆只得又催促他一句 您不动的时候 其实还挺漂亮 但一舞动起来 就像个又蠢又傻的女人 白白好吗 以小林哥的耿直性格 行就行 不行就是不行 先虚伪地安慰人家一番 再给些所谓的鼓励 然后才按红灯 那么圆华的手段 在自己这里不存在 鼓励一个根本不适合唱歌跳舞的人 去圆歌舞梦 那就是在浪费人家的生命 但那个老专家评委 却故意和林帆对着干 他砰一下 给美少傅按亮了绿灯 还不怀好一点评道 这位漂亮女士 别听一个根本不懂音乐舞蹈的人 在这里瞎叨叨 其实你跳得不错 希望再接再厉 少傅感动的眼眶都红了 他当即冲着50多岁的专家评委 投来柔情似水的感激一瞥 又深深鞠躬致谢 林帆不爽了 这老家伙 显然是在宋女选手人情卖好 顺便再打一下自己的脸啊 还我不懂歌舞瞎叨叨 万一等会儿 我就变成了歌舞大师 你腿心脏瘦得了不 林帆玩味一笑 撇着专家的头发道 难怪你发型这么奇怪 原来戴着假发套 都说秃顶的人聪明绝顶 可你咋就不开窍 让一个不合适跳舞的人 再接再厉 浪费生命和精力 这是居心不良的 引人误入歧途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234 音乐教授勃然大怒 他拧眉 扶了扶头上的假发套 又转头目露笔翼弯着林帆 冷冽成吼道 本人是全场最权威的专家评委 你特没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小 林帆根本不给他开骂机会 消耗大家的宝贵时间 而是眯眼露出一抹坏笑 对着话筒淡然道 说到专家教授 我这里有个感人小故事送给诸位 专家评委一愣 皱眉住了口 林帆扒开口罩喝了一口水 云淡风轻 讲述起了那个感人的故事 有一天 公牛在奔跑中见到一母牛在路边吃草 就急切地对母牛说 快跑吧 专家来了 母牛问 专家来了怕什么 专家不是人吗 公牛说 现在专家专吹牛逼啊 母牛闻听大惊 撒提就跑 还边跑边问公牛 专家吹的是牛逼 可你是公牛你怕什么 公牛声音颤抖 你真不知道吗 现在的专家教授除了吹牛逼 还 还很会扯淡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500 临帆话音没落 观众席上已经笑喷了几千人 哈哈哈哈 我要 我要当着毒蛇小哥的粉丝 这小哥个真牛呀 犀利到我的书卵馆都瞬间通了 专家评委听了顿时目中喷火 那张权威的脸都气绿了 这他妈是关于我们专家教授的感人故事 你 你 他颤手指着林帆 脸上红一阵黑一阵 精彩极了 见矛盾要升级 别的评委和导演都过来劝说专家 才没把这骄傲老头的心脏病 给当场气出来 那个舞蹈明星女评委 因为对林帆刚才打断自己的点评很不满 这时也砰的一声 故意和林帆唱反调 给台上的美少妇暗亮了绿灯 虽然另一名女歌星评委 秉公给了那肚皮舞选手红灯 但少妇已经很满意了 临下台时 他还志得意满白了林帆一眼 冷横道 虽然今天没能晋级 但能得到两位专家老师的认可 我很知足 林帆撇嘴摇了摇头 淡淡道 两位专家确实毁人不倦 那你就辞出长乐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200 众人 第三位歌手就不同了 他虽然是个左手略有残疾的小镇青年 却堪称励志歌王 在劲爆动感的配乐中 年轻人在台上很走心地边唱边舞 把杰克逊那首经典老歌比利琼 演绎的酣畅淋漓 She was more like a beauty queen from a movie scene 她就像荧幕上的绝代佳人 I said don't mind 我说了 别介意 But what do you mean I am the one 但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Who will dance on the floor in the round 与你共舞 年轻人略带沙哑的沧桑嗓音 瞬间征服了无数观众 她再用灵魂去歌唱 当她迈动清洁动感的舞步 踏准古典 与自己的歌声配合得天衣无缝 林帆也被惊艳到 头皮一阵发麻 她再用舞步 全是自己的生命 这名选手 已经不只是在模仿别人 而是赋予了这首名曲 一些专属自己的东西 一曲未了 林帆和两名女评委 早已看得频频点头 面露感动之色 台下更是掌声雷动 不少观众都站起来了 小伙子的表演结束后 两位女评委 当即给她亮了绿灯 林帆正要给她爽快过关 却听身边的专家评委 又开始故作高深的扯淡 嗯 乍一看还不错 但是 你的声线和麦克的差别很大 而且 发音偏离了原唱 以我对西方音乐 几十年的深厚研究呢 林帆面露不耐打断她 别卖弄了轻 你过不过已经不重要 我给过 说着砰的一声 给台上的选手亮了绿灯 三盏灯全绿 成功晋级 破 哈哈 台下又笑喷一片 这毒蛇评委 大快人心啊 年轻人歌唱的那么有灵魂 舞跳的那么棒 凭什么还要模仿的很像杰克逊本人 而失去了自我风格 才能给过呢 有病 那专家评委 瞠目结舌瞪着林帆 气得老脸黑红 嘴角直抽 为了凸显自己的权威性 他本来就没准备给台上的年轻人过 但你等老子把长篇的知识点 给你们讲完好吗 混蛋相巴佬 碰 他狂拍按键 给了选手一盏红灯 又忍不住冷声讥讽林帆 我们专家评委 是站到权威和专业角度上去点评的 怎么可能会像这乡下来的野鹿子评委一样 明明对音乐狗屁不懂 还满嘴魂话 遇到听着顺耳的 看着痛快的 就急吼吼拍绿灯 林帆听了微微皱眉 转脸朝他翻了翻眼皮 淡淡问道 这位教授 选手的表演够不够好 交给市场去检验不香吗 你不喜欢顺耳的歌曲 难道偏爱藏歌 你对我们看着痛快淋漓的舞蹈很排斥 却对刚才那美少傅的相扑跳法 情有独钟 可真够专业权威的 这是高老庄坠续的品位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800 哇 相扑跳法 高老庄坠续品位 八戒 对得好 对啊 这教授太能做了 不该过的瞎过 该过的 不给人家过 哦 傲来傲来傲来 台下观众纷纷鼓掌爆笑 并为以老卖老的专家评委 喝起了道菜 音乐老专家 气得豁然起身 指着林帆的鼻子大骂道 哪来的混蛋像巴佬 对艺术狗屁不懂 还这么嘴贱 导演 立即让这小子滚蛋 否则老子 现在就不干了 见老专家评委 被林帆气得暴跳如雷 还亮出了与小林哥 势不两立的架势 王牌歌舞秀 导演这才慌了神 节目组请来的这四位评委 各具特色 有学员派老教授 漂亮女歌星和舞后 更有在网上热度很高的毒舌地 这正是导演苦心搭配的 缺一不可呀 最后他巧声答应 给老专家提升一倍的出场费 才总算把对方留了下来 没有被林帆气得甩袖而去 用灵魂歌唱的小镇青年 成功晋级后 接下来上场的 是一个雌雄难辨的年轻人 他脸蛋白里透红 假睫毛长长 还化了淡妆 抹着浅色口红 修长白嫩的仙纸上 不仅留着长指甲 还涂了各色指甲油 当这小伙子 扭腰摆臀 卖着小碎步出场时 台下爆发出一片笑声 包括林帆在内的四名评委 也不禁皱眉 各位评委老师好 我的真名叫汪小丽 一名叫伊丽莎白 利格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我最最最拿手的 泡沫 嗯嗯 就吸这样子了 我可以开始了吗 见汪小丽拿话筒时 还翘着兰花指 嗓音又是辣嘛低娇妹 林帆的眉头越皱越紧 嘴都快撇到身边的 美女歌星脸上了 她就没好气地催促道 你这魔人的小妖精 能赶紧唱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一千 哈哈 两名女评委和台下观众 笑倒一片 那位愚怒 未消的专家评委 却只是转头冷撇了林帆一眼 脸色依然阴沉 哼 讨厌死了 台上的伊丽莎白 利格 伸出兰花指 远远一倒林帆 撅嘴撒娇 林帆虎去一阵 双眉伸锁 差点被这祸恶心尿 音乐响起 在舞台上 停停玉立的伊丽莎白 利格先生 又冲四位评委 眨了个魅光电眼 这才翘着小拇指抓紧脉 缓缓扬起头 不疾不徐地深情现场 阳光下的泡沫 是彩色的 就像被骗的我 是幸福的 追究什么对错 他纤细的声音 倒挺女性化 但几乎全部在吊道上 本是模仿 邓紫棋的女生 但标到高音部分时 他又恢复了男声 而且还标不上去 刚进副歌 就唱劈了呛 几名评委 纷纷摇头给了红灯 林帆皱着眉头 已经有点哭笑不得了 这 王牌歌舞秀的初选赛场 还真是什么奇葩选手 都有 接下来 是几名评委老生 常谈的中庸点评 他们无非就是 先夸小伙子嗓音 还是有条件的 以后要多加练习什么的 就会慢慢变好 林帆听得昏昏欲睡 索性闭眼仰躺在座椅上 三名正在滔滔不绝的男女评委 转头瞥见 他竟闭眼睡起了大叫 不由皱眉露出一抹怒容 这无知的狂小子 太不懂理术了吧 我们几个 可都是专业评委啊 你个烂于充数的草包 此刻不应该洗耳恭听 趁机好好学学音乐知识吗 呼 林帆轻微的憨声 却像雷鸣般 通过身前的麦克风 在安静的现场乍响 哈哈 台下一片哄笑 那个本来就高冷的女歌星 实在评论不下去了 他转头白了林帆一眼 冷声讥讽道 林大师是音乐界高人 这是听不惯我们几个人说话呢 那您来评 林帆缓缓睁开眼睛 揉了几下 打着哈欠淡淡道 好 好 好你的大头鬼啊 像巴佬 你倒是真不客气 积称他为大师的女歌星 不由气地心中暗骂 林帆强打精神 他在评委席上 皱眉瞅了瞅伊丽莎白 利哥 不禁铁嘴 可 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了 利哥 其实 詹姆斯 翠花这个名字 更符合你气质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1111 林帆刚淡然开口 又把台下七八千名观众 笑翻一片 他接着点评道 既然你这破嗓音 也有脸登台 就别怪我嘴下不留情了 歌唱的恶心暂且不论 你这雌雄莫变的形象 是怎么回事 响娘就去趟泰国娘彻底 想尊重自己的性别 你就像那站着尿的爷们 好好说话 如果连你这第三性别的人 都能过关 节目岂不是要改名叫 王牌人妖秀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1888 66666 评出了老子的心声 好一个王牌人妖秀 数千名观众 一片欢腾爆笑的同时 台上的伊丽莎白 利哥 却眼眶一红 直接被林帆的毒蛇毒枯了 我恨死你了 独嘴渣男 对林帆称骂完这句 翘脸通红的他 扭着屁股 转身下了台 台下掌声雷动 见林帆的点评 总能引起爆笑和轰动 以及雷鸣般的热烈鼓掌 而自己的长篇大论 却只能收到稀稀拉拉的掌声 老专家和那俩歌舞女明星评委 都对这个利嘴小子心生忌恨 三人冷然看向他的目光中 分明透着些许敌意 这时 台上又站了一名 身穿大牌衣裙的微胖女孩 年龄不大 但看上去皮肤黯淡 略显苍老 他介绍自己是 中州音乐学院的学生 已经拿过多少奖 败过多少名师 神情特骄傲 评委席上的老专家 似乎还对这女孩格外感兴趣 故意和他东拉西扯了一阵 让胖女孩在台上多露脸 与音乐教授台上台下交流时 女孩还有意无意地炫耀 父母从小就培养他音乐才艺 若不是加资千万 怕都撑不下来 下面这首 假如有一天 是我根据自己的经历 写的原创歌曲 请各位评委欣赏 一段听上去挺不和谐的伴奏响起 女孩投入地唱着 简直都快把她自己陶醉哭了 假如有一天 我青春不在 容颜苍老 你还爱我吗 假如我变得又胖 又丑又难看 家里没有了千万资产 你会离开我吗 碰 刚听她唱了三句 林帆就忍无可忍地 果断拍了红灯 又皱眉撇着台上 那个自信心爆棚的富家女 露出一丝苦笑道 别假如了 你就是又丑 又胖又难看 歌唱得更丑 拿枪拿掉 空洞乏味 首饰多过歌词 什么样的垃圾名师 能交出了 你这样的唱功 我感觉塞给鹦鹉一个话筒 他都比你唱得棒 唱歌是需要真感情的 不是光让你假装很感动 而且 也别糟蹋青春俩字 你长得都已经立秋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一千五百 台下又是一片扑翅笑喷声 此刻不光那胖女孩面色骤变 连评委席的老专家 也突然气得脸色铁青 瞪圆了眼睛 因为台上的胖女孩 正是这音乐教授的学生 见自己和两名专业女评委 都没表态呢 这件嘴小子又蹦出来强化 还独骂自己的女学生一顿 甚至说 什么样的垃圾名师 才能交出他那样的唱功 老专家气得面色骤变 啪 他大手一拍评委席 转脸对林帆冷吼道 这个唱得不行 那个唱得垃圾 看来 你小子很专业啊 好好 你行你来唱 也好让在座的各位 和台上选手都听听 什么是真正的天籁之音 这专家评委的羞怒之言 显然带着讥讽和坏心思 他一听林帆的嗓音就知道 这个小香巴佬 别说学过唱歌了 连最基本的播音腔都不懂 发言随意 嗓音也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分明就是个不懂音乐的草包评委嘛 一听老专家说 要让林帆唱歌 那两名女评委的唇角 不禁勾起一抹幸灾乐祸的冷笑 他们纷纷附和道 金教授这个提议好 让林评委来一段 对 来一段 现场的观众朋友 大家说好不好啊 刚才 因为自己对选手的点评 总惹得林帆昏昏欲睡 一遇到唱歌难听的选手 他还会很不懂规矩地抢先发言 两女早就看这个业余评委不顺眼了 你小子除了毒评 还会什么 你懂一丁点音乐吗 你 若是内行人 你嗓子早打开了 说话的声音也不至于那么加长 几千名观众 却当场被评委们煽动起来 想听 太想了 我们是小林阁粉丝 还没听过他唱歌 来一首吧 别光毒舌别人 亮亮你自己的水平 林帆有点猛了 不禁微微皱眉 瞪了身边那个专家评委一眼 这遭老头子果然坏得很 老子从小就五音不全 很少去KTV不说 即使和同学一起去了也是当听众 或躺在沙发上睡觉啊 于是尴尬一笑 对台上台下的起哄人群道 别别 我哪会唱什么歌 别人唱歌要钱 我唱真会要命的 大家年纪轻轻的 都好好活着不行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一千 评委们和几千名观众 乃至那对男女主持人 却不依不饶 飞逼着林帆来上一段 唱吧 我们不怕死 对 你刚才点评别人的歌嘴那么损 也让大家评评你的唱功 小林哥加油 粉丝团在你身后 见林帆面色微红的起身 制止着大家 神情有些尴尬 三名评委 心里都有些得意 嘴角的冷笑更浓郁了 老专家冷撇着林帆 目录鼻一道 呵呵 刚才还说 别人唱得多拉机 现在轮到你量真本事的时候 却认怂了 俩女评委帮腔道 对呀 今天可就属林评委发言最狠 最积极 关键时刻 你要退缩了吗 转头看到老专家 那张音效浓郁的权威脸 林帆不悦了 这位教授 你可别咄咄逼人 万一我真唱出了天类之音 再把你惊倒了 可咋办 那专家评委一听 当场笑弯了老腰 你唱 现在就唱 让大家见识见识林天籁 林大师的歌喉 这边有居心叵测的评委 那边是齐声大喊的观众群和粉丝 林帆被逼得骑虎南下 唱就唱 老子豁出去了 就随便来一首 世上只有妈妈好 震慑震慑你们 反正我这副雷人的歌喉 连自己听了都甚得慌 一会儿下不趴你们才怪 但转念一想 不对 自己还有系统啊 于是心中莫问道 系统军 毒蛇积分可兑换的技能中 有没有唱歌 报告诉主 那必须的 不光有华夏歌曲 而且包括宇宙全余种曲目 卧槽 牛叉系统么么大呀 林帆心中一喜 当即用区区一千积分 兑换了初阶音乐技能 继而在全场几千人的高声起哄下 拿着话筒转身问道 嘿嘿 那我就献丑一段 太难听 你们可以喊听 生命第一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一千一百 继而微笑问道 大家想听什么歌 夏山 理想三巡 我想听 安和桥 要不小林哥给我们来断 女人花吧 哈哈 这时 却见那老评委 起身面向观众 抬起双手 向下轻压了几下 露出假兮兮权威又慈祥的笑容道 刚才大家也听见了 林评委说 要用天籁之音 惊艳倒我们 那目前还有哪一首歌 能比维塔斯的 歌剧二 更天籁吗 林帆听了 不禁皱眉 我赖你大眼 坏老头子 那是一首饶舌的俄语歌不说 而且音域横跨五个八度 还要飙高难度的海豚音 这老东西 就是诚心想害阵 两个女评委和看热闹不嫌失大的观众们 当即鼓掌 大声叫起了吼 哇 林评委要唱 歌剧二啊 小女子佩服 磨叹 维塔斯 我喜欢我喜欢 快唱啊 小林哥 我们给你录音 回头你再放到直播里 吓吓大家 很快 优美的伴奏旋律响起 林帆清了几下嗓子 又重新做到了自己的评委席上 全场几千人 惊得目瞪口呆 太狂了吧 我的哥 无数国宝级歌手 站老高都标不上去的 歌剧二 你还敢坐下唱 这个B桩大发了哈 但下一秒 他们的眼睛就瞪得更大了 大到眼 字差点夺框而出 家带好了 里面的我截然一人 房门在身后怦然作响 秋风敲打着窗户 欺然为我而泣 林帆的嗓音清亮而幽远 吐字清晰优雅 他抒情而醉人的演唱 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此刻 全场评委和七八千名观众 更是听得面露震撼 如痴如醉 甚至情不自禁闭上了双眼 卧槽 这还是自己的声音吗 要逆天啊 林帆心中惊叹着 嘴里的天类之歌 却丝毫没有走样 很快迎来了高音部分 大家更是瞪大眼睛望着林帆 每个人都不禁病住了呼吸 逐渐飙高的华丽海豚音 仿佛一根极细的钢琴线 悬吊着缓缓上升 直到飙到九天之上 听得人头皮发麻 灵魂震战 甚至泪流满面 灵番却始终毫不费力 从而展露出了惊人的底气 和神仙级唱功 他几乎达到了人类头腔共鸣的极限 发出的声音尖细 清亮而滑美 这首销魂之歌 把每个人的心都紧紧绝住 又夺走了全场之人的魂魄 异曲终了 全场陷入死一般的忌燃 足足过了十几秒 大家才齐刷刷全体起身 一边拼命鼓掌呐喊 一边抹眼泪 天哪 这才是歌神 哇 我给跪了 小林给我爱死你了 你是被主播事业耽误的一代歌声啊 连那两个明星级专业女评委 也不禁面带泪痕的喃喃道 她居然是坐着 把这首歌全球最难唱的歌 完美诠释 到了一个新高度 她 她已经远远超过了 原唱维塔斯的水平 下一刻 噗通噗通 台上的胖女孩 和台下的评委老教授 几乎同时 被震惊的张大嘴巴 一屁股跌走到地上 那个号称冷美人的漂亮女歌星 在评委席前 目光呆滞的愣战了一回 突然眼含热泪 一把拽住身边林帆的衣袖 瞪大眉眸激动喊道 林平尾 我知道你是谁了 美女歌星 知道自己是谁了 林帆微微一愣 下意识摸摸脸上的口罩 戴得好好的呀 却见选秀节目组 从京城重金请来的 那个一线女星 目录崇拜望着自己 柔美的嗓音充满惊喜道 您就是曾在 蒙面歌王 节目中爆红的那位 轰动华夏的神秘歌王吧 不过 您今天的歌剧二 比那次唱得厉害 好几个档次呀 我都听哭了 林老师 我想做您的忠实女粉丝 录完节目 留个联系方式好吗 另一个舞蹈明星女评委 也被林帆刚才唱的 那首灵魂之歌 深深蛰伏 他眼眶红红的 拍着双手激动道 我也要我也要 台下观众 从林帆那首 歌剧二 带来的巨大震撼中 缓缓回过神来 再次送给他 海啸般的狂热掌声 喜欢在网上看 林主播毒蛇节目的粉丝们 此刻更激动的热泪盈眶 大声呐喊起来 哇 连华夏著名的女歌星 和舞蹈天后 都被小林哥的歌喉迷倒了 是啊 以后我们林哥粉丝团联 也有歌后舞后集的大家了 被林帆天籁之音 惊倒的老专家评委 这时才从地上 颤巍巍爬了起来 对这个转眼间 俘获了俩美女 大明星的毒蛇小子 他心里充满了艳羡和记恨 但音乐教授不得不承认 林帆的歌喉和唱功 已达到罕见的神人级别 林帆扫视了一眼众人 淡然是一俩女明星先落座 继续节目 同样被惊倒在台上的 那个胖女孩 这时也重新站了起来 刚才听到林帆对自己的那番毒瓶时 他气得面颊通红 心里直骂娘 恨不得直接冲下台来 一把抓烂这个草包小评委的脸 但此刻 在听完林大师一曲销魂十股的 歌剧二之后 他从内心深处 直接给人家跪了 不待台下那位自己的音乐老教授 发表毫无营养的长篇大论 胖女孩就失神地离开了舞台 神秘歌王林帆的毒蛇 这是已惊醒了多年执迷不悟的她 胖女孩决定 以后不再让唱歌耽误自己的生命和前程 长达三个小时的王牌歌舞秀 节目录制结束后 林帆刚想起身离去 却被以那俩女明星评委为代表的粉丝大军 给围了个水泄不通 高傲的老专家评委 则被林帆狂热的男女粉丝们挤出很远 又差点摔倒在地 她转头瞪着发红的双眼 满含急怒撇了撇炙手可热的林大师 挥着脸黯然离场 那位京城来的大牌女歌星 还有著名舞后 先是和林帆互留了联系方式 接着 女歌星又捧出一个小本子 展开了放到林帆眼前的评委席上 目录崇拜道 小林哥 给我签个名 送句毒蛇语录吧 说实话 刚开始我还对你的犀利嘴巴挺排斥 但现在已经着迷了呢 林帆大笔一挥写道 不要迷恋哥 你嫂子有很多美女皆浮云 他们才是传说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88 扑哈哈 人头攒动的粉丝们 低头看到林大师的签名 不由笑喷 更有漂亮女粉丝 面颊红红的娇声 聊起了偶像 小林哥 本姑娘不和嫂子们竞争 敢当你家的女仆好不好 那位身姿高挑的美女舞后 发现林帆龙飞凤舞的字迹挺个性 忍不住赞美了几句 林帆摇头轻叹道 太久没动笔 现在一千名 就有种皇帝批阅奏章的感觉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继而抬起眼 调戏年轻漂亮的舞后 这位爱妃 你也要收藏镇的毒蛇语录 他白皙面颊一红 眼唇轻笑着开玩笑道 哥哥哥 林平伟随便提字就好 我喜欢收藏书法 您的字就深得切心呢 刷刷刷刷刷 林帆兄中翻锦绣 笔下走龙蛇 迅速写给他一行临时行书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你却偏要拼才华 这就是舞后跟明星的差距 署名确实 王羲之真迹 你不是喜欢收藏书法吗 这串霸气签名一家 价值连城了吧 这个积分1666 好奇跑过来围观摩拜林格神的 还有那位漂亮女主持人罗明明 看到那句明明 可以靠脸吃饭的损化 她的翘脸疼一下红了 令人又爱又恨的毒蛇小林格 这是在暗积自己的主持 才华匮乏 有站在舞台上当花瓶的嫌疑 看来 以后本小姐 真得努力提高工作水平了 一个自称单身狗的男粉丝 要林帆签名 祝福他早日报得美人归 林帆辉笔写下 别总自称单身狗了 按年龄 你是单身憋 按智商 你是单身傻桃子 毒蛇小林格亲笔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200 一个女孩从人群中拼命挤过来 伸着小脑袋 对林帆嗲声嗲气说 小林格 我失恋了 你还收不收后宫呀 求签名安慰一下下 林帆送他一句真迹 失恋的时候 年轻人总以为整个世界都抛弃了自己 别傻了孩子 这世界根本就没需要过你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555 总积分221976 您目前拥有十个惊喜箱 一个大惊喜宝袋 拥挤在林帆身边的粉丝们 看到他的毒蛇又笑翻一大片 哈哈哈哈 杀心了老铁 不愧是毒蛇店 我刚才已经在微博上粉你了 求签名了 就这样 几小时的业余评委当下来 林帆不仅大赚上万积分 足可兑换千万财富 更狠狠收割了一大波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粉丝 而且 毒蛇小林哥这个关键词 还迅速跳上了度娘热搜榜 至于节目组给的 每场30万元的特约嘉宾报酬 在自己看来 倒不值一提了 离开博雅传媒集团大厦时 已是傍晚五六点钟 林帆打电话给父母和姐姐 让他们收拾准备一下 尽快来中州住花园泳池大别墅 全家人团聚在一起 过清清荣荣的美好生活 小帆 林帆你还真买了花园大别墅 那得多少钱啊 养母在电话中惊问 林帆怕吓着她 随口回道 也就一千多万吧 一千多万啊 我的老天爷 没想到 尽管少报了十倍价格 还是把母亲吓一跳 想到自己的老姐是未校毕业 学过护理的 前几年 为了帮自己赚学费 她却一直漂泊在 绅士医疗器材厂打工 林帆就拐到健康路上的 薛大夫门诊 找一位老熟人 想先帮姐姐 在中周联系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 见林帆提着一兜水果溜达过来 那个正在坐枕的美女 玉姐白大褂 眨了眨如水美眸 立即也冒金光 没良心的小帆子 都几个月了 才终于想起来看庆姐 薛大夫门诊的 这位白衣玉姐 名叫薛庆 今年二十六岁 她和林帆命运相似 小时候都曾在慈阳孤儿院生活多年 薛庆十二岁那年 被一对老医生夫妻收养 才过上了富裕的家庭生活 医科大学毕业后 她就在父母帮助下 开了这家诊所 殷薛大夫 医属易得出众 从不欺骗患者乱花钱 在这一带 有着极好的口碑和名气 亲姐 这不明天就是慈阳建院 三十周年的日子了 我来找你聊聊 见着白衣玉姐 上来就摸自己的头 还轻易地刮鼻子 临翻脸颊微红地尴尬到 这一幕 若让中周霸王朱灰飞看到 肯定会当场暴怒 谁又何曾见过 被自己崇拜到 五体投地四脚朝天的神人师尊 竟会被一个漂亮娘们 摸头刮鼻子 占尽了便宜 哟 几个月不见小帆子 你连气质和小眼神 都变得更男人了呢 薛庆说着 还大大咧咧 把先手伸到临翻 冒着小胡渣的下巴上 轻摸了两下 临翻急忙把买给她的水果 往玉姐怀里一塞 面露窘迫小声道 护士患者都看着呢 庆姐你别闹 薛庆却美眸一番 红唇微撇道 泽泽 这家伙还会害羞了呢 从小就是姐姐搂着你睡好吧 临翻的面颊更热了 搓着手瞥了她一眼 道 瞎说什么大实话 闲得你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 虽然和薛庆 没有血缘关系 但在慈阳孤儿院生活的童年时光中 这美丽玉姐 确实给了自己很多温暖呵护 只比自己稍大几岁的薛庆 在临翻心目中 就是一位纯良重情的大姐姐 她俩每年都会结伴回孤儿院 看望那里的院长老爹和老妈 不一会儿 薛庆看完了那几个排队的病号 就拉着临翻的手 坐到诊所长椅上 聊起了彼此的现状 得知临翻在博雅传媒集团 找了份主播工作 薛庆十分开心 眨着大眼睛含笑道 可以啊 小帆子 这么快就进入大集团了 哎对了 我听说博雅总裁是个角色美女 你可别像她那些色男粉丝一样 在被青城女总裁勾了魂 闹得茶饭不思啊 原水解不了尽可的 想找暗恋崇拜的对象 小姐姐可以牺牲一下 临翻知道这玉姐又在和自己开玩笑 就皱眉摇了摇头逗她 那不行 你都这么老玉姐了 青春年少的 我能啃得动不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99 薛庆白系光泽的翘脸微微一红 当即抛给她一个大白眼 冷声娇斥道 去你的 截指比你小子大三岁而已 女大三抱金砖懂吗 临翻撇了撇嘴 淡淡回道 照你这么说 我应该找个三千岁出头的美女 呃 何意啊 白衣欲解面露哑然 女大三抱金砖 女大三十送江山 女大三百送仙丹 女大三千位列仙斑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33 听到这句系统提示音 临翻哭笑不得 你个皮货给那么多三 还真想让主人 找个三千岁的仙姑当老婆 这小嘴儿 巴达巴达 还是像小时候一样 零压力齿 薛庆又翻了个白眼 目露腾熙地望着临翻娇称道 下一刻 他却在无意间瞥见 坐在自己身边的小帆子弟弟 敞开的衬衣领口内 隐约露出了结实的胸膛 薛医生顿时目露精芒 好看的唇角勾起一丝坏笑道 子子 好性感的小胸脯 快让姐姐摸一下 临翻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他那只微凉的修长白手 插进了自己的领口 流氓女医生 放开我哥哥 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道清冷交贺 临翻转头一看 来人竟是周小瑜 薛青带眉微醋 看向小魔女 面露哑然道 你怎么说话呢 小丫头 谁是女流氓 虽然都是从一个孤儿院 走出的女孩 但显然 两人并不认识 周小瑜白了薛青一眼 冷哼着走进来道 薛大夫 薛阿姨 快帮我看看手 扑 薛阿姨 白衣欲解气地翻眼 怂挺的胸部微微起伏 临翻朝周小瑜撇撇嘴 没好气问道 不会是又重操旧夜 被人家把手给打残了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小魔女红着脸瞪了他一眼 毒嘴道 说什么呢哥哥 是我今天帮朱卉飞那猪头教训弟子 打人十手扭住了好吧 薛青忍着火气帮他看了看 又抓着周小瑜的手 狠狠推拿了几下 这才从枕台前起身 随意瞥了一眼 他不太饱满的胸脯 但然道 没事了小不点 周小瑜顺着他的目光低头一瞅 顿时气地瞪眼 小不点就小不点 你干嘛盯着本宫的胸说啊 小怎么了 姑奶奶还有发展空间 自己都有那么变态的大胸了 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摸我哥哥的胸脯 早晚被那两团肉肉坠死你 哼 震惊多少啊老阿姨 听了小魔女的怒对 薛庆气地翘脸微沉 大眼一瞪道 别以为认识小帆子 我就不敢打你 喊谁老阿姨呢 小帆子 周小瑜转头撇了撇林帆 见他对这个称谓并无意义 更是面露震惊 这个伸手很吓人的坏蛋哥哥 和这开诊室的漂亮娘们 关系不一般呀 林帆露出一丝苦笑 白手制止两女道 好了两位美女 兄大兄小 将来有奶就好 只要不饿着 孩子都是好妈妈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88 哈 一大一小俩美女 转头惊讶瞪着她 顿时都羞愤的面颊飞红 就在这时 一辆百万级的雷克萨斯越野车 在诊所门前戛然而止 车上下来一个 带太阳镜的黑裙女人 手拎LV包包 珠光宝气 一脸冷傲 她挤出一丝假惺惺的笑容 对薛庆点着头走进诊所 看都不看林帆和周小瑜一眼 静止往诊台前的旋转软椅上一座 又翘起二郎腿 对薛庆皮笑若不笑道 薛医生架子可真大 好难请啊 我和莫大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 连接都不见 薛庆厌恶的白了她一眼 声音清冷道 本姑娘很忙 不接受你们动机不良的宴请 黑裙女人冷冷一笑 轻蔑威胁道 哼 那就等着人家明天拆了慈阳孤儿院 林帆听了眉头微皱 不禁盯着黑裙女人打亮了几眼 是她 于是当场冷撇着那女人 鼻开口 嘿 这不是我们慈阳的头号女叛徒吗 没想到多年不见 你还是那么莫名的狂傲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总积分225006 嘿 这不是我们慈阳的头号女叛徒吗 没想到多年不见 你还是那么莫名的狂傲 听到林帆这句鄙夷冷骂 那个289岁的黑裙高傲女人 不由面色骤变 她转头瞪着林帆看了又看 这才恍然冷笑道 呵呵 我当是谁 孤儿院的那个剑嘴小二逼 事隔多年 又听到刻薄女人对自己的这个灭称 林帆不由目光一领 此女名叫金奥雪 也出自慈阳孤儿院 是自己那一届孤儿里的大姐大 因林帆在当年那群孤儿中排行第十二 院长老爹老妈都亲切地喊她小十二 但由于自己性格倔强 嘴巴又硬 小时候只喜欢和小姐姐薛庆 还有另两名小伙伴玩 而不服从心眼坏又刻薄的金奥雪管教 没少吃着女人的苦头 连自己孤儿院时期的小十二昵称 到了金奥雪口中 都变成了饱含面试的剑嘴货十二 欠抽小二货 剑嘴小二逼等 现在 林帆皱眉冷撇着她 一脸比一道 臭娘们 还有脸提孤儿院 从被富家养父母临走后 你没回过一趟慈阳 我和亲姐 至今都戴在脖子上的慈阳项链 看来也早被你扔掉了 都换白钻项链了 可惜 什么样的高档服饰 都掩盖不了你这白眼狼 从灵魂到肉体的丑陋 听说你个叛徒 最近还要帮豪门商人 拆掉把你养大的孤儿院 这和袍子家祖坟有区别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一千 前两天 林帆已经从周小宇口中了解到 势力女人金奥雪 在开发商拆除慈阳孤儿院事件中 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听了林帆的赤马 金奥雪气得脸色发青 目露森冷 她轻蔑不屑地狠狠瞪着林帆 恼羞成怒道 我就是要拆掉那座孤儿院 免得你们一再提他们的慈阳 深怕外人不知道 孤奶奶是从哪出来的 在慈阳成长的那段经历 被她视为耻辱 因金奥雪小时候 调皮捣蛋心眼坏 没少爱院长老爹妈的训骂和惩罚 她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离开慈阳之后 金奥雪从没回去探望过一次 更羞于对外提及 自己是孤儿出身 见林帆 薛庆 周小瑜 面色阴沉 都对她怒目而逝 金奥雪又面露得色 冷傲扫了一眼 白衣玉姐的S型身材 话锋一转道 现在唯一能拯救那破孤儿院 不被暴力拆除掉的人 就是你们 这位七姐 薛医生了 墨家的豪门大少爷 能看上出身低贱的她 那是薛庆的福气 若不是我好心介绍 哪能轮得到你薛医生露脸 想找墨大少献身的美女多了去 不待她说完 就被薛庆冷冷打断了 要献身你去献 我可没那么下见 那顽固大少给姑奶奶提鞋 都不配 金奥雪面色一黑 急怒地盯着薛庆那张俏脸 咬牙切齿道 呸 还提鞋都不配 真把自己当高傲白富美了 墨少要是能看上老娘 我当然不会把这个 嫁入豪门的梁街 让给你个SB 此刻她都为薛庆感到悲哀了 这种有美貌有身材 却不懂利用自己优势的傻娘们 活该受她妈一辈子穷 林凡点了点头 嘴角勾起一抹戏血冷笑道 这倒也是 上帝给了你一张丑脸 还给了比五官更恶心的三官 开在高端的倒戏车 穿在漂亮优衣裤衣服 只能彰显你的下贱和软骨 谁要是能看上你这种恶心娘们 那真是倒八辈子血眉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200 金奥雪被批斗得咬牙瞪眼 胸中怒火翻腾 但一想到主子交代的大事 他只得赞压怒火 冷哼道 哼 光凭你一张又臭又硬的嘴巴 能顶个屁用 如果今天他薛庆不跟我去见见莫大少 一起吃个饭 商量下慈阳的事 那你们就等着 明天孤儿院被夷为平地 那老头老太和孩子们 哭着滚蛋吧 金奥雪知道 院长老爹妈和那帮孩子 才是薛庆的软肋 果然 白大褂美女听到他的冷声威胁 不禁带眉身索 翘脸黯淡 露出了一丝犹豫之色 他明白 慈阳孤儿院的地 是一个好心商人 廉价租给院长老爹的 如果豪门墨家仗势欺人 硬逼着那商人房东签字卖地 孤儿院一点法子都没有 而只能眼睁睁看着 承载着他们许多孤儿 成长记忆的慈阳 被人家踏为平地 在上面搞房产开发 到那时 资金短缺的院长老爹 这时 已经知道薛庆出身的周小鱼 恶狠狠地瞪了金奥雪几眼 转头劝阻道 薛大夫 你不能去见那什么莫大少 这老娘们一看 就没爱什么好心 她就是咱们慈阳的耻辱 哥哥说得对 头号女叛徒 放心吧 只要有我翻歌仔 没有人敢动咱们的孤儿院 听了小魔女的话 金奥雪扑齿冷笑 哼 就凭她一个被农民收养的香巴老学生 我看你这小丫头骗子 是来找薛医生看高烧的吧 满嘴胡话 却见薛庆拧眉对周小鱼摆了摆手 又转头对金奥雪咬牙道 好 我答应你去见见那个弯固大少 她也当然不相信 林帆一个大四穷学生 能与中州豪门莫家抗衡 保护得住慈阳孤儿院 小魔女一听急了 喂 你这是往火坑里跳啊 我的姐 大敌当前 她与薛医生之间 呜得那点小气 此刻早消了 林帆双手插兜 云淡风轻说 为什么不去 我倒要看看 莫大少双手断着 还怎么犯贱 她以为 金奥雪口中的 那个豪门莫家大少 是被自己拧断了 双手的顽固二代莫天宇 听了这话 金奥雪目入惊疑 冷然问道 哼 想把老消息到林通啊 你怎么知道 我家莫二少的手受伤了 但莫少的双手 又怎么可能被人拧断 试问 谁有这狗胆 那是她前几天飙车出了事故 意外受伤而已 事实上 虽然金奥雪在莫氏集团任高管 屈炎富士的她 根本就是豪门莫家的一条田狗 却并不知道 莫天宇的手 居然是被她眼前的林帆 给生生拧断的 否则 仗着背后主子强横 就十分冷傲的金奥雪 会当场下趴在这里 豪门莫家 也一直对外封锁那个 令他们万分惊目又屈辱的消息 因为莫天宇的狂霸父亲 只等明天在孤儿院纪念日上 找林帆替儿子 抱那个血海深仇 而且她已经有必胜的把握 见林帆要跟着薛庆去饭店 见莫大少 金奥雪自然不乐意 你嘴巴那么欠仇 到饭店扫了人家豪门大少的雅兴 会挨打嗷小子 林帆冷撇着她鼻翼道 你一个连长得跟车祸现场似的女人 跑到医馆 来出卖自己的姐妹攀贵求荣 都不怕遭雷屁 老子做得端行的正 还会派一个顽固小二代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八百 好 你有种小子 那今晚咱就等着瞧吧 金奥雪目露冷盲 一脸轻蔑道 此刻她恨透了林帆 既然这小垃圾 一再鸡骂老娘 纯心找死 那我就索性 把你一起带去饭店 然后在莫大少跟前 煽风点火几句 让那恶少 直接把你小子毒打一顿 长点记性好了 薛庆担心林帆的安全 坚决不让她跟着 林帆目光笃定地望着她 承诺道 放心吧庆姐 以后有我在 这世上没人敢欺你 看着小帆子弟弟 坚定深邃的黑眸 美女一声莫名感到心安 当即感动地点了点头 但接下来 她还是想劝林帆 不要跟着自己 你知道姐姐有烈性的一面 真谈崩了 那恶少也奈何不了我 所以小帆子 你快回家好吗 林帆摇头 不好 兄弟我已经练就一身武技 必须跟着沁姐去当保镖 金奥雪远远听到这话 皱眉鄙的瞥了一眼林帆 当场发出冷灭大笑 就你小子 还想与莫大少叫板 给薛庆当保镖 分分钟被碾压到哭爹喊骂 实在拗不过林帆 薛庆只得面带忧虑 微微点了点头 她心里暗暗发誓 今晚谁若敢动我家小帆子一下 姑奶奶和她拼命 小魔女周小鱼 也想跟薛庆和林帆去饭店 挥挥那恶少 被林帆挥手赶走了 薛医生脱下白大褂 随便换了一套白T恤和牛仔裤 就清清爽爽地和林帆一起出了诊所 金奥雪随手一指自己的百万雷克萨斯 神情傲然道 上车吧 二位 却见林帆皱眉瞥了她的豪车一眼 轻蔑冷笑着 送给她一段毒舌 老话说得好 车到山前必有路 可惜刹车刹不住 高速断车轴 刹车长漏油 吓得车主尿一酷 开上雷克萨斯 被骂汉奸狗屎 包你英年早逝 文婷此言 金奥雪那张高傲的脸 一瞬间气绿了 这他妈是哪国的老话 分明就是 你这贱嘴小子 现编出来咒骂老娘的 他颤手指着林帆 信念怒争大骂道 你你 等着吧 见嘴小二逼 看今晚谁先死 哼 薛庆心中一阵快意 忍不住眼唇扑吃笑了 走小帆子 和姐姐去打车 他牵住林帆的手 又转头讥讽道 哦对了 金大经理 您这是要把慈阳的姐妹 安排在哪个饭店 贩卖给顽固大少啊 薛庆对势力的金奥雪 恶心至极 却不得不硬着头皮 去会会难莫大少 看此事有没有谈判余地 孤儿院能否不被他们 莫家狠心拆除掉 但如果真要以自己的身子 和未来做筹码 只有和那个著名的 花花公子好了 才能保孤儿院平安 这事就没得谈 姑奶奶宁愿说服养父母 砸锅卖铁 找银行办贷款 也要给慈阳的孩子们 找块新地皮 筑期暖巢 金奥雪微微一笑 爽快回到 玫瑰宫大酒店 沁雪原厅 看莫少 对你薛庆多用心 专门挑了代理名字的 不待他说完 薛庆就拉着林帆 上了一辆出租车 绝承而去 见自己终于威逼着 薛庆上了沟 金奥雪心头大喜 今晚只要帮主子 拿下薛美女 这个令他朝思暮想的 绝色女医生 自己就能赢得 莫家大少爷的信赖与感激 与他的关系更进一步 升职加薪 自然不在话下 而且 以后获得豪门莫家主的 另眼相看 也是很可能的 金奥雪一边驾车 一边向莫大少报喜 为了不使就餐场面 太尴尬 他还按照主子的授意 喊了几个多年 不联系的孤儿院小伙伴 去饭店暖场 金奥雪几乎是 孤儿院那一批孩子中 在社会上混得最好的人 所以 一听到莫氏集团 金经理的召唤 那几个平民百姓都很兴奋 当即欣然同意 玫瑰宫大酒店 沁雪原厅 金奥雪 林帆 美女医生薛庆 赶到不久 五六个衣着普通的男女 林帆和薛庆小时候都认识 只不过 他们从小就是金奥雪的狗腿子 和林帆他俩关系很淡 大家续了几句旧 开始奇夸金姐金经理仗义 那么多年了 他还没忘记 这帮贫穷的兄弟姐妹 金奥雪目录鄙夷 瞥了那几个孤儿眼 毫不避讳道 你们想多了 今天是莫大少 请咱家的薛庆大美女吃饭 我们都是来做陪的 一个知道些情况的女人 立即对薛庆目录验线道 七妹真是好福气啊 能被豪门大少看重 我听说 人家都热追你几个月了呢 薛庆神色比一撇嘴道 那花花大少追的美女多了 广撒网多补鱼而已 谁不知道 她是赌博客要玩女人的垃圾一个 金奥雪皱眉不悦道 薛庆 你也别太高看自己 说白了 也就是一个孤儿出身的小医生而已 人家豪门阔少 贪玩花心怎么了 反正家里有几十亿资产 有本事你拴住他的心 让莫大少只喜欢你一人 不就能踏踏实实嫁入豪门了 那几个孤儿听了 更是双眼放光 一脸惊现 几十个亿的家产啊 莫家果然牛叉 别说有莫家 要拆孤儿院的是逼着 就算没这事 和莫大少好女薛医生 也只赚不亏啊 薛庆妹子 将来若能嫁进豪门 我们兄弟姐妹 也能跟着沾光啊 管她有多少女人呢 只要能当上莫家少奶奶 睁只眼闭只眼呗 傻妹子 薛庆听了 不经皱眉 还真是傻人找傻人 金奥雪叫来的 这几个慈阳锅 可真够势力的 只觉得豪门阔少 能看上自己 就是我薛庆莫大的福气了 呸 古奶奶还恶心她呢 林帆听了 眉头青醋 冷然开口道 你们几个离开孤儿院多年 从不曾回去看过一眼 是忘恩负义的代表 现在又想出卖 和自己一起长大的漂亮姐妹 这是卖妹求荣的典范 但有谁真正关心过 亲姐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一帮势力小人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999 总积分 23万0218 您目前拥有 11个惊喜箱 一个大惊喜宝袋 身边的薛庆 听了面露感动 投给他柔情似水的一片 继而又抓着林帆的胳膊 把自己的脑袋 往他肩上一靠 半真半假道 嗯嗯 我就喜欢小帆子 这样懂我的知性暖男 听了林帆的狠话 又看到薛庆 对他的暧昧举止 金奥雪他们 当即皱眉冷撇着两人 冷嘲热讽起来 就凭你一个上大学 都要贷款的香巴佬 配得上貌美如花的薛医生吗 跟着你他还不得 受苦受穷一辈子 就是 我们不回孤儿院探望 那是因为穷 以后薛庆嫁入豪门 多棒棒大家 我们就可以尝回慈阳了呗 齐美 你快别和他一个穷小子闹了 咱们这帮孤儿本舅 出身卑微 一会让莫大少看见会生气的 但就在这时 沁雪原的商务豪宝门被推开 一道气度不凡的冷傲声音传来 哪个不开眼的穷傻逼 敢惹本少生气啊 你他妈配和薛医生做一起吗 林帆寻声转头 冷然瞥了那莫大少一眼 不由微了 这个带着随从出场 一脸趾高气扬的风流阔哨 竟不是莫天语 林帆索性一把 搂住薛庆的仙妖 冲大高傲家伙 轻蔑一笑道 老子从小就和庆姐睡过 就问你个顽固孙子气不气 我今天过来 就是要把你气到口吐白沫 四肢抽搐 气绝身亡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一千二百 林帆索性一把 搂住薛庆的仙妖 冲大高傲大少 轻蔑一笑道 老子从小就和庆姐睡过 就问你个顽固孙子气不气 我今天过来 就是要把你气到口吐白沫 四肢抽搐 气绝身亡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一千二百 闻此 黄傲莫大少 不禁瞪圆了英智的双目 一脸 愤怒和难以置信 他万万想不到 眼前这个衣着普通的穷小子 不光敢搂自己垂涎已久的美女 一声薛庆 居然还敢当众毒骂自己 你他妈谁啊小杂种 也是那破官院的人 金奥雪 他谁 墨天雄目光阴冷地盯着林帆 对自己的女狗腿成吼道 林帆已经猜到 这个长相与墨天宇有几分相似 却比他弟弟更显阴冷 一身名牌打扮的狂傲阔绍 应该是墨家大公子 同样气急的金奥雪 这时嘴角浮现一丝冷笑 他刚要开口煽风点火 让墨天雄肃立门外那几个手下 狠狠教训林帆一顿 却听美女一声薛庆 语气清冷道 这是我弟弟林帆 谁敢对他不客气 就是与我为敌 听到林帆这个名字 墨天雄面部肌肉猛然一抖 看向林帆的阴冷眸光中 当即喷出了仇恨的怒烟 咯咯的咬牙声清晰可闻 墨家人已经摸查清楚 拧端自家二少爷墨天宇双手的人 是一个名叫林帆的年轻舞者 那小子曾是慈阳的孤儿 八岁那年被一对农民收养 目前是中州大学毕业班的穷学生 当墨天雄英很注视着仇人时 却又被林帆冷酷而鄙夷的眸光 震得内心遗产 此刻墨家大少已经确定 眼前这个和薛庆同样出自孤儿院的家伙 正是仇家林帆 那个拧断了自己弟弟双手的狠人 但一想到明天 慈阳建院三十周年纪念日上 自己和父亲将亲率那些神秘人物 为弟弟墨天宇报血仇 墨大少决定在薛女神面前 先隐远不发 他目录狠力弯了林帆几眼 又调整出一个柔和绅士的表情 转头看向美女医生薛庆 强斩笑颜道 谢谢薛小姐今晚啃长脸 请大美女吃个饭可真不容易 薛庆冷哼一声 脑袋从林帆胳膊上抬起来 对顽固大少微微点了点头 算打了招呼 金耀雪一边起身点头哈腰 让主子坐在美女医生的右侧 一边满脸堆笑向大家介绍道 这位就是 我给各位说的莫大少 莫天雄先生 现任莫氏集团副总裁 也是未来的家族上市企业接班人 莫天雄嘴角微扬 勾起一抹高傲的冷笑 那几个孤儿院出身的平民 纷纷起身激动地伸出双手 一个个低头躬身 都想与豪门大少握手致意 但莫天雄只是微微一笑 伸手示意大家落座 并没有和他们任何人握手 自视高贵的他 打心眼里鄙视这帮孤儿 若不是看在美女医生薛庆 这个拥有前途后翘极品身材的 冷美人面子上 他高高在上的豪门莫家的长子长孙 又怎么可能 会和这帮下等贱民一起吃饭 莫天雄正要嗅着薛庆的体香 在他身边落座 临番见庆杰往自己这边挪了挪座椅 带眉青醋露出嫌弃的样子 于是就眉毛一挑 对莫天雄冷然道 长得没有实力 就离我们远点 看见你那张科药暗脸 老子就反胃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啊 全场皆惊 金奥雪和他的狗腿子们 不禁瞪大了眼睛望着临番 莫大少听了 更气得咬牙切齿 怒指着临番沉吼道 今天本少是看在薛小姐面子上 才给你脸了小子 你他妈什么素质 若不是薛女神在身边 莫天雄当场就要喊门外 那几个狠人手下 把临番弄个半死了 放眼全中周 何曾有人敢对这豪门大少 如此无礼 连老子嗑药的爱好 都当众揭穿了 这小杂种果然很狂 很该死 临番朝他翻翻眼皮 神情比一道 即使老子脏话连篇 都比你这丸固大少 做作的表演坦率 你们莫家不是要拆 慈阳孤儿院 聊聊吧 怎么个情况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88 莫天雄气的握拳瞪眼 面色铁青 你他妈 行 仗着有点伸手 你这个穷逼孤儿 是真狂 你们慈阳 如果被夷为平地 那也是你特么 功不可莫自找的 临番傲然瞥了他一眼 爸气道 既然知道我的实力 这事就好办了 我只有一个指导思想 爷行爷有理 你行爷揍你 莫大少直接被骂得跳了起来 一拍桌子沉吼道 草啊 你真是 包尖外他的手下听到动静 立即敲门问道 大少爷 需要我们动手吗 薛青豁然起身 翘脸冰冷道 谁敢动我弟弟 就先把姑奶奶打死 莫天雄气的甘藤 却只得阴着脸 冲手下们挥挥手 反正一会儿 自己还要拿下垂线已久的薛女神 今晚就能把这美女一声压在身下 摧毁他所有的冷傲了 小不忍择乱大谋 金奥雪剑主子 连连被林番大骂 早已气得郊躯发颤 性慕原争 这时他忍不住冷吼道 林番 你特么够了 知道自己是在和谁说话吗 你这剑嘴香巴佬的出现 只会加速慈阳孤儿院的消亡 他那几个孤儿狗腿子 也纷纷鄙视着林番 冷冷帮腔 就他还有伸手 莫大少您可能消息有误 他就是一个毒蛇穷学生而已 除了那张嘴 啥都不行 金姐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机会 还引荐来了莫大少 你小子居然敢在这里撒泼 这是小鸡蛋碰锯石 找死啊 还是让薛医生说两句吧 我觉得也只有莫总这样 身份高贵的儒雅男人 才配拥有咱家的角色白衣天使 你说那七妹 林番比一扫视了一眼金奥雪等人 皱眉轻蔑道 此情此景 我不禁又失信大发 送给各位一手 治舔狗吧 势力舔狗最恶心 麦媚求容攀豪门 眼睛长在屁股上 只认衣冠不认人